万切天尊第556-610章 贵求订阅 第556章 请君入梦 天帝黑榜剧烈的震荡着,一波波恐怖的黑色狂潮带着滔天死意向四周不断扩散,天帝正法门的山门中,一座座或者壮观或者精美的山岭在黑色的蜂巢中无声无息的湮灭。 无数天帝正法门犹如炸窝的马蜂,乱杂杂的向四周狼狈逃窜。 他们不知所措的看着远处肆虐的天帝黑榜,这是天帝正法门用来震慑其他宗门,镇压宗门气运的至宝,是不多的几件祖传重宝中杀伤力最恐怖,最擅长杀伐的宝贝呀。 可是今天,天帝黑榜怎么会突然对自家宗门出手? 数十名天帝正法门的高层口吐鲜血,摇摇摆摆的冲天飞起,狼狈的向四周逃窜着。 他们也不敢正面抗衡天帝黑榜可怕的力量。 世界已经宾于末法时代,天帝黑榜爆发出的威能也远不如太古之时了,但是他的力量本质却没有丝毫变化,那是这一方世界纯粹的死亡力量的极大成者。 碰着就死,擦着就亡,一众天帝正法门的高层一边逃跑,一般声嘶力竭的念诵咒语,想要唤醒天帝黑榜的灵智,让他收起肆虐的力量。 天帝黑榜没有搭理这些天帝正法门的高层。 固然,他曾经是天帝正法门某位远古老祖的本命神兵。 固然,他和天帝正法门有几分相伙情缘。 但是那位老祖早已烟消云散,这个世界一步一步的滑向末法时代,这让和世界同源而生的天帝黑榜感到很不舒服。 尤其神物有灵,天帝黑榜知道这个世界的末法时代为何而生。 天帝正法门的这些小家伙,他们让整个世界陷入了绝境边缘。 天帝黑榜对他们美好感。 不管因为什么借口,什么理由,世界的衰落,让天帝黑榜的力量也随之衰减。 原本万古不灭的天帝黑榜,居然有一种垂垂老矣,力不从心的感觉。 好吧,天帝正法门的行为,已经耗尽了那份香火情。 现在,天帝黑榜要为自己活着。 一声低沉的长啸声从天帝黑榜内冲出,一条猙獰恐怖,生有四万九千颗龙头,体型庞大到不可思议的黑色巨龙从天帝黑榜中冉冉浮现。 这条黑色巨龙更大了九万八千只森森眼眸,向在场的所有天帝正法门的门人弟子望了一眼,然后他低下头,向地面狠狠一息。 天帝正法门山门中仅存的一条巨型灵脉剧烈的震荡着,化为一条长有千万里的白龙被硬生生从地下抓了出来,被天帝黑榜的本命真灵所化的黑色巨龙一口吞了下去。 一如一个巨人吞下一颗炒黄豆,没有丝毫的困难,轻松平淡到了极点。 失去地下仅有的一条巨型灵脉的滋养,天帝正法门的山门剧烈的震荡起来,原本山清水秀的绵绵山岭,骤然就蒙上了一层灰黄色的衰败之气。 前辈 一众天帝正法门的高层声嘶力竭的尖叫起来,一个个不知所措的绝望嘶吼。 天帝末法,这条巨型灵脉是天帝正法门三代前的长辈们,耗费了无数心力,好容易才用大阵保存下来的最后一条灵脉。 依托着这条巨型灵脉,天帝正法门有信心就算是末法降临,天帝正法门的描迹也不会断绝,宗门传承依旧可以稳妥的传承下去,而且确保每一代传人中,都有三五个大能高手出现。 足以维持天帝正法门在这一方天帝中的首脑地位。 天帝黑榜居然一口将这条巨型灵脉给抽走了。 这是要彻底断了天帝正法门的传承啊,这是彻底要断绝了天帝正法门的描迹啊。 没有了灵脉,没有了天帝灵髓,任凭你天帝正法门有无数的神通秘法,任凭你有无数的神妙点击,你拿着那些点击能有什么用? 点火炖面条吃吗? 通体漆黑,猙獰恐怖的巨龙四万九千颗龙头缓缓地扬起,庞大到不可思议的巨龙身躯冉冉飞上了天空,天帝黑榜的本体化为一道黑色灵光缠绕着巨龙之躯,就听一声巨响,虚空被破开一个巨大的窟窿,天帝黑榜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此同时,除了药王门山门外的黑榜分身,遍布天下的无数天帝黑榜分身纷纷化为一道细细的黑色灵光冲天飞起。 与此同时,无数被天帝黑榜禁锢的人眉心中,都有一缕缕黑气飞出,迅速跟着黑榜分身没入了高空。 无数被天帝黑榜禁锢的人先是呆愣了一下,然后无数人欢天喜地地欢呼起来。 楚天静静地站在药王门的大门口,眉心一根金红二色的锁链逐渐燃烧起来,金色的太阳真火熊熊燃烧着,随着金红二色锁链不断钻进天帝黑榜的分身中,疯狂地追索天帝黑榜的本命真灵所在。 找到了,而且,正在赶过来。 楚天感受到了天帝黑榜本体散发出的恐怖威势。 他低声地笑着,体内的天帝熔炉,无量神珠,太阳造化中,太阴万化轮四剑至尊天气同时收敛了全部的气息,他们静静地潜伏在楚天体内,默默地积蓄着力量,准备给天帝黑榜一个好看。 虽然这四剑至尊天气都受了重创,能够动用的力量不足巅峰时的万分之一。 但是这个世界也陷入了末法边缘,天帝黑榜随着世界本源的衰退,他的力量也在不断衰减,他固然是丝毫无伤,但是能够调用的力量也极其有限。 四达一,稳赢的。 尤其还有楚天坐镇,还有大梦神典不断侵扰天帝黑榜。 楚天低声笑着,骤然间一声巨响,一条体长上万里,升了四万九千颗龙头,猙獰恐怖,威严霸道的黑色巨龙从虚空中直接闯了出来。 巨龙冉冉向下降落,九万八千只眼眸死死地盯着楚天。 天帝黑榜出现的一瞬间,一股可怕的灵魂压力席卷八方,要往门内所有的人同时口吐鲜血昏厥倒地。 他们的修为太低,他们甚至连正是天帝黑榜本体的资格都没有,只是感应到了天帝黑榜散发出的气息,就好像灵魂被人重重地轰了一拳,一个个拳都倒在了地上。 天帝黑榜的本体从天而降,和楚天面前的分身融为一体。 他的本命真灵低沉地嘶吼着,化为一道黑气闯入了楚天的眉心,出现在他的神窍天境中。 在楚天神窍天境中肆虐的黑龙仰天长笑,化为一道黑气融入了巨龙身体。 巨龙居高临下的俯瞰着楚天渺小的天魂,他的身躯也在不断的缩小,随着身体的缩小,他漫天乱晃的头颅也逐渐变少,最终变成了一条体长石杖的三头恶龙向楚天的天魂扑了过来。 一个霸道,强横,也蛮不讲理的精神冲击呼啸着向楚天的天魂袭来,让楚天感应到了天帝黑榜的意志。 想要收服他,就表现出足够的力量来。 不要像天帝正法门的那些一代不如一代的小崽子,屁用没有,还妄图成为他天帝黑榜的主人。 天帝黑榜已经厌烦了这个陷入末法边缘的世界,这个世界让他虚弱,让他无力,让他昏昏欲睡,好似随时可能陷入永恒的睡眠中。 天帝黑榜需要一个强大,可以带他离开这个该死的世界的主人。 他渴望战斗,他渴望杀戮,他渴望用无穷无尽的鲜血和灵魂,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强大,更加强大。 因这一方世界最终极的死亡本源孕育而成,天帝黑榜渴望无穷尽的死亡,他渴求死亡。 当然,如果你不够强大,那就让天帝黑榜吞噬了你。 似乎,你的灵魂蛮可口的。 天帝黑榜疯狂的嚎叫着,然后重重的一口咬在了楚天冰封的天魂上。 咔嚓一声巨响,天帝黑榜的本体亲自降临,楚天天魂上因极寒破所化的厚厚悬兵被咬开了无数裂痕,被寒毒冰冻的楚天天魂受到剧烈震荡,天魂深处也裂开了无数细小的裂痕。 剧痛袭来,痛得楚天差点昏厥过去。 但是楚天却笑了,放声的笑了,天魂表面的冰封裂开,一团团夺目的金光,青光喷涌而出,楚天放声笑着,他的灵石化为一道狂飙放出体外,用可怕的速度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 楚天的修为境界放在这里,他的灵石已经凝成了实质。 肉眼可见的一圈白色波动呼啸着向四周扫出,顷刻间笼罩了方圆三千里的地狱。 白色波动所过之处,无数大树被连根拔起,无数山石被震的粉碎,无数倒霉的豺狼虎豹等猛兽嗷嗷怪笑着,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粗暴的卷起,重重的丢在了地上。 三千里范围内,一草一木,一杀一淡,一切细节尽在眼底。 继续呀,咬我呀。 楚天已经多日无法动弹丝毫的天魂剧烈的震荡着,不断发出巨大的笑声。 他的天魂冉冉战起,口颂大梦神典经文,无数烟花一样的金红二色龙头凤尾子鹿神章从虚空中滋生,围绕着天地黑榜的本命真灵急速的旋转着,一条条金红二色的锁链熊熊燃烧着,从无数子鹿神章中喷了出来,迅速缠住了天地黑榜。 天地黑榜的本命真灵呆了呆,然后疯狂地嘶吼着,狠狠地朝着楚天的天魂又是一口。 咔嚓一声巨响,楚天的天魂表面冰片横飞,阴急寒破所化的玄冰剧烈震荡着,炸开了好些巨大的口子。 楚天更多的灵魂之力喷涌而出,更多的子鹿神章不断喷出来,更多的锁链从虚空中冒了出来。 楚天的天魂凝视着有点傻眼的天地黑榜真灵,淡然笑道,似乎,你没经历过这种场面。 嗯,你的战斗经验不行啊。 天地黑榜疯狂地吼叫着,他朝着楚天的天魂一阵乱抓乱咬,楚天的天魂则是艰难地活动双手,结成一个古怪的印诀,倾尽全力地,凝聚了一枚自从修炼大梦神典以来,最强大,耗费最大的梦种。 光影迷离形如水滴的梦种悄然凝聚。 天地黑榜的本命真灵骤然感应到了一种莫大的危险在逼近,他下意识地转身就走,想要逃离楚天的神窍天境,但是四周无数金红二色锁链死死地扣住了他的身体,任凭他如何挣扎,不断正断一根根锁链,更多的锁链缠绕了上来,他艰难地在神窍天境中缓缓前行,一时间根本摆脱不了楚天的禁锢。 高空中,两轮日月同时亮起了夺目的光芒。 太阳造化中悄然现身,一声钟鸣震荡虚空,一波波太阳之力化为金色潮汐冲击着天地黑榜,可怕的纯阳之力化为金色火焰,附着在天地黑榜的本命真灵上熊熊燃烧。 太阴万化轮悬浮在空中,月象变迁,一波波清冷的幽光洒落,犹如无数刀锋,无声无息地侵入天地黑榜的本命真灵,带给他无穷无尽的痛苦。 天地黑榜疯狂地嘶吼着,他真的是被吓坏了。 这里居然有两剑和他跟脚相同,但是本源比他更强,来头更恐怖的宝贝在等着他。 虽然这太阳造化中和太阴万化轮受了重伤,只能动用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力量,但是天地黑榜如今的状态也不好嘛,他同样无法发挥出全部的威能。 还不等天地黑榜从这一连串的打击中回过神来,楚天的天魂双手一放,凝聚的梦种化为一道迷离的幽光飞射而出,重重地没入了天地黑榜的真灵体内。 天地黑榜的本命真灵骤然一将,他黑气弥漫的眸子骤然一阵懵懂迷离,随后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睡吧,睡吧,睡吧,等我彻底成为了你的主人之后,你就会醒来。 呵呵,睡吧,睡吧,在我成为你的主人之前,你就乖乖的沉睡吧,让我看看,你的梦境中能有什么。 不过,真有趣,大梦神典,连至尊天气都能拉入梦中,真是有趣。 楚天的天魂落在了天地黑榜的真灵面前,伸手轻轻的拍打着他的龙头。 天地黑榜纹丝不动地悬浮在那里,他身边不断有迷离的光影浮现,无数梦境笼罩了他的真灵,让他根本无法从迷离的梦境中拖出身来。 楚天伸出手,一把抓住了天地黑榜。 天地黑榜微微如动了一下,最终化为一抹黑气被楚天一口吞下。 神窍天境中,楚天密布无数裂痕的天魂带着浑身残留的玄冰,双手碰住了天地黑榜,嘴里不断喷出金红二色神光,化为一抹抹其异的道纹,不断向天地黑榜的本体打入。 天地黑榜的本体微微地蠕动着,表面黑气升腾而起,顽强地和楚天喷出的神光对抗着。 需要一点时间,才能真正将它收服。 不过,耗费再多时间都是值得的。 楚天感应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和天魂的状态,脸色变得很是难看。 勉强恢复了一点力量,但是他的天魂和肉身都受伤极重,想要恢复到全胜状态,就要看这个世界能给他多少惊喜,能给他提供多少宝贝了。 第557章 替天行道 药王们供奉祖师的大殿上,三丈高的祖师向下,楚天端端正正的坐在了一张大意上。 药王们的当代门主,也就是黄鼠子,叶天北两人的亲传老师白云和,以及几个药王们的长老站在大殿中,一脸恭紧的向楚天汇报打探来的消息。 药王们很弱,所以楚天回复了些许实力后,小小的用了点手段,软硬兼施下,整个药王们就义无反顾的投入了楚天的怀抱,心甘情愿的上了楚天的船。 虽然弱小,毕竟也算是脱离了世俗界的修炼宗门,加上药王们贩卖药剂累积的人脉很是不少,所以消息还是蛮灵通的。 他们打探来的情报就是,这几天,所有的世俗国朝都安安静静的,将近八成国朝的皇室都已经躲藏了起来,各地的官员也都脱家邪口的藏了起来。 很显然,他们害怕天帝正法门和上次一样,再一次的将他们陷入死地。 各国的皇族,官员大量失踪,国朝的朝政几乎彻底荒废,所以天下大乱,颇有一点遍地烟火,彻底崩盘的节奏。 而修炼界则是风波隐隐。 修炼界的大小宗门都听说了天帝正法门的惨状,作为宗门最大依仗的巨型灵脉被自家的镇山法宝天帝黑榜强行吞噬了,还打伤了数十名以为靠山的高手。 不仅如此,天帝正法门的精锐弟子也伤损了许多,整个宗门的实力正处于最虚弱的时候。 这一方世界的几个顶级大宗门正在合纵连横,派出了大量的使者四处勾勾搭搭,但凡是修炼界的宗门,无论大小强弱,他们全都登门拜访,许诺了无数的好处,唆使大家和他们联手,打上天帝正法门,掠夺他的资源,取代他的地位。 白云和小心的对楚天说道,我大太皇朝有修炼宗门七十三个,除了我要王门,其他宗门都出洞了。 楚天手指轻轻的在大蚁的扶手上弹了弹,他微笑道,除了天帝黑榜,天帝正法门还有什么好东西。 白云和呆了呆,老脸上露出一丝神网之意,那,可就太多了,除了开天神器天帝黑榜,这一方世界有天帝奇珍榜,榜上有天品神器三十六,地品灵宝一百零八,人品奇珍三百六十,这么多的奇珍一宝,其中六成,可都在天帝正法门。 白云和盯着楚天,老脸上泛出了一团不正常的红晕,天帝正法门,堪称这一方世界的霸主,强,强得很,富,富得很。 若是真能。 楚天笑了笑,他打断了白云和的话,你们可知道,这一方世界,已经陷入了末法边缘。 白云和呆了呆,老脸上闪过一抹深沉的无奈和绝望,末法,末法,天帝灵髓枯竭,地下灵脉干涸,修炼日益艰难,甚至收取的门人弟子都纯奔了许多,更不要说,世俗界天下大乱,昏军暴军层出不穷,百姓们民不聊生。 这就是末法,整个天帝,都在一步步的死去,但是我们却无法制止,谁也不知道,末法真个降临后,天帝会是什么景象。 白云和还有几个长老深深的叹息着,不断的摇着头。 这一方世界的末法降临,是天帝正法门整出来的。 楚天看着白云和等人,淡然道,将这个消息传出去吧,就说,这一方世界的末法降临,是天帝正法门用邪门秘术抽取整个世界的天帝本源,这就好似不断的将一个陌生人放血,血流的多了,人自然就要死。 一个世界的天帝本源泄露的太多了,自然就要进入末法时代,这是同一个道理。 楚天冷笑道,去吧,去吧,告诉天下所有的修炼宗门,这个世界正在死去,最鬼祸首就是天帝正法门。 白云和和几个要王门的长老目瞪口呆的看着楚天,他们惊悚莫名的张了张嘴,想要说点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沉默了许久许久,白云和才突然跳着脚的指着天空咒骂起来。 几个要王门的长老也是各种屋檐会语层出不穷,他们气急败坏的朝着天空咒骂了许久,甚至都忘记了向楚天告辞,一个个转身冲出了大殿,用最快的速度向门人弟子发号施令。 一天后,一个消息传遍了这个世界的修炼宗门。 末法濒临,修炼界即将崩溃,未来修士们想要突破境界是不可能的了,世间或许不会再有修士,而现有的修士的修为也将逐步倒退,他们将再也无法享受悠久的寿命,再也无法享受成为人上人的神奇力量。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天地正法门啊。 他们为了独霸这一方世界,他们故意的用邪术抽走了天地本源,让这一方世界不断的衰落,衰败。 天地正法门就是天地濒临末法的罪魁祸首。 看看他们的用心有多险恶,他们在自家山门下隐藏了一条巨型灵脉,如此就算天地末法降临,天地正法门的传承依旧不会断绝,而其他的修炼宗门,可都要灰飞烟灭了。 所有的修士都在义愤填膺的传播这个消息,更有人信誓旦旦的告诉自己的熟人,天地正法门如果不是用邪术抽走了天地本源,这一方天地好端端的,怎么会衰败如斯? 能做到这一点的,除了天地正法门,还能有谁? 更有人赌咒发誓,天地黑榜之所以离开天地正法门,甚至还将天地正法门地下的巨型灵脉给吞噬了,就是因为天地黑榜都看不惯天地正法门的所作所为了。 这是天谦,这是天谦啊。 几个心中震惊,却又狂喜无比的顶级宗门已经喊出了口号,替天行道,诛杀天地正法门。 一声大吼,群雄汇聚,整个世界的修炼宗门无数修士,无论是修为高深的,还是刚刚入门的,都用各种方法纷纷向几个顶级宗门的山门汇聚了过去。 所有人都高呼替天行道的口号,口口声声要灭杀天地正法门,还天地一片朗朗乾坤,给天下众生一个公道。 楚天带着几个要王门的高层,也浑在了浩浩荡荡的天下群修中,来到了一个名为九霄神雷宗的顶级宗门中。 九霄神雷宗,一座孤峰拔起数千丈高,山顶有一片纯铜制成的大殿,一圈圈云眩环绕着山头,每时每刻都有无数雷光从天而降,隆隆作响地劈在那一片大殿上。 山猪站在距离九霄神雷宗主峰数十里外的山脚下,呆呆地看着那不断挨雷劈的大殿。 过了许久许久,山猪才喃喃自语,这是做了多大的孽呀。 阿爷活着的时候说,人要是做多孽了,会被雷劈,这整天都被雷劈,这是,十八辈子没记得吧。 跟着楚天学了些要剂手段,修炼的天族功法也算是勉强入门了,山猪的本性依旧是那个淳朴,憨厚的小山贼。 他那肉乎乎的脑袋里,依旧保持着山贼们最普世的道德观。 楚天抓了抓脑门,看着山猪半赏没吭声。 知道作孽了要被雷劈,似乎也没妨碍你们寨子打家劫舍呀。 所以说,精神信仰,道德观这种东西,在很多时候,只是拿来嘴上说说的事吧。 当然,如果和九霄神雷宗这样,每天都被雷劈的话,或许,天下人的心肠都会变好许多。 说白了,熊孩子闯祸了就要罚,狠狠的罚,只要罚得你害怕了,就自然而然会守规矩了。 一旁的白云和则是吓得脸色都变了,他急忙捂住了山猪的嘴巴,低声告诫道,不要胡说八道,九霄神雷宗的前辈们,那可都是雷法惊天的前辈高人,他们随手一指,一道雷下去,就算是一座山,也就劈没了。 看着那一座被云炫环绕,被无数雷光不断轰击的孤风,白云和喃喃道,末法呀,末法,据药王门的长辈流传下来的典籍记载,很多年以前,九霄神雷宗的主封上,这云窝直径有数万里,一次呼吸间有数十万道雷霆落下,九霄神雷宗的高人,就是借助天雷之力修炼。 摇摇头,白云和叹了一口气,看看现在,这云炫只有百里大小,远不如当初了。 就在白云和的感慨声中,一道一道流光从天空慢悠悠的飞过,向着那座不断被雷劈的主封飞去。 主封上纯铜大殿中也不断有人影冲天飞起,迎向这一道道雷光。 天下修士云集几大顶级宗门,九霄神雷宗内,就聚集了周边数百个国朝中所有大小宗门的修士。 药王门算是距离九霄神雷宗比较近的宗门,所以他们早早的就赶来会合,响应九霄神雷宗替天行道的召唤。 但是药王门的实力,明显不被九霄神雷宗看在眼里。 他们被随意指了一怪山脚,让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随后就没有人搭理了。 而那些强大的,背景传承雄厚的宗门,则是有专门的迎宾弟子接入九霄神雷宗山门,妥善的安排各种高屋大宅,美酒美食,更有美貌的侍女伺候着。 某些大宗门的首脑,更是有资格直接登堂入户,进入九霄神雷宗供奉祖先的大殿意识。 会飞耶 山珠正脱白云河的手掌,看着那些高来高去的修士,由衷的感慨了一声,会飞耶,传说,修炼到了极致,就能飞升上天,成为神人,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楚天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山珠。 来到这个世界这么多天了,楚天居然还忽略了这个问题,这个世界的修炼体系究竟是怎么样的。 嗯,飞升上天,成为神人。 这套路楚天有点熟悉啊。 天路世界没有这个说法,无论是多么强大的天修、灵修,或者多弱小的飞禽走兽,妖魔鬼怪,大家都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 而这个世界,是有飞升的说法吗? 想要飞升,修为要达到什么境界? 楚天若有所思的看着九霄神雷宗的意识大殿,他摇摇头,拍了拍山珠的脑袋,山珠,你一定能飞升的,哈,我楚天可从来不欠人人情,你想要飞升,我就一定能让你飞升。 扯了扯山珠的耳朵,示意他跟上自己,楚天转身就走,一边走,一边叮嘱白云河等要王门的高层,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反正,九霄神雷宗也没把你们放在心上, 你们就安心的混日子就好。 如果起了冲突,千万不要往前上,老老实实的,保命第一,一定记住了。 呵呵,末法之事啊,这九霄神雷宗作为顶级宗门,这一片山门不错呀,想来当有收获。 坐在楚天肩膀上的鼠爷呲牙咧嘴的笑了起来。 前些日子他对楚天说,一个世界濒临末法时代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回光返照,在一些特殊的洞天福地,灵脉灵穴中,会滋养出一些天地奇葩,会出现一些在这个世界鼎盛时期都难以想象的奇珍异宝。 这些奇珍异宝们,当中比较普通的一些会被临近的大宗门弟子进水楼台先得月,被他们抢先收走。 但是这些末法之事催生出的奇珍异宝中,真正最顶级,最珍贵的那些,可不会这么轻易被人发现。 他们会借助天地奇险,静静藏身其中,若是无人发现,就会一直销声匿迹地藏匿下去。 他们就好像一颗颗种子,是这个末法世界最后一丝恢复的机会。 九霄神雷宗占据了极其广大的山门,而且山门中多有洞天伏地。 会有好东西的,鼠爷用屁股想都知道,一定会有好东西的。 鼠爷乐滋滋地说道,不急,不急,我们挨个地找过去,息息,去找天地正法门的麻烦之前,我们先把这些宝贝给搜刮干净。 奇珍异宝,唯有得者居之,这些宝贝,若是放任他们孤苦伶仃地流落在荒郊野外,就这么静静地藏在那里,那是多么的抱殲天物啊。 咱爷俩把这些宝贝找出来,自己使唤也好,拿去送人也好,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不要让这天的最后一点光彩就这么埋没了,让他们爆发出应有的光彩来。 这也是替天行道啊。 鼠爷瞧着二郎腿,很嘚色的给自己和楚天刮地皮的行为找了个极其冠冕堂皇的借口。 几大顶级宗门用替天行道的借口去抢天地正法门的地盘。 楚天和鼠爷,当然也能替天行道的刮地皮。 天底下,还有比替天行道更好用的借口呢? 第558章正法一击 山珠啊,以后你要小心,不要随便从荒山野地里捡人回去。 行走在九霄神雷宗庞大的山门内,欣赏着四周秀美绝伦,却带着一丝衰败气息的山景,楚天一本正经的说着不正经的话。 这次你运气好,捡了知恩图报,道德模范一样的我回去,下一次呢? 谁知道你捡了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如果你捡了我家二弟回去,你们寨子里稍微水灵一点的姑娘,估计都怀孕了吧? 楚天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肯定的,没得跑。 鼠爷笑得嘴巴都歪了,在楚天的肩膀上拼命地打滚。 山珠呆呆地看着楚天,他不懂,为什么捡楚天回去就没事,捡楚天的二弟回去,寨子里的大姐们就会怀孕了。 这个问题,太深奥了。 不过,我是不会做那些事情的,我是一个好人吗? 楚天拍了拍山珠的脑袋,在山路的尽头,一个在山崖上开辟出来的硕大洞门前停下了脚步。 所以,好好地修炼我给你的那一部丙丁天火法,你是火属性的体质,炼这门天宫,你一定能飞升成神人。 楚天笑呵呵地叮嘱了山珠一句,然后笑容可居地像站在东门口的几个九霄神雷宗弟子拱了拱手。 几位,道友。 楚天狠乐滋滋地用上了道友这个称呼,当然,他知道这些九霄神雷宗的弟子听不懂这个词的来由,不仅是这个世界的人,天路世界也没人能听懂楚天所谓的道友是什么东西。 不过楚天觉得,现在的他就是传说中可以飞天遁地,呼风唤雨的神仙,他用道友这个词称呼别人,用频道称呼自己,是最合适不过的了,频道楚天,久闻九霄神雷宗人杰地灵,物产丰富,想要进去找点机缘,不知道几位道友可否行个方便。 一番半白半闻,扭扭捏捏地话说出来,楚天自己觉得很有感觉,几个九霄神雷宗的弟子则是傻眼了。 一个看上去能有三十几岁,举止气派很有点不凡的中年男子上前了两步,向楚天上下打量了一阵,你是哪一个宗门的弟子? 烈火门? 天一鼓? 不死大圣宗? 还是斗魔门? 楚天笑呵呵地向对方摇了摇头,频道楚天,出身药王门。 几个九霄神雷宗的弟子面孔一阵扭曲,药王门。 这个宗门,他们似乎,依稀有点印象。 似乎,是他们九霄神雷宗的附庸宗门之一。 除此之外,他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药王门太弱,弱得根本没什么存在感,不要看他们在世俗普通人面前高高在上,威风无比,但是在这些真正的大宗门面前, 他们实在是不算什么呀。 滚。 中年男子很干净利落地朝着楚天指了指,极其不客气地呵斥了一声,这里是我九霄神雷宗法老所在,专门用来关押重要囚犯的地方。 滚得越远越好,不要给你宗门招灾。 楚天抿了抿嘴,他沉声道,本来还想好好地和你们友好解决这件事情,比如说,我进去找宝贝,找到了后,给你们九霄神雷宗一点点补偿,但是既然如此无礼,我就很理直气壮了。 楚天很灿烂地向中年男子笑了笑,然后一掌拍了出去。 没有动用任何法力,如今楚天的天魂内部密布着无数细碎的裂痕,想要修复还不知道要耗费多少苦功,动用法力的话,就要牵扯天魂,这对伤势恢复不利。 他只是运用自己稍微恢复了一点点力气的肉体,用战神山的战斗技巧,手掌震荡空气,向前打出了一道狂暴的钢风。 砰的一声巨响,一只方圆十几杖,通体漆黑的大手印裹着黑漆漆的钢风向前劈出。 几个守在法牢门口的九霄神雷宗弟子惨嚎一声,一个个身不由己的向后飞出,一头撞在了身后山壁上,浑身骨头也不知道断了多少根,山壁粉碎,几个人整个身体都深深的陷入了山体内动弹不得。 一只方圆十几杖,深达近百杖的大手印深深烙印在了山壁上。 大手印的正中位置,几个九霄神雷宗的弟子嘴角流血,面容呆滞的看着楚天。 他们居然没死,几个人脑子里一片空白,唯有莫名的狂喜不断涌来,他们被楚天当面打了一掌,如此恐怖的一掌拍下,他们居然没死。 不仅如此,他们只是身上骨头断了数十根而已。 对凡人而言,这是重伤,对修士来说,断几根骨头算什么大事? 不要动,不然断骨刺伤了内脏,我就不负责了。 楚天很友善的告诫这几个被一掌打萌的九霄神雷宗弟子,微笑着说道,也不要想办法通知你们的师门长辈,确切的说,我观察了一下,你们九霄神雷宗没有一个长辈是我的一招之敌,所以,不要给你们长辈惹麻烦了。 鼠爷站起身来,很嚣张,很跋扈,很有点狐假虎威的朝着几个九霄神雷宗弟子挥了挥爪子,咱爷俩就是进来找点东西,嘿,天生地养,天注定属于我们的宝贝,和你们九霄神雷宗没什么关系,所以,别给自己找麻烦,就当什么都没看到就好。 楚天笑了笑,鼠爷也笑了笑,山珠不明所以的很尴尬的笑了笑,一行人慢悠悠的走进了法牢,一路顺风顺水的来到了法牢最深处的地方。 这是一个深入的下数千丈的洞穴,四周岩壁上开凿了一个个小小的窟窿,里面镶嵌着大颗大颗的夜明珠,照得洞穴一片雪亮。 岩壁上开凿了一个个方圆数丈的洞穴,每个洞穴门口都有粗大的合金栅栏,隐隐可见栅栏上有静置幽光闪烁。 数十名被囚禁在这洞穴中的重犯好奇的看着楚天和鼠爷,不知道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从医事上来看,他们分明不是九霄神雷宗的人。 喂,朋友,你们不是九霄神雷宗的人? 你们是来找被无辜囚禁在这里的亲属朋友的吗? 一名面容猙獰的大汉大声的咆哮起来,喂,你们有本领来这里,不如把我们放出去,我们都尽你一份人情。 人情? 楚天呵呵笑了笑,他一脚重重的跺在了洞穴的正中位置。 哗啦啦一声巨响,洞穴的地面崩塌,一个直径十几丈,身有数万丈的洞穴突然出现。 一团白气裹着淡淡的心香喷涌而出,一株五彩斑斓,枝繁叶茂,开了一百零八朵硕大花朵的奇异果树冉染从洞穴中飞了出来。 该死! 四周囚犯洞穴中,数十名重囚同时疯狂的嘶吼起来。 不可思议的震惊,歇斯底里的贪婪,数十名被九霄神雷宗囚禁的重犯伸出双手,不顾金属栅栏上喷出的夺目电光打得他们双手交胡,他们疯狂的摇晃着栅栏,犹如野兽一样大声的吼叫着。 天地灵根 够资格被囚禁在九霄神雷宗的法牢中,而且是囚禁在禁制最强大的牢狱最深处,这些众囚都是这一方世界修炼界的魔头巨拨,他们的眼光自然不是寻常修饰能比的。 他们一眼看出了,这是天地灵根。 而且居然还是先天灵根,是天地开辟时才可能滋生的奇异灵根。 先天灵根,哪怕是一片叶子都有改天换地的造化之力,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拥有无穷无尽的神奇力量。 在传说中,这一方世界任何一个得到先天灵根的幸运儿,他们都顺利的飞升了,而且在飞升后也都成了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个世界最强大的那些宗门,就是这些幸运儿留下的遗泽。 就在他们眼前,一株天地灵根,而且是一株先天灵根。 而且是典籍上从来没有记载过的,形态,特征完全和已知的先天灵根完全不同的灵根。 我的,我的,我的。 那个面容猙獰的大汉歇斯底里的朝着楚天嚎叫着,小崽子,这宝贝是我的,是我的,是我认图。 楚天反手一掌按了出去。 巨大的力量震荡空气,空气一层层的重叠着,一只丈许方圆的黑色手印带着可怕的刚风呼啸而出,命中了猙獰大汉所在的监狱洞穴。 一声巨响,洞穴门口的金属栅栏连铜上面的所有防御尽致被一掌拍得粉碎,整个洞穴烟消云散,山壁上只留下了一个深达数百丈的巨大手印。 猙獰大汉,赫赫有名的人徒,没有了。 彻底烟消云散,一根毛都没留下来。 哪怕没有动用法力。 哪怕只是肉体力量。 楚天对于这些末法时代的修士来说,依旧是太古巨龙一样可怕的存在。 全都给我闭嘴,不然,就去死。 楚天回头向这些木凳口呆的囚犯扫了一眼,冷淡的说道,被九霄神雷宗囚禁在这里,你们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打死你们,我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 咧嘴一笑,楚天悠悠说道,说起来,其实我在大玉寺的本职,就是监察天下奸命, 专门和你们这群暴徒打交道,呵呵。 楚天呵呵一声冷笑,他在大玉寺养出的一身铁血肃杀之气油然而生,一众囚犯本能地察觉到了楚天身上那种比九霄神雷宗的狱族更加残酷百倍的血腥之意。 他们纷纷闭上嘴,乖巧的退回了自己洞穴的深处,不敢再发出半点儿喧哗之声。 楚天和鼠爷相视一笑,同时看向了悬浮在他们面前,只有三丈高下,但是流光一彩,绚烂多姿的花术。 一百零八朵盘子大小的奇花朵朵不同,花形如牡丹,如莲花,如杜鹃,如海棠,如枝子,如梅花,更有桃里花形,一百零八朵花每一朵都美不胜收。 除此之外,一百零八朵奇花的色泽也都不同,不仅是每一朵花都色泽各异,更是每一片花瓣的颜色都浓艳深浅各有神妙。 一眼看去,这一株花术简直融入了天地间所有的色彩,美轮美奂,美得让人心醉。 仙天灵根,泽泽,居然是仙天灵根。 呵呵,这世界真个是知道自己要完蛋了,所以,居然连这样的宝贝都弄出来了。 鼠爷兴奋的浑身都在哆嗦,天歌儿,收服他,这宝贝不知道能否结果,若是能结果。 楚天伸出手,用力握住了花术纤细的树干。 一股恐怖的混沌意识从这花术核心处涌出,这株天地灵根的本我意识尚未成形,只有一点懵懂的灵智在树干深处沉睡。 但是楚天想要收服他,立刻迎来了这株花术的疯狂反击。 恐怖的精神冲击犹如海啸一样向楚天袭来,楚天冷哼一声,他眸子骤然变色,一对而眸子一只变得金光灿灿不断喷出太阳真火,一只眸子则是变成了灰白色不断喷出太阴之气。 太阳造化中轻轻轰鸣,太阴万化轮缓缓旋转。 天地熔炉更是将一缕黑炎顺着楚天的身体传出,一团黑色火焰紧贴着楚天的手掌,按在了花束上。 花束疯狂的强大的精神冲击悄然消散,一股沉浮的本能意识涌入楚天心头。 楚天哈哈大笑一声,这株花束就化为一道美轮美奂的奇异霞光,瞬间没入楚天身体,静静的悬浮在他神窍天境中。 真是个没节操的家伙。 鼠爷很不屑的冷哼了一声,鼠爷还以为,他要宁死不屈呢。 楚天笑了笑,摸了摸鼠爷的脑袋,笑呵呵的说道,鼠爷,赶紧的,赶紧嗅嗅,这九霄神雷宗内,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宝贝? 呵呵,我已经知道这宝贝有什么用了,简直是,妙用无穷。 楚天的确已经感应到了这株天地灵根的妙用。 天道妙术,或许可以粗暴一点,直接用这个名字称呼它,这株树上的每一朵花朵,都能承载一门大道法则,能够凝成一具大道分身。 说白了,拥有了这株天道妙术,楚天就能分化出一百零八尊分身,比如说太阳分身,太阴分身,剑道分身等等,这些分身与楚天本体无伤,却能极大的增强楚天的战力和生存力。 尤其是楚天一旦利用其炼成分身后,一旦本体受伤,只要收回若干分身,就能立刻借助分身反馈的力量修复伤势。 而这株天道妙术的树干,更是能够炼制成楚天的第二真身。 第二真身可以视为完全受楚天控制的一尊复制品,拥有楚天所有的神通法力和修为。 这能直接让楚天的实力提升一倍也就不说了,更重要的是,以后楚天不论受到什么伤害,都能先转嫁给第二真身承受,只要第二真身不崩毁,楚天的本尊就会丝毫无伤。 楚天正在乐滋滋的向鼠爷介绍天道妙术的好处,法牢中的那些重犯已经极度的双眼喷血,一个个不甘的嚎叫起来。 楚天冷眼看着这些纷纷叫嚣的重犯,正寻思着是否要好好的教训他们一顿,一股很是不弱的危机感从天而降。 下一瞬间,楚天所在的法牢轰然崩解,上方的山体瞬间化为飞灰,一股恐怖的力量从天而降,将整个法牢所在的山体彻底抹去,更是深入的下树万丈,将大片岩层直接气化。 如丝恐怖的一击,楚天骇然向四周望去,发现三分之一个九霄神雷宗已经烟消云散。 一个冷力的声音从天空传来,替天行道。 你们要灭杀我天地正法门。 就你们,也配。 第559章 人形兵器 该死。 这个世界,不该有这么强的攻击。 楚天悬浮在空中,浑身衣衫稀烂,皮肤表面还在隐隐冒烟。 他看着瞬间被抹平了三分之一的九霄神雷宗山门,不由得一阵无语。 方圆数万粒的山岭灰飞烟灭,原地是一个深入的下三万丈的大坑。 这样的攻击力度,起码也是进入了天人境的高手才可能拥有的攻击力。 以楚天强横的肉身,他自然是丝毫无损,但是他身上的衣衫,如果不是他出手快,忙不迭地捂住了三点要害位置,他现在已经是光溜溜的了。 九药甲悬浮在他身边,整个将山珠裹在了里面。 金光灿灿,华美绝伦的九药甲表面密布着无数裂痕,在天路世界的大崩溃中,九药甲手当其冲的护住了楚天,也是手当其冲的承受了恐怖的世界崩坏带来的巨大冲击。 甲咒本体几乎崩溃,但是作为紫伐蜜库中珍藏的强大甲咒,有着近乎至尊天气品质的九药甲恢复能力极强,这些日子来,九药甲在不断地恢复。 这一次突兀的攻击虽然强横,重伤的九药甲轻松承受了这一波攻击,山珠没有受伤,只是他被这一击中蕴藏的恐怖威势吓得几乎魂飞破散,所以陷入了重度昏厥。 这不是什么大的伤势,一颗养魂丹就能修复的事情,楚天也没放在心上。 他向九霄神雷宗的主风方向望了过去,然后他松了一口气。 方圆数万里的山岭被一击摧毁,唯有位于攻击中心部位的九霄神雷宗的主风傲然出力。 九条通体荧光闪烁的巨龙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雷光罩子,将九霄神雷宗主风周边八百里的区域整个笼罩在了里面。 白云河等人所在的山峰正好位于雷光罩子的保护范围内,所以他们应该安全无忧,最多是和山珠一样,被这一次恐怖的攻击给吓晕了。 混蛋! 谁打了你鼠爷一嘴灰。 鼠爷恼怒的念叨着,他点起脚来,朝着天空望了过去。 这是,这妹子,不错呀。 嘿,义愤填膺,怒气冲天的鼠爷嗓音都不对了,他肥兮兮的勾搂着身体,两只后腿紧紧的夹着,肥眉鼠眼的向着天空抛着媚眼。 楚天也看向了上空,然后他一阵无语。 几个身穿白色长衫,一脸正气盎然的中年男子悬浮在空中,很显然,他们正是天地正法门的弟子。 在这几个中年男子身边,悬浮着一尊身高三丈左右,通体皮肤犹如羊之白玉一样白皙润泽,一头金发灿烂,双眸也是犹如黄金一样金灿灿的,背后赫然生出了三对巨大的白色羽翼,翅膀一展超过十丈的角色少女。 少女的身段,容貌尽皆绝佳,每一处轮廓,每一个细节都堪称完美,找不出任何瑕疵。 她静静地悬浮在空中,双手紧握一柄金光灿灿,不,整个就是一团金色光艳的长剑。 她身上的衣饰极其简单,就是一球白色的短裙,袒露双臂和两条白生生的长腿,鼠爷也正是盯着少女两条浑圆完美的长腿,嘴角不断地滴出口水,不断地向其抛着媚眼。 在少女的头顶,悬浮着一个金色的光环。 光环由无数复杂的符纹组成,光环缓缓旋转着,不断放出恐怖的气息,散发出惊人的光和热。 这悬浮在少女头顶的,赫然是一枚天道宝伦,显然这少女是一名掌控了一门法则的天人镜高手。 而这天道宝伦散发出的光和热纯粹而霸道,充满了极端的排他性,凸显了他掌控的天道法则拥有的可怕杀伤力。 甚至比起楚天的太阳法则,这金色光轮中散发出的力量更显得极端而富有攻击性。 若是仔细分辨,这一枚金色光轮似乎是太阳法则中几门法则傲义凝聚而成,不够完全,只是从中挑选了最富有杀伤力,最富有攻击力,最纯粹,最极端的几门法则傲义凝聚而成。 好长,好白,好鼻挺,足够鼠爷,玩一百年。 鼠爷激动得浑身都在哆嗦,可惜他的尾巴席根断掉了,否则他那尖尖细细的尾巴,肯定会和马鞭一样轻快的甩起来。 不是活物啊,似乎,是个死东西。 楚天看着那面无表情的少女,虽然没有释放灵石去触碰少女,但是看看他空有逼人金光,却没有丝毫灵性,活力的双眼,楚天不由的摇了摇头。 这少女,是个死人。 不,不能用死人来形容。 其一,她不是人,她的外形特征,很像是天路世界的神道生灵。 楚天还记得,当年在六道风魔大结界中,那来自神道世界的大日千军和大夜破军,他们和这少女的外形颇为相似,只是远不如这少女强大。 其二,死人是不会有力量的,更不会散发出如此恐怖的气息。 类似于,天狮谷的僵尸。 楚天若有所思的摇了摇头,不,比天狮谷的僵尸还要邪门一些。 鼠爷的脸色阴沉了下来,她抬起头,将自己一根胡须塞进嘴里轻轻的啃视着,阴沉沉的说道,暴殲天物,不可原谅。 这么俊俏的丫头,居然被炼制成了,兵器。 这天地正法门,所作所为,怎么这么邪气森森的。 鼠爷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她猛的抬起头来向天空指了指,鼠爷一定要替天行道,将这邪恶的天地正法门铲除了。 鼠爷的声音很是奸细,高空中几个天地正法门的弟子倒是没听到她的吼声,但是那少女却突然注意到了楚天和鼠爷。 她面无表情地举起手中金光四射宛如一团火焰的金色长剑,隔着数百里距离,当头一剑劈了下来。 天空中就出现了一条长有数百里的金色洪流,好像一条金色的火焰长河突然出现,漫天赤裂的金色岩浆疆疯狂燃烧着,带着一股可怕的锋芒之意当头砸了下来。 长有数百里,宽打百丈的金色洪流呼啸着落下,洪流中隐隐可见无数金色的剑影浑在烈焰中笔直的坠落。 更让人惊骇的是,少女的这一剑快得让人无言以对。 快如流光,出手的同时,剑光就已经到了楚天和鼠爷的头顶。 楚天冷哼一声,青椒剑从她掌心喷出,一条青色长红笔直飞出,和金色洪流狠狠撞击在一起。 和楚天身上其他几剑重宝相比,反而是青椒剑因为是纯粹的功伐利器,在天鹿世界大爆炸中,仅仅出手为楚天劈碎了一些几乎要正面撞击她的重物。 所以,青椒剑的伤势最轻,本体几乎无损,只是气灵受到了剧烈震荡,一时间昏厥了许久。 楚天天魂脱困,一缕天魂之力注入青椒剑中,在楚天魂力的滋养下,青椒剑就好像吃了药的风油一样兴奋起来,她从昏厥中惊醒,吟吟长笑着冲了出去。 痴痴声中,漫天金色剑影被一缕青光打得支离破碎,金色的洪流被一股无法抵挡的锋芒居中切开,伴随着青椒剑的欢笑声,青色长红飞略数百里,带着刺骨寒意来到了几个天地正法门的弟子面前。 青椒剑快,快到了极点,楚天也不知道给他塞了多少速度添料进去,总之青椒剑此刻的速度,就算以楚天凝成了天魂的实力,也只是勉强能捕捉到他带起的一缕青色光影。 几个天地正法门的弟子大概就相当于立命境的灵修水准,他们只觉得浑身一寒,根本没能看清青椒剑急速逼近,更不要说主动的防御反击。 那背声三对雪白羽翼,面容呆滞的绝美少女左手骤然一晃,一面金灿灿纯粹由流动的金色火焰凝成,表面密布着一圈圈流动的华美纹路,不断向前方喷出金色雷电的圆盾凭空出现,被他紧握在手中,稳稳地挡在了青椒剑前。 钉的一声翠响,直径一丈五尺,厚达三尺的金色圆盾表面一层层绚绚烂的金色光影被青椒剑一击破开,剑锋锁过之处,金色盾面被硬生生切开了两尺八寸,只差两寸就能将整个圆盾破开。 犀利的尖笑声从金色圆盾中涌出,无数身躯微微呈现出金色透明状的人影从圆盾中钻了出来,他们凝成了一众众厚厚的人墙,挡在了青椒剑的剑锋前。 也不知道这圆盾中有多少这样的金色透明人影,青椒剑一剑划过,起码有上一金色人影被撕成了两片,随后就化为屡屡金色火焰消散在天地之间,但是不断有金色人影从金色圆盾中涌出,任凭青椒剑锋芒再生,扭曲的金色人影居然硬生生地挡住了青椒剑,而且还将其逼得退后了数十丈远。 楚天眼尖,看得清楚,那些金色人影被切开成两半,化为金色火焰燃烧一空的瞬间,那诡异的金色火焰居然附着在青椒剑的本体上,在青椒剑半透明的剑身上留下了一块块细小的金色斑痕。 一处两处无所谓,上一金色的火焰不断浮现,青椒剑的剑身上不断被烧出细微的金色斑痕,楚天听到了青椒剑的痛呼声,这金色火焰的威力极其怪异,只有小半威力在攻击他的剑身本体,大半威力居然直接在灼烧青椒剑的剑灵。 楚天温养,既练青椒剑已经颇有些年月,青椒剑也只是滋生了一缕最原始的懵懂剑灵,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那种气灵。 所以青椒剑的剑灵并不是很强大,从他受到剧烈撞击就陷入昏厥状态可以看出,相比他剑锋的无穷锋芒,青椒剑的剑灵相对弱小了许多。 金色火焰对青椒剑的本体只是造成了微乎其微的伤害,对青椒剑的剑灵而言,那就是身处金色火海,烧得他几乎都要化为一缕青烟。 青椒剑剧痛痛呼,楚天也心痛不已,急忙一挥手,青椒剑喷出一抹清澈的月花,一个闪烁就到了楚天面前。 无数金色人影从那圆盾中涌出,绕着圆盾急速的盘旋飞舞了一通,然后就化为一缕缕金色的枝叶飞回了金色圆盾。 被青椒剑劈开的盾面急速的愈合,随着这些金色人影不断的融入盾面,金色圆盾在一个呼吸中就修复如出,再不见任何的伤痕。 楚天和鼠爷同时愕然。 好邪门的宝贝。 鼠爷难难道,这小妞儿,有这么多人很虔诚的信奉着她,所以,那些人死后,全都化为一种奇怪的灵,寄生在了她体内。 可是这小妞儿好心狠,这些虔诚信奉她的人,居然被她当成了消耗品。 楚天目光深沉的看着那身高三丈,面容绝美的少女。 她知道这种状态,一如她在太阴星中,视如破竹的领悟太阴大道,掌控太阴星核心的时候,无数被她植入梦种的天露世界的生灵,他们的念力,信仰汇聚在楚天身上,帮助她一举扭转了局势。 这少女,她不知道如何也得到了无数人的信仰加持。 但是和楚天只是细水长流的截取无数被植入梦种的人每日里浪费的天地灵髓和灵魂波动不同,这个少女居然收割那些信徒的灵魂,将其作为一种材料储存了起来。 她的金色圆盾被破开,她就直接用那些灵魂去抵挡青椒剑。 她等于是一击耗费了上亿灵魂,让那些体内充斥着精纯信仰之力的灵魂自毁燃烧,让灵魂自然的火焰来攻击青椒剑,这才将青椒剑逼退。 随后,她居然又用那些虔诚信仰者的灵魂充当材料,修补被劈开的金色圆盾。 手法很邪恶,很残忍,很无情,但是很有效,这协议的秘法,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那圆盾修复如初。 杀了她。 一名好容易才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天地正法门弟子下的浑身直冒冷汗,她恶狠狠地盯着楚天,嘴角直冒白沫地指着楚天大声嘶吼,神奴,上,杀了她。 让她知道,在这一方世界,谁敢违逆我天地正法门,就必死无疑。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天地正法门,就是这一方天地至高无上的天,至高无上的法。 几个天地正法门的弟子纷纷开口叫嚣,一个个声嘶力竭地吼叫着。 少女面无表情地拍动身后的羽翼,带起一道金光,瞬间到了楚天的面前。 她没有动用刚才那炫目无比,但是杀伤力极其分散的远距离法力攻击,而是挥动右手金色长剑,剑光闪烁,静直向楚天的心口刺来。 嗡的一声,楚天伸出右手,一把握住了少女疾刺而来的金色长剑。 烈焰,雷光不断从长剑中喷出,打得楚天浑身火光四剑,身上的衣衫彻底变成了一缕飞灰。 力道,很强。 楚天看着少女沉声道,力量,超出你应有的水准。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你简直。 话音未落,少女的体内一团金色的烈焰腾腾冲起来老高, 他发出尖锐的长笑声在他身后有一团金色的浓云出现,金云中有无数的透明人影跪倒在地,向着少女的方向顶礼膜拜,只是一瞬间的功夫,无数金色人影燃烧起来,顷刻间化为一缕缕金色的火光融入了少女的身体。 少女身后白色的羽翼骤然变成了金色,她的皮肤也变成了黄金一样的色泽,无数暗金色的道纹从她皮肤下浮现出来,一股恐怖的距离从她体内滋生,这股力量大的惊人,更带着一股无法言喻的威严和神圣,犹如从天而降的天谴,狠狠的向楚天碾压了下来。 楚天的身体绝大部分还被阴急含破的寒毒冻结,她正在利用火卵抽取的天地本源消耗寒毒,缓慢地恢复身体应有的力量。 她如今能动用的力量,大概也就相当于普通一劫之力的天人镜存在。 少女之前的力量和她差不多,但是燃烧了无数金色人影后,她的力量骤然暴涨了十倍不止,楚天身体一晃,被少女推动着向后击退。 快,快到了极点,少女拍打着金色的不断喷出刺目火焰的羽翼。 犹如一道流光急速地划过虚空。 楚天双手握住金色的长剑,烈焰,闪电不断劈在她身上,不断地灼烧她的身体,恐怖的力量让她无法躲闪,也根本无法停下身体。 身后微微一阵,少女推动着楚天,瞬间划过了数千里被摧毁的山岭,来到了外园的山区中。 楚天撞在了一座大山上,大山轰然粉碎,无数巨石冲天飞起,金色的火焰和雷霆疯狂地轰击在这些巨石上,将巨石打得稀烂。 随后烧成了漫天金色的光焰随风流散。 又是一座大山撞在了楚天背上,又是一座大山化为漫天金色火焰喷出老远。 一座座大山鱼罐爆开,不断地化为虚无,从高空看下去,就看到一条笔直的金色火焰从九霄神雷宗的山门和新处一路喷出,笔直地向外飞出了上百万里。 沿途无数山峰近程乌有,饶是楚天的身体坚固无比,也被不断地撞击震得浑身骨结剧痛。 他看着几乎近在咫尺的少女那张冷漠无情的绝美面容,低沉地说道,燃烧信重灵魂,以瞬间提升自己的力量。 你究竟是什么东西? 神道。 嗯? 我认识几个背后长翅膀的家伙,他们长得和你几乎一样喝。 少女没有开口说话,她用更直接的手段回应了楚天的问题。 她猛地张开嘴,一道可怕的金色洪流从她的嘴里喷出,带着刺耳的笑声重重地撞击在了楚天的胸膛上。 这一击也不知道她燃烧了多少金色的人影,这一击的力量之可怕超出楚天的预料,楚天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胸膛肌肉被金色的高温洪流破开,大片肌肉瞬间被烧成了灰烬,这股高温的金色洪流是如此的霸道,决绝,就连阴极寒破的寒毒,都被她一击破开了。 楚天晶莹剔透的胸骨暴露了出来,一缕缕金色,灰色的神光缠绕在她的骨骼上,无数致密的道文深深的烙印在她的胸骨中。 楚天的双手一阵无力,少女手中的长剑长驱直入,一股莫名的距离再次从她体内爆发,长剑一寸寸的划过楚天的手掌,将她的手掌肌肉切开,一寸寸的刺进了楚天的胸膛。 剑锋刺进胸膛三寸时,楚天深吸了一口气,神窍天境中遍体都是无数裂痕的天魂骤然睁开双眼,一股庞大的天魂之力蓄势呆发,她准备豁出去让天魂受到更重的创伤,也要驱动太阳造化中和太阴万化轮两件重器,狠狠地给这少女一击。 这少女一波接着一波的爆发,还真的没完没了呢。 少女推动着楚天,化为一道金光几乎是紧贴着地面急速飞行,两人的身体摩擦空气,金光烈焰飞溅,在地面上切开了一条笔直的,宽直有百丈,深达数百丈的,不断熊熊燃烧的勾曲。 刷的一声,少女推动着楚天撞在了一座高高的城墙上,两人已经离开了九霄神雷宗的山门,进入了山外的世俗世界。 两人路过一座世俗界的大城,楚天身不由己地撞在了城墙上,一击将城墙撞成了漫天金色火焰。 少女身上喷出恐怖的金色烈焰席卷方圆百里之的,城池中的无数凡人瞬间化为飞灰。 一缕缕透明的人影被少女身后的金云强行吸入,伴随着曼妙的圣音天籁,那些透明的人影眨眼间就被强行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少女的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了一丝冷酷而邪恶的笑意。 这座世俗界的城池中起码有上百万人口。 上百万人的灵魂在弹指间被转化为透明的金色人影,他们朝着少女的方向跪拜不止,然后他们的身体也瞬间燃成了一团团金色的,微弱的火光。 少女手上的力道再次增强了几分,剑锋刺进楚天胸膛的速度更快了几丝。 楚天咬着看着少女,她强忍着胸膛上传来的炽热的痛,咬着牙力声道,女人,你简直就是一女魔。 话音未落,楚天身后传来了尖锐的破空声。 一道笔直的金色火光从楚天身后急速的飞来,笔直的朝着她飞了过来。 那是一名和楚天面前的少女几乎生得一模一样,只是面部轮廓有着极其细微区别,乍一看去根本无法分辨出两人差别,背后同样生了三对羽翼的角色少女。 少女身后同样有一团金色的浓云熊熊燃烧,金色的浓云中无数金色的透明身影正在不断的化为金色火焰融入少女的身体。 少女的飞行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她从数万里外突然出现,然后弹指间就到了楚天身后。 少女手中拎着一柄金光四射的十字枪,熊熊燃烧的十字枪带起一道撕裂虚空的金色寒光,从身后重重的洞穿了措手不及的楚天胸膛。 远处,传来了天地正法门弟子的狂笑声。 第五百六十章 天兵 天将 长剑刺穿了胸膛,长矛刺穿了身体。 两名身高三丈的绝色少女将楚天夹在了中间,手持长剑的少女挥动左臂,巨大的金色圆盾犹如一座小山,狠狠地向楚天的脑袋砸了下来。 而楚天身后的少女则是丢开了近身战斗时显得累赘的长矛,双手挥动时,两柄金光四射,烈焰缠绕的长匕首出现在手中,一上一下地向楚天的脖梗和软肋要害刺了过来。 动作干净,利落,狠辣无比,这两个少女俨然是人形的杀戮工具,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杀击,每一次攻击为的都是将敌人彻底打杀,不给敌人留下任何生存的余地。 金色的长剑和长矛刺穿了身体,长剑和长矛在体内熊熊燃烧,更有金色的雷光不断地四处轰击。 楚天的身体微微静暖,却感受不到痛苦。 阴极寒破的确是不错的东西,他风动了楚天的身体,隔绝了他的身体之觉,让他感受不到任何痛苦。 一波波寒毒不断从楚天每一个细胞中渗出,疯狂地向长剑和长矛包裹了过去。 这金色的火焰和金色的雷光蕴藏着极其极端而霸道的光和热,这和阴极寒破极度的阴寒,极端的寒意正好是两个极端的死对头。 感受到金色火焰和雷光的存在,阴极寒破源源不断地滋生寒毒,力图将这金色的光和热扑灭。 以楚天的身体为战场,楚天的胸膛上金色的光和热剧烈闪烁着,青白色的寒毒一波波的袭来,寒气和热气剧烈冲撞,在楚天胸膛内荡起了沉闷如雷的爆炸声。 大片大片带着冰渣的血水从伤口中喷出来,还没落地就化为了大片冰晶随风飘散。 楚天呵呵笑着,他右手一挥,青椒剑一剑劈在了面前少女当头砸下的圆盾上。 一声刺耳的切割声传来,圆盾几乎被一剑劈成两片,但是无数的金色人影从少女身后的金色浓云中涌出,这些金色人影熊熊燃烧着,化为一团团金色火光冲进了圆盾。 被切开的金色圆盾急速修复,一道刺目的金色光柱从盾面上喷出,洒落在楚天的身体上,烧得楚天的皮肤滋滋作响,就好像被滚油炸的猪皮一样,居然有一股浓郁的肉香味飘了出来。 身后恶风袭来,两柄金色的匕首已经碰到了楚天薄梗和软肋的皮肤。 楚天松开青椒剑,一道青光急速跳动,瞬息间向金色圆盾劈出了数千剑。 每一剑都显而又显得将金色圆盾劈开,每一剑都让少女身后不断有无数的人影熊熊燃烧,化为修复的材料注入圆盾。 楚天空出双手,肩膀关节怪异的扭曲着,她的手臂犹如两条巨蟒一样翻转,一把抓住了身后少女刺来的两柄金色的长匕首。 嗤嗤声中,两柄匕首在楚天的手中剧烈的跳动震荡,烈焰熊熊,雷光跳动,楚天的掌心被烧得血肉模糊,电光顺着她的伤口穿了进去,将她的两条手臂垫得几乎透明。 身后那少女体内发出一阵阵神圣威严的呼喝声,好似有无数生灵在同时赞颂某个高高在上的,高贵不凡的神圣。 这股辉红博大的呼喝声一波波袭来,一股莫名震撼的精神冲击席卷而来,楚天的身体微微一晃,本身就重创的天魂内又多了许多细小的裂痕,钻心的疼痛让她大吼了一声,神志更是一阵迷糊。 在这一瞬间,楚天甚至隐隐觉得,身后向她下死守的少女,悍然就是她灵魂的灯塔,命运的导师,就是她的主宰,就是她的一切。 她只要跪下去,跪在少女的面前,虔诚的亲吻她的脚,赞颂她的名,她就能成就一切。 她所希望的一切,她所追求的一切,她人生的所有目标,所有的人生理想,都会因为她的跪拜臣服,因为她心甘情愿的献上自己的虔诚和灵魂而瞬间实现。 有无数金色的人影出现在楚天的眼前,这些人影在温和的笑着,匆忙感染力的笑着,他们用神奇的声音向楚天描述归顺这个少女后的无数好处,他们在热烈的赞颂归顺这个少女后他们享受的无边美好。 就是楚天这一愣神的功夫,两柄长匕首已经划破了她的手掌,割得她的手掌骨咔咔作响,一只匕首刺进了她的脖梗三寸,一只匕首刺进了她的软肋半尺。 她面前的少女也丢开了过长的金色长剑,任凭长剑留在了楚天胸膛上,她右手向天空一抓,凭空抓出了一根金光灿灿宛如降魔楚的短兵器,然后重重的一击向楚天砸了下来。 四面八棱,有花瓣状纹路修饰的短兵器精美绝伦,少女随手挥动时,金色火焰和雷霆四处喷洒,威势惊人之极。 白色琉璃灯斩青悠悠的灯火骤然一亮,楚天击凌凌的惊醒。 眼看两个少女狠辣无比,诡异绝伦的出手,楚天根本来不及阻挡,只能不管不顾的全力催动了太阳造化中。 眉心一点金光喷出,一口持续高下,表面尽时裂痕的金色鼓中缓缓旋转,随后一声钟鸣响彻天地,一波波辉煌壮烈的金色光焰向四面八方喷涌而出,天地之间阳和之气大盛,巨大的震波将楚天身边方圆百里的虚空整个震成了一片黑漆漆的虚无。 两个少女的身体剧烈的颤抖着,她们的长剑,长毛被太阳造化中一阵直接化为屡屡金光飘散,太阳造化中缓缓旋转,这些金光全都被太阳造化中一口吞下。 表面的裂痕悄然消失了几条,太阳造化中又是一声轰鸣,两个少女齐齐发出一声怪异的笑声,她们的身体也爆炸开来,身体化为无数金色的光点冲向高空想要顿走,太阳造化中急速旋转,一股巨大的吸力将所有光点全都吞噬一空。 两个少女原本所在的位置,只有两团拳头大小的金色光团残留。 两个不大的金色光团表面金光营绕,烈焰生腾,仔细看去,金色光团中光影飞旋,有山窗合跃,有宫殿楼阁,俨然是一个精细入微的小小世界。 在这小小的世界中,无数金色的人影盘坐在地上,满脸试笑的大声吟唱着赞歌。 当太阳造化中将两个少女所画的金色光点一口吞得刚干净净后,两个金色光团中突然天崩地裂,有血色的暴雨倾盆而下,所有的金色人影同时露出了极度悲哀之色,然后纷纷化为屡屡火光。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两颗拳头大小的金色光团就膨胀成了两个直径百丈的恐怖火团。 一股毁灭一切的强烈波动从两个火团中涌出,两颗火光发出庞大犹如黑洞的犀利,死死地吸住了楚天的身体让他一时间动弹不得。 下一瞬间,伴随着轰轰两声巨响,两个火团猛地爆发开来。 一道金色光柱冲天而起,冲起来三百多里高后,冉染扩散成了一团金灿灿的蘑菇云。 无数水缸大小的火团从蘑菇云中急速坠落,无数大腿粗细的雷光在蘑菇云中急昼地闪烁。 地面上,一层高有十几里的金色火浪向四周扩散开去,所过之处一切都被烧成了乌有。 火浪扩散的速度极快,弹指尖就扩散出了近千里远。 在这个范围内,一切城池,村庄,所有的山脉,丘陵,无数的树木,鸟兽,总之是地面上的一切都被彻底移平。 大地上出现了一个直径三百里的半球形凹坑,坑壁光滑如镜,隐隐有金色的火苗在坑壁上剧烈燃烧。 高空中,金色的蘑菇云在冉染扩散,无数火团从蘑菇云中坠落,落在地面上就猛地爆发开来,动辄方圆百丈之地被炸得天崩地裂,不断炸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大坑。 楚天站在爆炸中心纹丝不动。 太阳造化中化为一口高有树杖的剧中将它整个照在里面,金灿灿的中体上有云海翻滚,有日升日落,有四季轮换,有星辰晶天,金光锐气喷出千丈远,壮丽神异不可描述。 任凭四周金色烈焰升腾,任凭恐怖的爆炸力剧烈震荡,无数金色雷光犹如雨点一样落下,太阳造化中丝毫不动,反而不断吸纳漫天的金色火光和雷霆,不断修复自身表面密密麻麻犹如蜘蛛网的裂痕。 这两个少女的力量,分明属于太阳大道的一部分,而且极度的精纯,极度的极端,对太阳造化中来说,这就是最大的补品。 狂风吹过,地面上的金色火浪冉冉熄灭,掀起的烟尘也缓缓消散。 楚天居高临下的俯瞰着地面上那个直径三百里,深达数万丈的大坑,不由的一阵心计。 这两个少女,也可以算得上是丧心病狂了。 她们体内,居然隐藏了这样的杀手锏。 楚天近距离感应得非常清楚,那两个光团,就是两个少女的力量支援,当她们本体被斩杀后,这两个光团就立刻爆炸。 这是两个少女诞生之初就有的设定。 如果她们阵亡,被敌人击杀,那么她们的力量支援就会全力爆炸开来,连同她们力量支援中的所有灵魂,也都会全部自然,注入能量支援中加强爆炸的威力。 这就好比七小天宫制造的战斗傀儡,楚天也可以给那些战斗傀儡提前注入程序,一旦本体被破坏的比例达到一个临界点,那么体内的永恒能量熔炉就会立刻全力爆炸开来。 一码事情,一个道理。 这等设置,简直就是穷凶极恶,完全是没有任何的人情味,根本是为了战斗和毁灭而设计。 天地正法门 楚天看向了九霄神雷宗的山门方向。 她被手持长剑的少女硬生生的推出了上百万里,此地距离九霄神雷宗的山门颇有点距离。 楚天长笑一声,青椒剑化为一道清光飞旋而来,一下裹住了楚天的身体,化为一道惊天长虹向九霄神雷宗的山门飞去。 青椒剑如今气焰急盛,剑光长达上万丈,剑光边缘隐隐有迷离的月光若隐若现,飞行之时气势绝大,却又没有发出半点而破空声。 弹指尖数万里,弹指尖十几万里,楚天驾驭青椒剑凌空飞掠,他自己都还没反应过来,青椒剑已经带着他横跨百万里之遥,静直飞过到了九霄神雷宗的山门上空。 青椒剑急飞而来,他带着楚天快速的掠过几个站在天空傻呆呆等待的天地正法门弟子身边,剑光尾巴很调皮的一卷一旋,几个天地正法门弟子齐声惨嚎,美人的左右肩膀同时血光一闪,被青椒剑一剑就将两条手臂给划了下来。 九霄神雷宗的主峰上,九霄神雷宗和一众汇聚而来的大小宗门的高层,也都在呆呆的看着天空。 他们都看到那少女推着楚天快速远去,他们和几个天地正法门的弟子一样,也在等待楚天和那少女交手的结果。 猛不丁的见到楚天遇见而回,并且直接重创了几个天地正法门的弟子,九霄神雷宗的山门中,传来了几个没心没肺的低阶弟子的笑声。 在一众宗门高层的呵斥声中,笑声即刻被压制了下去。 包括九霄神雷宗的宗主和一众长老在内,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极其的严肃,心情变得极其的紧张。 他们相互打听着,是否有人认识楚天,那少女只是一击,就崩毁了九霄神雷宗三分之一的山门,如此可怕的力量,怕是只有传说中非生后的神人才能做到。 只有楚天一人遇见而回,显然楚天已经击杀了那少女。 这就是说,楚天是神人静的高手。 但是谁认识他? 谁认识他? 天帝之间,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个高手? 几个天帝正法门的弟子双臂被斩落,他们则是不可置信的看着楚天,同时嘶声惊呼。 怎么可能? 那是来自天庭的天兵,你怎么可能赢? 天兵啊,那可是天兵,是我们天帝正法门好容易才,这个人的话刚刚说了半截,就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猛的闭上了嘴,脸色变得异常的难看。 天兵? 你是说,刚才那两个小丫头,是天兵? 楚天冷眼看着几个浑身是血的天帝正法门弟子,冷声道,那,看看我身上的伤,这笔账,可要算到你们的头上。 几个天帝正法门的弟子脸色奇奇惨变,突然有一个白衣中年男子仰天高呼起来,诸位师长在上,邪魔厉害,弟子们无力反抗,还望诸位师长速速出手。 楚天微微一领,急忙向后退了几步,突然间天空一点蓝光急速出现,天空有大片大片的雪花飘落,弹指尖,一鸣背声似对羽翼,羽翼的羽毛边缘隐隐带着一点蓝色寒光,身高三丈五尺上下,面容俊美,面无表情的青年男子急速的从天而降,挡在了楚天面前。 那天帝正法门弟子顿时笑了。 邪魔,不管你有逆天的手段,你能斩杀天兵,莫非你还能斩杀一尊天将不成。 第五百六十一章天军 四对羽翼,寒冰力量,天将。 楚天摸摸胸膛上的伤口痕迹,轻轻的吐了一口气。 刚刚和两尊天兵对战时,一直蹲在他肩膀上的鼠爷拍了拍他的耳垂,身体一晃跑得远远的,天歌儿,别给鼠爷面子,枉死理容他,鼠爷给你掠阵,嘿嘿。 一抹荧光闪烁,鼠爷的身体直接没入了虚空。 楚天呆了呆,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鼠爷如此直接隐身的手段,看来,这一次鼠爷也有长进了。 当然,不是说他成长了,而是估计他不知道又从自己的身体哪个角落里,把他遗失的,遗忘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神通给捡了回来。 楚天怜悯的看着那几个天地正法门的弟子。 笑吧,狂吧,叫嚣吧,嘚瑟吧,有鼠爷在一旁守着,你们就,自求多福吧。 羽翼泛蓝的天将面无表情的看着楚天,他举起双手,手掌左右一挥,一柄造型古朴,通体缠绕着一条蓝色寒胶的长脊就凭空冒了出来。 长脊长有五丈上下,单单几头就长有将近一丈,寒光闪闪,锋利无比,长脊微微一晃,脊头上就有大片寒芒喷射,不时有六角形雪花寒影若隐若现。 天将? 敢问尊姓大名? 楚天看着这威势惊人的天将,肃然向他拱了拱手。 兵部,三等天将,编号,七七八五九三七五。 天将的眸子里闪烁着冰冷无情,冷漠残忍的寒光,和刚才的两尊天兵一样,他身上一点儿活气都没有。 亦如僵尸,亦如傀儡。 楚天看了看那几个笑得满口大牙都露出来的天帝正法门弟子,再看看这个浑身死气沉沉的天将,很好奇地问他。 你,还是活的吗? 几个天帝正法门的弟子脸色微变,他们同时露出一副几窍之色,就好似站在井口的蛤蟆,在俯瞰井底之蛙一样,一脸的不屑和激潮。 这编号极长的兵部三等天将面无表情地看着楚天,他的声音极其冰冷,僵硬,声,或者,死。 于五等而言,并无意义。 五等的价值,消灭一切敌人。 楚天看着这天将,我是敌人。 如何判断呢? 这不是楚天在拖延时间,他是真的好奇,这尊天将能够交流,可比刚才那两尊天兵好说了。 他很好奇这天兵,天将的由来,好奇他们的生存状态。 天庭,天兵,天将,他们攻天帝正法门的弟子屈前,来攻击这个世界顶级宗门的山门。 很有趣,不是吗? 天将的眸子里一抹幽蓝色的寒光闪烁,他再也没有搭理楚天,而是双手挺起长脊,瞬间画出数千条狂暴的蓝色流光,带着刺耳的裂空声向楚天轰杀了过来。 方圆千里内下起了额毛大雪,巴掌大小的泛着蓝光的雪片从天而降,落在地上发出的都是沉闷的扑扑声响。 千里方圆的地面瞬间雪白,上面隐隐有蓝光闪烁。 四周温度直线下降,冻的人浑身发寒,冻的人骨髓冰冷。 冻的人五脏六腑都没有半点而暖意。 九霄神雷宗的山门中,终于有人传来了歇斯底里的哀嚎声,先是天兵,现在是天将,传说天地正法门有天庭派驻的天军驻扎,居然是真的,真的。 楚天手持青椒剑,使出了他千锤百炼的匹夫剑法,步伐从容的在漫天幽蓝色的寒光中进退自如。 青椒剑银银长鸣,轻巧的击打在幽蓝色的长脊上。 每一击楚天都用足了力量,他现在体内阴急含破剧毒未消,使不出太大的力气,但是每一击依旧震得长脊剧烈震荡,好几次这天将差点将手中长脊脱手。 钉钉撞击声响彻云霄,好几次这天将挺着长脊快若闪电的向楚天冲锋穿刺,但是楚天轻巧的避开了他的冲击路线,青椒剑随意一扫,就在他身上留下了一条条深深的伤口。 这天将的身体结构很是古怪,青椒剑几乎是整个没入他的身体,他体内也没有喷出血浆,只是有幽蓝色的粘稠的冰冷的枝叶涌出,迅速的封住了伤口,然后寒光闪烁,伤口就这么愈合,再也看不出任何痕迹。 终于楚天一声大喝,看到这天将翻来覆去就是简单粗暴的几招,根本没什么招式变化,他也懒得多试探,一剑将这天将的左臂其间斩落。 一声闷哼,天将擦着楚天的身体冲出去数千丈远,他扭头看了看他被削落的手臂,眸子里寒光一闪,断臂就炸成了漫天冰晶,轻盈的随风飘落。 他身后一团蓝色冰云悄然浮现,无数身体泛着蓝光的透明人影在冰云中浮现。 楚天瞪大了眼睛。 无奈的拍了拍额头,又是这一招。 你们,好吧,虽然无赖,但是必须要承认,你们这一招,很简单,很粗暴,但是很强大,很有效。 天将面无表情的看着楚天,他身后的无数透明人影开始自行崩解,化为一缕缕幽蓝色的寒气融入天将身体。 天将的气息直线飙升,一如刚才的两尊天兵,他的气息瞬间提升了十倍以上。 杀! 低沉的呼喝了一声,天将背后的八只羽翼剧烈的震荡,他飞行的速度飙升,带起无数条残影,几乎是瞬间将楚天包围在了核心处。 四面八方都有天将的身影,以楚天的实力都一时无法分辨出哪一条身影是真的,哪一条身影是假的。 快,太快了。 这天将没有辜负他身后的羽翼,或者说,飞行是他们这一个族群的特殊天赋能力。 这家伙飞行的速度,居然已经比青椒剑也差不了多少。 楚天根本跟不上他的速度,顷刻间寒冰长脊从四面八方撕了过来,楚天身体一晃,痴痴声中,太阳造化中轻轻的轰鸣着,数百次攻击命中了太阳造化中。 去! 楚天轻喝一声,既然跟不上对方的速度,就让速度快得来。 青椒剑脱手飞出,楚天随手变幻剑绝,顿时漫天清光横扫虚空,一条条残影被青色剑光扫得粉碎。 不远处传来天江的低沉呵斥声,青椒剑横扫而过,他的速度轻松追上极飞的天江,一剑将他的头颅披了下来。 天江的本体在急速崩解,原地留下了一颗人头大小的幽蓝色光团。 随后,幽蓝色的光团急速的膨胀开来,瞬息间膨胀到了百多丈大小。 楚天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那团蓝色的光团很静谧地爆发开。 和刚刚两尊天冰的自爆不同,这尊天江的属性是寒冰属性,所以它的爆发犹如春天山谷中溪水解冻,冰片轻轻地裂开,顺着清澈的溪水向远方快速地流逝。 一圈圈环状的冰山重重叠叠地堆砌在一起,犹如冰川快速向四周扩散。 幽蓝色的冰山所过之处,万物被吞噬,万物成积粉,一缕缕寒气犹如箭矢直冲天空,在高空无声地爆发开来,凝成无数极细的冰针向着四面八方乱射,在虚空中拉出了一条条极细的空间裂痕。 寒气扩散开树万里,无数临寻的冰山犹如刀山渐林矗立在天地之间,森森寒气冻结万物,端得可不至极。 九霄神雷宗的护山大阵剧烈地震荡着,一层层冰山不断地冲击下,护山大阵一次次地裂开巨大的缺口,大量寒气不断顺着缺口冲了进去,将无数闪避不及的低阶修士冻成冰渣。 眼看护山大阵就要彻底崩毁时,几个九霄神雷宗的长老冲天而起,他们怒声咆哮着,联手祭出了一座高有十三层,通体被狂暴雷霆笼罩的宝塔,放出一道犹如水墓的电光狂潮将和新竹风附近整个包裹起来。 寒气一次次地冲击这座宝塔放出的垫幕,垫幕剧烈地拨动着,死死地挡住了寒潮的侵蚀。 几个九霄神雷宗的长老脸色急速尾顿,随着寒气的不断冲击,他们的脸色越发惨白,不断喷出一口口惊血喷在那座狂雷宝塔上。 寒潮同样冲击着楚天,太阳造化中喷出万丈金光,高温金焰将逼近的寒潮不断溶解,没有半点而寒气能够靠近他的身体分毫。 几个天地正法门的弟子已经被寒潮冻得僵硬。 他们犹如冬天夜里,在寒潮的侵蚀下无力的从树枝上坠落的麻雀一样,沉甸甸地从空中坠落地面,伴随着清脆的暴鸣声,他们的身体炸成了一团团冰渣。 冰川依旧矗立在天地间,一波波寒潮不断从冰山中喷出,不断侵蚀九霄神雷宗主风。 楚天深吸一口气,太阴万化轮从他眉心飞出,一弯残月悬浮在高空,屡屡清澈的月光阀落,方圆数万里的无数冰山冰川骤然崩解,化为一缕缕晶莹的冰寒之气冲天飞起,不断被太阴万化轮吞噬。 太阴万化轮上一丝丝细小的裂痕悄然愈合,显得精神了不少。 楚天看着依旧寒气逼人的地面,暗自点了点头。 这天将的实力,果然比那两尊天兵强大得多也难缠得多。 两尊天兵自暴,他们的杀伤力是一瞬间的事情,烈焰,冲击波扫过之后,破坏过了也就过了。 而这天将的自暴,却会化为冰山冰川滞留天地间,迟迟不会消融。 如果不是楚天收手,九霄神雷宗寄出的那座宝塔就算挡住了最初几道寒朝的侵蚀,最终也会在寒朝不断的侵蚀下崩溃瓦解,脱避在主风附近的所有修士都会被寒朝击杀。 天军,我听你们说起天军这个词,你们还知道什么? 楚天从那镯中掏出了一套新的衣衫赶紧穿上,然后一步迈到了九霄神雷宗那座宝塔放出的殿墓前,透过透明的殿墓,盯着九霄神雷宗的一众高层。 他双手有意无意的伸出去,紧贴住了剧烈波动的殿墓。 无数细小的电光骤然爆起,伴随着刺耳的暴鸣声狠狠的轰击在他的手掌上。 楚天任凭电流轰击,微笑着看着殿墓中目瞪口呆的九霄神雷宗一众人等。 天地正法门,传说他们,九霄神雷宗当代宗主,一名身形高大,双眸中隐隐有电流引线的老人走了出来,他向楚天拱手行了一礼,肃然道,这位前辈,传闻,天地正法门和天庭关系极佳,他们的一位开山老祖在天庭深受重用,故而,天庭派驻了一支天军在天地正法门,帮助他们镇压这一方天地。 楚天眉头一挑,他沉声道,天庭?天庭又是个什么东西? 九霄神雷宗宗主脸色骤然一变,他略带惶恐的看着楚天说道,天庭,那是,所有修炼有成,得到大超脱,大逍遥,晋升神人的大能修士飞升的地方。 那是万界主宰,至高神圣的天地居所。 脸色惨白的九霄神雷宗宗主看着楚天惊慌道,传闻,天庭有赵义天军,无数的天兵天将,他们实力强横,神通非凡,万界无人能党。 楚天默然看着一脸惶恐的九霄神雷宗宗主。 天庭呢?和天族不会有关系吧? 楚天摇摇头,丢开了这个荒诞的念头。 万界主宰?天族子伐虽然强大,似乎也没有强到这等程度。 而且,天鹿世界都被人用莫名的手段给崩掉了,老巢都被人一锅端了,这也不符合万界主宰这头衔呢。 而且,这天兵天将,分明是神道生灵的模样儿。 如果是天族的话,他们的天兵天将,定然是天族族人,怎可能是这些背上长翅膀的生灵? 高空中传来沉闷的羽翼拍击声,一众九霄神雷宗的修士,还有聚集在九霄神雷宗山门内的无数修士脸上同时露出绝望之色。 楚天转过身,就看到百多名被生羽翼的天兵天将缓缓的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 在这些天兵天将的身后,跟着数十名天帝正法门的弟子。 这些天帝正法门的弟子一个个目光喷火的盯着楚天,盯着被电幕保护着的九霄神雷宗内一众修士。 而等,好大的胆子,敢和我们天帝正法门作对。 一名天帝正法门的弟子跃众而出,指着九霄神雷宗内众多修士吏声呵斥,好,好,好,你们自己寻死,我们就送你们去死。 看看,这就是反抗我们天帝正法门的下场。 数十名天帝正法门的弟子手一挥,他们的手上一个个造型精美的锦囊闪烁出一道道灵光,顿时数以十万计的人头纷纷从锦囊中飞出,犹如一场暴雨飞坠,重重的砸在了地上。 九霄神雷宗内无数修士齐声惊呼,一个个犹如剑鬼一样尖叫起来。 这些人头中,悍然包括了和九霄神雷宗齐名的几个顶级宗门的绝大部分高层,还有好些有名的大宗门的门人弟子。 其中不少人都是这一方天帝赫赫有名的大修士,如今却都被人取了头颅,犹如丢垃圾一样丢在了地上。 除了九霄神雷宗,其他狂徒,尽皆灭了。 一名天帝正法门的老人背着手,神色阴郁的看着九霄神雷宗上空悬浮着的那座宝塔。 算你们有点本领,居然击杀了一尊天将。 两尊天兵。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这老人淡然道,只是,坐镇本门的天军全员在此,你们,就乖乖去死吧。 第562章 末世真相 十一尊天将,一百四十二尊天兵。 天将是六女五男,天兵是七十二男,七十女。 很显然,这些天兵天将是按照一比十二搭配。 一尊天将,搭配十二尊天兵,而且男女各半。 楚天斩杀了一尊男性天将,两尊女性天兵,就剩下了眼前这些人。 很可能,这就是驻扎在天地正法门的那一支天军的全部人手。 青椒剑在楚天身边急速盘旋飞舞,不断发出银银清鸣,就好像一条看到了兔子的小猎犬,迫不及待的想要冲出去。 太阳造化中缩成寸许高下,静静悬浮在楚天头顶。 至尊天气毕竟就有着至尊天气应有的气派,太阳造化中犹如一座大山一般稳重,可靠,犹如宗师高手,气度雍容的静静俯瞰着那些天兵天将,随时蓄力准备着惊天一击。 楚天看着这些天兵天将,暗自盘散着自己现在的实力。 有点勉强啊,这些家伙动辄自爆,楚天现在不敢太过于催动密布裂痕的天魂,唯恐伤了天魂本源。 他的身体,法力,还被阴急含破冻结大半,能够动用的力量很小,很小。 这些天兵天将联手,对他的压力着实不小。 正私存中,天帝正法门众多门人中,一名老人缓缓走了出来,他背着手,面色森严的朝着九霄神雷宗内的无数修士冷笑道,还要赋予顽抗吗? 看看这些蠢货的下场,顽抗,有用吗? 九霄神雷宗主封上空悬浮的十三层宝塔放出夺目的电光,雷光轰鸣声骤然大响。 九霄神雷宗宗主深吸一口气,朝着天帝正法门那老人立声喝道,法言,你天帝正法门,怎敢? 法言大笑了起来,很不客气的打断了九霄神雷宗宗主的话,雷轩,这话可真有意思。 而等窃走了我天帝正法门重宝,更联手图谋轻负我天帝正法门,下,不给你们一点厉害瞧瞧,你们还真以为我们天帝正法门争个无力镇压天下。 法言脸色一变,指着九霄神雷宗主封内无数修士力声喝道,雷轩,本来我天帝正法门,不想做得这么绝,本门的本意,不想付诸武力,是你们自己找死。 雷轩的脸色很难看,他猛的提高了声音,力声呵斥,引得头顶那座十三层宝塔都发出了雷霆怒吼,你们天帝正法门抽取天帝本源,霍乱一方天帝,妄图绝了我等修士的根基,断了我们诸多宗门的描迹,你们做的,我们为什么反抗不得? 法言背着双手,傲然冷笑,看到下面这些头颅了吗?为什么我们做的,而你们反抗不得,因为我天帝正法门强啊?我们强大呀。 呵呵,这不就是最好的理由吗? 众多天兵天将缓缓的向九霄神雷宗逼去,法言在一众天军身后冷笑道,其他地方都顺利利,各大宗门一击而破,被屠戮一空,唯独在你九霄神雷宗出了纰漏。 呵呵,你九霄神雷宗,不愧是传闻中,仅比我天帝正法门略弱一等的宗门。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法言无奈的摇了摇头,可是你们真该死,你们居然敢冒犯天军,杀死了天兵天将,呵呵,你们真是该死。 法言抬起头来,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嘴脸,悠悠叹道,其他人被杀了,他们的灵魂还能进入传说中的极乐天境,从此无忧无虑,享受无边福报。 而你们呢,你们做了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你们的灵魂,就只有烟消云散这条路了。 雷宣浑身不断喷出细细的雷光,他看着法言立声喝道,法言,你们天帝正法门是真个丧心病狂,想要灭绝所有的宗门传承吗? 之前的那个火软,也是你们自己找的借口。 且慢! 法言急忙掏出一枚金灿灿的令牌晃了晃,一众天兵天将就无声无息的停下了脚步,一个个面无表情,死气沉沉的看着九霄神雷宗主封内的诸多修士。 法言用力的摇头道,可不要冤枉我们,那真正是有人偷走了本门重宝,这绝对不是本门找的借口。 法言微笑看着雷宣,我们兵分多路,已经搜遍了那些有实力做出这件事情的众多宗门的山门,没有发现喝,嘿嘿,雷宣啊,还有,你身边的诸位掌门,宗主,长老等等,如果你们乖乖的交出那颗火软,今天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如何。 用力的搓了搓双手,法言笑容可居的向雷剧连连起手行礼,雷宗主喝,刚才我的语气不对,说话太过冒犯了一些,你就别在意啊。 那颗火软对本门实在是极其重要,只要交出那颗火软,你们再把杀死几位天兵天将的罪魁祸首指认出来,我们转身就走,如何? 雷宣阴沉着脸没吭声。 那颗火软? 是谁偷走的那颗火软? 这件事情不是他们九霄神雷宗做的,绝对不是他们九霄神雷宗的手笔。 其他的宗门山门被攻破,无数门人弟子被屠戮,天帝正法门没能找到那颗火软,难不成,真是他身边的某个宗门的高手做下的事情。 雷宣还在这里犹豫,一名身穿青色长衫,生得俊俏秀美的中年男子突然上前了一步,他指着店幕外的楚天立声喝道,法言长老,你天帝正法门的那颗火软,我林玉凤着实不知是谁做的,但是杀死那一尊天将,两尊天兵的人,你可别找错了,就是这小子,和我们无关啊。 林玉凤堆砌起满脸谄媚的笑容,恭恭敬敬地向店幕外的法言九十度鞠躬行了一礼,法言长老,我九凤门和天帝正法门向来交好呀,此番也是受了奸人蒙蔽,这才。 林玉凤的话没有说完,雷轩突然拔出腰间佩剑,一个绚身,一剑斩在了林玉凤的腰身上。 林玉凤惨嚎一声,大片雷光从他每个毛孔中喷出,电光熊熊,雷声震震,他整个人在雷光中炸成了一团飞灰。 人群中,好些九凤门的门人弟子惊声尖叫,但是不等他们有任何异动,四周无数其他宗门的弟子纷纷出手,将他们当场禁锢住。 法言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认真的看了看雷轩,冷笑了起来,很好,九霄神雷宗,是要和他们一样,一心一意寻死了。 丢下雷轩,法言肃然看向了楚天。 上下打量了楚天好几眼,法言疑惑道,你,用什么写法,算计了三位大人。 随着法言的发问,三尊天江,三十六名天兵身形闪烁,带起无数残影飞扑到了楚天身边,隔着数百丈远将楚天团团围绕起来。 金光耀目,寒气升腾,这些天江,天兵一律都是极端,霸道的金色火焰属性和蓝色寒冰属性。 他们相互之间距离不远,身上散发出的金色烈焰雷霆,却和幽蓝色的寒风,冰霜完美的契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极其怪异的,霸道的混合力量。 你,很眼生。 你,居然能杀死三位大人。 法言和一众天帝正法门的弟子很是警惕的看着楚天,说吧,你用什么写法算计了三位大人。 在这一片天地之间,没有人是天兵天江的对手。 法言很笃定的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没人能是天兵天江的对手。 所以,你一定是用某种写法,算计了三位大人。 法言和一众天帝正法门的弟子毛子里充斥着贪婪之色,不管是什么写法,居然能够算计死一尊天江,两尊天兵,哎,哎,这么好的写法,就应该保留在他们天帝正法门手中啊。 楚天看着这群贪婪的,心性不正的天帝正法门弟子,他眨巴着眼睛,收敛了身上的气息,做出一副小家子气的模样,咬着牙,哆哆嗦嗦的说道,这,和你们,有什么干系? 你们,你们,你们天帝正法门,不是好人。 轻轻巧巧的转过了话头,法言和一众天帝正法门的弟子脸上同时露出了怪异的表情。 哈哈,哈哈,嘿,嘿嘿,吸,吸吸。 法言等人同时发出怪异的笑声,他们纷纷摇头,再一次用那种蛤蟆趴在井栏上俯瞰井底的青蛙的表情,叹息着看着楚天。 楚天很别扭的看着法言,他沉声道,我说错了吗? 你们都不是好人。 所以,就算是邪法,哼哼。 楚天做出一副颇有底气的架势,伸手取下悬浮在头顶的太阳造化中紧握在手中,做出了一副随时可以摇动小钟的姿态。 带着一份心虚,带着一份莫名的自信,楚天神色复杂的说道,就算你们有天兵天将,我也不怕你们天帝正法门,哼,我这是,替天行道,没错,替天行道。 楚天说出了九霄神雷宗等宗门汇聚天下修士的口号。 法言和一众天帝正法门的同门再次怪笑起来,一个个笑得前腐后痒的,笑得气都快喘不过来了。 笑了好一阵子,法言这才飞快的,无比贪婪的看了一眼被楚天握在手中的太阳造化中,指着楚天力声喝道,无知小儿,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天,什么是天意,替天行道。 啊呸,我们天帝正法门,才是真正的替天行道。 法言敬畏的看了看那些天兵天将。 一众天兵天将面无表情,犹如僵尸死人一样静静的悬浮在空中。 法言松了一口气,他冷笑了几声,慢悠悠的向楚天飞进,同时大声说道,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替天行道。 我天帝正法门,抽取天帝本源。 断绝修士描意。 想要灭绝所有宗门的传承。 吓,一群不知所谓的东西。 你们可知道,若不是我们这么做,你们早就受了灭顶之灾吗? 九霄神雷宗主封上,还有殿墓覆盖的山门中,无数修士呆呆的看招法言。 我天帝正法门如此行事,也是奉了,来自上面的,旨意。 法言一脸了不起的,故作神秘的,双手抱拳向天空拱了拱。 他神气活现的看着楚天,眼角余光迅速的扫了一眼目瞪口呆,莫名惊诧的雷轩等人,傲然道,抽取天帝本源,你们以为,这等逆天秘法,是从哪里来的? 雷轩等人面色一阵扭曲。 他们突然醒悟,没错,修士界的传言是说,天帝正法门用邪术抽取天帝本源,让世界濒临末法时代,是要灭绝所有修士的传承,描迹。 可是这等抽取一个世界的天帝本源的秘法神通,哪里是天帝正法门能拥有的? 天帝正法门比九霄神雷宗强,但是也强的有限。 大家的根基,底蕴差不多呀,抽取一个世界的天帝本源,下,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吗? 起码九霄神雷宗就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旨意,是上面来的。 法炎看着楚天,一步一步的逼近楚天,在他身后,两尊天兵紧随左右。 秘法,是上面传的。 法炎冷笑,不断冷笑,一脸骄傲的逐渐逼近了楚天。 抽取这一方世界阴阳五行的天帝本源,孕育七颗造化神卵,内孕无穷造化之力,这是有大用处的。 法炎面孔通红的看着楚天,然后狠狠的瞪了一眼九霄神雷宗山门中的众多修士。 这是有大用处的。 七颗造化神卵,一旦火候到了,我等在人间的天帝正法门弟子,前程礼拜,沟通天庭,将这七颗造化神卵送上去,嘿嘿,若是成功,这里面的好处。 法炎口水似箭的分说着,他极力的想要向所有人说明,天帝正法门抽取天帝本源的行为,是正义的,是必须的,是有大作用的。 楚天突然大笑起来,他只觉得无比的荒唐,他指着法炎大声笑道,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法炎呆呆的看着楚天,你明白什么了? 他是真被楚天的突然大笑给弄呆住了,这看上去呆头呆脑的小子,他明白什么了? 你们要用这一方世界的天帝本源,用无数宗门的前途和传承,去给人送礼,去溜须拍马,楚天冷笑道,最终,就算有好处,有大作用,也只是你们天帝正法门获利吧。 法炎呆了呆,一下子没回过气来,半点而说不出话来。 楚天笑得很灿烂,雷轩等人也突然明白了这里面的道道,顿时无数人纷纷破口大骂。 法炎已经逼近到楚天面前不到千丈处,听到九霄神雷宗山门内无数修士的咒骂声,法炎突然冷笑一声,双手一搓,一道刺目的蓝色金光呼啸着向楚天打了过来。 你明白了又如何? 臭小子,把你手上的宝贝交出来。 法炎放声大笑,能斩杀天兵天将的宝贝,下。 蓝色金光犹如星河倒枕,带起无数飞旋的星光,浩浩荡荡是不可挡的扑到了楚天面前。 第563章命门 呵! 面对法炎轰出的浩浩荡荡星光洪流,楚天不由地惊叹了一声。 法术颇为精妙,法力极其雄厚,堪比破天境的修为,幽蓝色的星光洪流中,已经隐隐有了一丝法则傲义的气息。 法炎出手的时候,天空都暗了一瞬间,楚天抬头看向天空,正好看到有数千颗大星落意闪烁,星光璀璨,正好对应了法炎轰出的星光洪流中的某些星辰流光。 不错! 楚天左手紧握太阳造化中,右手握拳,一拳向正面袭来的星光洪流轰了过去。 轰轰轰连续巨响,楚天的拳头缓慢轰出,骤然间他的拳头上喷出了无数团刚风,拳刚激荡,犹如漫天激设的流星雨,正面迎向了法炎发出的星光洪流。 金蓝色的红流粉碎,无数黑色的拳刚在虚空肆虐,每一拳都震碎了无数星辰,摧毁了无数星光,炸碎了大片虚空。 一波波强劲的气爆向着四面八方呼啸扩散,就连那些天兵天将都被逼得身体微微摇晃,好几个靠近的天兵更是不由的退后了一步。 一拳轰出,法炎身体矩震,他的法术被楚天一拳破得干干净净,一股霸道绝伦,战意无双的拳意扑面袭来,法炎隐隐看到了一尊身高万丈,通体精确气焰犹如狼烟的巨人,剔头盖脸的向他轰出了一拳。 法炎的灵魂剧烈摇晃,五脏六腑好似被炸之机在胡乱搅和,剧痛从全身每一个角落袭来,他喷了一口血,然后犹如见鬼一样向后击退。 退,用最快的速度退。 他突然醒悟,这该死的衍生的后生晚辈,并不是用什么写法算计了那一尊天将,两尊天兵,而是用实打实的实力,正面击杀了三尊来自天庭的恐怖存在。 法炎想哭,同时他恨死了那些在他身后远远观望的同门,分明大家都在窥去楚天紧握在手中的那口金色的小钟,为什么只有他法炎一个人出手? 身后传来数十名天帝正法门弟子的惊呼声,法炎不明所以的一边击退,一边向他们望了一眼。 叫什么叫?叫什么叫? 虽然不敌对方,但是前方还有这么多天兵天将挡着,他法炎还没死呢? 随后,一抹极度寒冷的气息掠过他的驳梗,法炎的头颅高高飞起,他的头颅看了一眼自己驳梗喷血,还在不断后退的身躯,重重的叹了一口气,啊,原来。 一道漆黑的拳钢带着恐怖的雷鸣声呼啸袭来,一拳将法炎整个震成了漫天血雾。 直到楚天一拳击杀了法炎,在场的所有天兵天将这才醒悟过来,十几名通体燃烧着熊熊金色烈焰的天兵天将齐齐拍动翅膀,身体带起无数残影向楚天扑杀了过来。 那些羽翼微微泛斓的天兵天将则是向楚天一指,虚空中一道道幽蓝色寒气凝成了一条条蓝色的长绳,带着刺耳的破空生化为一张大网,从四面八方向楚天包裹了过来。 楚天大笑,他一把抓起身体还被九要甲包裹着的山珠。 青椒剑发出银银鸣叫,青色剑红腾空而起,宛如一条万丈青龙撕裂虚空,带着楚天瞬息间化为一个青色的光点,一个闪烁就消失在了天际。 数十名天帝正法门的弟子同时呆了呆,然后纷纷鼓噪起来。 他们有的人要那些天兵天将去追杀楚天,有的人则是执意要先完成宗门的命令,先把九霄神雷宗给图了,再去满天下的追杀楚天。 九霄神雷宗的主风上,雷轩的额头上滑下了几颗冷汗,他眼睁睁的看着在那些天帝正法门弟子的争执中,数十尊天兵天将已经向九霄神雷宗逼近了几步,他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指着楚天消失的方向大吼了起来,诸位喝,那位前辈,他,他,他,可是朝着你们天帝正法门去了。 数十名天帝正法门弟子同时一惊,然后纷纷嘶声尖叫起来。 他们同时掏出了一块块令牌,手舞足蹈的向那些天兵天将下达了追杀楚天的命令。 一百多名天兵天将眸子里同时闪过冰冷无情的神光,他们同时转过身体,身后羽翼剧烈的拍动着,瞬间化为百多道神光撕裂虚空,快若闪电的向楚天消失的方向追去。 数十名天帝正法门的弟子同时松了一口气,他们纷纷拍打着心口,一个个轻松的笑了起来。 诸位师兄弟,法言师叔贪功冒尽,被肥人害了,回去后,我们可要好生向师门解释才对。 然也,法言师叔之死,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下,我们灭掉了这么多岗和本门作对的宗门,这份功劳,自然要算到大家的头上。 可不是吗? 咱们师兄弟奋兵数十路。 一群家伙正在兴高采烈的讨论着,九霄神雷宗主封上十三层宝塔已经停止了喷涌雷光,雷轩以下,数百个大小宗门数十万修士纷纷腾空而起,已经从四面八方将这数十名天帝正法门弟子包围了起来。 煞气森森,目光森冷,雷轩手持雷光长剑,看着这些天帝正法门的弟子微微冷笑,诸位天帝正法门的师兄,呵呵,还请你们详细的说说看,这天帝本源是怎么回事。 还有,那阴阳五行造化之宝,又是什么来路?你们天帝正法门,究竟哪里来的胆子,敢做出这等事情? 无数修士恶狠狠的盯着这群天帝正法门的弟子,一个个恨不得吃他们的肉,扒他们皮。 数十个天帝正法门的弟子浑身僵硬的看着四周的修士。冷汗不断从他们额头上渗出,他们突然好想死。 如果他们没有将所有的天兵天将派出去追杀楚天,只要留下哪怕一尊天兵,这些凡间修士,怎可能对他们造成任何威胁。 但是,此刻…… 一名天帝正法门弟子突然挺起胸膛大吼了起来,我们天帝正法门,乃奉天庭法指行事,你们,谁敢动我们一根汗毛。 雷轩呵呵一笑,左手一挥,一道狂雷从天而降,将这英勇无畏的天帝正法门弟子轰成了粉碎。 咧咧嘴,雷轩微笑道:"当然,我不敢动你一根毛,我杀你全家,你信不信?" 数十名天帝正法门弟子神色惨淡的相互望了一眼,他们同时举起双手,公然投降。 天帝正法门 自天帝黑榜突然爆发,将山门核心糟蹋得一塌糊涂,九成的宗门高层人人重伤后,天帝正法门就有点人心惶惶,颇显得有点憔悴,凋零。 随后又传来了天下所有的修炼宗门联手,想要替天行道讨伐天帝正法门的消息,一时间天帝正法门人心飘摇,那种黑云压层层欲催的气氛,逼得好些门人弟子都差点发疯。 好些中低层弟子这才突然知晓,原来这些年天帝之间的怪异变化,整个世界的逐渐衰败和弱小,罪魁祸首居然就是自己所属的师门。 流言蜚语在天帝正法门内急速扩散,好些中低层的门人弟子纷纷起了异样的心思,甚至有人想要响应其他宗门替天行道的口号,为这一方天的做点什么。 但是一切的惶恐和凋零,一切的人心变故,在那一对天兵天将突然出现后,所有的异样状态都消失了。 十二名天将,一百四十四名天兵,他们兵分多路,同时扑向天下各处顶尖宗门的山门,用绝对的武力镇压这些蠢蠢欲动的蠢货。 天兵,天将 传说中来自天庭,坐镇天帝正法门的天兵天将。 天帝正法门一处秘境中,四周飘荡着紫色,金色,红色,蓝色,绿色珠般绚烂多彩的瑰丽流光,浓郁的天地灵髓几乎凝成了实质,化为一条浩浩荡荡的瀑布从头顶坠落下来,呼啸着坠入一座巨大的黄金祭坛。 大致呈金字塔形,底座边长里许,顶部是一个长宽三丈的方形平台的祭坛正中摆放着一个形如鸟巢的祈宝,六颗色泽各异的拳头大小的卵静静的卧在鸟巢中,不断吞噬着从天而降的灵髓瀑布。 这处秘境是一个依托天地正法门山门存在的一空间,方圆不过千里大小,秘境中空荡荡的,地面上铺着平整的大块玉石,浓郁的天地灵髓和无量霞光充斥其中,除了这座祭坛外,也就只有祭坛下坐着的数十名天地正法门的高层。 这些天地正法门的首脑门,前些日子被天地黑榜的突然爆发打得重伤,虽然服下了疗伤的灵药,但是天地黑榜的力量充斥着可怕的死亡之力,他们的生命本源被死亡栖息侵蚀,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远比他们看上去就很沉重的外伤更加严重百倍。 如果不是修为支撑着,如果不是不惜代价的服下保命的灵药滋养着,他们早就身体萎缩成了干尸,化为一片飞灰飘散了。 浓郁的天地本源充斥在金字塔祭坛四周,这些天地正法门的首脑默默的吸收着四周的天地本源,一点一点的恢复着自己受损的生命本源。 他们吸收天地本源的时候,极其小心,极其谨慎,就好像偷米的老鼠一样,小心翼翼的一点一滴的慢悠悠的汲取,根本不敢大胆方方的放手失为。 尤其是其中几个地位最高的,诸如天地正法门的当代掌门法新,还有几个太上长老,他们更是吸收一点天地本源后,就小心翼翼的回头向金字塔祭坛上看一眼。 他们似乎是唯恐被人发现他们在吸收这里的天地本源,好似一旦被发现了,就会有不测的大祸降临。 也不知道,事情进行的怎样了。 突然间,一名太上长老轻声咕容了一句。 放心吧,十二天将,一百四十四天兵,哼,就算九霄神雷宗他们,手上也有几件天地神器镇压宗门,也不可能是天兵天将的对手。 法新轻声说道,更不要说,我们是以有心算无心,突袭之下,他们死伤惨重,哼,替天行道。 这一次,我们就替天行道,灭了他们的苗翼。 可惜了。 另外一名太上长老悠悠叹息道,怎么说,其中好几家也是和本门一般,传承了这么多年的太古宗门,呵呵。 他们活该。 法新咬着牙冷笑道,本来我们不用动用武力,本来他们安安纷纷地进入末法时代,老老实实地等待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非要拼死一击,就让他们去死吧。 法新眸子里闪过一抹狂热的神光,他看着金字塔上倒卷而下的灰红瀑布,无比稀奇地说道, 只要这造化神卵大功告成,本门能得到的好处,呵呵。 这番大计持续多年,五等却是最终完成这个计划的精手人,我们能够得到的好处。 法新正笑着,几个太上长老的脸色同时变得很是难看。 掌门,那,也要我等,先将那丢失的活卵寻回来。 一名太上长老嘴唇哆嗦着说道,造化神卵大成,我等都有天大的功劳,能有天大的好处。 但是丢失了那颗活卵,我们,我们,个个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法新的脸色变得惨淡无比。 他身体微微哆嗦了一阵子,然后他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 闭上眼睛,法新沉声道,放心吧,五等定然成功,那颗活卵,定然会被寻回来。 这造化神卵,关系着本门未来无数年的运道,无论如何,是一定能成的。 一声巨响传来,这方秘境通往外界的青铜门户被一股可怕的力量震得粉碎,一条青色长虹飞射了进来,楚天化身长虹,静直飞向了金字塔顶部的鸟巢。 他放声笑道,哈哈,一定能成。 你们如何这么肯定? 在鼠爷的指点下,楚天倾尽全力高速飞行,一路顺顺利利地来到了天地正法门的山门。 天地黑榜上次的爆发,天地正法门的核心正法禁制都被损毁,临时布置的一些正法禁制哪里挡得住楚天? 青椒剑只是随意一画,就将所有的正法禁制搅得粉碎。 鼠爷是来过一次的石图老马,他比比画画的指点方向,楚天没有和沿途的天地正法门弟子纠缠,很顺利地闯入了这方秘境,一拳就将秘境的大门打得稀烂。 他正好听到了法新的最后几句话,他不由地放声大笑,一个闪身就闯到了金字塔上。 眼看鸟巢中六颗造化神卵放出的夺目光辉,楚天放声大笑,张开嘴深深一息,天地熔炉很配合地放出了一股绝大的犀利,牢牢裹住了六颗造化神卵。 嗡的一声,一座瑰丽辉煌的金色牌坊出现在祭坛上空,带着一股绝大的粉碎和镇压之力向楚天当头砸下。 鼠爷私声道,天歌儿小心,就是这鬼牌坊,鼠爷在这里吃了闷瑰礼。 第五百六十四章下界 金光灿灿的牌坊,高万丈,宽万丈,雄伟如山峰,通体被浓厚的金色祥云包裹着,喷吐无量光辖,伴随着高亢如云的赞歌颂唱,重重地向楚天砸了下来。 虚空在崩碎,碎成了无数细小的黑色空间粒子。 恐怖的重力犹如亿万座大山重叠在一起,碾压在楚天的身体上,更压制住了楚天的天魂。 从肉体到灵魂,这座牌坊对楚天施加了无比恐怖的压力,剧烈的震荡更是直接透过虚空作用在了他的身体上,楚天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剧烈的震荡着,如果不是他的身体强度足够,金色牌坊刚刚出现的一瞬间,他的身体就已经抖成了一片邪物。 鼠爷 这就是你说的,微不足道的小小尽致。 楚天嘶声惊呼。 恐怖的压力,让如今只能使出一丁点力气的楚天差弹吐血。 他无法想象,同样是在天路世界大崩溃的爆炸中重伤的鼠爷,是如何抵挡住了这座牌坊的恐怖重压,又在天地正法门众多高手围攻下,抢走一颗火软的。 那,这就是鼠爷的本事了。 鼠爷瞪大了眼睛,恶狠狠的盯着那座金色牌坊,扛得住吗? 天歌儿 不行的话,鼠爷这刚长出来的大牙,就送给他了。 鼠爷呲牙一笑,他的牙床上,刚刚长出一线的大门牙闪过一抹刺目的寒光。 当然,扛得住。 楚天长笑一声,金色牌坊压得他浑身血脉喷张,一口老血已经到了嗓子眼里。 他干脆丢出了太阳造化中,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了太阳造化中上。 轰隆一声巨响,太阳造化中很兴奋的,带着一股浓浓的挑衅意味,丝毫不顾自己本体的沉重伤势,一场狂野的像金色牌坊一头撞了过去。 巨响声震得楚天头昏目眩,一脑袋栽倒在地。 一波波金色的狂潮向着四面八方呼啸冲去,金字塔祭坛下,法心等人齐声哀嚎,前些日子才被天地黑绑震得重伤的他们一个个口吐鲜血向后飞退,更要命的是,太阳造化中喷出大片太阳真火附着在他们身上,将他们烧成了一团团人形火把。 烈焰熊熊,火光冲天,二十几个修为略低的天地正法门长老顷刻间被烧成了一缕灰烬,唯有法心和几个太上长老,还有十几个修为达到了破天境巅峰的长老齐齐喷出本命之宝,倾尽全力的抵挡太阳真火的侵蚀。 向楚天重重压下来的金色牌坊被太阳造化中歇斯底里的一击撞得摇摇欲坠,无人操控,只是出自本能对妄图燃指造化神卵的敌人发动攻击的牌坊光芒一阵暗淡,四周恐怖的压力骤然减小了大半。 楚天猛的一跃而起,他再次咬破舌尖,又是一口血喷在了同样浑身光芒闪烁,光焰暗淡至极,体表裂痕都清晰了不少的太阳造化中上。 别怂啊,上。 楚天一声大吼,他双手紧握青椒剑,身体腾空而起,一道清光喷出上万丈长,劈头盖脸一剑劈在了金色牌坊上。 金色牌坊发出一声尖锐的哀鸣,青椒剑的锋利真正是惊人之极,这座分明来路不凡的金色牌坊硬生生被青椒剑劈出了一条数千丈长,深达百丈的裂痕,大片棉稠的金色霞光不断从裂痕中喷出,就好像这座金色牌坊喷出的血浆。 太阳造化中果然不耸,一声声惊天动地的钟鸣生镇的这个小小的秘境剧烈摇晃,漫天都是金色火焰熊熊燃烧,霸道狂暴的太阳真火席卷天地,烧的法心等天地正法门高层惨毫不断。 太阳造化中一个盘旋,中体骤然膨胀到了万丈大小,它狠狠地撞在了金色牌坊上,中口内一股巨大的犀利传来,将金色牌坊体内喷出的浓厚云霞一口吞掉了大半。 金色牌坊发出一声哀鸣,通体光焰骤然暗淡。 楚天嘶声大吼,它又连续向着金色牌坊劈出了数十剑,每一剑都在金色牌坊上留下了深深的剑痕。 它眉心更是有一道灰白色神光喷出,太阴万化轮从神窍天境中飞了出来,高悬虚空,不断喷出一道道精纯阴寒的太阴之气疯狂攻击金色牌坊。 这座金色牌坊就和那两尊通体金光缠绕的女性天兵一样,它拥有的是纯粹的光和热的力量。 太阴万化轮的太阴之气正好是这座金色牌坊拥有力量的死对头,甚至可以说是它的天敌,克星。 太阳造化中拥有的力量,则是寒阔了这座金色牌坊的本源之力。 太阳造化中就好像一头贪婪的嗜血巨兽,不断的吞噬金色牌坊体内的本源之力补充自身,太阴万化轮是最好的辅助战友,不断的用太阴之气削弱金色牌坊的反抗力量。 而手持青椒剑的楚天,则疯狂的劈砍金色牌坊的本体,不断破开它的身躯,不断的让金色牌坊加速失血,让太阳造化中更快欢快的吞噬金色牌坊拥有的本源之力。 好几次,楚天体内一阵空乏,它已经耗尽了体力,眼看着就无力在攻击金色牌坊的时候,无量神珠总是恰到好处的一个旋转,大量精纯的力量不断注入楚天体内,不断补充它消耗的力气。 如此一阵暴风骤雨的疯狂袭击,金色牌坊这座纯粹依靠阵法禁制催动,并无人主持的奇珍异宝,硬生生被楚天劈成了数百块。 太阳造化中发出一声欢快无比的轰鸣,它张开大口放出一个巨大的金色漩涡,一口将金色牌坊的残骸吞得干干净净,就连一丝金色祥云都没留下。 金色牌坊刚刚消失,巨大的翅膀拍击声传来,十一鸣天将,一百四十二尊天兵同时闯入了秘境。 一尊通体金光灿灿的天将刚刚闯入秘境,就双手结印,大声高呼了一声奇异的咒语。 四周虚空一阵震荡,楚天,鼠爷的头顶一阵金光摇曳,一股淡淡的威压袭来,然后,然后就没有了任何动静。 楚天和鼠爷同时倒抽了一口凉气。 感情,这座牌坊的主控之人,就是这些天兵天将。 感情,上次鼠爷溜进来偷走那颗火卵的时候,这些天兵天将并没有出现。 楚天也无法想象,如果这尊威力惊人的金色牌坊,和这些强悍,疯狂的天兵天将联手的话。 鼠爷,你命真好。 楚天拍了拍鼠爷,大秀一卷,将六颗造化神卵一家伙收得干干净净。 鼠爷呲牙咧嘴的笑得颇为灿烂。 可不是吗? 看看那金色牌坊的威势,再看看这些很有点可怕的,绝无人性可言,更没有半点而活人气味,简直和死尸傀儡无意的天兵天将,呵呵。 鼠爷摇头晃脑的赞叹道,鼠爷的运气一直不差。 哈哈,一直不差。 乖乖,要是运气稍微差一点,这就被堵在这里狂殴暴打,可就真正倒霉了。 虽然死不了,嘿嘿,但是皮肉之苦也难免。 金色牌坊被摧毁,被太阳造化中吞噬,六颗造化神卵尽被楚天收起,被天地熔炉一口吞了下去。 百多名天兵天将脸色齐变,一直犹如僵尸一般面无表情的他们同时发出尖锐的嘶吼声,周身腾起各色光艳,金光,蓝色。 红光,三色神光犹如海潮一样翻滚而来,他们手持各色兵器,风魔一样像楚天冲杀了过来。 楚天冷哼一声,痴撑的太阳造化中很欢快的轰鸣着,化为三丈剧中将他和山珠护在了下面。 一道道道光剑气呼啸袭来,漫天狂潮冲刷,震得太阳造化中轰轰轰鸣,一波波金色狂潮向四周疯狂扫荡,漫天太阳真火烧的虚空都在扭曲,不断出现黑色的裂痕。 任凭百多个天兵天将疯狂进攻,太阳造化中窥然不动,一如大日高悬虚空,横骨不变,不可侵犯。 楚天放声大笑,青椒剑荡起道道清澈的剑光,呼啸着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青椒剑倾尽全力的在虚空中急速穿梭,急速腾挪跳动,百多个有点乱了阵脚,配合之间也不断出错的天兵天将只顾着疯狂攻击,丝毫没有防御自身的意思,弹指尖就纷纷搏梗喷血,被青椒剑一剑消首。 走。 获释了呀。 贡品,贡品,本门的贡品造化神卵,被夺走了呀,被抢走了呀。 法新似乎是真正知道这造化神卵用处的人,他歇斯底里的哭喊着,列祖列宗啊,这贡品单子已经献了上去呀,没有了造化神卵,本门,本门。 楚天回过头来,向着声嘶力竭放声大吼的法新看了一眼,太阴万化轮一炫,一抹寒光扫过,法新的身躯无声无息的崩裂成了数千片,太阴寒气冻结了他的身躯,随后一股剧烈的冲击力袭来,他的身体就在无边太阳真火的包裹下,炸成了无数冰晶飘散。 金色的烈焰中,灰色的冰晶飘散,法新被楚天随手一击打得粉碎。 呵呵,用一方世界的天地本源,作为贡品。 做奴才做成这个样子,你们也有资格自诩为天地正法。 楚天不屑地唾了一口,然后越发加速窜出了秘境的大门。 一声巨响从他身后传来,摆来个天兵天将同时自爆,方圆千里的秘境连同那座金字塔祭坛被炸得灰飞烟灭,在楚天的身后,崩溃的秘境化为一个直径千里的扭曲火团,骤然膨胀开来。 该死! 楚天和鼠爷同时惊呼,他顾步的天魂再次受创,调动天魂之力注入太阴万化轮,一抹月光一闪而眉,楚天,鼠爷和山珠瞬间挪移出了上万里地。 火团爆发开来,轰隆隆巨响震得天地一阵震荡,一根直径三千里的火柱冲天而起,一圈圈燃烧的火云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锁过之处天地正法门中的大片山岭,无数精美辉煌的建筑尽成积粉。 无数天地正法门的弟子还没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在燃燃扩散开的火柱中化为乌有。 一缕缕精纯的天地本源从爆炸点核心处喷勃而出,化为一波波清澈的凉风向四周扩散开去。 楚天隐隐感受到这一方天地散发出的亲切感,他似乎突然就得到了这一方天地的承认。 在他眼前隐隐有幻象出现,一个模糊朦胧的身影颤巍巍地站在他面前,肃然向他拱手一礼。 楚天吓得机灵灵打了个寒战,这一方世界却也古怪,天地意志都几乎修成人形了。 这,这,难不成这一方天地的本我意识要修炼成妖? 这也推惊悚了一些。 就在这个时候,那朦胧的身影骤然一个寒战,从他身上骤然传来了一股浓烈的不安,一道警讯骤然袭来。 随后漫天凉风流转,这条人影随风融入了天地间,再也找不到任何踪影。 一股莫大的危险气息从天空传来,楚天抬起头来,极力瞪大了眼睛看向了高空。 在极高极高的天空中,一股绝大的力量在积蓄,随后猛地爆发开来。 一声巨响袭来,天空裂开了一个不大的,大概只有十几丈方圆的缺口。 一波波璀璨的,犹如流水的金光从缺口中喷出,两只巨大的金色手掌扒在了缺口两侧用力的撕扯,缓缓地将这个缺口逐渐地拉开,逐渐地扩张开来。 该死! 谁敢灭我描意! 一个低沉的轰鸣声从那缺口中传来,隐隐看到,在那透明的金光中,一道高大的身影艰难地蠕动着,似乎想要突破那缺口内无形的屏障,强行挤进这一方世界。 在那缺口附近,虚空裂开了无数蜘蛛网一样的裂痕,方圆万里的虚空都在不断地崩解,不时有虚空碎片脱落,化为一个个细小的黑洞一闪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人,从何而来? 楚天脑子里突然闪过了许多莫名的东西,这是! 神仙撕自下凡里。 神仙! 下凡! 鼠爷用看傻子一样的目光瞪了楚天一眼,脑壳发烧,傻了呀! 喂,这丝,你能对付吗? 不能对付,我们还是趁早扯呼。 等有了足够的力气,再来对付他。 楚天眨巴眨巴眼睛,看看那个还在缺口中挣扎的人影,摇了摇头。 现在,虽然伤得很重,但是不战而逃,有点丢脸黑。 手持青椒剑,楚天微微笑道。 是湿水,若是不敌,逃,若是勉强能敌,就,做了他。 看了看山珠,楚天一把脱下他身上九药甲,随手将他收进了七巧天宫。 第五百六十五章 神人 楚天静静地站在名为天地正法门遗迹的大坑上等待着。 是的,遗迹,大坑。 百多名天兵天将的临死刺暴,可怕的杀伤力横扫整个天地正法门的核心山门,方圆数万里的山岭被一扫而空,楚天的正下方,是一个直径万里,深达近千里的圆形大坑。 在大坑的边缘处,是一条条极深的辐射型沟渠,笔直的延伸向远方。 这些沟渠撕开了一座座山岭,泵碎了无数的河流,地面上污水纵横,更有黑色的气息从大地上的裂痕中不断喷出。 原本的洞天伏地,如今成了人间地狱。 天地正法门的精英弟子彻底灭绝,只有外围的杂役、仆役,还有一些好运气的外门弟子残存。 他们在混乱的废墟中挣扎嘶吼,不知所措的痛哭流涕。 天空,那金色的缺口中,两只金灿灿的大手疯狂地撕扯着。 缺口逐渐扩张,那条金色的人影艰难地蠕动着,他的一只手臂穿透了一层厚重的光幕,艰难地伸进了这一方天地。 然后是肩膀,脑袋,另外一条手臂。 在这金色缺口的下方,有浓厚的黑色雷云在急速地汇聚。 无数条亮晶晶的狂雷在乌云中跳跃闪烁,不断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声,默默地继续着力量,随时准备做狂暴一击。 一刻钟,两刻钟。 一个时辰,两个时辰。 楚天原本是站在虚空中,背着双手摆出一副高人模样,静静等待着那金色人影的将领。 半个时辰后,他已经落到了地面上,摆出了一张方桌,码上了一堆新鲜的瓜果,还背上了两只烧鸡,几个走游体榜,一只炖伤龟,一大堆的陆斧肉,加上几坛子浓香的梅酒,和鼠爷有滋有味的对饮起来。 哎,咱爷俩有多少年没这么轻松快活了。 鼠爷瞧着腿儿坐在桌子上,单找拎着一个酒中,吃溜一口浆杯中梅酒一饮而尽,很快活地吐出了一口酒气。 那,人往高处走,高处不胜寒呢。 站得越高,风险越大,所谓木秀鱼林,封闭催之。 楚天张口就是一通熟练的胡说八道,他给鼠爷满上了一杯酒,感慨地说道,当年,在渔庄的时候,咱们兄弟们多快活。 每天收收鱼钱,坑几个土豪,宰几个大户。 鼠爷又干掉了一杯美酒,无比怀念地感慨道,再看几个小寡妇洗澡。 哎,这日子,真是快乐逍遥啊。 爷俩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 天空中,那条金色人影似乎发现了楚天和鼠爷的举动,他愤怒地咆哮着,身上不断涌动出的水火风四色滑光,双手剧烈地挥动着,不断地轰击着缺口四周的虚空。 虚空中的裂痕不断浮现,但是这一方天地的本我意识不断地修复虚空的裂痕。 任凭那人影如何挣扎,他也只能一丝一丝,一点一点的,无比缓慢地从那金色缺口中爬出来。 四周的雷云越来越厚实,积蓄的雷霆之力越来越庞大。 等到这金色人影半截身体从金色缺口中挣扎出来的时候,一股莫名的威压犹如洪流一样横扫四方。 咔咔声中,楚天和鼠爷身边的大地在开裂,地面不断裂开一条条宽达树里,长达数千里的裂痕,裂痕深处隐隐可见岩浆在翻滚,不时有狂躁的热风从地下翻滚着冲出。 痴蓝一声巨响,高空的黑云中,一条水缸粗细的狂雷狠狠地劈在了那金色人影的面门上。 金色人影通体闪过大片滑光,雷光崩碎,火屑似箭,天雷似乎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只是让他进入这个世界的速度似乎放慢了一点点。 一道又一道狂雷狠狠地劈了出去,不断地劈在那人的身上。 雷声呼啸,电光四射,恐怖的雷鸣声震得天地动摇,大地上一座座圆形火山不断冒了出来,这些新生的火山喷出一道道黑色烟柱,大量岩浆喷涌而出,肆无忌惮地四处泛滥。 楚天和鼠爷同时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就不是这条金色人影想要强行降临这一方世界应有的现象了,看看这大地裂痕和火山浮现的方位,全都位于天地正法门的山门范围内。 这是这一方天地,在借着金色人影强行降临的机会,报复天地正法门。 天地正法门抽取这一方世界天地本源的行为,极大的得罪了这一方天地。 天地震怒,要用无上伟力报复天地正法门。 呵呵,这一场大战后,天地正法门的这一片山门,势必变成寸草不生的绝地。 真正的斩草除根,连一点儿余地都不留。 则,这是得罪惨这一方天地了。 鼠爷大声感慨着,真是,得罪惨了。 楚天笑呵呵地站起身来,他丢下手中酒壶,为他突然灵光一闪的想法赞叹不已,鼠爷,我们真是蠢了,在这里傻乎乎地等他做什么。 呵呵,趁着他不能进退的功夫,冲上去揍他呀。 鼠爷的小眼睛骤然放光,他兴奋地浑身白毛都竖了起来,滋滋怪叫道,妙哉,鼠爷也是蠢了。 赶紧地,上去,揍他。 拿,弄一堆牛粪,胡他一脸。 楚天和鼠爷放声狂笑,爷俩不正经地笑着,化身一道青色长虹直冲高空。 四周突然有狂风袭来,这一方天地的本源意识似乎猜测到了他们的用意,一股飓风化为透明的帷幕裹住了他们,楚天遇见飞行的速度凭空再涨了十倍,几个呼吸间就来到了极高极高的天穷高出。 就在他们前方数百丈外,一尊身高两丈开外的金色人影正在剧烈地挣扎着,他的腰腹部位已经强行进入了这一方天地,只剩下两条腿子还留在金色缺口的另外一端。 楚天和鼠爷同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条金色人影似乎感受到了什么,他怒急咆哮,猛地抬头向楚天和鼠爷看了过来。 蝼蚁,是你们灭了我天地正法门。 金色人影疯狂地咆哮着。 蝼蚁 楚天笑了,他看着进退不得的金色人影缓缓说道,以前,有一群人,喜欢叫人下剑种,然后,他们死得很惨很惨。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其实他们在某些人眼里,他们也只是下剑的,随时可以丢弃的工具而已。 你叫我们蝼蚁? 那么,你现在这个模样,算什么? 楚天身体一闪,突然到了那金色人影面前,一耳光狠狠地抽了过去。 啪的一声,颇为清脆。 巨大的反振力袭来,楚天的手掌一阵酸痛,他急忙抖了抖手。 嘿,好厚的面皮。 楚天笑呵呵地看着那金色人影,握着青椒剑一剑就刺了过去。 金色人影被楚天一耳光打得猛住了。 有一种莫名的法则之力覆盖他全身,楚天的这一掌说实话,没让他的面皮有半点感觉。 但是,他是实实在在地被楚天抽了一耳光。 你敢打无? 金色人影声嘶力竭地咆哮着。 凑得近了,就能看到,在浓厚的金色光辖下,这金色人影声得颇为不凡,先锋倒鼓,面香轻渠,配合上一身造型简洁流畅的长袍,显得颇为飘逸不凡。 他朝着楚天怒吼呵斥,刚刚吼了每两个字,楚天一剑刺向他的面门,他顿时面孔一阵扭曲。 嗡的一声,一面上风下锐的尖盾凭空冒出,浓厚的火焰包裹着盾牌,更有一道道湍急的颈风围绕着盾牌急速飞旋。 青椒剑盯的一声刺在了盾牌上,火星四剑,青椒剑银银长铭,盾牌上被划出了一条长有三寸的浅浅痕迹。 依旧是一股绝强的反阵力袭来,楚天感受到在这盾牌上,有一股比老牛皮还要厚实坚韧的力量包裹着盾牌。 青椒剑是首先突破了这一层阻力,才刺在了盾牌上。 这不是你本人的力量。 楚天看着越发剧烈挣扎的金色人影,摇了摇头,嗯,难不成,你从那边过来, 那边的世界,对你有加持。 楚天好奇地看着金色人影,他在自己的纳灼中找了一阵子,然后找出了一门战争傀儡使用的快速光炮。 长有八尺,造型前卫,通体线条流畅美丽的光炮通体泛着淡淡的暗灰色,楚天将光炮直接处在了金色人影的面门上,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光炮上几根长长的晶线亮起,炮口的聚能晶石骤然变得四目无比,随后伴随着扑扑扑的沉闷响声,一道道缩字形,长有三尺的光弹急速喷出,密密麻麻地轰在了金色人影的脸上。 光弹爆炸,轰轰巨响不断,一团火光迅速覆盖了金色人影的身体。 光炮微微颤抖着,楚天直接将光炮的功率和射速提到了最高,光炮通体散发出夺目的光芒,以弹指尖数百发的速度向金色人影的面门喷射着强大的火力。 只不过,这门光炮的最高功率也不过是能激发堪比踏天境修饰全力一击的光弹,金色人影被轰得浑身火光似箭,看似狼狈,实则丝毫无损。 田冲在光炮中的极品灵精只坚持了三个呼吸的时间就消耗一空,楚天收起光炮,看着越发愤怒,面孔整个扭曲的金色人影重重的叹了一口气,好厚的面皮。 金色人影怒急盯着楚天,吴,天地正法门开山祖施法自然,今日,吴当亲手斩杀你。 楚天抬起脚,一脚跺在了法自然的脸上,先想办法降临再说,你再叙叙叨叨的,等会我呼你一脸牛粪,你信不信? 法自然迅速闭上了嘴,他怒急而笑的看着楚天,就好像残茧中想要破壳而出的鹅子宝宝一样越发奋力的挣扎起来。 他身边不断有金色的雷光闪烁,金色的缺口旁,两只硕大的金色手掌艰难的撕扯着裂口,竭尽全力的想要扩大缺口。 法自然突然转过头去,向着身后大吼了一声,助我。 透过金色的缺口,楚天隐隐看到,在缺口的那一边,是一座颇为壮观的宫殿。 数百名长袍冠冕,面容肃然的男子聚集在一起,他们身边有大量棋门摇晃,显然是一座颇为厉害的大阵。 数百男子主持大阵,将整个宫殿内的虚空封印的密不透风。 听到法自然的吼声,当即有几个男子放起面前的棋门,快步走到了法自然身后,双手结印,不断向法自然体内注入一道道夺目的流光。 哦,你们那边,用阵法封印了你降临的波动。 楚天笑隐隐地看着法自然,你这是,害怕被人知道你降临了这里。 你这算是偷渡吧? 楚天想起了很多关于神仙私自下界的传说,他笑容可居地看着法自然,很热情地询问他。 法自然阴沉着脸,他钻出金色缺口的速度骤然加快了许多。 四周虚空中的黑色裂痕不断出现,伴随着刺耳的空间崩裂声,楚天身边的黑色雷云越发浓厚,一条条狂雷再积蓄,一股让楚天都隐隐觉得头皮发麻的雷劲在乌云中若隐若现。 楚天又向法自然进攻了几次,但是无论他用什么手段,都有一股极其厚重,强大的法则之力庇护法自然,任凭楚天如何攻击,他的攻击都好像一颗石子落入了大海中,虽然荡起了点点涟漪,却对大海本身没有造成任何的威胁。 无奈天庭侧封的正神 法自然计较地看着楚天,无时刻受天庭庇护,万法不侵,万邪不侵,你如何能奈何得了无? 天庭庇护 楚天看着一脸得意的法自然,向后退了几步,他沉声道,很好,那我就等你离开了天庭,再来和你动手。 嗯,不知道你到了这一方天地,你还能发挥出多少力量,占多少便宜。 楚天很想告诉法自然,你天地正法门抽取这一方世界的天地本源,已经把这一方天地的本我意识得罪惨了。 你小半截身体还在天庭的时候,你受到天庭法则庇护,楚天很难对他造成伤害。 但是到了这边,呵呵,脱离了天庭庇护后,楚天很期待会发生什么。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得到了身后几个天地正法门的同门相助,法自然降临的速度骤然增加了数倍。 又过去了一刻钟的功夫,法自然身体骤然一阵扭动,他猛地脱离了那个金色缺口,大声欢呼着降临,或者说侵入了这一方世界。 法自然身高两丈许的金色身躯悬浮在空中,他身边的虚空不断地崩解,崩裂,一条条裂痕蜿蜒而出,最长地延伸出去了数百里。 法自然抬起头来,欢畅异常地长笑了一声,然后他猛地低头向下方的天地正法门一指望了过去。 火山喷涌,地线处处,到处都是裂开的沟渠,好好的动天伏地已经变成了熔岩地狱。 法自然怒笑一声,随手向地面一指,一条残破不堪,绵延数万里的山脉就腾空而起,化为一条土龙向楚天冲杀了过来。 天地正法,震。 法自然放声长笑,土龙犹如一道闪电,骤然撞在了楚天的胸膛上。 第五百六十六章 正神 好手段 楚天被一股距离打飞的同时,不由地由衷赞叹了一声。 数万里长短的一条山脉,随手一招就飞上天空,不仅如此,还一路塌缩成了一条数丈长短的土龙,犹如活物一样飞扑而来袭杀敌人。 这神通,这法术,精妙绝伦,精妙异常。 真个要说起来,天露世界的天修也好,灵修也好,他们对法则的领悟和掌控比法自然或许都要强出一大截,但是在法术的精妙程度上,还真不如法自然。 天露世界的天修和灵修,他们的攻击手段说来说去就那几种,粗暴简单的厉害。 当然,这种粗暴和简单,也可以用反扑归真这种美妙的形容词来遮羞。 但是看看法自然的这条土龙吧。 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身上每一片鳞片都精妙入微,嘴巴一张,更有团团雾气喷吐出来,真个和活物一样。 楚天正赞叹时,土龙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龙吟,带起一道厚重的黄光,瞬间到了楚天面前,四个龙爪犹如暴风咒雨一样,咔咔有声的抓在了楚天身上。 九要甲通体闪烁着暗金色神光,半透明的甲咒内无数细小的符纹闪烁,虽然甲咒内隐隐可见无数细如发丝的裂痕,这套甲咒的防御力依旧强横。 土龙的爪子在甲咒上抓出了无数条火星,硬是没能破坏甲咒丝毫,更不要说伤到楚天的身体。 只是这土龙的力道和其刚猛,楚天重伤之身居然挡不住他的狂暴冲击,硬生生被打腿不断后退。 法自然冷笑一声,他向着远处大地一招,一片沸腾的熔岩中,一条体长数万里的熔岩升腾而起,同样凝成了一条火龙,呼啸着向楚天冲了过来。 长达数万里的火龙飞出数十里远后,就凝成了数丈长短,犹如一条真正的长龙飞扑楚天。 随后法自然向着更远处的一片大海招了招手,一条水龙腾空而起,向楚天冲来。 最后是天地间一道道旋风凝聚在一起,化为一条风龙扑了过来。 地水火风四大元力凝成巨龙,围着楚天疯狂的攻击,爪子乱撕,力齿乱咬,更不断喷出一道道法术攻击打得楚天浑身火光四箭,楚天被打得在空中滴溜溜乱炫,就好像一颗陀螺,半赏不能脱身。 法自然站在半空放声狂笑,对于楚天的狼狈,他显然颇为自得。 就在这时候,漫天黑云突然向内收敛,方圆数万里的黑色雷云他缩成了一个拳头大小的黑色光点,就听一声恐怖至极的雷鸣响起,无数团烤老大小的雷火喷出数万里远,一道狂雷横扫虚空,粗打百里的狂雷带着这一方天地本我一时的最强恶意,狠狠命中了法自然。 法自然身上的金光骤然粉碎,他闷哼一声,七窍中不断喷出粘稠的金色血浆,护身的那面拥有烽火之力的盾牌被打得框框巨响,盾面上不断浮现出一丝丝细小的裂痕。 斗胆 法自然嘶声怒吼,朝着面前无银的虚空放声呵斥,无奈天庭正神,你焉赶伤无。 伴随着隐隐的雷鸣声,又有淡淡的黑云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但是很显然,刚刚一道狂雷已经耗费了这一方天帝不少力气,作为一个几乎堕入末法,天帝本源被抽走了大半的世界,这一方世界实在是无法组织起太多的力量攻击法自然。 不识好歹。 法自然力声喝道,吴之道,你恨吴抽走你的本源,吴之道,你恨吴出身这一方天帝,却反过来计算你。 但是你可知晓,吴这般做,自然有吴的道理。 黑云逐渐浓厚,一道道雷光不断的在黑云中闪烁,眼看着乌云缓缓的塌缩,这一方天帝正在继续的积蓄力量,想要再次给法自然一次狠的。 真正是不识好歹,不知道进退。 法自然的脸色阴沉下来,他淡淡的说道,既然如此,反正这事情,本来就是要做的。 那些废物没能做成,就无亲自来做。 一抹寒光突然出现在法自然手中,他眸子里喷出两条刺目的金光向着四周虚空一扫,他突然大笑了起来,哈,你既然敢出现,那就,怪不得无了。 楚天猛的抬头看了过去,他看到虚空中隐隐有一条朦胧,暗淡的人影出现,法自然手中那一道寒光,却是一柄三尺多长,被无数俘虏,印喜加持的奇异法刀。 法自然一刀刺进了自己胸膛,他的身体剧烈的抽搐着,寒光刺射的法刀急速变成了暗金色,随后法自然一把抽出了法刀,随手向那虚空中漂浮不定的人影打了过去。 一抹金光闪过,法刀重重的插在了那暗淡的人影上。 虚空突然炸开了无数个雷霆,法自然放生笑道,造化神卵的精髓,不仅仅是这一方天地的本源,更是需要你的本我意识融入其中,才能真正的大功告成。 以一方天地的本源和灵神融为一体,这才是真正的造化神卵。 狂风呼啸着平地而起,漫天乌云翻滚,雷光剧烈的闪烁。 楚天突然感受到了一股淡淡的悲哀,一种源自天地之间,让万物同悲的悲哀。 他一剑将飞扑而来的土龙斩成了两半,左拳挥出将两段龙体打飞了老远,他看着法自然立声喝道,你既然知晓你出身这一方天地,你就是这一方天地之子,你为何还要? 法自然打断了楚天的话,他讥笑地回头看了楚天一眼,目光中充满了不可一世的高高在上,充满了一种蜘蛛在握的尊贵和自信。 夏虫,可曾见过冰斧? 法自然淡然道,无乃天庭正神,无的一切所作所为,自然有无的用意。 无所做的事情,呵呵,为何要向你们解释? 天空飘下了血雨。 远远地,有乌夜哭泣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这是这一方世界孕育出的各种灵,各种山川大地,江河湖泊的灵在同声哭泣。 随着哭泣声,这一方天地就好像突然遭遇寒潮的春花一样急速凋零,枯萎,楚天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一方天地的生命力在急速地衰退。 末法,就这么突兀地降临。 血雨之后,是漫天黑色的鹅毛大雪。 雪花一片一片地落在地上,万物凋零,所有的植物都变得灰蒙蒙地,蒙上了一层死气。 一缕缕奇异的幽光从这一方天地的好些地方喷出,化为一道道暗淡的光柱直冲高空。 这是楚天和鼠爷念念不忘的,这一方世界在濒临末法时,世界回光返照必定孕育出的各种天地奇葩。 它们生长于原本的各处洞天伏地,汇聚了洞天伏地崩溃前的最后一点天地精粹,形成了就算是天地开辟时都罕见的奇珍异宝。 当这一方天地终于沦入末法时,这些天地奇葩控制不住自身磅礴的气息,纷纷显出了各种异象。 天地正法门崩毁的山门外援,那些杂役和幸存的外门弟子纷纷发出了惊恐的尖叫声, 他们发现,他们的修为在急速的衰落,他们的法力在不断的流逝,他们的身体好似破洞的水缸,体内的精气神都在不断的流逝出去。 好些原本玉器飞翔在空中的外门弟子私生惨嚎着,他们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法器,纷纷狼狈的从空中坠落。 高度比较低的,摔一个肢体断折,高度略高的人,自然就是粉身碎骨。 正在围攻楚天的地水火蜂四条巨龙也轰然崩解,化为一团团暗淡的幽光坠落地面。 天地末法,就连法自然的法术也不好使了。 他的法术自然而然地崩溃,哪怕法自然自身的修为境界还够,但是这一方世界已经无法承载强大的法术神通。 换句话来说,就算法自然的修为再高强一万倍,一亿倍,他的法术也无法正常地施展出来了。 高空中,那条暗淡的朦胧的人影一阵闪烁,他的身躯边缘不断出现各种树木凋零,鸟兽腐烂的奇异景象。 很显然,世界陷入末法,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存在。 他可以算是这一方世界的灵魂,而世界就是他的身躯。 他的身躯死亡了,腐烂了,他的灵魂又被法自然的法刀中创,法刀正在用一种诡异的力量摧毁他的真灵,分解他的真灵,强行将他的真灵转化为某种别的存在。 一道平静,平淡,带着一股浓浓的宽厚和温暖的,类似于灵魂波动的意识从那虚影中扩散开,笼罩了方圆数万里的区域。 没有语言,没有声音,但是楚天和法自然同时明白了这个意识蕴藏的复杂信息。 天地无情,却也有情。 濒临崩溃之际,这一方天地的本我意识居然放弃了对法自然的记恨。 无论如何,法自然都是从这一方天地走出去的强者。 既然事情已经无法挽回,那么为什么还要记恨它呢? 天地自然能诞生,就自然会有衰亡。 虽然这样的衰亡是法自然带来的,但是和自然的衰亡又有什么不同呢? 所以,这一方天地,居然放弃了对法自然的记恨。 好一颗圣母心。 简直,让我无言以对。 感应着这一方天地散发出的最真实的情绪,楚天无语看天。 呵,呵呵,活该被坑呢。 鼠爷掏出一颗青蓝色的灵精,塞进嘴里咔咔啃的欢快,含糊其词的说道,圣母心。 这个词用的精辟,鼠爷得记下来,嗯,圣母心。 多好的东西,愿天下的寡妇,都有一颗圣母心吧,鼠爷我只是,只是纯粹的,看看,嘿,看看。 一波波清晰的,逐渐衰弱的情绪不断传来。 这一方天地放弃了对法自然的记恨,但是源自本能的,他不会将自己彻底崩亡才带来的好处,交给法自然。 楚天和法自然同时愣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下一瞬间,楚天体内的天地熔炉一阵轰鸣,七颗熊熊燃烧的卵强形正脱了天地熔炉的禁锢,从楚天体内飞了出来。 一道极细的黑色雷光从天而降,重重劈在了那一柄密密麻麻布满了无数符印的法刀上。 法刀无声无息的崩溃,那一条黯淡的虚影崩解成了七条朦胧的气息,迅速飞到了楚天面前,融入了七颗造化神卵。 随后七颗造化神卵光芒内敛,重新被天地熔炉吞了进去。 天地间那股薄大,宽宏的气息消失了。 这一方天地的本我意识彻底的死亡了。 他死于法自然之手,却最终落入了楚天手中,他的本源和本我意识所画的七颗造化神卵,落入了楚天之手,还被法自然看得清清楚楚。 法自然金色的眼眸骤然变得通红一片,他恶狠狠的犹如恶狼一样死死盯住了楚天。 我错了。 楚天看着法自然很认真的说道,我本来以为,你的老妈是一尊圣母,结果? 他是一瓶绿茶。 当然,你不用理解绿茶是什么意思,总之,他很无耻。 他看似宽宏大量的原谅了你,其实,他给你,给我,都弄了个天大的麻烦出来。 楚天重重的叹了一口气,感受着天地熔炉传来的源自心底的狂喜之意,楚天很认真的对法自然说道, 抱歉,这七颗造化神卵是好东西,所以,我是不会还给你的。 所以,你肯定要抢抢回去。 我肯定不会还给你。 所以,你和我,得拼命了。 楚天突然和鼠爷同时恶劣的笑了起来,只不过,这一方天地已经陷入末法,一切法术神通都被削弱到了,近乎于无的程度。 你用尽全部的力气,能咬掉我一根毛啊? 楚天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 鼠爷笑的口水喷出了老远。 法自然气的面孔扭曲如鬼,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护着,他指着楚天,哆哆嗦嗦地半天没说出话来。 无数年的布置,无数年的心血,眼看大功告成之时,他甚至不惜冒着巨大的忌讳,亲手灭杀了这一方世界的本我意识,完成了造化神卵的最后一步工序。 结果,肥肉掉进了楚天的嘴里。 新媳妇都被进门了,却被别人入了洞房。 无奈天庭正神。 法自然很认真地看着楚天说道,还请将造化神卵海语本尊,否则,无当让你明了,天庭的愤怒,岂是你区区一下界凡人能理解的。 楚天冷笑一声,转身就走。 天地末法,法自然的法术固然被削弱到了极致,但是楚天也感觉到身体有点不对劲,他现在连悬浮在空中都感到极其困难。 与其和法自然在这里拼命,还不如赶紧去那些洞天伏地,将天地末法滋生的天地奇葩给全部搜刮一遍。 有好处拿,谁愿意和法自然拼命啊? 所以楚天走得极其干脆。 法自然双眸通红地看着楚天,等得楚天缓慢地飞出了上千里远,他踩咬咬牙,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座金灿灿的金色牌坊。 一声巨响,牌坊内喷出无量金光。 一支千人规模的天兵天将,呼啸着从持续高的金色牌坊内冲了出来。 无奈天庭正神,当掌控一支天军,镇压下界邪魔。 法自然语气森冷地,带着一丝歇斯底里的疯狂,咬牙切齿的低声哼哼着。 第567章末法时代的天军 百多名天将,千多名天兵。 通体神光笼罩,与翼边缘分别闪烁着代表不同属性的奇淡淡光滑。 一支天军面无表情地出现在法自然身边。 随着法自然的呼喝声,这些天兵天将缓缓抬起头来,目光森严地看向了楚天。 楚天心头一抽,莫名地感觉到了一阵不安。 他摇摇头,向法自然比换了一个挑衅的首饰后转身就走。 还是刚才的那念头,与其和法自然在这里拼命,还不如抽身离开,先把这一方世界宾于末法时,天地滋生的各种天地奇葩先拿到手。 一诸天道妙术就妙用无穷,更何况其他的诸般至宝。 看看天地间那一缕缕冲起来老高老高的细细幽光,那可都是宝贝呀。 楚天心头一阵炽热,忙不迭地遇见准备离开,这一方世界已经完蛋了,楚天可没有为了这一方世界讨公道的想法。 世界本源被抽走,世界本我一时被斩杀,最后的好处也都落到了他的手中,他还能说什么。 青椒剑发出一声高亢的鸣叫,化为一道三丈长的剑光环绕住了楚天身体。 楚天和鼠爷同时惊呼了一声。 三丈长的清光 在这个世界彻底沦为末法时代之前,青椒剑轻轻松松就能化为万丈长虹,带着楚天掠天而行。 前后就是一刻钟的功夫,这一方天地彻底沦陷之后,青椒剑倾尽全力,居然只能化为三丈长的剑光。 不仅如此,楚天更是无奈地发现,他遇见飞行的速度简直就和寻常奔马在地面奔跑的速度差不多。 或许能达到千里马奔跑的速度,可是这和平日里瞬息万里的高速完全没得比。 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条能够在深海中急速穿梭的剑鱼,突然发现身边的海水消失了,剑鱼身边没有了海水,只剩下了无边无际的戈壁荒漠。 一条剑鱼,就算你再强壮,游动的速度再快,当失去了以为一丈的海水后,哪里还游得起来。 楚天慢吞吞地在高空穿梭了一会儿,他无奈地停下了剑光。 与其这样傻乎乎地在空中慢吞吞地飞行,他还不如在地面上用肉身的力量狂奔来得快。 骑马以他的肉体力量,他奔跑的速度比起一头千里马可是快了许多。 沉闷的羽翼拍打声传来,上千天兵天将身形闪烁,带起一道道残影快若闪电般到了楚天身边,将他团团包围了起来。 法自然得意,猖狂的笑声远远传来,蝼蚁啊,看你的模样,你没有经历过末法时代。 有利无处使得感觉怎样? 脚踏一道清风,法自然用比奔马还要略慢一些的速度,慢吞吞地向楚天飞了过来。 他笑容可居地远远朝着楚天直摇头,飞不动。 哈哈,好似被困在了沙漠中的,一条鱼。 这种感觉,是不是很难受? 是不是很憋屈? 你可以试试,试试你的各种神通法术。 楚天右手一挥,他捏了一个雷诀,一缕法力顺势喷出。 按照他在天露世界的经验,此时当有一团水缸大小的雷火喷勃而出,威力起码能将一个山头炸成粉碎。 但是雷火在他掌心刚刚凝聚成形就急速消散,就好像一个千疮百孔的皮球,里面的气体在急速地流走,气球也就快速地干扁了下来。 最终只有几缕细细的电火花从楚天的五指上喷出,电火花喷出了三尺多元,放在世俗界,倒是可以打晕几个身强力壮的大汉,能够让一群渔夫渔妇精以为神人的原地跪拜。 仅此而已。 能够轻松轰碎一座大山的雷法,居然就剩下了这么点威力。 这就是末法时代呀。 属爷蹲在楚天的肩膀上喃喃自语,不管你有多强的实力,多高的修为,一方世界沦陷了,高高在上的神通大能们,也都变得和凡人无异。 属爷摇了摇头,下。 喂? 这种场面,属爷似乎见过很多次。 嘖嘖。 想想看。 在哪里? 什么时候? 那时候,属爷又在做什么? 沉默了一阵子,属爷用力的甩动起脑袋,很烦恼的叹了一口气,罢了,罢了,沉骨子烂芝麻的事情,想起来干什么呢? 又不是什么白又圆的赏心悦目的事情,想起来做什么呢? 法自然慢吞吞的向这边飞来,他看着楚天放声笑道,法术没用了。 试试各种神通。 哈哈。 楚天深深的看了法自然一眼,他猛的瞪大了眼睛,两点金色火焰在他瞳孔内一闪而逝。 这是太阳神谋,使参悟太阳大道达到某种境界,太阳之力对身体进行改造后,自然而然可以得到的,类似于血脉天赋神通的神通秘法。 太阳神谋一如一轮大日高悬虚空,一眼之间能够变览天下,能够洞察九幽,在太阳神谋下,任何前行秘迹的神通秘术都会被破得干干净净,对各种阴邪鬼魅更有绝强的克制作用。 楚天发动神通,但是他的视野只是变成了一片淡淡的金色,除此之外。 他的肉眼能看出多远,就是多远,各种神通妙用荡然无存。 不仅如此,楚天只是刚刚运挤了太阳神谋,一个呼吸后,他就感到了一阵疲累。 发动神通的消耗,比平日里多了千倍,万倍,力量在莫名的急速损耗。 神通没用了,不仅如此,消耗还特别巨大。 发自然已经慢悠悠的飞到了楚天面前,他只高气扬的看着楚天,很快畏的笑着,从高高在上的修饰,变成了世俗凡夫的感觉怎样? 这就是天地末法,这就是末法时代。 何谓末法? 那就是,一切法术神通都没用了喝。 发自然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他指着四周的天兵天将放声笑道,可是无灰下的天兵天将不同。 他们有无穷念力加持,他们体内自成一方天地。 就算是末法时代,他们依旧能发挥出三成战力。 发自然看着楚天大吼道,三成战力。 蝼蚁 随着法自然的大吼声,一尊翅膀边缘缠绕着淡淡的青色封禁,手中长剑也被一缕缕青色流风缠绕的天将身形一闪,漫天狂风呼啸,他的身形消失在了狂风中,随后楚天莫名的全身同时挨了数十剑。 剑光闪烁,楚天的衣衫粉碎,他的皮肤上留下了一缕缕浅浅的剑痕。 看不清,看不清天将的动作。 快,快的让楚天也无法应对。 楚天很无奈的向四周的天兵天将看了一眼,通体暗金色神光浮动的九药甲就披挂在了身上。 此刻的他就好像被困在浅滩的蛟龙,没有了自由行动的能力,一群小小的虾米也可以对他动手动脚。 只不过,蛟龙有厚重的鳞甲护体,只要将这层鳞甲显露出来,虾米就是虾米。 虾米是不可能对蛟龙造成真正伤害的。 造型滑美精致,通体有无数星辰图像闪烁的九药甲喷涂着倒倒划光。 全方位的护住了楚天。 狂风呼啸,那尊天将围绕着楚天疯狂的旋转着,手中长剑带起一道道青色的寒芒撕裂虚空,不断命中楚天的身体。 这天将的实力也颇为不凡,以他的剑芒,居然能切开楚天的皮肉,这足以证明他的实力。 只是面对九药甲,哪怕是重伤的九药甲,这天将的实力就有点不够看了。 剑芒不断的击打在九药甲上,大片火星飞溅而出,刺耳的撞击声响彻云霄。 楚天的身体微微晃动着,每一道剑芒落下,他都受到沉重的冲击力。 九药甲化解了九成九以上的冲击力道,他自身所承受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儿。 只是,末法降临,某种古怪的法则开始在整个世界弥漫开来,楚天的法力固然是调动不了多少,他的肉体力量分明没有削减,可是他的肉身能发动的实力也在不断衰落。 这就好像一头太古巨兽,分明有着一头撞碎一座大山的实力。 但是在古怪的末法法则的控制下,这头巨兽的动作变得软塌塌的,速度变得极其缓慢,庞大的力量也消失了,巨兽的全力一击,居然只能震碎几根细小的树枝。 楚天越发的被动,那些天将也纷纷动了起来。 上百尊天将在法自然的呵斥声中纷纷动了。 他们拍打着巨大的羽翼,通体散发出夺目的神光,他们的身后有浓云浮现,无数透明的金色人影在浓云中虔诚的顶礼膜拜,不断为这些天将提供莫名的,足以抵挡莫法气息的恐怖力量。 上百天将犹如一座运转精密的仪器,上百天将围绕着楚天疯狂的旋转,疯狂的攻击。 无数刀枪剑戟各种兵器带着刺目的寒光落下,钉钉不断的落在楚天身上。 他们相互之间没有丝毫的冲撞摩擦,他们高大的身体甚至都没有任何的摩擦碰撞,手中兵器更是保持着恒定的速率,保持着恒定的距离,不断的轰击着楚天。 他们的攻击,俨然一座最精密的仪器,丝丝入扣,纹丝不乱。 楚天的身体剧烈的哆嗦着,上百天将,每一弹指间每个天将向他发出数千次攻击, 一弹指尖楚天承受的攻击就达到了可怕的数十万次,上百万次。 九耀甲不断喷出无数光滑,大片火星覆盖了楚天全身。 渐渐的,九耀甲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声,就算他的防御力再强悍,他毕竟是一尊受到重创的甲咒。 而且水滴石川,绳巨木段,这些天将的攻击一时间无法破开九耀甲,他们手中的兵器对九耀甲的伤害微乎其微,可是天将们的攻击太快,他们的攻击太频繁,太密集。 九耀甲承受了足足一刻钟的进攻后,他的本体上也开始出现一点点极其细微的痕迹。 九耀甲清晰的告诉楚天,他的本体强度也在不断衰落,这些天将对他造成的冲击正在不断加大。 九耀甲在衰落。 末法气息正在侵蚀九耀甲,正在让九耀甲变得越来越弱小。 按照九耀甲的估算,如果楚天不脱离这个陷入了末法时代的世界,按照现在九耀甲的状况,他只能坚持最多三个月,然后九耀甲就会神性全消,变成一套普普通通的繁兵。 毕竟,九耀甲是天族子伐后天炼制的至宝,他的绝对威能可以和至尊天气相提并论,可是他毕竟不是沾染了世界开辟气息的至尊天气。 末法时代对至尊天气无计可施,就算是末法时代,也最多让至尊天气能量耗尽,陷入永恒的沉睡,只需要补充足够的天地灵髓,至尊天气就可以急速的恢复力量。 而九耀甲这种后天制成的至宝,在根基上,在本源上距离至尊天气还略差了一些。 就是这么一线之差,让九耀甲就算在防御力上足以抵挡至尊天气的攻击,但是他比至尊天气还是差了一点点,他就是无法抵挡末法气息的侵蚀。 天江们的攻击已经在九耀甲上开始留下细微的痕迹,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痕迹在不断的增多。 楚天深吸了一口气,他看向了正在得意大笑的法自然,这些天兵天将,他们自成一个小世界。 法自然得意洋洋的看着楚天,他傲然道,不仅仅是自成一方天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无穷的念力加持。 每一尊天兵天将,他们都有无穷信众的念力加持,因为这种念力,他们才能自如的在末法世界行动。 法自然看着楚天冷笑道,他们的战力,可以保持三成。 而你呢? 蝼蚁,是不是发现你的力气越来越小? 不仅仅法术神通施展不出来了,就连肉身力量也都在,不,不是衰减,而是你的肉体力量分明保持了原样,但是能发挥出来的威力,却在不断的衰减。 摊开双手,法自然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这就是末法,蝼蚁。 你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吧? 就算你有通天的手段,有逆天的神通,此时此刻的你,又能做什么呢? 无数寒光不断的落在楚天身上。 那些天兵身后也有浓云开始浮现,无数金色人影在浓云中顶礼膜拜,大声唱着赞颂这些天兵的赞歌。 这些天兵身上有一道道神光流出,不断的注入围攻楚天的天将身上。 这些天将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它们的速度,出手的力度骤然提升了数倍。 此刻它们能发挥出来的,儼然已经是它们巅峰状态的全部攻击力。 楚天的身体就好像暴风中的树叶一样剧烈的颤抖着,它的身体开始在空中往来弹射,被这些天将的强大攻击打得漫天乱飞。 法自然的笑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猖狂。 它张开双手拥抱整个天地,似乎整个世界都落入了它一手的掌控中。 突然,法自然停下笑声,向一对天兵发号施令,去,将这一方世界,所有的宗门,彻底涂了。 不识好歹的东西,党敢违逆我天地正法门,要它们还有什么用呢? 既然是末法,那就来得更彻底一些,就连这些宗门,也都末法了吧。 第568章 天工的真实用途 楚天双手抱头,犹如一颗球,背上百天将打得满天乱飞。 方圆万丈内,无数寒光疯狂地落在它的身上,九要甲见起无数条火星,它的身体好似一颗加速了百倍,千倍,万倍的子弹,呼啸着穿透虚空,在空中拉起了一条极细的黑线。 黑线在直径万丈的圆球形空间内疯狂地折射,跳动,楚天在急速地翻滚,飞略,九要甲不断地向楚天发出急速地警告信息,隐隐可见原本光可见人的甲咒上,已经出现了一条条密集的痕迹,九要甲硬生生背上百天僵批的和毛玻璃一样难看。 鼠爷早就窜出了老远,很无奈地漂浮在天空,看着楚天好似一颗球一样在满天乱飞。 鼠爷想要做点什么,但是他现在的状态,他也没办法做点什么。 反正楚天还在精力充沛的大吼大叫,九要甲彻底崩溃之前,楚天的安全无忧。 所以,鼠爷就只能目光很深沉地看着楚天继续被打得满天乱飞。 他习惯性的一爪子往自己的身后撸了一下,想要抓起自己的尾巴塞进嘴巴里叼着,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思索问题。 但是他很无奈地发现,他的尾巴还没长出来。 所以他只能很无奈地四氧八叉地漂浮在空中,看着上百天将身形闪烁的继续狂攻猛打,打得楚天漫天乱飞,沉重的撞击声就好像无数天雷同时乍响,震得这个末法时代的世界天地乱晃。 末法时代的降临很突兀,很突然。 导致的后果却是很明显,很高效。 楚天被疯狂攻击发出的巨响声犹如雷鸣震天,下方的大地居然被震出了一条条巨大的裂痕。 末法降临了,这一方世界的所有一切都变得很虚弱,很脆弱。 尤其是大地,就连稍微大一点的响动都能将其震得碎裂开。 岩层在交错,在撞击,在挤压,在震荡,方圆数万里一场大地震毫无征兆的突然爆发,一座座山岭崩塌,一座座新的山脉蠕动着从地下钻了出来。 岩浆在新生的山岭上沸腾,无数鸟兽尖叫着四处奔逃。 那些走兽很倒霉的被泛滥的岩浆烧成了灰烬。 飞禽们高高的飞上了天空,他们还没来得及庆幸逃出生天,楚天被猛攻发出的巨响就震得他们脑浆崩裂,无数飞禽从高空坠落地面,和那些走兽一样在岩浆中化为一缕缕青烟。 数百名天兵脱离了围攻楚天的阵列,他们面无表情的向四面八方飞驰而去。 他们巨大的羽翼飞快的扑击着,不断发出哼哼的闷响声。 他们化为道道神光撕裂虚空,向着这一方世界的各处动天伏地飞去。 或者说,是向着这一处世界的各处动天伏地的一迹飞去。 他们要去剿灭这一方世界的所有宗门,之前天帝正法门的掌门法新指示下令,让坐镇天帝正法门的天兵天将涂露了那些最强大的几个顶级宗门。 而法自然的命令是,涂光天下所有的修炼宗门,无论强弱,无论规模大小,总之,一律彻底清剿。 斩草除根,鸡犬不留。 法自然看着被打得满天乱飞的楚天轻笑道,你可知晓,这些宗门也有先被飞升天庭,呵呵,这些年来,本门和他们的仇怨可是不少。 双手揣在袖子里,法自然很快为的抬头看着天空,微笑着说道,这一次,我图光他们下界的门人后背,灭绝他们的道统苗翼,下,他们知晓后,不知道会多伤心呢? 他们,或许会连起手来,和我天帝正法门在天庭一分生死。 楚天咬着牙,一边承受那些天疆的疯狂攻击,一边吏声喝道,法自然,你就真不怕你说的情况发生。 法自然摊开双手,很轻松的笑道,若是之前,吴当然害怕这种事情。 但是,只要取了造化神卵,吴还怕什么? 只要将造化神卵献上,吴自然能得到那位大人的看重。 法自然傲然道,未来吴的身份地位,将远超他们,有天庭森严天规约束着,只有吴找他们麻烦的事情,迟早用天规将他们一一斩尽杀绝,哪里还轮得到他们来找吴? 法自然傲然述说着他的底牌,楚天也是无言以对。 这一方世界的各大宗门,他们非生的先辈都是傻子们。 你们天帝正法门在下界的布置,他们就一点都不知晓。 楚天无奈地长叹了一声,就是这短短一句话的功夫,他起码被狂攻了十万次,身体急速地在空中变换了数千个方位。 如此密集的攻击,如此疯狂的震荡,楚天也觉得脑袋有点晕乎乎的了。 这,自然是吴的手段。 法自然很开心地笑道,吴敢下决心,取这一方世界的天地本源,运化造化神卵,吴自然就不怕让他们知晓,下,其实,他们也真的不知晓下界发生了什么。 法自然悠然道,这里面的操作手法,很是玄妙高深,而等蝼蚁,就不需要知晓了。 楚天没吭声,听法自然这般说,内幕自然是各种阴谋诡计,各种见不得人的盈盈狗狗。 不过,他也不关心这些,他关心的是,如何摆脱这狼狈的局面。 被人像一颗球一样打得满天乱飞,这种感觉真的不好。 五脏六腑剧烈的翻滚着,楚天差点就吐出来了,更不要说脑子里一阵阵的天旋地转,他真的好难受啊。 体内自成一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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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天在不断的琢磨着法自然刚刚说的话。 除了一方世界,更有无穷信徒加持的念力,这才让这些天兵天将在这末法世界中,也能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丝毫不为外界的末法环境而约束。 信仰之力 信仰念力 楚天想到了他在太阴星河中参悟太阴大道的那一幕。 如此说来,大梦神典凝聚的白琉璃灯斩,里面的每一丝法力,每一滴灯油,都是纯净无比的信仰之力,当然,这种信仰是被动的,那些楚天的信徒,他们还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楚天的信徒。 不过,殊途同归,这两种力量,是一码事。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体内自成一方世界,是怎么个情况? 一方世界的构成是什么? 空间 还有,法则力量 白琉璃灯斩中,一缕缕极细的法力急速的燃烧起来,轻悠悠的灯火骤然明亮,楚天的念头骤然活跃了百倍,千倍,在灯油的不断消耗下,他隐隐又进入了那种在太阴星河中,无比神奇,无比强大,近乎全能的顿悟状态。 一个小世界,世界,自然是需要有空间的。 楚天的神窍天境,在他凝聚天魂后,这一方神窍天境已经扩张到了数万里方圆。 数万里方圆的虚空,自然堪称一方小世界,楚天斩杀那些天兵天将后,发现他们体内那一颗光团中蕴藏的世界,拼死也就是百里大小,那些天将体内的小世界,也就是两三百里的水准。 和楚天的这数万里方圆的神窍天境相比,楚天的神窍天境,更像是一方世界。 而法则力量 这些天兵天将都是纯粹的单属性。 这些天将也好,天兵也好,他们的实力不论强弱,都是纯粹的单属性。 比如说金色的光焰,比如说青色的钢峰,比如说黄色的厚土,比如说红色的烈焰。 他们都是纯粹的单属性法则之力,最多附加了一些法则之力衍生出来的法则奥义。 比如说第一个出手攻击楚天的天将,他就拥有因为风之力量而衍生出来的恐怖速度。 而楚天交手的第一尊天兵,那个绝色少女拥有的,也就是纯粹的光属性,其中衍生出了高温高热而散发出的金色火焰,更因为金色火焰和外界天地零碎摩擦撞击,才在外显示出了可怕的金色雷霆。 所以,那天兵拥有的,依旧是纯粹的单属性法则。 不仅如此,楚天还感觉到,这些天兵天将,其实他们对法则的领悟或者说掌控并不是很强。 他们更像是天生的就拥有了这种法则力量,犹如天赋神通一样的拥有了这种力量。 他们对本身拥有的法则力量的掌控水平,大概就和以前楚天碰到过的那些金家的顽固少主差不多。 而楚天拥有的,可不仅仅是单纯的单属性法则,太阴,太阳大道,楚天都领悟颇深,他凝聚了七十二道天道宝伦,太阴太阳各三十六道,由此可见他在这两门大道上的造诣。 能够凝聚天道宝伦,就证明楚天在这一门天道法则上的领悟已经到了极致。 不仅仅是太阴,太阳大道,楚天的白琉璃灯盏上,数以千计的法则天印密密麻麻,每一枚法则天印,都代表了楚天对一门天地法则的掌握。 风,火,水,冰,雷,电,零零种种,包括各种天地大道衍生出来的小法则,小傲义,在白色琉璃灯盏上总数已经超过了千种。 而每一种法则天印能够凝聚成形,都证明楚天对这一门法则的领悟和掌控,都达到了一定的火候,就算楚天最弱小,最暗淡的一枚法则天印,对相应法则的掌握力度,似乎都比这些天兵强了一点点。 我拥有一个类比于小世界的神窍天境,我也拥有类似的信仰念力,我更拥有对应的法则力量,楚天巴搭了一下嘴,他怎么感觉,他的这模板,就和这些天兵天将没什么两样呢? 脑海中无数念头一闪而过,犹如一道雷霆突然劈开了混沌,楚天由此联想到了天族修炼的天宫。 和洛尔逆玩在一块儿,以洛尔在那一段时间内掌握的庞大权限,楚天自然也从天族弄到了无数的好处,其中最大的好处就是,包括天族子伐的本命功法在内,楚天变缆了天族的所有天宫典籍。 无论品级高下,整个天路世界天族各家门阀的天宫典籍,都被楚天看了一个遍。 天宫 再眉心开辟神窍天境 凝聚对应血脉的天地法则,凝聚法则天影,最终凝聚法则宝伦。 更重要的是,在那些天族门阀的天宫典籍的最后面,都有最重要的一门,借助自家的奴隶、私兵,汲取他们的信仰之力,寄托于天道宝伦上的秘书。 楚天激动的浑身都在哆嗦。 天族的天宫,分明就和这些天兵天疆一样,走了殊途同归的路子。 换言之,这些天兵天疆可以在末法时代爆发出三成以上的战斗力,而天族的那些修炼有成的族人,他们哪怕陷入了末法世界,他们同样可以依托自己体内的神窍天境,依托自己的法则天影和法则宝伦,以及寄托在他们身上的那些奴隶,私兵的信仰之力,发挥出一定的战斗力。 难怪天族要续养这么多的奴隶。 这些奴隶做炮灰送上战场都是不合格的,他们唯一的用处,就是信仰摩拜那些高高在上的天族族人,在他们死后,他们的灵魂将会被这些天族族人收割。 所以,天族引发的那些大战,除了附加的各种黑幕、阴谋,更有着消耗那些奴隶私兵,收取他们的灵魂,收取他们的信仰之力的用意。 都是一群老混蛋。 楚天暗自骂了一句。 天宫的真相,想来就是这样了。 天族厮杀征战天外战场,楚天就不信他们没遇到过陷入末法时代的世界,有了天宫,那些天族的战士就算在末法时代,都能保持一定的战斗力。 对于末法时代的土著而言,以天族战士的强悍,他们哪怕只能发挥出不多的实力,都犹如神灵一样不可战胜。 只不过,这个秘密或许只在那些进入过天外战场的精英战士中流传。 那些留在天路世界的纹固少主们,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家修炼的天宫,还有这样的功能。 只不过,挺好。 楚天笑了起来,真的是太好了。 这样说起来,他其实也满足了一切的条件。 又是一连串的疯狂攻击落下,楚天被打得滴溜溜乱炫。 九要甲上火星四箭,楚天甚至听到了极其细微的碎裂声,九要甲承受不住这疯狂的攻击,好几处原本就破损的地方,更是裂开了肉眼清晰可见的裂痕。 法自然疯狂的笑着,得意洋洋的勒令这些天兵天将赶紧将楚天击杀,然后夺回造化神卵。 楚天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他的身上突然有一片清澈的光芒荡漾起来。 一抹灰茫茫的寒气席卷四方,一条条灰白色的太阴气流从他体内喷出,一鸣天将一不小心被太阴之气当面扑上,天将的身体骤然就变成了一尊冰雕。 第569章 天军 富矿 神窍天境中,白琉璃灯展内,刚刚积蓄了薄薄一层的金红二色法力骤然燃烧了大半。 下一瞬间,楚天身上一股灰白色太阴之气犹如狼烟枝冲起来数万丈高。 他握紧双拳,手掌挤压空气,一声嘹亮的炸鸣声犹如雷霆轰鸣,阵的四周虚空一阵摇晃。 上百天将也身体一晃,往来飞迟的他们被楚天随手握拳发出的响动阵的头昏目眩,一个个昏乎乎的停下了疯狂的攻击,好几个实力较弱的天将更是翅膀僵硬,失去了浮空力的他们一头从空中坠落,狼狈的摔进了下方沸腾的岩浆中。 法自然再嘶声惊呼不可能。 楚天大笑着一拳将那冰冻的天将烘成了粉碎,只有一团人头大小的光团冉冉浮现,楚天一把抓住了这颗光团,不等它膨胀爆开,天地熔炉就将其一口吞了下去。 神窍天镜中,天魂闪烁着夺目的光芒,楚天紧急沟通天地熔炉,黑色的火焰环绕着这颗光团,一股绝大的吸引力传来,无数通体闪耀着淡淡金光的透明人影被强行从光团中抽了出来。 一尊天将体内,赫然有千万灵魂。 楚天对这个数字颇为惊骇,同时也极其无奈地看着这些灵魂。 上千万灵魂通体闪耀着淡淡的光辉,他们似乎已经感应到自己膜拜信仰的对象已经被击杀,他们在疯狂地嘶声咒骂楚天,用最恶毒的言语诅咒楚天屠戮神灵的逆天罪行。 烫手的山芋 楚天无奈地仰天长叹,对这些灵魂,他真是无计可施。 他并非穷凶极恶的暴徒,这些人被天兵天将们用莫名的手段,或许是自愿的,或许是强迫的转化成了最虔诚的狂信徒,居住在这些天兵天将体内的小世界中,为他们不断地提供虔诚的信仰念力。 这些灵魂是无辜的。 楚天势必不能将他们和那些天兵天将一样图露一空。 但是,要如何处置他们呢? 超度 楚天脑子里闪过一个极其不靠谱的念头,我倒是会背几篇金刚经,棱家经之类的经文,但是,超度,在这个天地法则都不一般的世界,有用吗? 这一方世界,有六道轮回吗? 有十八层地狱吗? 有西天极乐世界吗? 这,这,这让我很惆怅喝。 就在这时候,白琉璃灯盏再次放出清幽幽的光芒,一抹清光从神窍天镜照耀下来,直接穿透了天地熔炉,照在了这千万灵魂的身上。 千万灵魂身上的金光骤然暗淡,随后急速熄灭。 一缕缕金光被白琉璃灯盏不断抽走,每一缕金光都在灯盏中化为大量的精纯法力。 这些面容争鸣,愤怒的灵魂面容逐渐变得平淡,平和,再也没有那种狂热的,疯狂的怒气充盈满面。 渐渐的,他们的身体变得飘忽而朦胧,楚天身外的天地有一股微弱的犀利传来,吸在了这些灵魂的身上。 楚天念头一动,他放开天地熔炉,上千万透明的,面容平和宁静的灵魂快速地飞出了他的身体,四周天地一阵奇异的空间扭曲后,这些灵魂消失了。 楚天明悟,这些被他洗去了身上狂热信仰的灵魂,已经进入了这一方天地的本我轮回中。 四周的天兵天江们同时发出了近乎疯狂的吼声,上百倍镇的昏昏沉沉的天江,数百倍镇的头昏目眩的天兵同时挺起兵器,快若闪电地向楚天杀了过来。 楚天大笑着,身边一道道灰白色的太阴之气蜿蜒扭动,犹如一条条巨蟒在方圆万丈内急速穿梭。 太阴之气所过之处,空气都被冻结,凝成了大片大片灰白色的冰雪不断的飘落。 一个又一个天江,一个又一个天兵被太阴之气擦碰身体,太阴之气酷寒异常,他们浑身被冰块冻结,身不由己的向下方坠落。 楚天身边一朵朵黑色火焰凝成的莲花恰到好处的出现,莲花正中一个小小的漩涡旋转,坠落的天兵天江不断被莲花中的漩涡吞没,直接吸入了天地熔炉。 天地熔炉内黑色的火焰熊熊燃烧,反本溯源,化后天为先天,从中提炼出天地最原始的那一点精脆。 一尊尊天兵天江根本来不及自爆,就连同他们体内的小世界一起被黑色火焰炼化。 白琉璃灯盏微微震荡着,青色的灯光照耀在那些从小世界中释放的金色灵魂上,一缕缕或浓或淡的金色被灯盏吞没,化为金红二色的精纯法力不断囤积在灯盏中。 白琉璃灯盏内的法力越来越厚,越来越精纯,灯火也越来越明亮。 一条条半透明的,面容平和宁静的灵魂从楚天体内飞出,他们笑着向楚天轻轻点头,然后不断的被这一方天地的轮回体系吞没,去了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法自然目瞪口呆的看着楚天身边浮现的异象,他歇斯底里的尖叫着,一端。 邪魔。 你,你,你这蝼蚁,你怎么会有如此的手段? 你,你,你怎么可能在末法世界,还能拥有如此的神通法力? 末法世界呀。 楚天一边轻松地收割这些天兵天疆,一边笑看着法自然点头道,还要多谢你才对。 呵呵,天庭正神法自然,如果不是你提点我,我怎么会知道,这些天兵天疆的秘密呢? 法自然几乎是手把手地教会了楚天如何在末法世界作战,如何才能在末法世界拥有一定的战斗力。 说起来,法自然也算是他的老师吧。 当然,楚天不会为了这种事情而惦记法自然的好处,争个要论好处,楚天宁可把功劳归在落儿头上。 楚天体内有青色的幽光渗出,青色的幽光环绕着九药甲,隔绝了末法气息对九药甲的侵蚀。 九药甲欢快地震荡着,通体散发出夺目的暗金色光芒。 天地熔炉中,一团团精纯的神料不断飞出,在楚天的念头下,这些神料不断飞进九药甲。 眼看着九药甲内部的无数细小裂痕一条接一条的消失,九药甲的气息逐渐变得强大起来。 刚刚被天将们一同狂攻造成的斑驳痕迹,在短短一刻钟后就消失了。 在这一刻钟的时间内,法自然倾尽全力的,歇斯底里的向远处逃窜。 但是他逃跑的速度是那样的缓慢,比起一匹普通的奔马也快不到哪里去,一刻钟的功夫,他居然只逃出了二十几里的。 楚天冷眼看着逃窜的法自然,低声的自言自语,跑,继续跑,我让你跑出三条街,看你能不能逃出我的五指山。 哈,五指山。 楚天放声大笑,白琉璃灯斩上一枚土黄色,造型厚重异常的天印骤然亮起。 一股莫名的波动从楚天体内涌出,他右手张开,向着下方大地一抓,伴随着隆隆巨响,方圆百里的一块沸腾的岩浆被他一把抓了起来。 赤红色的岩浆在空中急速的如洞冷却,不多时就变成了一座表面光滑,细节堪称完美的手掌形山峰。 五指山,而且楚天还很而已的,在每根手指上都浮雕出了阿玛尼巴密欧六字真言,在手掌心上,更是有一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猴头浮现。 法自然,看哪! 伴随着一声大笑,楚天随手一挥,五指山带起一道恶风呼啸着飞了出去,当头朝着法自然碾压了下来。 楚天唯恐一下子砸死了法自然,他特意放慢了大山下落的速度。 法自然原本很有可能在大山降落的过程中逃走,但是大山长心中的那颗方圆里许的猴头突然张开大嘴,一股厚重的黄色光波喷出,一股粘性绝强的大地原词之力死死吸附住了法自然。 法自然声嘶力竭的尖叫着,犹如被一群彪形大汉围住的少女一样四肢乱灰乱灯,泪流满面的看着当头砸下来的五指山。 他不甘心就这样被楚天用莫名的法术镇压,他猛的一挥手,之前收纳了那上千天兵天将的金色牌坊呼啸着飞出,喷吐着金光侠气向五指山迎了上来。 五指山缓缓落下,金色牌坊上的金色侠气在急速的消散,崩解,末法之气的侵蚀,让这座威能不凡的金色牌坊也丧失了最基本的威能。 五指山缓缓碾压在了金色牌坊上,只听一声巨响,楚天眸子里一抹土黄色神光闪过,方圆数万里的大地剧烈的震荡着,在楚天的法力操控下,数万里方圆的大地气脉被同时调动起来,疯狂注入了五指山中。 金色牌坊裂开了,崩解了,炸成了无数金灿灿的碎片喷出了数百里地。 法自然不断的丢出一件又一件随身的宝贝,刀,剑,骑,虎,更有一些造型奇异的奇门法宝不断的砸向头顶碾压下来的五指山,五指山坚定而沉重的不断落下,将它丢出来的各种宝贝逐次碾得粉碎。 不,不,不。 法自然惊恐异常的吼叫着,拉我回去。 拉我回去。 高空中,那个还在喷吐着淡淡霞光的金色缺口内,两颗硕大的眼眸闪了闪,随后一道金光从缺口中喷出,整个笼罩住了法自然。 一股绝大的吸力从天而降,金光护住了法自然,拉拽着它的身体向天空飞去。 五指山同样喷出大地原刺之力吸附住了法自然,但是这股从天而降的力量在能量层级上远远超过了五指山的原刺之力。 楚天更感觉到,这道金光的源头,分明是一个极其强横,极其可怕的存在。 那,或许就是天庭的力量。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轻柔的落在了五指山上。 楚天法力凝聚的五指山轰然崩解,法力反噬,楚天心口一痛,一口热血倒了嗓子眼,又被他生生吞了下去。 法自然的身体急速的向空中飞起,整个天地也在急昼的排斥他,所以他飞起的速度快的惊人,他一边飞向天空的那个金色缺口,一边回头朝着楚天吏声嘶吼,我等着你。 我等着你。 以你的力量,你不可能长长时间留在下界。 等你飞升的时候,你会付出代价。 法自然声嘶力竭的吼道,我是天庭正神法自然。 天地正法门的开山祖师法自然。 我会让你知道,刚刚飞升的下界蝼蚁,在天庭会碰到什么。 随着法自然的疯狂叫嚣声,他没入了那个金色的缺口。 两只金灿灿的,撕扯着金色缺口的边缘,极力维持着缺口大小的金色手掌骤然消失,金色的缺口在一阵雷鸣声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楚天看着金色缺口消失的方向,低沉的咕咙道, 怕你吗? 等我将这一方世界的好处都拿走,你不说,我也要上去走一趟。 带着一丝狂喜之意,楚天眯起眼睛,静静的感受着天地熔炉中喜人的状况。 上百天将,数百天兵全都被黑色的火焰包裹着, 一条条透明的灵魂不断的被楚天超度后送入这一方天地的本我轮回体系中,这且不用说它。 而这些天将,天兵的身体,还有他们体内的以光球形态存在的小世界,悍然就是极其精纯的本源力量。 一尊天兵体内提炼出的神料,居然是一尊千眼邪魔的十倍以上。 一团团纯净,纯粹的神料犹如水波一样从天地熔炉中飞出,天地熔炉,无量神珠,太阳造化中,太阴万化轮,乃至九要甲分润了不断提炼出来的神料,他们的伤势在快速的愈合,不断的愈合。 楚天暗自估算了一下,如果能有百亿天兵,天将,或许他就能拥有一件完全形态,拥有巅峰实力的至尊天气。 这哪里是什么天兵天将,他们完全就是单纯属性的,精纯神料的富矿脉。 楚天看着天地熔炉中的景象喃喃自语道,你不说,我也要上去走一趟。 百亿天兵天将? 希望你所谓的天庭,能有这么多的天兵天将吧? 不过,要低调,一定要低调。 这些天兵天将,连自我神志都没有多少,完全和一群傻子一样,他们很可能只是最低级的炮灰。 这样的话,那些高阶天将,或许他们很难对付。 总之,小心为上。 脑子里闪烁着无数的念头,楚天暗自制定了行动计划。 天庭,他是一定要去的。 不仅仅是为了天兵天将,不仅仅是为了收集神料,更多的,他想要弄明白,自己身处何方? 这里距离天路世界,能有多远? 或许,他能打听到子伐的消息。 一抹淡淡的愁绪涌上心头,但是楚天很快就把这种负面情绪丢去了九霄云外。 他很温和的笑着,很开心的看着刚才把自然派出去剿灭天下宗门的天兵们飞快的冲了回来。 你们回来了呀。 那就太好了,和你们的同伴们作伴去吧。 第五百七十章决断 狂风呼啸,漫天黄沙飞旋,原本一片肥沃的平原,已经变成了戈壁沙漠。 巨变在一夜之中发生,平原上的数千城池村庄,同样一夜化为死地。 遍地干湿,无数牲畜家禽将必当场,沙尘暴呼啸着掠过大地,急速的淹没,吞噬万物。 楚天站在这一片绵延数万里的戈壁沙漠上空,看着下方被沙尘暴吞噬的城池村镇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造化神卵,到底是什么东西? 值得天地正法门,付出如此代价。 末法时代,末法时代,不仅仅对修炼界是灭顶之灾,对普通百姓而言,天地巨变更是他们无法承受的惨重。 伸出右手,向下方戈壁沙漠一抓,就听一声恐怖的风啸声从地下深处传来。 大地裂开了一个巨大的窟窿,一颗直径百丈的黄色宝珠被无数的狂风,沙尘包裹着,剧烈的摇晃着从地下冉染飞起。 宝珠越是飞高,体积就急速的缩小。 短短几个呼吸后,宝珠落入楚天手中,已经变得只有龙眼大小,原本浑浊的黄色,更是变得流光溢彩,清澈喜人。 淡淡的黄光笼罩着宝珠,散发出一股厚重如山,窥然不动的强大韵味。 定风珠 楚天一缕魂念和这颗宝珠碰了碰,很沉重的叹了一口气。 末法时代,原本的洞天伏地急速溃结,天地回光返照,孕育出各色天地奇葩。 这颗定风珠,就是这方圆数万里的沙漠周边,起码上一里地脉瞬间溃结后,最后一缕天地精华凝聚出的奇珍异宝。 从本质上说,这颗定风珠不如至尊天气。 但是从威能和妙用上来说,这颗定风珠的某些威能,并不弱于至尊天气。 定风珠被楚天取走,下方的荒漠戈壁骤然疯狂,无数条湍急的狂风嘶吼着,将地上一层一层厚厚的沙土吹上了天空。 动辄百里方圆,厚达千丈的黄沙冲天飞起,随后又重重地拍在了地上。 一座座城池被拍得粉身碎骨,无数污射被打得烟消云散。 这一片曾经的人间热土,就在飓风和沙石的肆虐中,再也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痕迹。 楚天长笑一声,双袖一抖,一股庞大的压力轰然落下,将这一片戈壁沙漠的所有沙石碾成了一块巨大的岩块,将所有的流风彻底摧毁,然后冲天飞起,化为一点青涩寒光,迅速穿入了高空云层中。 三千万里外,一条枯竭的大河中黑气生腾。 楚天顺着河道,找到了这条蜿蜒上一里的大河的源头,他开辟山峰,一拳将大山轰得粉碎,从中抓出了一条形如黑龙,长有三尺的骑行拳杖。 黑龙拳杖在楚天的手中剧烈的震荡着,寒气生腾,水波震荡,一片片水光冲出数十里远。 楚天咬破舌尖,一点惊血喷在了黑龙拳杖上,一缕魂念强行轰了进去,将这条黑龙拳杖尚未成形的本我灵制彻底驯服。 黑龙拳杖被取走,这条大河河道两岸,一路上一里的流域中,大地微微的震荡着,眼看着枯竭的河道两岸,原本郁郁葱葱的森林,草原,逐渐带上了一层生命力不足的枯黄色。 楚天化为一点青涩寒光冲天而起,几个闪烁后,就已经消失在云层之上。 一片茫茫雪山中,山顶的积雪在融化,大量晶莹剔透的冰雪融成的泉水呼呼有声的顺着山峰流淌下来,山谷中出现了一条条大大小小的河道,无数被突如其来的天灾卷入的野兽狼狈的在河道中扑腾着,寻找着安全的可以登陆靠岸的地点。 楚天净直来到了这一片雪原的核心部位,这里有数十座临巡的山峰傲然矗立,组成了一座形如莲花的山峰,镇压在了这一片雪原的中心位置。 楚天右手挥动,这一片已经变得脆弱无比,山石都几乎崩解的莲花大山哗啦啦的崩解成了无数的砂石碎片。 正中的一座山峰下方,一个直径仗许的地洞喷出一缕缕凝成石质的寒气。 伴随着低沉的裂空声,楚天伸手向地洞下方一抓,一股巨大的沉重的,阴寒刺骨的吸力从下方传来,楚天倾尽全力大声一吼,大地剧烈的震荡着,不多时,一面高有四尺九寸,通体散发出银蓝色寒光的奇帆缓慢的从地洞中飞了出来。 齐帆表面上,整整四十九头造型奇异,背后生出了巨大肉翅的寒痴犹如活物,在齐面上相互追逐嬉戏。 偶尔这些寒痴张开大嘴一声嘶吼,齐帆附近就寒风呼啸,一片片宛如刀锋的雪片带着刺耳的笑声就劈出了老远。 楚天轻轻一晃这一面沉重异常,寒气声腾的齐帆,就听得一声巨响袭来,大片寒云从齐帆中喷勃而出,可怕的幽蓝色寒气横扫方圆万里的山林, 将树间座大大小小的山头彻底封冻成了一块巨大的悬兵。 好东西! 楚天由衷的赞叹了一声,他收起了齐帆,再次化为一点寒光飞走。 在他走后,悬兵突然崩解成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碎兵,那些动辄高有万丈的山头也随着寒冰急速崩解。 一处处原本的洞天伏地,如今都变成了鬼域绝地。 楚天快速的在这一方世界各处穿梭,将这些洞天伏地中孕育出来的天地奇葩禁数纳入囊中。 一个月后,在原本的九霄神雷宗的山门外,楚天和蜀爷顺利会面。 蜀爷将一个纳酌递给了楚天,他和楚天兵分两路,分别去收取各处洞天伏地中孕育出来的天地奇葩。 蜀爷长途奔袭的速度比楚天还要快,搜刮地皮的效率比楚天还要高。 天下之宝分成十份,楚天大概就收走了四成,而蜀爷独占六成。 发财了,发财了。 蜀爷跳到了楚天的肩膀上,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 人无横才不负,果真不假,果真不假。 蜀爷的尾巴已经重新生出了半寸多长,他用尾巴尖尖拍了拍楚天的面颊,满脸是笑的说道,这一方天地的精华,尽在我们手中了。 哈,包括那七颗造化神卵,真是,妙不可言。 楚天也笑着点了点头,然后,他看向了九霄神雷宗的山门。 无数修士成黄成孔地从山门中步行而出,毕恭毕敬地跪在了楚天的面前。 前辈,斯贝亚。 九霄神雷宗之下,无数的修士跪在了地上,向着站在空中的楚天顶礼膜拜。 末法降临,虽然只是短短一个月时间,这些修士的修为已经衰退到了几乎和凡人无异的地步。 九霄神雷宗地下的灵脉彻底枯竭,再无半点天地灵髓释放出来。 虚空中的天地灵髓更是涓滴不胜,所有的修士都感觉,他们好似一群自由自在活在深海中的鱼儿,突然被丢在了沙漠中,被烈日烧烤,他们身体内的每一滴水分,都在缓慢的,坚定的,没有半点而挽留余地的被压榨出来。 他们的法力,他们的修为,他们强大的肉体力量,甚至是他们几乎已经不死不灭的灵魂,都一点一滴的被压榨一空。 法力枯萎,修为退散,肉体逐渐变得孱弱,灵魂稀薄而弱小,原本可以离体随意遨游万里虚空的强大灵魂,短短一个月内已经虚弱的风吹就散。 这么多修士中,已经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地飞行。 包括他们的本命法器,都一件一件地脱离了他们的身体,脱离了他们灵魂的掌控。 这些法器也在短短一个月内变得光芒暗淡,所有灵性彻底崩散,好些中阶,低阶的法器,甚至就和繁铁一样出现了斑斑秀技。 他们就连玉器飞行都做不到了。 而楚天,若无其事地站在半空,通体散发出一股强大如神灵,让人无法直视的庞大威压。 无数修士,能修炼到他们这种境界的修士,没有一个是傻子。 他们心知肚明,天地末法降临,所有修士也面临灭顶之灾。 修为的衰败,就是寿命的衰减。 在场的无数修士当中,好些白发苍苍的长老,太上长老们,修为在身的时候,他们精神抖擞,龙马精神,而这短短一个月的功夫,他们已经变得丰烛残年,奄奄一息。 这些修士啊,他们可以不在乎别的一切,他们不可能不在乎自己的寿命。 前辈,慈悲亚。 数十个曾经呼风唤雨的强大修士跪在地上,用膝盖在地上行走着,向楚天一步一步地挪了过来。 楚天皱着眉看着这些修士,他沉默了一挥耳,右手一挥,将山珠从七巧天宫中放了出来。 山珠晃了晃脑袋,从犹如神仙宫雀的七巧天宫,突然回到了这一片狼藉的山岭山门内,他很是不习惯地东张西望了一阵子,正要开口,猛不丁地看到地上那些大呼小叫的修士,他急忙又闭上了嘴。 天地巨变,此乃结束。 楚天看着地上那些哭天喊的的修士们,摇了摇头,本座,并无回天之力,而等,好自为之吧。 右手一抓,楚天将药王们几个同样变得苍老异常,已经走不动路的长老从人群中抓了出来,迅速化为一道寒光冲上高空,一闪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辈,刘布,前辈,地面上,无数的修士丝声地哭喊着。 白云渺渺,楚天没有回头。 天地末法,他也真没办法。 或许,法自然和他背后的那些人,拥有让一个世界起死回生的神奇力量。 但是楚天不懂,也做不到。 七颗造化神卵静静地悬浮在天地熔炉中,不断地有一团团清澈如水的光团从天地熔炉中飞出。 阴阳五行,天地造化之力不断地融入楚天身体,阴极寒破的力量正快速地消融,楚天的身体正在快速恢复,而且隐隐有一丝奇异的造化,变化在不断地发生。 毕竟是一方世界的天地本源孕育出的神物,楚天能明显感受到七颗造化神卵对他的好处。 不要说,我不知道如何终结末法。 楚天一边在空中快速飞行,一边喃喃自语,拷问本心,蜀爷,就算我知道,但是这七颗造化神卵到了我手中,又能给我这样巨大的好处,我为何要终结天地末法? 蜀爷笑得无比灿烂,他瞧着二郎腿,嘴里咔嚓咀嚼着青蓝色的灵精,很自得地说道,是这个道理,反正不是我们造的孽,这方世界的命运如何,自然也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楚天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毕竟是从这一方世界得到了这么大的好处。 所以,我不见人情的。 我给这一方世界,保留一线修饰传承,算是留下一点火种吧。 顿了顿,楚天自言自语地说道,另外,若是能从这一方那个世界所谓的天庭中,找到恢复这个世界元气的方法。 嗯,如果我能有机会,能做到的话,似乎,也可以试试。 拍拍手,楚天笑着做了决断,就这么定下来了。 在这里留下一脉传承,保证这一方世界的修饰星火不断,然后,有机会,就让这一方世界起死回生。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留下一脉传承,楚天自然不会便宜那些和他并无太甚交情的修饰。 他回转了药王门,亲自出手炼制了一炉严寿丹,将其分发给了药王门一众垂垂老矣的掌门,掌老。 后面的几个月中,药王门周边数万里方圆内天摇地洞,一座座山岭被移为平地,一座座新的山岭又按照某些特殊的位置平地而起,组成了一个个奇异的阵法结构。 楚天小心谨慎地节省着自己的体力和法力消耗,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以原本的药王门山门为核心,布下了一座方圆数万里的巨灵大阵。 天地末法,并不代表这个世界就一点而天地灵髓都没有了。 若是天地灵髓彻底枯竭了,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会彻底死亡,一根草都无法生长出来。 在这一方天地的地下深处,一些极其细微的小灵脉还在苟延残喘。 楚天以巨灵大阵将这一方世界残留的大半小灵脉汇聚到了药王门地下,组成了一条灵髓,但是总体规模颇为可观的网状灵脉。 网状灵脉绵延数万里,淡淡的灵气滋养山林,让这一方山林变成了末法时代仅有的一处伏地洞天。 楚天又催动无量神珠,从中滋生了极其大量的青蓝色集体灵精,将其埋在了这些网状灵脉的一些关键灵眼中,相互滋生,相互滋养,形成了完美的友谊循环。 这一座山门,足以供养上万修饰正常的修炼起居,每隔若干年,也能供养出一定数量有能力飞升的修饰。 随后,楚天在这里,将太乙清灵门的道筒传了下去。 当年踏破长春谷,算是楚天欠了他们一份人情,在这一方天地中,楚天让太乙清灵宗道筒重现,就算是将这份人情偿还了。 第五百七十一章 封锁天地 无银虚空中,巨大的天河缓缓流动。 无边无际的天河内,一颗颗大大小小的光点若隐若现。 从天河的层面看去,这些光点之间相距似乎并不遥远,但是从凡人,甚至是比凡人强大百万倍,亿万倍的修饰层面看去,任何两个光点之间的距离,都遥远的让人绝望。 不通过某些特殊的手段,只使用正常的飞行方式,就算是一个破天径的大修饰,或许都需要耗费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年月,才能从一个光点抵达另外一个光点。 每一个光点,就是一个世界。 每一个光点,就是无边天河中的一座小岛,一块礁石,一点微不足道的泥沙。 在这一条无边无际的天河边缘地带,颇为荒僻的地方,一个极其明亮的巨大光团随着天河缓缓流淌。 在这个巨大的光团附近,密密麻麻地环绕着数以百万计的大小光点。 在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光点中,一颗原本还算是明练,乍一看去很有些青山绿水,秀美风景的光点,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突然暗淡了下来。 一层不祥的,死气沉沉的灰气包裹了整个光点。 整个光点就好像死鱼的眼睛,光芒暗淡,腐朽伟钝,远远地看上去,就透着一股让人从肉体到灵魂都感到不适的怪异气息。 虚空中,一点白光突然亮起。 最初,那只是一点萤火虫一般微弱的白色光点,但是很快光点就急速地膨胀起来,光度也越来越亮,逐渐地这一点微弱的白色光点四周有无数奇异的符纹浮现出来,白色的,燃烧的,炽热的符纹在虚空中逐渐地扩散开来,在几天几夜的扩散后,白色符纹覆盖了方圆亿万里的虚空。 一朵绚烂的白色曼陀罗花在虚空中冉冉绽绽放开来,从花蕊中一点白光喷出,随后无数点刺目的白光犹如烟花一样喷波而出,带着刺耳的破空声向前方被灰色气息覆盖的世界飞去。 这些细小的白光飞行速度极快,在茫茫虚空中拉出了一条条长长的白色尾迹。 仔细看去,这些小小的白光是一架架造型奇异的飞行器,它们的主体形状犹如拉长的鸡蛋,通体浑圆,光可见人,没有半点而棱角。 白色长圆形飞行器的表面有无数白色的符纹宛如烟火一样跳跃炸裂,长有十几杖的飞行器两侧生出了一对雪白的羽翼。 这些羽翼造型狭长,宽直有杖许的羽翼长达百杖一样,给人一种极其锋利,飞快的印象。 这些羽翼急速的震荡着,用一种肉眼看不清的高频急速震荡着。 羽翼带动着白色的飞行器向前急速飞行,急速的穿梭虚空,快速的逼近前方灰蒙蒙的世界。 透过半透明的飞行器外壳,可以看到每一架飞行器中,都有十三名楚天遭遇过的天兵天将稳稳的盘坐在地板上。 一尊天将配十二名天兵,这似乎是所谓的天庭天军组成的基本编制。 很快的,冲在最前方的一架飞行器来到了灰色的世界最外围的刚风层外。 湍急的,暴跃的,几乎凝成实质的刚风层中一道道雷霆翻滚,漫天流火飞旋,更有虚空中的原子潮汐冲撞刚风层爆发出的激光洪流不断的亮起。 光芒明暗之间,隐隐看到一层灰色的气息从这个世界的大地上升腾而起,逐渐的扩散到了刚风层中。 厚重的刚风层逐渐的削弱,肆虐的雷霆,天火逐渐暗淡,就连极光都变得稀薄,减少了无数。 整个世界给人的感觉,就好像风烛残年的老人,正在不甘心的咽下最后一口气。 急速飞行,比流光速度还要快了百倍的飞行器骤然停了下来。 没有任何减速的过程,高速飞行的飞行器就这么凭空停滞在了刚风层外。 这架飞行器紧紧的贴住了刚风层,静静的悬浮在了那里。 一架又一架飞行器不断的从后方飞射而来,它们相互之间相隔百里之遥,静静的贴在了刚风层上。 无数飞行器呼啸着飞来,一架又一架飞行器保持着相距百里的恒定距离,不断的落在刚风层上。 渐渐的,整个世界都被这种白色的飞行器死死包裹。 嗡嗡声中,这些飞行器内喷出了一条条白色的拇指粗细的光芒锁链,这些锁链在虚空中笔直的往来穿梭,和附近的飞行器嵌套,牵连在一起,一张巨大的,密密麻麻的白色大网就把整个世界彻底的包裹在了里面。 灰色的世界,被白色的幽光包裹。 一架又一架飞行器的外壳犹如流水一样的波动着,开启了一个椭圆形的舱门。 飞行器中的天兵天将们纷纷走了出来,拍打着翅膀,静静的悬浮在了四周。 那一朵雪白的曼陀罗花朵中,一点点体积更大一些的白色光点不断的飞出。 这是一些造型和那些小型飞行器一模一样,但是体积庞大了百倍,长度有三四百丈长短的长圆形飞行器。 这些飞行器的两侧生出了六对长长的羽翼,白色的羽翼急速的拍打着,令得这些巨大的飞行器比那些小型飞行器飞行的速度更快了几分。 这些大型飞行器的数量只有小型飞行器的百分之一左右。 它们用可怕的高速穿梭虚空,围绕着下方那个灰蒙蒙的世界不断的盘旋。 透过半透明的外壳,可以看到这些巨大的飞行器中同样坐满了身躯高大的天兵天将。 不过,在这些天兵天将中,出现了一些被升三对甚至是四对羽翼,身高在五丈开外的大家伙。 它们身上笼罩着浓厚的神光,气息比普通的天兵天将强大许多。 更让人吃惊的是,和那些低阶的天兵天将不同,这些生有三对,四对羽翼的天将,它们的眸子里充满了智慧的光辉,目光灵动异常,和普通天兵天将死气沉沉犹如僵尸傭儡的状态迥。 它们全身,都充斥着强大的生命气息,充满了智慧生命体特有的生机活力。 虚空中的白色曼陀罗喷出了大量这种巨大的飞行气候,最终一团庞大的白光喷涌而出,一座长宽十几里的,几乎完全由白色光芒凝成的灰红宫殿从巨大的花蕊中喷了出来。 一名通体被金光环绕,面容俊朗无匹,举手投足之间威严之气浓厚异常,宛如天地神王的青年静静的站在最高的一座宫殿顶部,背着手眺望着前方灰蒙蒙的,被彻底封锁的世界。 法自然,这就是你出生的青罗世界。 药王门,哦,不,是这个世界的太乙清灵宗山门内。 方圆数万里的山岭,被一座巨大的幻沙大阵环绕,淡淡的天地灵髓化为肉眼可见的白雾,在山岭之间缓慢的流动着。 参天聚目下,刚刚播种不久,才冒出一点点嫩芽的各色珍稀药草欢快的吞吐着天地灵髓,一眼望去,山岭中到处都是灵药灵草的嫩芽发出的淡淡光芒。 叮,叮叮。 清脆高亢的敲击声传来,一座山岭下的洞穴中,熊熊喷涌的地火口上,山珠和一群太乙清灵宗的弟子正在一锤一锤的断打烧的通红的合金钉。 楚天站在一旁,双手抱在胸前,静静地看着浑身汗流加倍的山珠等人。 太乙清灵宗,这是正儿八经的丹道宗门。 未来,山珠他们都需要炼制大量的丹药,他们肯定需要大量的丹炉。 楚天手头可没有足够的丹炉留给他们。 所以,山珠他们必须学会自力更生,学会如何锻造丹炉。 以他们如今的修为,他们也学会不会太高深的锻造技巧,所以楚天干脆从最基本的铁匠手艺传授起,教导他们如何锻造出符合规格的丹炉来。 末法时代,不仅仅是修为增长困难,未来,你们想要找到合用的高级材料,也是越来越困难。 过了许久,楚天终于开口道,所以,如何用普通的世俗金属,锻造出合乎要求的丹炉,这不仅仅是你们,更是你们未来一代一代的门人弟子,必须面临的问题。 所以,现在多流汗,未来你们自己,你们的门人弟子,你们的后生晚辈,才不会流泪。 楚天沉声道,每一次敲击,都要一丝不苟,每一次敲击,都要全神贯注,每一次敲击,都要当作呵护自己的性命。 山珠等人气喘吁吁的挥动着硕大的锤子,他们一边按照楚天的要求拼命的敲击烧红的金属钉,一边呼吸悠长的,锻炼楚天传授的太乙清灵宗的独门修炼秘法。 呼吸,呼吸,悠长的呼吸中,山洞内的热气不断被山珠他们吸入体内,他们的皮肤变得通红,犹如烧红的铁钉一样,不断放出逼人的热力。 楚天满意的点了点头。 山珠他们这些年轻人,才是太乙清灵宗的前途所在。 至于黄鼠子那些人。 楚天摇摇头,对于那些要亡门的老人,楚天并不看好他们的未来。 我已经人至一尽,能有什么样的造诣,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楚天转身走出了山洞,站在洞口,向着天空望了过去,再过几天,我或许就要,嗯? 不对。 高空中,有极细的白光闪烁,楚天极尽目力也无法看清高空中发生了什么。 但是一股莫名的胶着感从空中压了下来,沉甸甸的,好似一张沉重的大网罩在了楚天的身体和天魂上。 整个世界似乎都被捆绑了起来,空中的风速都莫名的变慢了几分。 风速的变化极其轻微,凡人根本无法察觉这细微的变化。 但是放在这个世界的尺度上来说,能够引发周天虚空中一道道流风的速度变化,这股禁锢的力量,就太可怕了。 楚天一跺脚,身体化为一点青色寒光直冲高空。 一道道刚风被击破,楚天弹指间就飞上了离地万里的高空,一刻钟后,他就来到了这一方世界的刚风层的最顶部。 低头向下方望去,整个世界都灰蒙蒙的,笼罩着一层不祥的灰色气息。 抬头望去,楚天就看到了那些将整个世界封锁起来的,捆扎得严严实实滴水不漏的白色大网,更看清了那些白色大网节点上,相隔百里分布的小型飞行器。 相距只有数百里,楚天抬头看着那些飞行器,而那些飞行器附近的天兵天将,也面无表情地看向了楚天。 双方目光接触的一瞬间,大群天兵天将同时伸手按在了身边的飞行器上,一道白光闪过,距离楚天较近的数百架飞行器同时亮起,漫天都是白色的光柱呼啸着向楚天砸了下来。 白色光柱速度极快,楚天措手不及被白光打了个正着。 每一道白光只有水桶粗细,却高度凝缩,温度更是极高。 楚天闷哼一声,被数百道白光打得当头栽落,身上衣衫瞬间被焚烧一空,光溜溜的身体犹如一块白色的陨石,包裹着可怕的白色烈焰,笔直的从高空坠落。 还不等楚天挣脱白色光柱的压制,他的身体已经重重撞在了大地上。 一声巨响,大地上一团白茫茫的蘑菇云冲天飞起,楚天四氧八叉地躺在地上,身体被高温烧得通红,白色的火焰在他身边方圆树百里的地面上静静地燃烧着,将砂石土壤都烧成了融化的琉璃制。 大地上,一个直径千里的大坑被白色的火焰覆盖,浑身剧痛动弹不得的楚天呆呆地躺在大坑正中,颇为无语地看着高空。 这是,封锁了整个世界。 这是,怕我从外界虚空中离开。 楚天喃喃自语道,只不过,要动了这么多人力物力,你们怎么不干脆下来追捕我呢? 想想刚刚看到的,在这个世界的外围,那密密麻麻无法计数的飞行器,还有那数量庞大的天兵天将,楚天不由地击凌凌地打了个寒战。 如果这只规模可怕的天军直接闯入这个世界,直接来追捕楚天。 就算我是一尊铁人,也被你们给生生磨碎了吧。 楚天咬着牙直摇头。 虚空中,那白色的宫殿上,通体被金色光焰包裹的青年男子微微一笑,哦? 那个夺走了造化神卵的家伙。 已经发现这一个世界被彻底封锁了吗? 呵呵,法自然,你猜,他会怎么办呢? 他会傻到攻击我不下的封天锁地大阵吗? 或者,他会聪明一些,利用飞升通道,直达天庭呢? 青年男子笑盈盈的转过身,看向了站在他身后,勾搂着腰,一脸尊敬的法自然。 法自然目光闪烁了一阵,他黑黑的笑了起来,少军,那等蝼蚁,哪里有这样的见识? 只要他发现,无法通过虚空离开青罗世界,那么,他定然是要飞升离开的。 法自然眸子里寒光一闪,悠悠冷笑道,这些下界的蝼蚁,很快就会明白,末法世界这个小池塘,可养不活一条大鱼。 金色人影笑得异常灿烂,飞升。 去天庭? 很好,他只要去了天庭,呵呵。 第572章 天道分身 数百道刺目至极的白光从天而降,汇聚成一道可怕的白色光柱,好似一个巨人随手从天拍下一巴掌,将楚天一击拍在了地上,在大地上破开了一个直径千里的大坑。 大坑内白色火焰熊熊燃烧,一根白色蘑菇云冉冉冲上高空,楚天躺在大坑底部,郁闷无比的喘了几口气。 封锁严密,水泄不通。 几天来,楚天奔行亿万里,尝试了十几次。 高空都被封锁,整个世界被封得水泄不通。 无数天兵天将聚集在这个世界外围,将整个世界封锁了起来。 挨了十几次重击,楚天也发现,除了第一重白色的光网外,那些天兵天将还在外围部下了一层严密的流动封锁线,他可是看到了那些体积巨大的长圆形飞行器,更感受到了从那些飞行器中传出来的, 比普通天将可怕百倍,千倍的灰红气息。 半个月后,太乙清灵宗山门内,楚天盘坐在地火炽烈的山洞中,一边审视山珠刚刚锻造出来的一口丹炉,一边分心陷入了沉思。 山珠不是很聪明,从小生长于山贼寨子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生性善良,天良未泯的少年。 他的智商也就是普通人的平均水准,并没有什么精彩绝艳的亮点。 但是他很清楚自己的愚钝,所以山珠锻造丹炉的时候,一锤一锤极其用心,丝毫不敢大意和怠慢。 楚天眼前这口山珠锻造的丹炉,虽然手法极其粗劣,但是质地非常扎实,是一口实实在在的可以承受的火断烧的合格丹炉。 相比较起来,和山珠一起接受楚天教导的,那些个来自药王门的少年,可就弱了一些。 他们是药王门精挑细选出来的精英弟子,各个天性聪颖,机灵活泼。 正因为他们太机灵太聪明了,所以他们有点吃不住苦。 对比他们和山珠锻造出来的丹炉,山珠的丹炉是合格的,而这些聪明机灵的弟子,他们锻造出来的丹炉上,好些地方都可以见到明显的偷工减料的痕迹。 这些聪明的孩子,自作聪明的更改了楚天的命令,本应该一锤子一锤子狠狠锻造的地方,他们动用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法术以节省时间,节省体力的耗费。 山珠,这口丹炉不错。 楚天抬起头来,肃然看着山珠和站在他身后的那些少年们。 轻轻的一挥手,除了山珠的那口丹炉,其他的丹炉同时炸成了漫天的金属粉蟹,洒了那些少年一头一脸都是。 谨记住,末法时代,智慧的用处不大,你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的卖苦力。 楚天肃然看着这些少年,也不管他们是否会记在心中,淡淡的说道,末法时代的修炼,犹如挑山工背负重物爬山,没有捷径,只有登山一条道。 想要走捷径? 会摔死的。 楚天轻笑了一声,挥了挥手,去,继续。 太乙清灵宗草创,未来你们收录门徒,没有三五千口丹炉,你们怎么让宗门发阳光大? 这三五千口丹炉,可都要靠你们一锤子一锤子的砸出来。 山猪憨厚地应了一声,也不追问楚天什么是挑山工,反正他大致能明白楚天的话,那就认认真真的按照楚天的吩咐去做就是。 端起一个大茶缸,咕咚咕咚灌了一通清凉去火的药茶,山猪扶下了楚天为他们配置的几颗增长筋骨血肉力气,强大精血精气的丹丸,喘着粗气地走到了一旁的闭火火眼旁,抡起大锤子,铿锵铿锵地敲打起来。 一众聪明的娃娃脸色微微一变,他们愁苦异常地看了一眼楚天,再看看犹如一头真正的野猪一样,一个死脑筋不断敲打金属钉的山猪,他们纷纷无声地哀叹了一声,大步走到了火眼旁。 楚天抚摸着山猪锻造的那口丹炉,指尖隐隐有细微的火光喷出,细微地调整着丹炉中的符纹静置布置。 丹炉表面一抹暗沉沉的火光一闪而过,不知不觉中,这口丹炉的品质就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楚天沟通了紫霄金阳炉,将一缕造化紫气打入了这口丹炉中,这口丹炉通体闪过一抹霞光,其本源就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从凡物丹炉变成了一口不错的灵气。 鼠爷,他们封锁这一方世界,是防范我从虚空中溜走。 一边改造山猪锻造的丹炉,楚天一边低声地自言自语,可是他们完全弄错了一件事情,我根本没有横渡天河的手段,我怎么可能从虚空中逃走呢? 我来说几个理由。 沉默了一会儿,楚天陷入了最深的思索,同时低声地孤农道,其一,这些天兵天将,是副矿,他们的身体几乎就是由精纯的本源能量凝聚而成,从他们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大量的神料。 我需要巨量的神料,所以,我不可能放过这些天兵天将。 所以,就算我有那个横渡虚空的手段,我也会去天庭走一趟。 其二,按照紫万众对我的说法,天河中有无数世界,无数世界有强有弱。 弱小的世界只能任凭外敌侵战,劫掠,而强大的世界,他们的影响力能够辐射出极远的距离。 天庭,应该是一个强大的势力。 在这无边天河中,或许,我能从他们那里打探到紫玉的消息。 紫玉,阿爷,阿爹,还有楚鞋那臭小子,还有这么多我熟悉的难舍弃的人,阿狗,阿雀,老黑,大利哥,当然,还有洛尔。 天路世界的突然崩溃爆炸,我总觉得这里面黑幕很重。 或许,能够从天庭这里打探出一些蛛丝马迹。 所以,这是我要去天庭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就是眼下最直接的原因了,下,他们堵住了我的出路,只给我留下了华山一条道,我总不至于,被困死在这个末法时代吧。 楚天轻声笑着。 在这个世界滞留了一段时间,虽然因为天公和大梦神典的关系,楚天在这一方世界中,可以动用一部分的神通法力。 但是他已经越来越感受到了从肉体到灵魂的不适。 那种感觉,就好像一个身体健康的成年人,被硬生生的塞进了一个小小的铁箱子里。 铁箱子在不断的缩小,箱子里空气在不断的减少,一种窒息感让楚天感到无比难受。 所以,楚天必须离开这个该死的末法世界。 当然,在离开之前,他也必须准备好战备。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楚天完成了对山珠等人的最后传授,给他们留下了足够保证传承的资源后,他离开了太乙清灵宗。 他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末法世界对他的约束,对他的禁锢。 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整个世界的排斥,就好像一头也像住进了一间由精美细祠搭建的屋子,一不小心他就会弄毁很多东西。 无论是山峰,河流,还是海洋,湖泊,乃至飞禽走兽,以及普通的凡人,修士,楚天必须约束自己的力量,极力小心自己的一举一动。 否则的话,他一个稍微沉重点的呼吸,都会摧毁数百里山岭,灭杀数百万生灵。 所以楚天远离了太乙清灵宗,找了一片穷山恶水之地,在一处洞穴中闭关修炼。 修炼? 在末法世界修炼,也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 灵脉断绝,灵髓干涸,楚天每一次呼吸,都只能嗅到浓浓的浑浊之气。 和他强大,精纯,纯净,无瑕的身躯相比,这些浑浊之气就好像粪坑,楚天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可怕的气息。 所以楚天祭出了十二杆周天星主旗,化为一个隔绝灵阵,隔绝了四周源源不断的浑浊气息,给自己勉强开辟出了一个小小的清静之地。 无量神珠缓缓旋转着,他能直接沟通虚空,从无银虚空中抽取无穷无尽的力量,转化为最精纯的灵晶。 楚天身体下方就铺垫着厚厚的一层青蓝色的灵晶,每一块拳头大小的灵晶蕴藏的天地灵髓,都是天路世界极品灵晶的万倍以上。 这种超乎寻常的天地灵髓凝聚体,毫无疑问堪称天才地宝。 浓郁的天地灵髓环绕着楚天,楚天将身体调节到了当前的最佳状态后,他小心翼翼的取出了天道妙术,认真撕存了一阵后,他从天道妙术上摘下了一颗拳头大小的幽蓝色果实。 一抹月光在楚天的身后一闪而过,太阴宝伦缓缓旋转,奋出了一道月光注入了这颗幽蓝色的果实中。 与此同时,在神窍天境中,体内密布着无数细小裂痕,更有阴急寒破寒毒残留的楚天天魂猛的瞪大了眼睛,他轻喝了一声,左手一抖,天魂的左手小手指齐根断裂,瞬间化为一个拳头大小,和楚天生的一模一样的光影小人,化为一道流光注入了这颗果子中。 幽蓝色的果实骤然喷涌出无量光滑,一抹清澈的青色月光极速的闪烁着,果实溶解,化为一滩蓝色的汁水在楚天面前极速如动。 随后,随着楚天分化出的天魂分身逐渐的和这一滩幽蓝色之水融合,这滩之水缓缓的变成了一个半尺高下,和楚天生的一模一样的小人儿。 在这小人的身上,也散发出了和楚天本体一模一样的法力波动。 楚天睁开眼,看了看这幽蓝色的小人。 幽蓝色的小人皮肤表面光芒一阵闪烁,最终肤色变得和楚天一般无二。 他也睁开眼,认真的看了看楚天。 这就是天道妙术的奇妙作用。 分化一丝彻底掌握的法则奥义,加上一缕天魂分离出的天魂分身,就足以炼制出一具法则分身。 楚天分化出来的,正是太阴法则,凝聚的正是太阴分身。 只不过,这小小的太阴分身和楚天本体比起来,实力太弱小了,这具分身的战斗力,大概只相当于普通的安身静修式,实在是弱小的可怜。 画! 分身吞噬。 九个月后,这个小小的太阴分身生长到了六尺高下,实力也达到了堪比登天静天修的水准。 楚天掏出了第二个天道妙术的果实,这一次,他将一道太阳法则奥义融入了果实中。 一堆堆的青蓝色灵精不断的崩解,太阳分身也开始快速的生长壮大。 又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太阴分身已经生长到了九尺高下,太阳分身也生长到了六尺上下,楚天掏出了第三颗天道妙术的果实,这一次,楚天将逆天剑点内的无上剑道奋出了一丝奥秘,融入了第三具分身中。 天地熔炉内黑火熊熊。 被楚天前些年斩杀的天兵天将已经被炼化了大半,大量的神料被无量神珠吞噬,无量神珠的伤势已经恢复了不少。 楚天一次呼吸间,无量神珠就能急速旋转上万周,而他自旋一周,就有起码上千块青蓝色的灵精凭空蹦跳出来。 一次呼吸就有上千万块灵精凝成,而这些灵精无不被三具分身吞得干干净净。 楚天自身也在吸收这些灵精所化的天地灵髓,不断地修复肉身和天魂的伤势,一点一滴地恢复着自己的实力。 七颗造化神卵悬浮在天地熔炉中,任凭天地熔炉断烧了好几年时间,七颗造化神卵的气息依旧没有半点而削弱,楚天也依旧没能弄清楚,这七颗造化神卵到底有什么用处。 总之,时间过得飞快。 在楚天离开太乙清灵宗,在这里开辟洞府修炼后,一眨眼的功夫,九年时间就过去了。 这一日,闭目苦修的楚天突然睁开了双眼,在他的身边,成品自行做着三具和他生的一般无二的分身,每一具分身的实力都达到了一截之力巅峰的水准。 以天道妙术结出的果实的底蕴,一截之力巅峰的水准就是极致了。 毕竟只是一颗果子,能承载的能量极限不是很高。 楚天看着三具心灵相通的分身笑了笑,他沉吟片刻,将天道妙术的本体取了出来。 将一百零五颗果实取下,楚天沉默了一阵子,他张口喷了一道本命惊血在天道妙术的本体上,同时他的天魂痛呼一声,天魂从正中裂开,一半天魂嘶吼着闯入了天道妙术的本体。 一团浓烈的神光包裹住了楚天,包裹住了整个山洞。 又过了六年,洞穴中,五个生得一模一样的楚天同时睁开了眼睛。 第五百七十三章飞升 又过了三年。 小山一样的青蓝色灵精纷纷飞起,化为一缕缕精纯的天地灵髓被楚天一口吞下。 体内残留的阴急含破寒毒已经荡然无存,身体机能,天魂状况都达到了最佳状态,楚天虽然是安静的盘坐在狭小的山洞中,但是他能隐隐感受到,只要他稍微移动,四周虚空都会瞬间崩溃。 末法时代 这个世界已经彻底陷入了末法,整个世界就犹如腐烂的苹果,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发的弱小。 从凡人的时间观念上来说,这个世界还拥有极其漫长的寿命。 但是从强大的修饰层面来看,这个世界已经彻底死去,所有寄居在这个世界上的生灵,无非是一具腐烂尸体上的蛆虫。 楚天站起身来,收取了身边漂浮着的星主旗,小心翼翼的,极其缓慢的走到了山洞出口。 脆弱,而且肮脏,四周空气中充斥着让楚天丝毫不敢沾染的污浊之气,就好似深处最腐臭的下水道,身边漂浮着无数肮脏污秽的腐烂尸体。 末法时代,真正是修饰的噩梦,哪怕你有逆天的手段,除非将整个世界重新复活,否则再强大的高手大能,也不可能在一个末法世界长久的停留下去。 必须要走了。 楚天强忍着肉体和天魂传来的浓重不适,抬起头向天空看了一眼。 修卫恢复到了巅峰状态,楚天目力已经足够穿透一层层钢峰,一道道流云,看到这个世界边缘的景象,无数的天军依旧在严密封锁整个世界,过去的十几年时间,对于这些天兵天将而言,实在是不值得一提。 楚天看向了太乙清灵宗的方向。 举世浑浊,唯有太乙清灵宗方向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在苟延残喘。 所有的生灵都化为蛆虫,唯有太乙清灵宗这条清澈旁,有一些幸运的生灵依旧犹如鸟儿,拥有飞上天空,超脱乌浊的机会。 楚天向着原本的天地正法门的山门方向望了一眼,然后冷笑了一声。 楚天身后的天道妙树分身,三颗天道果实分身也同时冷笑了一声,作为楚天的分身,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有感悟都和楚天本尊一般无二。 当走了。 楚天本尊喃喃自语。 不告别。 天道妙树分身背着手,向太乙清灵宗的方向看了看。 有什么好告别的? 太阳分身冷笑了一声,若争气,以后还能见到,若是不争气,凡人蝼蚁,烟消云散了,灰飞烟灭了,也是活该。 所以,赶紧走。 太阴分身跃跃欲试道,天庭呢,天兵天将呢,长翅膀的鸟人呢,下,你们不激动呢? 你们不欢喜雀跃吗? 哈哈,看我沙锅大的拳头。 不知道他们怕不怕。 哼,沙锅大的拳头。 无字一剑斩杀之。 剑道分身周身散发出灵力无匹的剑翼,他右手食指中指并呈剑指,随手向虚空一扫,咔嚓一声,前方数十座大山就被无助剑翼轰成了粉碎。 啪啪声中,一座座大山烟消云散,山上的无数古墓老藤,还有无数的飞禽走兽进城积粉。 楚天本尊,还有几大分身都很无语的看着剑道分身。 剑道分身的面皮微微一红,干笑了几声,急忙抬头看向了天空,扫锅躁,飞声,嘿嘿,飞声。 嗯,这飞声,是怎么个办法来着? 楚天本尊抬起头来,向着天空看了一眼,然后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按照那些大宗门点击中找到的法子,只要我们的气息超过这个世界容纳的极限,自然就有接引之力降临。 楚天本尊难难自语,不过,要当心些,飞声后,当有恶战,嘿嘿,不过这些年准备的那些东西,也够了吧。 几大分身同时冷笑起来。 恶战,自然是应该有的,那些天兵天将封锁了整个世界,不让楚天通过横渡虚空的方式逃走,不就是要逼着楚天飞声吗? 天庭,是他们的老巢,是他们的主场作战的战场,天知道他们在天庭准备了多少手段对付楚天。 不过,剑道分身周身剑芒激荡,他力声喝道,管他千军万马,无字一剑斩杀。 吓! 楚天大笑了一声,他大袖一挥,几大分身纷纷没入他的袖子。 重新生出了尾巴和浑身银毛,破碎的前爪也重新生长出来,满口荧光闪闪的大牙也已经修复如初的鼠爷欢快的爬到了楚天的脑袋上,四个爪子死死的抱住了他的发迹。 天歌儿,走,走,走,去天庭,嘿嘿,鼠爷倒是要见识见识,这些鸟人都是什么来路,也不知道,他们家的宝库是怎么个安排,里面有多少好东西黑。 想到得意处,鼠爷的嘴角一缕口水滑了下来,他急忙一吸气,将口水重新吸进了嘴里。 楚天笑呵呵的点了点头,他穿上了修复大半的酒药甲,将一百零八面用湮灭星珠作为主星的星主旗寄了出来,让星主旗在他身边组成了一座小型的防御灵阵,然后掏出了数十块一次性的防御,攻击天福,又将几件杀伤力巨大的宝贝一一准备妥当了,他手一挥,将一条太阅巨剑放了出来。 这条太阅巨剑,是这些年楚天在这个世界逗留期间,七巧天宫内的攻防用储存的珍稀材料制成,比在天路世界时楚天使用的那条太阅巨剑更侧重防御力和,自暴力。 在这条巨大的太阅巨剑庞大无比的船舱内,楚天丧心病狂的塞进去了百倍的动力熔炉,里面青一色田充满了无量神珠凝聚的青蓝色灵精,更刻画了大量威力强大的爆炸灵阵和符纹禁制。 这条太阅巨剑若是一旦自爆。楚天真心不知道,这条太阅巨剑自爆能有多大的威力。 反正,这家伙除了一个厚厚的船桥,肚皮里就装满了威力巨大的动力熔炉,他可不敢在这个末法世界中胡乱测试,所以他真心不知道这条太阅巨剑能有多强的毁灭力。 低沉的脚步声传来,一句句完全忽视了防御力,只是单纯不断叠加混沌火弩发射潮的战争傀儡渔罐从七小天宫中走出。 长达三百里的太阅巨剑上,秘密麻麻占满了这种完全忽视防御,疯狂叠加武装的战争傀儡。 每一句战争傀儡浑身上下秘密麻麻披挂了无数的混沌火弩。 等的甲板上站满了战争傀儡,楚天就激发了自己的气息,他身边的虚空骤然扭曲。 高空中,一道彩光呼啸着落下,一个巨大的空间通道瞬间在楚天的头顶出现,一股绝大的犀利拖拽着楚天和他脚下的太阅巨剑,冉冉向天空飞起。 在无垠的天河中,在一处偏僻角落里,倍数以百万计的小世界包围着的,是一个光芒万丈,极其巨大的世界。 从远处看去,这一个犹如漩涡一样不断旋转的天河世界群中,其他最强大的世界也不过犹如萤火虫的光芒一样暗淡,唯有这个人头大小的光团光芒四射,其光量彻底笼罩了周边数百万大小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天庭。 四周数以百万计的大小世界尽被他一手掌控,甚至那些大小世界的天地法则都因为天庭辐射出去的强大法则波动,经过无数亿万年的潜移默化,已经被彻底的转变了。 在周边的数百万大小世界中,无论世界的本源有多强大,无论世界能够容纳的极限是多少,这些世界中都不可能出现天人镜的高手。 所有破天境巅峰实力的修饰,只要释放出自己的气息被天庭的监察法则发现,就会有七彩接引红光从天而降,化为飞升通道将散发出气息的修饰接引上天。 在这数百万大小世界的低级修饰口中,这就是让人羡慕无比的飞升了。 在这些大小世界中,修饰的寿命都是有极限的,就算是破天境巅峰的修饰,他们的寿命不可能超过一万年。 一万年,这是红线,这是绝对无法碰触的底线。 就算这些强大的修饰找到了严寿的灵丹,灵果,他们也不可能活过一万年。 每当他们的寿命逼近万年极限,就会有地水火风珠般灾结,甚至是惊天动地的雷劫降临,硬生生将修饰劈成飞灰。 修饰若是不抵挡,自然是身死盗销,若是修饰抵挡,只要他们爆发出超过世界极限的气息,他们就会被强行飞升。 按照那些低阶修饰的说法,一旦飞升,成就神灵之尊,就再无寿命局限。 从此就逍遥长生,永享无穷无尽的轻浮。 只有那些真正飞升到天庭的大修饰,他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很想告诉那些下界的低阶修饰,你们真的是想得太多了。 天庭,某处。 一座通体雪白,犹如一头大鸟张开翅膀一样匍匐在大山之巅的宫殿外,一口长宽百里的清澈池塘中闪耀着淡淡的七彩光芒。 一股淡淡的辛香在空气中回荡,池塘中铺满了七彩宝石,每一颗宝石都荡漾着强大的力量波动,每一颗宝石放在下界,都是让修士们打破脑袋去争抢的极品灵精。 这里的每一颗宝石蕴藏的能量,都堪比一尊破天径修士拥有的全部修为。 换言之,下界的任何一个修士得到一颗这样的宝石,若是一切顺利,他们完全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资源,理论上都能借助这颗宝石修炼到破天径。 而在这长宽百里的池塘中,这样的宝石数以一计。 在池塘的四角上,分别矗立着一座高有千丈的白色高塔。 造型纤细精美,表面雕刻了无数曼陀罗花纹样的高塔上。 分别矗立着几尊天将,数十名天兵,他们面无表情地俯瞰着这座清澈的池塘。 时不时的,池塘中有一个小小的漩涡浮现,七彩虹光闪烁中,漩涡中有清晰的景象传回,每一个漩涡中,都能看到一个气息强横的下界大能大声欢笑着,周身散发出强大的能量波动,正被一道七彩虹光笼罩。 这些强大的修士或者在笑着和身边的无数修士道别,或者正好奇地抬头看着天空,或者还有人背着双手大声吟唱,更有甚者,他们掏出了一些点击,刀剑之类的兵器,不断地向红光外丢去。 这些下界的大修士们,他们正在飞升。 他们欣喜若狂,或者忙着和亲族门人告别,或者忙着抒发自己激动的心情,或者忙着将自己的传承秘法,本命之宝丢去接引通道外,留给自己的后人晚辈。 传说中,天庭遍地都是奇珍异宝。 这些大修士,根本没必要将自己在下界使用的本命之宝带上天庭。 那些弹弹罐罐之类的东西,还是留给下界的门人弟子吧,也能为自家宗门,家族增添一份底蕴。 巨大的池塘正背面,一座白色的御台上,几个身穿华服的俊朗男子静静地站在那里。 看到池塘中几乎是同时出现了三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漩涡,一名男子轻声地笑了起来。 哦!今天可真热闹! 西,平日里三五天难得碰到一个,今天居然同时有二十三个世界,三十八个蝼蚁飞升。 嗯,查查看,哪里需要人手来着? 另外一名俊朗男子掏出一个卷轴,急速拉开卷轴扫了几眼,朝着上面笔笔画画的指了指。 站在正中,最早开口的男子微微皱起了眉头,嗯? 有这么大的缺口哪? 得了,驾高者得,先盘盘他们的底细,有靠山,后台的,送他们去他们该去的地方。 那些没靠山,没后台的,按照规矩处置。 几个男子同时笑了起来,一个个笑得很是得意。 突然间,一个男子眉头一挑,他猛地举起了右手,青罗世界有动静。 青罗世界有人飞升。 来人哪,发信号,呵呵,等了这么多年,这桩事情,可算要完成了。 啪的一声,一只散发出淡淡金灰的手掌按在了这个男子的右手上,另外一名俊朗男子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同僚,轻声说道,大人,这件事情,或许,还得斟酌斟酌。 右手被按住的男子目光骤然一闪,寒光如刀,狠狠地扫了一眼站在身边的副手,他拉长了声音,慢悠悠地说道,哦? 你有什么意见? 这件事情,可是轩罗少君吩咐下来的。 那副手不紧不慢地笑看着自家的大人,可是大人呵,轩鹤少君也说了,他对青罗世界发生的事情很好奇,他也对属下说,若是青罗世界有人飞升,先紧着给他知会一声。 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那大人冷声道,轩鹤少君,呵呵,公非,你攀上高之儿了吗? 那副手公非轻声叹了一口气,他压低了声音,低声咕咙道,大人呵,属下这也是为你好。 轩罗少君声势固然比轩鹤少君高出一筹,可是在尊王那边,受宠的可是轩鹤少君的母亲一娘娘。 看着自家上司难看的面皮,公非轻声道,还请大人三思,一娘娘一句话,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的。 那大人眯起了眼睛。 公非也不再开口。 而另外一男子则是惊呼道,青罗世界那斯怎么回事? 他脚下是什么? 他怎么,带了这么一条狼康之物飞升? 混账东西,他一个人消耗的接引池水,是旁人的足足三万倍。 这个混蛋。 第574章 退凡神水 公非,还有公非的上司,那位和所谓的宣罗少君交好的杜阵,以及另外几个负责这处接引池的天庭官员目瞪口呆的看着池水漩涡中,在漫天七彩虹光中笔直飞起的楚天。 楚天也就罢了,重要的是他脚下那条长达三百里,通体闪耀着淡淡金属光滑,更有一层浓厚的灰白色雾气覆盖了甲板,让庞大的船体都变得朦朦胧胧的金属巨剑。 活见鬼了这事。 杜阵瞪大眼睛, 骇然看着用如此威猛气息飞升的楚天。 这思想要干什么? 他这是飞升吗? 他这是搬家? 公非也有点恼羞成怒的咆哮着,他怎么不把他在下界的洞府搬上来? 啊? 他怎么不把他在下界的洞天府地打包了扛上来? 长宽百里的接引池中,清澈的池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水面一丝一丝的不断降落。 楚天携带着太月巨剑一并飞升,而且太月巨剑是以完全形态暴露在外界,硬生生将原本只能容纳单人飞升的,直径丈许的飞升通道,硬撑到了三百多里宽。 这混账东西。 杜震难难道,好吧,反正,不管他落到哪位少军手上,反正,没他的好果子吃。 顿了顿,杜震咬牙道,全力开启接引池所有阵法尽致威力,加快让这个家伙赶紧飞升上来,不然的话,这么磨磨蹭蹭下去,他想要消耗多少飞升池水。 恼怒的跺跺脚,杜震和公飞交换了一个颜色。 他们负责飞升池的一英事物,飞升池水的异常消耗,这可都是要计算到他们的业绩上的。 亏好太多的话,他们可是要自己掏腰包填补亏空。 天庭天律森严,没有办法钻空子。 哪怕有两位少军的吩咐,但是高高在上的少军,会搭理这点小事吗? 两人心头苦涩,心知肚明,以那些少军的脾性,拍马屁拍好了,也就是得个好字。 若是拍马屁拍错了,呵呵。 喂,也不知道,这次飞升的人当中,杜震若有所指的像阶影池中的其他数十个小型漩涡指了指。 话音刚落,就听到哗啦一声,一道神光从阶影池中喷出,一条壮硕的人影穿戴着一套华美的甲咒,带着一股威严不可侵犯的尊贵气息,从那小小的漩涡中一头冲了出来。 哈哈哈哈,恭喜,恭喜。 杜震和公妃同时堆砌了满脸笑容,笑隐隐地朝着那壮汉连连拱手行礼,这位大人顺利飞升天庭,从此摆脱阳寿极限,得想无穷逍遥,真正是可喜可贺的大喜事。 杜震,公妃脚踏华云,飞到了这大汉面前,毕恭毕敬地将一卷金灿灿的卷轴和一只荧光闪闪的毛笔递到了大汉手中。 这位大人,您是从藏火世界飞升的。 藏火世界,那可是下界鼎鼎有名的强大世界呀。 呀,还请这位大人写明您的出身来历,您的宗门所属,您的传承谱系,嗯,能详细到上述十八代师们长辈,这是最好不过的了。 杜震,公妃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近乎奴颜碧膝地向大汉打着招呼。 大汉只高气扬地看了一眼杜震和公妃,冷哼了一声,抓起毛笔在卷轴上一挥而就,大爷我是散修,哈哈,一身本领,都是杀人放火得来,嘿嘿。 大汉得意洋洋地向杜震,公妃吹嘘道,藏火世界。 我飞升的那地盘,是叫做这个名字吗?大爷可不知道,这些东西,都被那些大宗门把持着呢。 嘿嘿,不过,他们这次可都吃扁了,十八个大宗门联手绞杀大爷我,可是大爷我飞升了,他们能咬了我的鸟。 杜震,公妃的脸色齐变,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两人缓缓地挺直了腰杆,公妃细声慢气地问道,这位大人,您在藏火世界,是散修哪? 没有失诚的。大汉点了点头,傲然道,然也。 杜震咳嗽了一声,他沉声道,这可不能瞎说呀,这位大人,您被藏火世界十八宗门联手围剿。 不会是,不会是藏火世界号称藏火十八圣门的那十八个宗门吧。 大汉歪着脑袋看着杜震,不解地问他,然也。 如何? 去你娘的。 杜震的脸色一变,骤然从袖子里掏出一根金灿灿的长鞭,狠狠一鞭子抽在了一边。 大汉的身上。 大汉身上神光一闪,护体神光喷出三尺多后,却被这金色长鞭一鞭子打得粉碎,就连他身上的那套华美异常的甲咒,也在金色长鞭下毫无反抗之力的彻底损毁。 大汉被打得头破血流,惨嚎一声栽倒在了阶影池中。 清澈犹如流离的接引池水从大汉的每一个毛孔中缓慢而坚定的渗了进去,伴随着痴痴响声,大汉体内赤裂如火的法力化为一缕缕淡淡的红色火苗从体内渗出,瞬息间就被接引池水化得干干净净。 接引池上空,一个小小的红色漩涡悄然出现,一缕缕精纯的,比大汉所掌握的火属性法力从层次上高出了好几个大境界的法则力量缓慢的坠落,不断的融入大汉的身体。 大汉的皮肤,肌肉,经络,血管,骨骼,骨髓,内脏,大脑,总之他体内的一切都开始熊熊燃烧。 他的身体逐渐被改造成纯粹的火焰属性,单一而纯净,除了火焰力量,他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别的任何其他属性的力量。 下剑胚子,该死的东西。 大汉被一鞭子抽得浑身剧痛动弹不得,他目瞪口呆地躺在池水中,怒目盯着突然翻脸的杜震和弓飞。 还以为你是藏火世界十八圣门的弟子。 藏火世界十八圣门的开山祖师,如今可是西天大帝麾下最看重的一方众臣,封疆亿万里,麾下正神数以万亿计。 杜震指着大汉怒斥道,还以为你是十八圣门弟子,咱们卖力讨好,还能从你身上炸点油水。 真正没想到,你居然是一个被十八圣门通缉的贼骨头。 公非厌恶地咆哮道,大人,和他啰嗦什么? 按照规矩,等到退凡神水将他洗炼成神体后,直接将他交给十八圣门就是。 哼,这等下界飞升的小肥,虽然不值钱,但是在下界招惹了十八圣门的后辈弟子,多少也是一份人情。 大汉目瞪口呆地看着杜震和公非,他哆哆嗦嗦,气急败坏地咆哮道,儿等,好生,好生无耻。 儿等,儿等,儿等也算是天庭正神。 杜震,公非,还有他们身后的几个属下同时露出了怪异的笑容。 公非怪声怪气地笑道,不然,小肥,你以为呢? 你以为,天庭是什么地方? 慢慢领教啊,嘿嘿,天庭啊。 莫名的,杜震,公非,还有他们的一众属下机灵灵的同时打了个寒颤。 天庭啊,这可是一头吃人不吐骨头的怪兽,你们这些下界的蝼蚁,真以为飞升,是什么? 又是一个漩涡猛地爆开,一道神光冲天飞起,一条窈窕的人影从神光中冉冉走了出来。 这是一名生的朱元玉润,滋容毅力的少女。 她穿着一条简简单单的鹅黄色长裙,神态雍容而且慵懒。 杜震,公非忙不迭地向着少女飞了过去,又重复了一番刚才和那大汉的说辞。 少女厌恶地看了看杜震和公非递过去的卷轴,毛笔,举手就是两耳光抽在了两人的脸上,下贱东西,什么破烂玩意,也敢让姑奶奶我来使用。 傲然昂起头,少女淡然道,姑奶奶是藏伙世界第一圣门大光明叫圣女,特来。 少女猛地瞪大了眼睛,一脸惊喜地看向了躺在池水中动弹不得的大汉,她猛地放声尖笑起来,指着大汉笑道,黑罗王,黑罗王,你跑啊!你跑啊! 以为你飞升了,我十八圣门就拿你没办法了吗? 杜震,公非结结实实地挨了两耳光,两人脸上却连半点儿怒气都没有,反而是堆起了满脸灿烂的笑容,一左一右地站在了少女身边,无比迎合地指着大汉笑了起来。 圣女大人,圣女大人,这肥骨头,我们知道她是十八圣门的对头,所以…… 两人的话还没说完,少女已经轻描淡写地挥了挥手,罢了,算你们了,得了,把她禁锢起来,稍后,本门在天庭的长辈子有人前来接应,这嘶,呵呵。 傲然一笑,少女自顾自地沉入了接引池中,放开全身力量,任凭清澈犹如琉璃的池水浸入自己身体。 她的身体内一缕缕淡淡的白光飘了出来,随后,她头顶有一个直径仗许的白色神光凝成的漩涡悄然出现,一缕缕纯净的白光不断地从漩涡中飘落,融入少女的身体。 少女的脸色骤然阴沉了下来,她扫了一眼杜震和公飞,冷笑道,你们想死吗?就用这等品质的退凡神水护弄姑奶奶我。 杜震,公飞吓得浑身一机灵,急忙掏出两块金色令牌,向着接引池四周挥动了几下。 少女头顶的白色漩涡骤然膨胀到了千丈大小,从漩涡中喷出的白光也变得异常精纯,沉重,每一缕白光都给人一种好似蕴藏了一个极小世界,几乎凝成实质的错觉。 少女满意的点了点头,她微笑道,罢了,虽然进了天庭,要重新修炼起来。 但是能转化成纯粹的光明神体,未来修炼定然一日千里,比在下界的时候,却要好许多了。 闭上眼睛,少女开始全力吸收天空落下的白色神光,不断的洗炼自己身躯。 从肉体繁胎,转化为天庭神灵之体,这是一次造化,也是天庭给非生之人的最基本的福利,当然,同样是福利,自然也有高低之分。 黑罗王享受的,是最低等的退凡神水洗炼,得到的是最低等的九品神体,品质比起最低等的天兵还要差了许多。 而少女呢,依托藏火世界第一圣门大光明教,她享受的自然是最高档次的灌输和洗炼,凝聚得是至高的光明神体,是超过了一品的绝品神体,从品质上而言,堪比高阶的天江之躯,起码节省了她百万年的自我修炼和进化。 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漩涡中不断有神光喷出。 一个又一个非生之人不断从街引池中出现。 杜震和公妃熟练的登记这些人的出身资料,脸上表情也是瞬息万变。 有靠山,有后台,在天庭也有不弱实力的,他们是满脸堆笑的,按照对方的后台,靠山的势力,给予不同档次的优待福利。 一如刚才那少女,两人简直犹如是孝敬祖宗一样把这几个非生之人攻了起来。 而其他的非生修士,他们要么是散修,要么出身宗门,却在天庭没有半点而根基,靠山。 于是两人的态度就迥然不同了。 不仅仅他们享受的是最低档次的退凡神水,只能凝聚比最低层的天兵还要弱小的神体,甚至这些人在快速的转化为神体后,都被勒令停留在了街引池旁的一栋楼阁中,严禁他们随意走动。 退去繁体,转化为神体,这些非生修士所有的修为都被接引池化去,体内空荡荡的半点而法力修为都没有,一切神通秘法都施展不出来。 杜震,公飞不许他们离开,他们就只能乖乖的待在楼阁中等候安排。 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修炼非生,这些修士的智慧,手段都非同小可。 他们清楚的感知到了杜震,公飞看向他们的目光中,充斥着赤裸裸的贪婪和某种莫名的异味,就好像屠夫在看砧板上的猪肉一样,他们好似不是人,而是一堆可以卖出大价钱的货物。 这些修士心头不安,蠢蠢欲动,但是看着四周恶手的天兵天将,再感受一下自己空荡荡一丝法力不胜,只是肉体力量强大了许多的身躯,一众人咬着牙,忍耐了下来。 嗤嗤声中,接引池的表面突然有无数条七彩电光浮现。 杜震,公飞的身体骤然一哆嗦,他们骇然看向了接引池中那个最为巨大的漩涡,同时惊呼了一声惨野。 楚天带着巨大无比的太阅巨剑,就要穿越飞升通道抵达天庭。 而大光明娇的圣女还没能完成退反转化,最高品级的退反转化,不仅消耗巨大,而且耗时漫长,哪里是这么轻松能转化完成的? 清澈的池水中,圣女大人静静的盘坐在池地,周身白色神光缭绕,美丽的小脸蛋上尽是明媚的微笑。 杜震,公飞吓得脸色惨白。 飞升后的这一次蛻变,对飞升之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未来飞升之人在天庭的前途,几乎有一半都因为这一次的神体蛻变。 若是打扰了圣女大人的蜕变,他背后的那些天庭大人物追究起来。 轰的一声,还不等杜震,公飞想好应变手段,整个街银池炸开了。 第575章冲撞 太月巨剑缓缓缓的离地飞起 不是因为太月巨剑自身的飞行能力,而是外界七彩飞升通道的缘故。 一道绝强的法则力量破开了虚空,强行从某个极其遥远的世界开辟了一条通道,直达楚天所在的世界。 七彩神光充斥通道中,一股巨大的吸力牢牢的粘住了楚天以及所有沾染着楚天气息的存在。 鼠爷,太月巨剑,一活物一器械,一小一大两样物件,都沾染了楚天的气息。 鼠爷站在楚天肩膀上,紧随着楚天一起被吸上天空。 楚天的气息和太月巨剑紧密相连,楚天甚至将一缕魂念附着在了太月巨剑的控制核心上,这条飞升通道,就将太月巨剑荡成了楚天身体的一部分,一并吸上了天空。 或许是太月巨剑体积太庞大,太沉重的关系,楚天飞升的速度很慢。 他有足够的时间,仔细的观察飞升通道内外的景象。 不是正常的向上空飞行,而是一条脱离了外界的正常虚空,一条独立的空间涌道。 这条散发出七彩光芒的独立涌道在距离地面数百里的空中还清晰可见,但是到了千里高处,外人就无法看到这条巨大的涌道了。 所以,楚天带着太月巨剑缓缓上升,一路升到了钢峰层的最顶部,他看到了那些还在严密封锁整个世界的天兵天将。 这些家伙,是看不到楚天的。 他们甚至也无法感应到楚天飞升了,末法气息有效的隔绝了这些天兵天将对这个世界的窥视。 有点意思。 楚天抬头看着通道的顶部,七彩迷离的神光在极高的地方化为一个小小的漩涡,在不断地旋转着。 楚天琢磨了一会儿,他双手拍在了太月巨剑的甲板上,大片太阴之气弥漫而出,在甲板上堆砌了厚厚的一层。 嘿嘿。 楚天恶意地笑着。 厚厚的太阴之气包裹了甲板上的众多战争傀儡,太阴之气最擅长隐匿前宗,有了这一层太阴之气的掩护,楚天才不怕上面天庭的人发现自己在甲板上倒的鬼。 不过,唯恐天庭真有什么强大的宝贝可以窥破楚天的布置? 楚天瞇了瞇眼,将修复了些许的太阴万化轮迹了出来。 一轮昊月悬浮在太月巨剑上空,清澈却又迷离的月光在白茫茫的太阴之气上跳跃流淌。 整个太月巨剑庞大的剑体都变得模模糊糊的,想要从远处看清太月巨剑的行迹,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太月巨剑就这么慢悠悠的,犹如被勾住了嘴巴的鱼儿,顺着鱼线的方向,悠哉悠哉的飞向了天空。 很快,下方的世界已经看不清楚,四周就是一片七彩迷离的神光。 透过厚厚的神光,可以看到外界漫天光芒流转,天河在缓慢的流淌,无数大大小小的世界在天河中循着某种玄妙的轨迹在或快或慢的运动着。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飞升通道中的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显然被某种力量扭曲了,楚天无法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也无法感受到空间的变化。 他抬头看向飞升通道的顶部,只能看到那小小的七彩漩涡越来越大,越来越近,逐渐有一股奇妙的气息从上方飘了下来。 高贵、威严、神圣、古老,一缕缕金色光霞犹如水雾一样缓缓降落,楚天耳朵边隐隐听到了无数虔诚的生灵高声齐唱颂歌的声响。 那颂歌也没有具体的歌词,只是宛如天籁,红亮,纯净,神圣,端庄,好似天地间某种不可违逆的天律天规,带着一种无法反抗的力量,想要强行烙引在楚天的心底。 东的一声巨响传来,太阳造化中主动清明了一声。 楚天身体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身边浮荡的金色光霞被钟声震得粉碎,那宛如天籁的颂歌声也变得支离破碎难以听得清楚。 楚天长淤了一口气,用力地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刚刚他不知不觉地,居然聚精会神地去倾听那曼妙无比的歌声,他的心潮都被歌声引动了,他就差这么一点点,就要毫无防范地敞开天魂,任凭那颂歌进入自己的天魂深处。 无法想象,若是真被这怪异的歌声侵入了天魂,楚天会是什么下场? 唯命是从的傀儡。 还是,被加以某些不可反抗的影响,从此成为人家手中的棋子。 一切都有可能。 真下作。 鼠爷浑身荧光流转,机灵灵一个寒颤,自行从那无比美妙的歌声中清醒过来,他指着天空咒骂道,没这么做事的,好端端的飞声,大喜的好事情,居然在这里安排了这样的下作手段。 鼠爷恼怒道,这天庭的主子,不是好鸟。 吓,真够不要脸的。 楚天黑黑笑了一声,抬头看着那天空越来越近的七彩漩涡,沉声道,不是好鸟,那就太好了。 那,鼠爷,从小你劫富济贫的时候,总要挑那些坏鸟不是? 鼠爷肥兮兮的小眼睛骤然一亮,怪声怪气的滋滋笑了起来。 四周金色光霞越来越浓,奇异的天籁歌声越来越响亮。 楚天穿着九药甲,不让金色光雾碰触自己的身体,太阳造化中不断清明,将歌声震得粉碎。 他左手捏了一大把威力可怕的雷霆属性天伏,右手紧握青椒剑,身边的所有战争傀儡同时开启了浑身的发射潮盖板,数以百万计的混沌火弩内部的动力法阵开始预热,混沌火弩的尾部已经隐隐有淡淡的火光喷出。 太阳巨剑肚皮中的所有动力熔炉开始满负荷充能,每一个呼吸的时间,都有一条小型山脉体积的灵晶被熔炉焚烧一空,可怖的能量在太阳巨剑内庞大的聚能阵法中不断的凝聚。 若是有人打开太阳巨剑的甲板,就能看到在太阳巨剑庞大的船舱内,有上千个炽热的小太阳悬浮在一座座立体的大阵中疯狂的转动着。 太阴万化轮高悬虚空,清澈的月光笼罩船体。 太阳巨剑分明已经变成了一头疯狂的野兽,但是在太阴万化轮的庇护下,这头野兽安静,闲静,就好似熟睡中的婴孩一样无害。 天庭,火来也。 看着几乎近在咫尺的七彩漩涡,楚天很开心的咧嘴一笑。 天庭,你家鼠爷来了。 霍霍霍霍,老少爷们儿,看好你家的房门,尤其是库房门哦。 鼠爷得意洋洋地摇晃着刚刚长出来的又长又细的尾巴,很轻巧地用尾巴抽了一个鞭花,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下一瞬间,太阅巨剑穿过了一层似乎极其鲜薄,却又似乎极其厚重的七彩薄膜。 一股绝强的压力从四面八方袭来,楚天白皙如玉的皮肤上荡起了一丝丝细微的涟漪,他轻哼了一声,清楚地感知到了四周虚空的恶意。 或许是因为他在飞升通道中拒绝了那天赖妙音洗脑的缘故。 或许是因为楚天身上缺少了被洗脑的人某种莫名的气息吧。 总之天庭这一方世界对楚天表示出了浓烈的恶意,强大的压力从四面八方压迫了过来,以楚天肉身的强悍,都不由地被压得勾搂起了腰身,呼吸都骤然变得困难了许多。 随后就是一声巨响,一声凄惨不似人类的惨嚎声传来,大片清澈的泉水溅出了数百里远,杜震和公飞负责的这一眼阶引池被太阅巨剑彻底挤爆,池底无数七彩宝石犹如出塘的子弹一样四下乱打,不断带起嗖嗖的破空声。 庞大的太阅巨剑强行出现在长宽只有一百里的阶引池中。 长达三百里的太阅巨剑,天知道它是如何通过飞升通道,硬生生从阶引池中挤出来的。 杜震,公飞已经彻底傻眼,目瞪口呆的看着被彻底撑爆,泉水飞溅的阶引池。 阶引池废掉了,四周的几栋小楼彻底被移为平地。 阶引池旁的高塔同样被摧毁,就看到乱糟糟的废墟中,守卫在这里的众多天兵天将浑身密密麻麻尽是窟窿眼,被打得和筛子一样躺在地上,不断有光芒四射的血浆从山口内喷出来。 太阅巨剑撑爆了阶引池,无数宝石飞溅,这些天兵天将估计从没接受过阶引池被撑爆应该如何应变的训练。 他们呆呆地看着无数的宝石当面扑来,将他们打得遍体鳞伤。 甚至他们负责镇守的岗楼都被撞碎了,他们没有杜震和公飞的命令,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阶引池毁了,退凡神水洒出了老远,这也就罢了,让杜震和公飞脸色惨白说不出话来的是,大光明娇的圣女大人,她就好像一块香蕉皮,正紧紧地贴在太阅巨剑的船底甲板上。 太阅巨剑离地七八丈悬浮着,圣女大人倒是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阶引池爆开,太阅巨剑莫名地从阶引池中挤了出来,朱元玉润,容貌毅丽的圣女大人重重的一脸蛋拍在了太阅巨剑上,高耸的鼻梁整整齐齐地陷入了面门里,满口大牙被拍得粉碎,美丽的风鱼的鹅蛋脸,整个变成了一张大圆饼子。 更惨的是,原本身材颇有分量的圣女大人,她的整个正面,也平得好像一张壁画,紧紧地贴在了太阅巨剑厚重坚硬的装甲板上。 换句话说,圣女大人整个平摊在了太阅巨剑上。 鼠爷从楚天肩膀上跳了下来,寻着某种惹是生非,寻信姿势的天生本能,鼠爷跳到了巨剑的护栏上,正好趴在圣女大人的上方,瞪大眼看着一张饼一样的圣女,重重地抽了一口凉气,大惊小怪地尖叫了起来,天歌儿,完蛋里,你弄这么个大家伙上来,有个丫头,被你弄平了。 很莫名地扯着嘴角笑了笑,鼠爷突然抱着肚皮在护栏上胡乱地翻滚起来。 这可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哦。 这丫头的娃,以后要被活活饿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姑娘,你说句话呀。 闯个大气给鼠爷听听。 你真没事吧? 真没事吧? 鼠爷掏出了一块被他啃掉了大半的栗子,用力地砸在了圣女大人的脑袋上。 东的一声响,面皮平平如白板的圣女大人艰难地将面皮从太阅巨剑上撕了下来,很是艰难地抬起头来,目光凶狠如狼,很毒如毒蛇地狠狠盯了鼠爷一眼。 卑贱的妖物,你焉敢,焉敢,焉敢嘲笑姑奶奶我。 满口大牙被撞得粉碎,面皮上尽是血水的圣女大人突然声嘶力竭地尖叫起来,给姑奶奶我堕碎了她,杀了她,烧了她,拿她的骨灰去喂狗。 快,快,快呀。 不然,我让你们一个个都死。 圣女大人跳着脚的嘶声尖叫起来,你们都是死人吗? 给姑奶奶我杀了她。 啊,啊,啊。 你们知道我的未婚夫婿是谁吗? 是西天大地的幼子,公孙郎郎少君,是公孙郎郎少君啊。 杜震和公妃吓得手脚发软,咕咚一下就滚在了地上。 但是一瞬间后,两人几乎是同时一跃而起,跳着脚撕声尖叫起来,你们都是死人吗? 杀,杀,杀,杀了这巨剑上的人。 杀光他们。 杜震和公妃相互望了一眼,同时悍然点了点头。 现在他们也顾不得什么宣罗少君和宣赫少君了。 宣罗少君和宣赫少君再厉害,他们的亲爹也不过是一位尊王,整个天庭,尊王这个级别,或者说天王这个级别的上层人物,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也有七八十人。 而大地级的恐怖存在? 类似西天大地这样的恐怖存在,整个天庭除了五方五帝,也只有另外三五个大能强者能和他们分庭抗争。 天帝啊,这可是整个天庭最顶尖的至尊强者,尤其西方天帝,更是五方五帝中最霸道,最残酷,最无情,麾下掌控的天军杀戮最盛的恐怖人物。 眼前的圣女大人,怎可能是西方大地的未来儿媳妇? 这怎么可能? 可是,想想看,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大地级别的人物形式,要给他们这些小人物任何解释吗? 杜震,公妃声嘶力竭的尖叫着,四周崩塌的岗楼废墟上。 数百名浑身飙血的天兵天将漠不作声的冲天飞起,排着整齐甚至是精密的阵型,从四面八方向楚天包抄了过来。 楚天和鼠爷相互看了看,很莫名的盯着四周区区数百天兵天将。 这节奏不对呀? 只有这么天兵天将? 按照楚天的想法,此刻应该是一声令下,千军万马冲杀出来才对喝。 怎么就这么点人? 第五百七十六章天庭的意志 只是数百天兵天将而已。 楚天松开用手倾交剑,任凭他悬浮在自己身边,右手拇指中指轻轻一旦,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数百架只剩下最主要的骨架结构,以及附加在骨架上的庞大发射潮的战争傀儡从太阴之气中冲了出来,他们的眸子里骤然亮起了赤红色的幽光,冷漠,无情,和那些天兵天将的目光一样僵硬且死气沉沉。 一道道混沌火弩喷出,一条条长长的烟尾拖得老长老长。 七小天公特制的混沌火弩体积较小,但是威力可一点而都不小。 鸡腿粗细,一尺多长的混沌火弩命中目标后,黑红二色的火光席卷方圆百丈之地,百丈内进程混沌,万物都会被彻底分解成最本出的混沌气息。 数百天兵天将排着精致,整齐的阵形向楚天冲了过来。 圣女大人声嘶力竭的尖叫着。 黑罗王偷偷摸摸的从太阅巨剑的船底爬了出来,四肢着地,捏手捏脚的向远处逃窜。 数十名刚刚飞升的下界修士浑身是写的从小楼废墟中爬了出来,目瞪口呆的看着数百天庭神兵神将像一条体长三百里的灰红巨剑包抄了上去。 这些下界修士包括黑罗王在内,脑子里都是一片混乱。 这是整什么呢? 天庭不是传说中的极度逍遥,无比祥和的盛世福帝们? 传说中这里人人都安居乐业,永生无忧。 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这么大一条巨剑? 怎么会整个街引池都被摧毁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天兵天将杀气腾腾的包围这条巨剑? 天庭传说中的安静祥和尚哪里去了? 数百木头木脑的天兵天将被数千发混沌火弩命中。 大音无声,数千发混沌火弩几乎是同时爆发,巨大的声浪震荡虚空,极昼的高频声波聚集在一起,天地间的所有正常人能听到的声波反而都被碾碎了,所有人耳朵里都是一片空白,完全听不到任何声响。 四目的白光笼罩了世界。 以太阅巨剑为中心,远的有数百里,近的只有十几里,数百团黑红二色的云团在空中很舒缓的扩散开来,一根根蘑菇云直冲高空。 天路世界特有的混沌火弩,在这一方天庭第一次展示出了他猙獰的獠牙。 闪耀着淡淡滑光的天庭大地被破开了数十个猙獰丑恶的,被黑红二色火焰覆盖的大坑。 数百天兵天将一声不吭的被混沌火弩撕成了粉碎,身躯在混沌气流中被绞成了一缕缕最本出的,最浑浊的混沌气流。 只是最低等的天兵天将喝。 楚天倾笑看着瞬间全军覆没的天兵天将们。 很显然,天庭在接引池并没有派驻重兵,想来下界飞升的修士,也不可能有人对驻守在这里的天兵天将造成任何威胁,数百天军就足以横扫一切狂妄不尽的凶徒。 奈何他们碰到了楚天? 这可是一个实力,修为,心性,底蕴,完全不按照天庭的规矩出牌的家伙呀。 火光冲天,狂暴的热风席卷大地,一根根蘑菇云很清晰的烙印在了天庭风景如画的背景中。 毁灭性的辐射能量充斥虚空,那些刚刚经过退凡神水洗炼的飞升修士痛苦的呻吟着,身躯无力的倒在了地上微微抽搐。 哪怕是被退凡神水洗炼成了最基本的天庭神体,混沌火弩释放出的辐射能量,依旧让他们难以承受。 好些人的皮肤上生出了密集的黑红色的水泡,更有人不断的吐出血来。 不仅是身躯受到了伤害,这些人原本纯净的单一属性的神体,也被浑浊,复杂,斑驳不堪的辐射能量污染了,再也不纯净。 青椒剑悬浮在身边,楚天手指轻轻弹动青椒剑的剑锋,青椒剑就好像调皮的金鱼,在楚天身边惬意的打着炫耳,犹如风车一样胡乱的旋转着。 楚天一步一步走到了太阅巨剑的船头,居高临下的俯瞰着目瞪口呆的杜震和弓飞。 抱歉。 楚天摊开双手,很诚挚的向杜震和弓飞微笑道,我也没想到,会弄出这么大的乱子。 呵呵,那位姑娘,嗯,毁容不至于的了,大家都是修炼之人,区区外伤,随便几颗丹药也就重新变得漂漂亮亮的。 干笑了几声,楚天好奇的看着脸色惨淡的杜震和弓飞微笑道,好了,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就不要提了。 我很好奇呢,你们这里,就准备了这么点人马。 抓起青椒剑的剑柄,用剑柄用力的磨蹭了一下瓶角,挠了挠痒痒,楚天皱着眉头不解的问道,按理说,某位天庭的大人物,出动了无数天兵天将,将我飞升的那个世界彻底封锁了。 他是逼着我必须要飞升天庭呢。 杜震和弓飞同时吞了一口吐沫,果然是那话而来了。 两人张嘴想要说点什么,但是楚天很粗暴的一挥手,一股狂飙轰出,将两人到了嘴边的话又给憋了回去。 杜震和弓飞身体机零零一个寒颤。 楚天随手派出的狂飙,居然憋得他们说不出话来,连吐气都变得极其困难,甚至封禁如刀,直接切开了他们的面颊,两人的脸上热乎乎的,十几条深渴击的伤口正是刚刚被封禁切开的,此刻不断的有热血从中喷出来,很快染红了两人的衣衫。 两人震惊了。 他们无法理解的看着楚天。 下界刚刚飞升的修士啊,还没洗炼神体,还没在天庭重新修炼天庭的诸斑至高功法,没有获取那些强大的神通秘术,区区一下界小修士,怎可能伤害到他们这些天庭正神? 哪怕,他们只是最底层的天庭正神,只是拥有一节之力的小神而已。 看着楚天的笑脸,两人犹如剑道恶鬼,吓得战战兢兢,再也不敢说话。 我很奇怪。 就你们这点人,够干什么呢? 楚天真心很不解的看着杜震和公飞,难道不应该是,这里埋伏了千军万马,等我飞升上来后,某人一声令下,就将我生擒活捉,然后就地正法吗? 杜震,公飞呆呆的看着一脸是笑的楚天,很想告诉他,剧本不是这么编的呀。 谁能想到,你这丝这么不按照规矩来呢? 东的一声鼓响传来,四面八方突然大片神光翻滚,一道道悲声巨大羽翼的人影不断从神光中涌现。 千、万、十万,短短几个呼吸后,起码不下百万天兵天将把这阶引池周边的虚空封锁得严严实实。 杜震,公飞僵硬干瘪的面皮骤然变得风润充满光泽。 他们猛地向后一窜,脚下一道神光喷出,犹如红桥拖着他们向后飞退上上千丈远,干净利落地窜进了大群天兵天将的阵列中。 巨大的羽翼急速地拍打着,数千名天兵天将张开羽翼,将杜震,公飞,还有他们两人的属下一行人牢牢地护在了后面。 杜震突然高呼了一声,猛地向着太阅巨剑指了一下。 数十尊天将的身体骤然一将,他们眸子里神光骤然亮起,十二名被生三对羽翼,羽毛光则呈现出淡淡金色的天将无声地拔出长剑,身躯化为大片金色烈火向楚天冲了过来。 另外一名身高五丈上下,背后生了四对羽翼,气息颇为凌厉的天将则是身体一晃,背后羽翼闪烁出大片银色寒芒,带起大片残影飞快地到了圣女大人的身边,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 残影在线,天将带着面目全非的圣女大人向后击退,眼看着就要退去天兵天将的护卫群中。 十二柄金光灿灿的长剑荡起大片火焰,带着逼人的高温已经劈到了楚天面前。 十二名飞扑而来的天将化身火焰,他们的身体似乎以火焰的形式怪异的融为一体,组成了一团战地近百丈的金色火球,十二柄长剑就是从火球中撕了出来,犹如刀轮风车一样斩向楚天。 楚天身体纹丝不动,区区十二名大概就是三节之力的天将而已,这点力量,甚至伤不了她的皮毛。 更不要说,她还穿戴着九药甲。 任凭金色长剑带着金色烈焰劈砍在自己身上,密集的叮叮撞击声震得人耳膜剧刺痛,楚天对此置之不理,而是一只太阅巨剑上空悬浮的太阴万化轮,一抹清澈的月光当即一闪而美。 带着圣女大人向后击退的天将面前突然出现了一片薄薄的太阴之气,天将跑得太快,太阴之气出现得太突然,天将一头撞在了薄薄的宛如一扇门的太阴之气上,就听嗡的一声脆响,这天将居然凭空闪现在了楚天身边。 十二柄金色长剑在弹指间对楚天攻击了数万次,随后是这懵懂不知所以然的天将突然出现。 十二柄金色长剑狠狠地劈在了这尊天将的身上,这气息凌厉的天将比身边的铜辽强,但是也强了不多,大概相当于五节之力的水准。 无数条金色剑光劈头盖脸的落下,这天将只是发出了一声怪异的嚎叫,就被铜辽的剑光劈成了大片银色的寒星飘散。 一颗水缸大小的金色光团从这天将的体内飞出,光团骤然膨胀,眼看就要爆开。 杜阵,公飞,还有附近的无数天兵天将同时色变,一个雄魂有力,语气中充斥着上位者特有的高高在上优越感的声音突然响起,混账东西。 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 楚天一掌暗在了极速膨胀的金色光球上,天地熔炉将金色光球强行吸纳了进去,白琉璃灯斩放出一道清幽幽的灯光照耀在了金色光球上。 无数身体半透明的金色灵魂体内的金色神光被极速抽走,转化,他们变得面带微笑,一脸闲静的从楚天身边悄然闪现。 在无数天兵天将呆滞的目光中,在杜阵,公飞不可置信的惊恐目光中,在刚才那声音惊怒交集,莫名带着一丝恐惧的怒吼声中,无数被楚天超度的灵魂冉冉飞起,静静地没入了虚空中。 这,这,这不可能。 一尊身穿金色长袍,身高三丈许,通体被赤裂的金色火焰环绕,烈焰熊熊在他身后组成了一座高有九丈,内外三十六层的金色神龛,身躯每一个毛孔都在向外喷射出无边光和热的威武男子大踏步的从天兵天将中走了出来。 吾,太仓,乃天亭巡视这一方天境的元帅。 威武大汉身躯微微站立着,指着楚天立声喝道,邪魔,你用了什么手段,居然…… 居然,你居然,让已经归顺天庭,进入无忧神国勇士逍遥的灵魂,你居然让他们,让他们…… 姐姐把扒了好一阵子,太仓才生丝力竭的尖叫起来,你居然,让侍奉神灵的信众灵魂,沉沦,堕落,彻底的,堕落。 你,你,你是何处来的邪魔? 楚天一把抓住了圣女大人的脖子,将他高高的举在手中。 青椒剑很配合的清明一声,乖巧的将自己最锋利的剑锋,轻巧的架在了圣女大人的脖梗上。 与此同时,他左手一枚精巧的天幅击射而出,这枚火,雷双重属性的天幅飞快的没入了十二尊天将融为一体组成的巨大火球中,就听一声巨响,十二条身影猛的从火团中飞出。 十二尊天将背后的羽翼被炸得稀烂,屡屡黑烟不断喷出,他们摔倒在地上,挣扎了半天却动弹不得。 太苍看都没看这十二尊天将一样,而是张开右手,慢慢的向楚天抓了下来。 楚天微微一笑,青椒剑轻轻一抖,就在圣女大人的脖梗上切开了细细浅浅的一套血痕。 圣女大人猛的嘶声尖叫起来,她疯狂的在楚天手中挣扎,但是刚刚被退凡神水转化了小半神体,她全身胸位已经消去了大半,此刻的她就是一个略有肉体力量的凡人,哪里托得了楚天的手。 楚天看着太苍缓缓缓说道,让开一条去路,不然,这位西天大地的儿媳妇,可就毁在你手中了。 太苍默不作声的一步踏出,大手继续向楚天抓下。 杜震和公飞齐声尖叫起来,他们跳着脚尖叫道,太苍大人,太苍大人,这是西方大地。 太苍缓缓缓转过头,他的瞳孔内两点金光一闪,杜震和公飞腰部以下的身躯就轰然炸开,炸成了无数点淡金色的血水喷出了树里的远。 楚天的心骤然一抽。 太苍转过头来,看着楚天冷声道,区区一下见女子,你莫非以为,她就能威胁得了,天庭的意志。 楚天的脸色微微一沉,你能代表天庭的意志。 太苍冷然一笑,右手骤然化为一片厚重的金色大山向楚天砸了下来,我能代表天庭的意志,当你让天神的信徒堕落,沉沦,天庭的意志就是让你去死。 第五百七十七章 少军的愤怒 天庭,西部 九十九重黑色的云盖高悬虚空,形如圆盘的黑色云盖广袤无边,每一重云盖上,都矗立着无数的宫殿楼阁。 一重重云盖泪叠而上,最下方的云盖直径最为庞大,最上层的第九十九重云盖面积最小,但是直径也超过了千万里。 无数倍声双翼的天兵天江围绕着这些云盖盘旋飞舞,好似永远不会疲累一样,从不见他们落地休息。 远远看去,这些天兵天江背后巨大的雨意中有几根长长的黑色陵羽,他们飞行的时候,就在虚空中拉出了一条条长长的黑色光痕。 最上一层云盖上,大片奢华精美,通体暗金色的宫殿楼阁中,公孙琅琅穿着一球宽松飘逸的黑色长袍,淡淡的笑着,轻快的在游廊之间敲步穿梭。 十几名声的俏丽异常,美轮美奂的小丫头微笑着,紧紧的跟在公孙琅琅的身后。 一群小丫头子目光好似蜜糖,紧紧的粘在公孙琅琅高大,健壮的背影上,分秒不会离开丝毫。 公孙琅琅知道这些小丫头子在偷看他。 对此,他颇为享受,脸上的笑容也越发的淡然。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出身尊贵,天资卓越,自身修卫在天庭年轻一代中堪称绝顶,更坚守段高明,为人处世雍容大度,处置得当,整个天庭谁不传送他公孙琅琅的美名。 不要说其他那些天地,尊王的废物儿子们,就他的那群废物兄弟。 呵呵,亏他们和公孙琅琅有着同样的血脉,但是和公孙琅琅相比,那都是一群垃圾。 微微昂着头,心情很不错的公孙琅琅走下回廊,穿过一个小小的花圃,随手将一枚珍贵无比的九龙吞日大珠佩递给了正贵岛行礼的一个花匠手中。 那花匠看着手中沉甸甸,闪耀着夺目神光的大珠佩,成黄成孔的一头磕在了地上,嘶声高呼着向公孙琅琅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感激和狂热的拥护。 公孙琅琅笑着点了点头,不乏轻松的离开了。 这就是,愚民啊。 给他们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对公孙琅琅来说连一点而价值都没有的垃圾货色,他们就会感激的成黄成孔,感激的五体投地,这个花匠,现在恨不得将自己全家老小的性命都献给公孙琅琅了吧。 当然,虽然他们全家老小的性命不值钱,对公孙琅琅也没用。 但是这种感觉,真不错喝。 公孙琅琅笑呵呵的走过了小花园,穿过一座月亮门,前方一条小道两侧,种满了通体漆黑的建筑。 这些建筑一律高有十七八丈,却只有人手腕粗细,短得似的纤细异常,笔挺如箭。 漆黑的建筑上每一片竹叶都漆黑如墨,不断向外喷射出灵力如刀的黑色雾气。 屡屡黑雾犹如实质在空气中喷出老远,相互之间撞击的时候,还不断发出叮叮声响。 这些黑气往往会在空气中盘旋飞舞一刻钟以上,才会慢慢的沉淀下来。 建筑林中的土地漆黑如墨,没有丝毫反光,地面上没有丝毫杂草,干净疏朗,透着一股让人恨不得就这么躺在地上,永恒的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的怪异诱惑。 停下。 公孙狼狼右手轻轻虚暗,一群小丫头子就不情不愿地停了下来,一个个目光火热地盯着公孙狼狼的背影,那火热,甜蜜的目光中,却又充斥着难以形容的忧怨之色。 公孙狼狼微笑着,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些小丫头子心头的忧怨。 但是作为上位者,他定然不能什么事情都依着这些小丫头子。 他必须有自己的一点点秘密,保持一点神秘感,如此才能更好地吸引那些下位之人。 虽然他知道,这些小丫头子已经完全成了他的俘虏,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都已经彻底被他俘获。 但是这种肆意操控他人情感,情绪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 从生命到命运,全盘掌控,这种掌控全局的感觉,更加好。 顺着剑竹林中的小道一路向前,蜿蜒的小道足足有数百里长,在公孙狼狼脚下,却也只用了短短一盏茶时间,他就来到了竹林深处。 这里有一眼小湖,大概千亩大小的湖泊上生满了通体漆黑没有丝毫杂色的莲花。 从莲叶到莲花都漆黑如墨,水缸大小的莲花中,一缕缕黑色幽光升腾而起,在莲台上勾勒出了一条条虚幻,迷离的身影,散发出让人窒息的,动摇神魄的可怕力量。 仔细看去,这些迷离的身影就好像一尊尊被无数年供奉在神台上的神像,他们缓缓的转过身,幽深的眼眸死死的盯着公孙狼狼,然后不断发出低沉的呵呵笑声。 可怕的毅力充斥虚空。 一波波让人神魂动摇,几乎要将神魂崩解的可怕力量在虚空中游荡。 有细微的奇异的声音声在公孙狼狼耳朵边响起,这声音充满了时间最诱惑,最堕落的力量,若是那些小丫头子来到这里,他们估计在听到这声音的一瞬间,魂魄就已经飞出体外,彻底的烟消云散了。 公孙狼狼轻喝了一声,眉心一抹形如印喜的黑色幽光一闪而逝。 所有异象都消失了。 所有的黑色莲花静谧的矗立在那里,通体漆黑的花朵,居然给人一种无比圣洁,无比端庄,无比威严,高高在上的奇异感觉。 公孙狼狼笑着,脚踏着湖泊上的黑色莲花,步伐轻盈的越过湖泊,来到了对岸一座精巧的小楼外。 推开楼门,登堂入室。 外界看上去只有三层高,占地不过七八丈方圆的小楼,内部却是一座极其辉煌壮丽的宫殿。 通体漆黑的宫殿内黑雾弥漫,一股静谧,幽静,几乎死寂的气息充盈虚空,公孙狼狼的所有动作发出的细微声音,都被这座宫殿吞噬一空。 来了! 宫殿内,一个甜蜜,迷人,让人恨不得犹如投火的飞蛾一样焚烧在内的魅惑声音悠悠响起,狼狼,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这声音慵懒到了极致,每一个字都好似用尽了全部力气,在蜜糖罐子里狠狠地浸透了后,这才慢悠悠地吐出了嘴唇。 大光明娇的明末儿,飞声了。 公孙狼狼轻快地笑着,虽然是出于意外飞声,但是我已经派人去迎接了。 只要他来了,大计定了。 黑色的大殿中突然有一缕缕黑色的明光照耀下来。 黑色的,明光? 这丝完全不应该搭配在一起的词汇,也是不应共存的概念。 但是在这座黑色的,黑色浓雾弥漫的大殿中,黑色的明光的确存在,而且它从大殿的顶部照耀下来,照亮了大殿中的一切。 黑色的浓雾冉染染散开,露出了宫殿中一张黑玉雕成的,有上万头魔缝纠缠盘旋的云榻。 一缕缕黑色幽光犹如鹰落一样从云榻上方垂落,一缕缕环绕在云榻上一具完美的动体上。 完美的动体,找不出任何瑕疵,天下没有言语可以形容它的完美。 因为太过于完美,所以这具动体甚至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包括它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好像噩梦中吸人精髓的女妖一样,迷离,迷幻,朦胧,透着浓浓的恐怖气息。 公孙狼狼笑着走向了云榻,他轻松地说道,明墨儿,记得我给你说过它。 这女人别的也一无是处,唯有一点好处,她体内自然孕育了一点先天大光明圣光。 斜靠在云榻上的完美动体轻轻地哼了一声,哟,你说的,是你那小情人呢? 嘿,小情人飞升了,你挺得意呢。 朗朗少君,西天大地最得意的儿子,你把我这小小的弱女子,当作什么呢? 公孙狼狼满脸是笑地凑到了云榻旁,伸出双手,轻柔地握住了那女子的一双玉手。 她,怎能算是我的情人? 你懂的,你明白的,我没有瞒过你分毫,她只是工具而已。 斜靠在云榻上的,是一名二八年华,生得美轮美奂无可挑剔的绝美少女。 她静静地斜靠在云榻上,任凭公孙狼狼握住了自己的双手,很冷淡,很冷清,很冷气,带着一丝百无聊奈的幽怨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哟,工具。 亏你巴巴地给她大光明叫这么多好处,巴巴地把她引上来。 公孙狼狼单膝跪在了云榻旁。 公孙狼狼居然单膝跪在了云榻旁。 她就这么跪下了,她甚至从小到大,没有向她的父亲跪下过。 她跪在云榻边,温情款款地看着少女轻柔地说道,你知道的,你懂的,我也给你解释过的,她只是一工具而已,你和我的孩子,天生的黑暗圣体。 若是能在明墨儿的体内温养长大,她的天资,足以让她进入那大人物的眼帘。 公孙狼狼激动的浑身都在哆嗦,她轻微地颤抖着,低沉地咕咙道,只要我们的孩儿,真个能够拜她为师,呵呵,你我的前途,就不仅仅是天庭的一方大地。 少女激嘲道,难不成,还能独霸天庭吗? 你让我,将自己腹中还没成形的孩儿,送进别的女子肚皮里温养,呵呵,传出去的话,岂不是? 我何等尊贵的身份,连自家孩儿都无法养活吗? 公孙狼狼没搭理少女明显故意和她闹别扭的话,她微笑着说道,何止是区区天庭,或许,你我,可以超脱这一方天庭,成就更高。 你知道的,你的出身,你知道的,这五方五帝,说到底,只是那些天兵天将背后之人的奴仆而已。 公孙狼狼紧握双拳,她低沉的咕咙道,你我的父亲,还有你我的所有族人,看似尊贵无匹,其实只是某些可怕存在的奴仆而已。 我们只是牧民官,替他们放牧一方而已。 深吸了一口气,公孙狼狼站起身来,坐在了云榻上,侧着身体搂着少女的腰身微笑道,但是那位大人物,她是真正的大人物,若是我们的孩儿,能拜她为师,呵呵。 少女轻轻的哼了一声,翻了个白眼。 公孙狼狼压低了声音,低声下气的说道,不管怎样,你我依旧是我们孩儿的父母。 你我生出的孩儿,实诚实的是黑暗圣体,这等资质也是珍稀罕见,但是对那大人而言,却也不算什么。 深吸了一口气,公孙狼狼的声音都不自由地提高了几个声调,黑暗圣体不算什么,但是先天的黑暗圣体若是能够汲取了明末而体内的那一点先天大光明圣光,我们的孩儿就是先天无上光暗神体。 绝对对立的光暗之力,完美融合于一条,直指天地先天大道,万物演化尽出其中。 公孙狼狼急促地说道,我们的孩儿,定然会被那大人看中,成为那大人的弟子,嘿,暄罗那蠢货,当我不知道他手下的喽罗线上的阴阳五行造化神卵吗? 阴阳五行造化神卵,固然是无上绝品,可是哪里能和我们孩儿的资质相比? 只要我们的孩儿能够成为那位大人的弟子,不仅仅是这一方天庭,你我未来能够掌控的,起码是这一方天庭百倍甚至是万倍的领域。 公孙狼狼欢天喜地地轻声嘀咕着,少女很矜持地,很作作地,不时发出几声不情愿的哼哼声。 公孙狼狼也就很配合这少女的矫情进而,温言悉语地宽慰着他。 就在两人你浓我浓的时候,急促的脚步声响起,一名身穿黑色进装,全身都笼罩在一层黑雾中的精悍男子大步闯入了大殿。 精悍男子冬的一声单膝跪倒在地,低沉有力地说道,少军,藏火世界大光明叫圣女名默而飞声,我们派去迎接的队伍回禀,他。 云榻上的少女很兴奋地坐了起来,看着那精悍男子笑问道,他怎了?飞声之前,贝雷劫毁了容貌吗? 公孙狼狼无奈地看向了天花板,故作夸张地叹了一口气。 精悍男子沉默了一会儿,他身体微微一矮,沉声道,他,被人生擒活捉,如今正作为人质,和太苍元帅对质,太苍元帅已经下了重手,似乎是不惜他的性命,也要斩杀绑票他的贼人。 云榻上的少女重重地躺回了云榻上,很是夸张地长长地淤了一口气,哎哟,小半天没合眼,倒是有点疲累了,这人送一碗冰殴火莲羹来吧。 嘻,嘻,嘻。 一句话说到最后,这少女实在是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很显然,凝末而倒霉,他很开心,说不出的开心。 无声无息地,整栋大殿化为屡屡飞灰飘散,公孙狼狼温和的笑声响彻云霄,哦? 说,还有这样的事情? 前面带路,我去杀了他就是。 第578章大报 呜哈 太苍大手抓下,犹如一座山,犹如一片天,带着滔天的金色烈焰向楚天砸了下来。 四周无数天兵天将眸子里喷涌出各色光焰,齐齐举起兵器大声呐喊。 他们背后的羽翼煽动,数百万天军犹如一体,围绕着太若巨剑极速的旋转起来。 战鼓震荡,号角惊天,无数天兵天将齐声呐喊,声势惊天动地,只能震得天的摇晃,星辰坠落。 一道巨大的,由七彩神光组成的巨大龙卷风裹住了太阅巨剑,无数天兵天将在急速盘旋,他们目光炯炯凝视着太苍和身陷包围圈核心的楚天,不断倾尽全力发出战吼声。 来! 古号声让楚天心头热血骤然膨胀,他大声笑着,左手术十枚威力极大的雷火属性天幅漂浮在身边,左手掌猛的一番,通体上下惊血气焰犹如狼烟冲起来数万丈,一只比起太苍的大手之大不小的血色掌印轰鸣着向天空金灿灿的手掌迎了上去。 太苍元帅,手下留情啊! 杜震和公飞半截身躯都已经粉碎了,他们还没能弄清情况,依旧歇斯底里的惨嚎着。 太苍轻蔑地笑着,他对杜震和公飞的哀嚎声视若无睹,手掌再次加了一把力量,沉甸甸地向楚天砸了下来。 血色巨掌和金色手掌重重地撞击在一起。 楚天只觉一股沉重的力量从天空落下,他浑身骨骼咔咔作响,巨大的力量从手掌涌遍全身,承托他全身力量的两条小腿骨直接裂开了无数裂痕,膝盖更是扭曲变形。 好大的力气! 楚天惊怒焦急看着太苍,这股力量,这股力量大的让楚天无法承受。 可是他分明便稀出,这并非纯粹是太苍的力量。 这一方天地都在帮助太苍,有一股气势恢弘,威严凛然的天地距力加持在了太苍的身上,这才让太苍轻描淡写的一掌有了如此威能。 若不是这天地之力。 太苍的身体剧烈的颤抖着,他拍出的金色手掌剧烈的震荡着,楚天以战神精血,激发全身肉体力量,燃烧精血气焰,全力轰出的一掌力量绝大,威势惊人,简直犹如数万条洪荒巨龙在同时作乱,威势致大让太苍根本无法承受。 威势有天地距力加持,太苍的金色手掌崩解了,崩溃了,精纯,强大的精血气息侵入了他的身体,引动他全身神血骤然燃烧起来。 一缕缕金色的精血气焰从太苍的体内喷出,太苍不由地发出尖锐的痛呼声,痛得脸色都变了。 和楚天自行激发精血气焰不同,楚天身上的精血气焰是他精血力量澎湃至极的外在显露。 而太苍,他是硬生生被楚天强行点燃了全身精血。 气血如火山,沸腾如潮,无法遏制。 太苍的蹊跷中同时有金色的粘稠火光喷出,他身体剧烈地哆嗦着,大颗大颗的汗水不断从他毛孔内喷出。 他猛地拔出了背后背负的金色巨剑,生丝力竭的一剑向楚天当头斩下。 邪魔,这是什么诡异手段? 太苍在怒吼,剑光如狂潮,漫天都是金色的剑光乱杂杂地向楚天斩下。 楚天将手中的圣女名墨而迎向了太苍的剑锋。 太苍对明墨而视若无睹,对他而言,一万个明墨而挡在面前,也阻止不了他一剑将楚天击杀的决心。 楚天居然可以让身处天兵天将体内神国的前程信徒灵魂彻底的陨落,脱离天庭制定的信众体系,顿入天地之间自然生成的轮回大道中。 这是何等的大逆不道? 这是何等的罪该万死? 这根本是动摇整个天庭力量体系,统治架构的无上罪孽。 死,死,死啊! 太苍的身后,一众众金色烈焰组成的神龛不断浮现,一众众神龛上一圈圈明光犹如宝轮缓缓转动,每一圈宝轮中都能看到一尊尊金甲神人或站或坐,通体散发出无上威严。 更有刀枪剑几个色金色神兵在神龛中若隐若现,每一件兵器都放出刺目的金色神盲,不断融入太苍手中的金色大剑中。 剑锋剧烈激荡,发出嗡嗡俱响,漫天剑光如海潮,淹没了整个太阅巨剑。 远处传来公孙狼狼气急败坏的尖叫声,太苍!你好大的胆子!你敢伤我的人! 太苍身后一片金色浓云翻滚,无数金色透明的人影在浓云中若隐若现,他们齐声高呼赞颂太苍神圣伟大的歌谣,声嘶力竭的赞颂太苍的尊贵不凡。 一缕缕精纯的金色流光不断从这些金色人影体内注入太苍身体,太苍的剑势骤然凌厉了百倍以上,他身后金色烈焰组成的神龛中,一句句金甲神人和金色神兵已然凝成了实质,好似随时能从烈焰神龛上一跃而下抱起杀敌。 公孙狼狼的怒吼声变得格外的尖锐,隐隐带着一丝狼狈和气急败坏。 太苍对公孙狼狼的鹤令声置之不理,只是全神贯注的,用尽全部的力量向楚天挥出了这一剑。 楚天身边漂浮着的天符一枚接一枚的飞上了天空,天符连绵爆开,每一枚天符都爆开了百丈大小的炽热烈焰,无数水刚粗细的雷光无声无息的从烈焰中喷了出来,将金色的剑光狂潮轰开了一个个大大的窟窿。 一个个窟窿破开,漫天金色剑光继续涌来,不断将这些窟窿重新填补修复,如潮的剑光依旧坚定地,快若闪电沉重如山的向楚天斩了下来。 天空中,无数天兵天将突然凝制在空中,他们背后巨大的羽翼齐齐向前一抖。 无数条羽毛状的神光化为滔天的光潮,带着刺耳的破空声向楚天覆盖了下来。 鼠爷的尖叫声响彻云霄,嘿,真稀奇嘿,拔毛打人。 九要甲喷出夺目的光焰,一百零八面有湮灭星珠融入的星主旗悄然飞出,在楚天身边勾勒出了一条形如苍龙的灵动星图,一股沧桑,灰红的星辰之力冲天而起,一条苍龙虚影盘旋在楚天头顶,为他挡住了第一波剑光。 星辰之力凝成的苍龙仰天无声的长效,长达百里的苍龙体内,一百零八团黑油油的黑洞急速旋转着,疯狂,贪婪地吞噬着周边一切有形无形的存在。 太苍的剑光崩解,数百万条剑光被苍龙体内一百零八颗湮灭星珠所化的黑洞绞碎,一口吞得干干净净。 空中的金色剑光凝成的狂潮骤然缺了一大块,太苍也感觉到了手中骤然传来的空虚感,他双眸骤然亮起,猛地盯在了一百零八面星主旗上。 智宝 邪魔,哼 太苍低沉的咕浓了一声,他的体内精血还在燃烧,他的身上精血燃烧后喷出的火焰越发的赤裂,他的蹊跷中不断有燃烧的血浆喷出来。 大片大片燃烧的,高温的金色血浆犹如刚刚从钢锅中倾泻出来的黄金溶液,带着炫目的光芒向四周飞洒。 太苍眸自身处带着一丝贪婪之色,他身后的金色神龛中,一柄柄神兵力气带着一团团夺目的金色火光喷泻而出,向楚天猛地打了下来。 苍龙转身,一柄柄神兵力气被苍龙爪子打得粉碎。 无数羽毛撞神光凝成的狂潮蜂拥而至,苍龙庞大的身躯缓慢的舒展着,任凭无数羽毛撞神光狂轰烂炸,也只是在苍龙体表荡起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火星。 楚天体表的九要甲内一层层星图犹如绽放的花瓣一样悄然展开,一波波强大的气浪向着四周呼啸着冲出,将金色剑光和无数羽毛撞神光爆炸后造成的余波推出了老远老远。 楚天右手握着明墨儿的脖梗,看着太苍和数百万天兵放声大笑,还有什么招?若是没有,我可走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说起来也就是两句话的功夫。 公孙狼狼的尖笑声已经逼近到了不到百里之的,在这个接引池的正西方,突然有大片黑光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半边天空都变成了黑色,万物都被黑色的光芒淹没,任凭你是拥有千万种颜色的神花一草,在这黑色的光芒中也颜色全无,全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黑色水晶之地。 一架三条黑龙拖拽的战车翻滚而来,身披黑色重甲,外面套着一球黑色战裙的公孙狼狼手持一根长脊,气急败坏地在百万倍升黑翼的天兵天将的簇拥下,怒吼连连地向这边冲杀了过来。 太苍,给我住手。 混账东西。 你是想死吗? 你今日若是伤了明墨儿一根汗毛,就算是中央大帝,也保不住你的性命。 下贱的东西,奴婢一样的混账,你敢不听我的话? 你以为你是什么个东西? 公孙狼狼口不择言地破口大骂,太苍则是阴沉着脸,继续催动全部的力量,带领数百万天兵天将围攻楚天。 楚天回头向西方望了过去。 公孙狼狼已经逼近百里,他身边有数十名身高将近十丈,背声八对黑色羽翼,气息强地让楚天都感到一阵窒息的天将紧紧跟随。 似乎是感应到了楚天的目光,一尊天将猛地抬头向楚天看了过来。 黑色的羽翼,黑色的长发,黑色的战甲,白皙的面颊上,眼珠里黑漆漆的一片,不见丝毫白色。 深邃的黑眼珠犹如两个黑洞,猛地吸附住了楚天的目光。 楚天的天魂骤然一晃,差点被这天将诡异的眼眸将天魂从神窍天境中抽走。 楚天吓得后背一阵冷汗渗了出来,这天庭的底蕴,果真不能小觑。 太阳造化中在神窍天境中狠狠一荡,一声钟鸣响起,楚天的天魂骤然稳定下来,他猛地转过头,摆脱了和那天将的目光对视,他深吸了一口气,悬浮在头顶的太阴万化轮急速地向下飞坠。 月相变幻,楚天的身影在月光中逐渐朦胧模糊。 他一把抓起了手中的圣女明墨儿,用力将她向公孙狼狼投掷了过去,下,本作可不是用女人来挡枪的下三烂,只不过喝,这家伙的确不给你面子。 您知道你是为了他而来,这家伙还是悍然下杀手。 楚天将明墨儿丢出去的一瞬间,趴在楚天肩膀上的鼠爷突然眼睛一亮,爪子轻轻地在明墨儿的身上掏了一把。 先天大光明圣光。 这等宝贝,怎么会在这丫头身上? 便宜鼠爷我了。 鼠爷笑得格外的灿烂。 飞迟而来的公孙狼狼怒笑一声,他丢下手中长脊,极其温柔的双手托住了明墨儿。 他对于面庞撞成了一块平板的明墨儿那猙獰的面皮视若无睹,很温柔,很温情地,用自己的下巴在他的额头上轻轻地碰触了一下,墨儿,你受苦了。 都是我不好,不知道你居然会突然飞升上来,没有提前派出迎接你的队伍,这都是我不好。 微微一笑,公孙狼狼温情款款地看着明墨儿轻声道,不过,一切都过去了。 你放心,你。 公孙狼狼的笑容突然一脸,他犹如恶狼一样恶狠狠地盯着明墨儿上下打量了一阵,突然一耳光狠狠地抽在了明墨儿的脸上,将明墨儿打得原地犹如陀罗一样急速地旋转着。 贱人?你的那一道先天大光明圣光呢?混账,贱货,那一道先天大光明之光呢?没有了这宝贝,谁稀罕你这下界的下贱女人? 公孙狼狼一脚将明墨儿踹倒在地,跳着脚地尖叫起来,是谁? 是谁?是谁毁了他的先天大光明圣光?给我杀,给我杀,从太苍往下,一个不留,不,不,不能杀,全部生擒活捉,给我问清楚,我的先天大光明圣光呢?砍掉所有人的四肢,全部生擒活捉。 公孙狼狼看也没看楚天一眼,而是指着太苍愤怒地咆哮着。 在公孙狼狼想来,唯有太苍才有这个手段,不知不觉地将明墨儿最有价值的财富给弄没了吧? 十几名悲声八对羽翼,散发出的气息让楚天都不寒而栗的天将身形闪烁,带起道道黑色神光急速冲到了太苍身边。 他们只是距离一击,空中黑光一闪,太苍的半截身躯就炸成了无数金色的碎片飞剑。 下一瞬间,一尊通体黑气缠绕的天将凭空突兀地出现在楚天面前。 楚天朝着这天将微微一笑,向他挥了挥手,全力催动了太阴万化轮。 一抹清澈的月光闪烁,楚天原地消失的无影无踪,太苍巨剑的甲板上,骤然传来了无数尖锐的破空声。 数以百万计的混沌火弩呼啸着向四面八方飞射而去,站在甲板上的所有战争傀儡都在疯狂倾泻混沌火弩。 太阅巨剑的船舱内,超负荷运转的所有能量熔炉轰然爆开。 一颗直径超过八百里的小太阳在天庭的某个飞升池上空冉冉升起,随后一波波毁灭一切的冲击波裹挟着纯粹的火焰向四周疯狂地扩散开来。 第579章 天庭的力量 一团烈焰冉冉升腾,好似另外一颗太阳在天庭升起。 直径八百里的火球散发出无法抵御的高温,瞬间气化了方圆万里内的万物,就连大地都被烧出了一个光滑无比的圆坑。 数百万低阶的天兵天将齐声嘶吼,他们纷纷抬起头来,看着头顶这颗散发出可怕危能的小太阳。 下一瞬间,数百万天兵天将同时气化,天空上尽是一对一对巨大的雨翼燃烧后留下的火焰残影。 太仓,公孙狼狼齐声惊呼,两人固步的其他,公孙狼狼是策动战车,疯狂的向来十路撤退。 而拥有巡视天庭各处天境直拳的太仓则是犹如风魔一样,张开双臂,身躯膨胀到万丈高下,背后巨大的金色雨翼疯狂的拍击着,推动着他向天空那颗小太阳迎了上去。 他想要用自己的身体,阻挡这颗火球的爆发。 一波波高温的火焰从火球中喷出,太阳巨剑中的动力熔炉一个接一个的爆发,每一次爆炸都有一圈火光向四周疯狂喷吐。 一瞬间的功夫,太仓的身体就被烧得千疮百孔,身后的羽翼更是被烧得支离破碎。 太仓身上燃起了金色的火焰,他想要用这火焰抵挡火球内高温火焰的侵蚀。 火球的体积燃燃的向四周扩散,大地在震荡,虚空在摇晃,眼看太阳巨剑就要彻底爆发。 虚空中,无数条细细的金色锁链突然出现。 一环套一环紧密无比,锁环的形状各不相同,但是无不精美绝伦,每个锁环上都密布着极其华美的天道符纹凝成的花纹。 一条条法则锁链纵横交错,密密麻麻犹如珠网,将整个虚空封锁的密不透风。 一个至高的意志犹如一轮大日凭空显现,在天空那一轮天庭的烈日下方,在太阅巨剑所化的小太阳上方,一轮金色烈阳出现了。 烈阳中有王座,有一名身形如山盘坐在王座上的高大人影。 一声震怒的轻哼传来,金色烈阳中一只方圆千里的金色锯掌一把抓了下来,轻描淡写的将太阅巨剑所化的火球抓在了掌心,轻轻一捏就将其捏成了一缕青烟。 四面八方,数以百万计的混沌火弩在不断的爆炸,虚空被炸的摇晃震荡,大地被炸出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坑洞。 一切都发生的这么快,当高空这一轮金色烈阳突然出现的时候,有大半的混沌火弩还在空中急速飞行,还没有引爆。 金色人影再次轻哼了一声,所有的混沌火弩就停在了半空中。 随后,就好像这些混沌火弩从来没出现过一样,数百万混沌火弩就这么凭空湮灭了。 连同混沌火弩的外壳,连同它们内部填充的各色灵精、阵法,连同它们爆发后将会造成的巨大杀伤力,全都瞬间湮灭了。 张开双臂,成腾空飞扑姿态的太苍待在了原地。 他呆致的看着虚空中那一轮金色烈阳,突然机灵灵打了个寒颤,芒不迭的缩小了身形,一头跪倒在地,向金色烈阳顶礼膜拜,地,陈下无能,惊扰了您。 金色烈阳中那道可怕的意志轻描淡写的扫过太苍,罢了,你倒是忠诚勤勉,此次的事情,与你无关。 在那等可怕的大爆炸中,杜阵,公飞被一股可怕的力量禁锢,将它们硬生生保护了下来。 金色烈阳中的意志缓缓的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两人身上,两人浑身汗出如雨,他们此刻恨不得去死。 说,为何会出现如此乱子? 今日飞升的,都有些什么人啊? 高高在上,不容辩驳的声音悠悠传来。 地,地,杜阵和公飞下的魂飞天外,魂灵儿都快飘散了,这金色烈阳,悍然是天庭中央大帝的一缕意识显化,代表了中央大帝至高无上的意志,代表了天庭最正统,最威严的权威。 天庭有五方五帝,唯有其他四方大帝都是后来崛起者,唯有中央大帝一手创建了天庭,堪称天庭最正统,最古老,最强大,最有威严的大帝。 杜阵,公飞这种底层小力,也曾奢望自己能够在中央天宫觐见中央大帝,从此平步青云,击身天庭真正的权贵之列。 但是他们从来没想过,会因为自己负责的接引池被人爆掉,而引来了大帝的注意。 他们想死。 死,或许是现在他们最佳的选择。 不过,幸好,中央大帝的注意力显然不在这两只小虫子身上,他的目光挪移到了公孙郎郎身上。 公孙郎郎站在战车上,任凭他如何催促拉车的三条黑龙,三条黑龙浑身僵硬,硬邦邦的悬浮在空中,硬是不敢有任何的动作。 疯狂咒骂了几句,公孙郎郎缓缓转过身来,微笑着向高悬在空中的那一轮金色烈日深深鞠躬行了一礼,公孙郎郎,参见大帝,今日之事,和我无关。 公孙郎郎直起身体,很自信,很雍容,很风轻云淡的朝着那一轮烈阳笑道,郎郎只是来迎接郎郎在下界预定的未婚妻子而已,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怕是还有劳大帝询问这两个,蠢货。 公孙郎郎轻蔑地指了指瘫软在地上的杜阵和公妃。 金色烈阳静静地注视了公孙郎郎一阵子,然后那威严的声音悠悠响起,一直听闻,西方小子的一群废物儿子中,有个叫做公孙郎郎的是天纵英才,颇为不凡,今日一见,也是个金玉其外败绪其中的草包,倒是言过其实了。 公孙郎郎的面皮骤然憋得通红,他恼羞成怒地看着那一轮金色烈阳正要发作,但是他突然醒悟,这是中央大帝的意志显化,中央大帝,可是比他父亲西方大帝资格还要老无数的老怪物。 强行将怒火转化为满脸笑容,公孙郎郎低声向中央大帝笑道,大帝,平说的是,郎郎今日,的确是。 中央大帝显化的金色烈阳骤然消失,只留下一缕轻飘飘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太苍,拿下那两个废物,带去严刑拷打,问清前因后果,至于你公孙郎郎,呵呵,废物就是废物,被我如此羞辱,连当面痛斥都不敢,说你是废物,还真没冤枉你。 西方小子的儿子都是你这样,甚至比你还不如的草包,我倒是对我那几个儿子放心了不少。 他们固然纹固,可是比起你们这群废物。 还是强出了不少。 天庭,中央天狱。 九十九重金色云盖高悬躯空,和西天大地的领地一般,每一重金色云盖上,都密布着无数的宫殿楼阁。 只是,中央天狱的这九十九重云盖,可比西天大地的领地上那九十九重黑色的云盖庞大了许多。 在这些金色的云盖上除了宫殿楼阁,还有山川丘陵,江河湖海,甚至在每一众的云盖旁,都还有一片片大陆漂浮在空中。 最高的一层金色云盖上,一座漂浮在天空的金色神宫中,中央大地威严,神圣,不容置疑的声音隆隆响起,它,居然能让天军体内的信徒灵魂沉沦,堕落。 一声冷笑,中央大地的声音突然响彻九十九重云盖,镇的所有的宫殿楼阁,所有的浮空大陆都剧烈的颤抖了一下,发动所有力量,找到它,然后,直接消灭它。 中央大地的声音在无数强横生灵的耳朵边响起,记住,是消灭它,而不是生擒它,也不是重伤它,消灭,彻底的消灭,彻底毁掉它存在过的任何痕迹。 任何人,胆敢隐瞒它身上的任何物事,诛灭满门。 一抹抹其意的,细微的波动在整个天庭快速的扩散开。 一座座大山,一片片森林,一条条溪流,一片片湖泊,无数的花草树木,乃至无数的花鸟虫鱼,万物体表都有一抹淡淡的神光一闪而过。 无数奇异的声灵悄然竖起了耳朵,睁大了眼睛。 无数花草树木的叶片悄然颤抖着,犹如无数耳朵在风中微微的蠕动。 那些江河湖泊,山川丘陵上,一条条朦胧的各色人影悄然浮现。 这些身影的气息和它们所在的江河湖泊,山川丘陵遥相呼应,好似它们就是这些水脉,山脉的灵魂。 楚天借助太阴万化轮,轻松的逃出了老远。 几个呼吸间,他已经顿离了那处飞升池数一里地。 他收敛了全部的气息,用太阴万化轮将自己的气息彻底掩饰,让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 他从空中落下,笑容可居地抖了抖袍袖,站在一个三岔口皱着眉丝存起来。 现在,要去哪里? 未来,准备做什么? 如何,才能混入天庭体系,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 怎样,才能在天庭捞取更多的好处? 想到那些天兵天将体内充沛的,精纯的神料,楚天就忍不住直流口水。 鼠爷则是跳到了楚天的脑袋上,人力而起,好奇地向四周张望着。 楚天站在了一条三岔路口的路边,宽敞的沙石大道通向了三个方向,在楚天的右侧,大概百里外,依稀可见一座小型的城池。 在楚天的左手侧,上面那条大道通往数百里外一片山巻起伏的山脉,而下面这条大道,则是转过了一片浓密的树林,不知道通往哪里。 沙石大道平整一长,宽有十丈左右,大道上有着清晰的车轮碾压出来的痕迹,地面上还有很多大型兽类留下的粪便痕迹。 很显然,这三条大道使用率很高,算得上通局大道。 看样子,蛮热闹的样子。 鼠爷站在楚天头顶,得意洋洋地搓着爪子。 想到他从明墨儿身上得到的好处,鼠爷就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他得意洋洋地左右顾盼,突然看到右手侧那座城池的方向,有一大队车队行了过来,鼠爷就很神气活现地向车队的方向挥动了一下爪子。 天歌儿,你看,商队里。 呵呵,有句呵,这天庭中的人,使用的语言和天路世界相差不大,就连这些商队的棋子上用的文字也是一般无二,嗯,这是什么? 巨木商会。 这是一支规模极大的商队,有近万车架。 拉车的是轻一色形如骏马,但是比普通骏马高大三倍以上,浑身密布着林甲的骑行异兽。 上万架大车,车身长有七八丈,宽有三丈左右,车上的货物堆得高高的,每一架大车旁都有骑马十个身穿进装,腰间佩戴着长刀的伙计照看着。 楚天一抹魂念扫过,他轻轻的摇了摇头。 这些伙计很弱,弱得楚天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他们的实力,大概就和当年盖州城的巡逻捕快差不多,比起楚天那群大御寺训练营出来的兄弟要弱了不止一等。 这些伙计也就是精解气息强盛点,力气大一点,除此之外,他们体内并无修炼过的痕迹。 只不过,在商队前、中、后三个位置的车架中,有数十道气息可比这些伙计强大了许多。 这些人的气息几乎比得上当年刚刚出现在盖州的虎啸天等六道道种的实力,而且体内分明有着修炼的迹象,身体内的经络、气穴,乃至眉心神窍的部位,都有修炼留下的痕迹。 尤其是正宗一架陈设极华美的车架中,有三道气息足足比得上利命境大成的天修,无论肉体力量还是灵魂力量,都拥有将近百万龙力的水准。 楚天站在路边暗自点头。 看来在这天庭,也不是人人都有修炼的资格。 修饰只是极少数,更多的是位于社会底层的,毫无修炼成果的普通人。 鼠爷,找他们问问路,应该不错。 楚天掏出一块青蓝色的灵精,笑着丢给了鼠爷。 鼠爷没吭声,只顾抱着灵精咔嚓乱啃,一对儿小眼珠贼兮兮的左右转悠着。 商队行了过来,那些拉车的异兽速度不慢,左右的伙计们也在快步行走,楚天等了小半个时辰,车队就来到了他的面前。 楚天咳咳的咳了几声,朝着商队的人拱了拱手,正要说话,一头异兽突然缓缓转过头来,呲牙咧嘴的朝着楚天鬼秘异常的笑了起来。 一张长长的马脸突然冲着楚天奄然一笑。 楚天和鼠爷同时怪叫一声,鼠爷正要破口大骂,那异兽突然一声长啸,身躯炸成了粉碎,一团血雾生腾,一抹金光喷涌,一鸣背声八对羽翼,气息让楚天都感到惊悚莫名的天将突然从邪恶中窜了出来。 邪魔,找到你了。 天将凝笑一声,带起数十条残影冲到了楚天面前,当头一剑向楚天斩了下来。 第五百八十章无处可逃 楚天站在路口,笑容满面向伤队抱拳行礼时。 虽然楚天的礼仪在天庭的这些土著看来有点古怪,但是他们迅速理解了楚天动作的韵意。 几个身材高大,魁梧,腰间佩戴长刀,但是脸上堆满了伤人特有和善笑容的护卫两部抢出了队列,正笑着向楚天海里。 被升八对金色羽翼的天将,就从那头异兽暴成的邪雾中冲了出来。 伤队中一片大乱,无数人齐声嘶吼。 邪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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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些护卫伸手在身边车架上一抓,一张张做工精美,表面雕刻了许多强大符纹,通体流光一彩的弓弩就被他们端在了手上。 伤队中好些车架内一道道强大的气息爆发,一些身怀修味的人影从车架中轻快地跳了出来。 但是紧接着就从商队内转来了急促的吼声,天将大人降妖除魔,而等不许胡乱骚动,休要给邪魔可乘之机。 所有人,停留原地,不许乱动。 真个是令下如山,楚天眼睁睁看着商队内这么多人,居然就这么鼻鼎地站在了原地,一个个目光惊骇地看着自己,却真的没有一个人胡乱动弹。 何等可怕的约束力,这些商队护卫又是何等可怕的服从性。 真个犹如一台巨大的机器,只需要一个指令,这台机器爆发出的纪律性让楚天目瞪口呆。 不过,现在不是惊诧这个的时候。 背声八对羽翼,乍一看去,整个背后都是金色羽毛胡乱飞舞的天将已经扑到了面前。 他手中金色的长剑带起一道金色红流,呼啸着向楚天心脏刺了下来。 楚天看了这天将一眼,他的目光冰冷无情,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很显然,他执行的是格杀令。 这丝没想着要俘虏楚天,没想着要生擒活捉,他出现的唯一目标就是干掉楚天,彻底的消灭他。 青椒剑一闪,已经向天将手中大剑迎了上去。 但是楚天转念一想,他猛的向后飞退,将身后道边高高的芦苇丛撕开了一条笔直的涌道,无数芦花旋转着飞了起来,楚天的身体高速摩擦空气,高温引燃了芦苇荡,在白茫茫的芦苇荡中拉开了一条长有近百里的火线。 楚天刚刚站在三叉路口,和这些商队互卫近在咫尺。 以楚天和这天将的实力,若是硬碰硬的对碰一击,单单兵器相撞产生的声音余波,就足以将整个商队的所有活物全部震死。 所以楚天选择了后退,全速后退。 太阴万化轮在身边闪烁,楚天的身形在后退中荡起了无数条残影,天将手中的金色长剑距离楚天的心口越来越远,天将顿时连连挥动长剑,一道道金色剑光带着烈焰向楚天不断劈来。 楚天身形左右闪烁,一道道高温剑气几乎是擦着他的皮肤掠过。 身后的芦苇荡被撕开了一条条长长的勾曲,最短的一条也有三百里,金色剑光所过之处,万物尽成粉碎,随后被金色烈焰烧成了灰烬。 天将肆无忌惮地释放着他强大的杀伤力,肆无忌惮地向楚天疯狂攻击。 楚天向后腾挪了不到一千里,天将随手挥出了数百剑,硬生生在大地上开出了一条熊熊燃烧的金色勾曲。 烈焰生腾,岩石土壤都被烧成了淡金色的岩浆。 楚天逃得快,这天将追得紧,闪避了上千里地,也不过是弹指一挥尖的时间。 眼看距离那伤队已经有足够的距离,楚天手中青椒剑坑枪一声清鸣,正要发动反击,他身后的一座山头上,异响再次出现。 一条拇指粗细,三尺多长的青蛇正盘绕在一根树枝上,双眸鬼祟地盯着头顶一个鸟巢中正在喳喳乱叫的几只雏鸟。 楚天距离这座山头还有不到一百里,这条青蛇的身体突然炸开,点点血迹中,一尊被生六对羽翼,羽翼的色泽呈现出淡淡青蓝色的天将悄然出现。 楚天没能察觉这里的异动,他向后急速退却,青蛇体内窜出的天将无声无息地直接挪移到了楚天身后,一根青蓝色裹挟着浓烈寒气的长毛狠狠地刺在了楚天的后背上。 钉的一声巨响,急促的声波犹如链条巨子向四周爆炸开来,方圆百里内的花草树木啪的一下全部炸开,炸成了无数青绿色的粉末撒得漫天都是。 楚天身前的天将手中金色长剑一挥,大片火光腾空而起,无数青绿色的粉末燃烧起来,砰的一声炸成了一团直径百里的火球。 烈焰生腾,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草木燃烧后特有的清香。 楚天身上九要甲自动浮现,护住了他的身体。 他身后的那天将,手中含气生腾的长矛死死的点在了九要甲上,不断蹦射出夺目的火光,不断发出嘎吱声响。 楚天向后击退,这尊被升六对羽翼的天将力量上分明不是楚天的对手,无比狼狈的被楚天推得向后不自主的倒退。 诡异的情况出现了。 楚天身前的天将追不上他,他身后的天将挡不住他。 两尊天将都恼羞成怒的咆哮着,嘶吼着,就差破口大骂了。 但是实力上的实在差距真的难以弥补。 楚天身前的天将气息让楚天都感到莫名惊惧,但是他的速度却追不上记起了太阴万化轮的楚天。 他身后的天将倒是顺利的偷袭了楚天一记,奈何他的实力不如楚天,手中兵器也无法伤损九要甲丝毫。 一前一后两尊天将都沦落到了无比尴尬的境地。 楚天则是豪整以挟地掏出了一枚紫色的雷珠,突然转身一雷珠打在了身后天将的面门上。 痴啦声中,水缸大小的一团紫色雷火犹如浓酸,并没有爆发开来,而是很有侵蚀力地向天将的身体内部浸透了进去。 楚天身后的天将发出潜力的惨嚎声,他猛地丢下长矛,双手向雷光缠绕的面门抓了过去。 青椒剑一挥,天将头颅飞起,楚天身体一晃,太阴万化轮带着他一个闪烁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被斩首的天将身体突然炸开,一团金色,边缘带着一丝丝蓝色神光的光团急速的膨胀开来。 追着楚天劈砍了一路的天将惊怒焦急地咆哮了一声,芒不迭地冲天飞起。 一声巨响,被斩首的天将自爆,数十座大山瞬间灰飞烟灭。 天将自爆的瞬间,楚天已经顿出了数千里。 他回头看去,发现这尊天将自爆的威力,居然只是移平了数十座大山,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鼠爷也不解地甩了甩尾巴。 数十座山头,不过方圆百里的范围,这尊天将的实力,可比楚天在下界斩杀的那些天兵天将强出太多了,他自爆时散发出的气息也比那些天兵天将强大许多,可是杀伤力如此之弱。 有古怪。 楚天摇摇头,高空中一缕金色光线急速向他这边掠了过来,楚天急忙催动太阴万化轮,一个闪烁顿出了老远,然后收敛气息,落在了一片山林中。 真古怪,刚刚那两个鸟人,是怎么找到咱爷俩的。 鼠爷坐在楚天头顶,尾巴用力地甩动着,发出清脆的啪啪声响。 楚天也皱起了眉头,百思不得其解。 他自问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天庭怎可能这么精准地找到他。 一头刚好路过他身边的异兽,一条在他身后百里内的青蛇,两条和高高在上的天将完全搭不上岸的低渐牲畜,怎么就暴体后变成了天将呢? 啪啪几声,十几只诈猛从楚天身后百丈外的草丛中跳出。 一只大概有一尺长,体型格外壮硕的源头大炸猛抬头向四周扫了一眼,他的眼眸中一缕缕极细的幽光闪过,突然这一群炸猛同时炸成了淡绿色的血浆。 一尊被生四对羽翼的天将,十二名被生两对羽翼的天兵同时从暴体的炸猛体内飞出。 一柄长剑,十二根长枪荡起紫色的雷光,发出低沉的雷霆轰鸣声,呼啸着像冲了过来。 楚天右手一挥,山林中大片清澈的剑光飞略,这一对天兵天将没能看清清交剑的剑势,脖梗处同时有大片淡紫色的鲜血喷出,他们的身躯依旧向前飞扑,但是头颅已经被血水冲得高高飞起。 这一次没有那从异兽体内窜出的,被生八对羽翼的强大天将威胁,楚天豪整以侠的一挥手,面前一个黑色火焰凝成的漩涡出现,这一对天兵天将的身躯飞快的被黑色火焰吞了下去。 白琉璃灯盏中一道清幽幽的灯光照耀了下来,十三团金色的光团中无数淡金色的人影体内的金光一丝丝的被白琉璃灯袭走,灯盏中的灯油数量越来越多,渐渐的金红二色的灯油越发粘稠醇厚,逐渐向着某种质变的极限靠近。 终于,楚天身边有一条条透明的,纯净的灵魂出现。 他们微笑着向楚天深深的骑手一礼,冉冉没入虚空。 突然间虚空中无数细小的金色锁链凭空出现,伴随着刺耳的破空声,无数比头发丝还要细小的金色锁链裹挟着可怕的天地距离,犹如怪蟒一样缠绕而来,一条锁链缠住一条灵魂,就听得无数灵魂嘶声惊呼,被这些金色锁链一下子就卷入了高空中。 楚天身后的一块巨石突然炸开,一条通体纯黄色,背后的八对羽翼也呈现出厚重的土黄色,气息浑厚犹如大地的天将凭空跳了出来,手中一根沉甸甸的四方剑劈头盖脸的朝着楚天就砸。 突如其来的袭击,连楚天都没回过神来。 他的注意力都被那些被凭空卷走的灵魂吸引,他手持清交剑正要去劈砍那些细细的金色锁链,身后巨石中跳出来的天将沉甸甸的一剑轰在了楚天的后脑勺上。 嗡的一声巨响,九要甲的头盔蹦射出无边光芒,大片火星击射,一股俱力袭来,饶尸楚天凝成了七十二重天道宝轮,肉体力量强横异常,依旧被这一击打的踉跌着向前连连抢出了紧百步,最终双腿一软,狼狈无比的摔了一个嘴啃尼。 鼠爷猛的一跃而起,他漂浮在空中,看着那通体土黄色的天将亥然道,怎么又蹦出来一个?这丝哪里冒出来的? 一边尖叫,鼠爷一边飞快的窜到了楚天的肩膀上。 楚天感受着这天将可怕的气息,尤其是刚刚那一剪上的恐怖力道,他长笑一声,身体一晃,一抹月光裹住了身体,瞬间顿出了老远。 那天将眉头一皱,看着楚天消失的方位,突然力声凝笑起来,邪魔,你跑不掉的。 这里是天庭,这里是天庭啊。 天庭的意志高于一切,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过天庭的追杀。 一刻钟后,楚天连续催动太阴万化轮顿出了数亿里地,他小心翼翼的干脆用太阴万化轮演续了身形,小心翼翼的从空中缓缓的飘落。 他落在了两山之间的一条大江旁。 江水如白龙,浩浩荡荡奔驰而去,江上有硕大的白鸟翱翔,江水中有体长数丈的大鱼轻快的穿梭。 楚天站在江边小心地向四周看了一眼,终于轻轻地喘了一口气,这一次,总算没有人冒出来吧。 念头刚刚生出,楚天身边的大江中一声巨响传来,数千条鱼头人身的大妖丝声大吼着,浩浩荡荡地从江水中冲了出来。 他们掀起了高达千丈的巨浪,手持各色寒光闪闪的兵器,施展妖法降下了大片鹅毛大雪,组成战阵向楚天冲杀了过来。 楚天身后的大山中,高达千丈的山崖上一扇巨大的石门突然开启,一尊背生六对羽翼,手持长挤的天将带着十二名天兵鱼冠而出。 江水中的鱼妖们嘶吼着向楚天杀来,身后是一对天兵无声地冲杀而至。 楚天皱起眉头,一道庞大的法力注入青椒剑,催动青椒剑在虚空中一阵腾挪飞射。 数千余妖的实力不过相当于安身境巅峰的普通天修,青椒剑只是一闪,数千余头就纷纷飞起。 十三名天兵天将也没有给楚天造成任何的麻烦,青椒剑寒光闪过,十三天兵天将依旧被楚天一剑消首。 怎么没完没了? 楚天恼怒地咆哮了一声。 他脚下的大地上,两只巨大的岩石手掌突然叹了出来,重重地一把抓住了楚天的双腿。 距离袭来,楚天竭尽全力地挣扎了一下,这两只岩石手掌居然死死地抓住了他的身体,他居然没能挣脱。 一声低沉的冷笑,一尊被生十对羽翼的天将突然闪身而出,他手持一柄通体赤红色的棍棒,重重地一棒子轰在了楚天的后心上。 巨大的轰鸣声传来,楚天只觉后心一阵剧痛,一股犹如熔岩的炽热力量侵入身体,他瓦的一声吐出了一大口血。 第581章 天网恢恢 这么多鸡翅膀,你们自己不觉得难受吗? 眼看楚天吐血受伤,鼠爷恼羞成怒的破口大骂,他嘴里一点荧光闪烁,两颗大牙眼看就要喷出。 楚天猛地直起了身体,通体燃烧起了血色的惊血烈焰,一道血炎犹如狼烟冲起来上万丈高,身后的天将抡起那根棍棒再次狠狠砸下,楚天一声长啸,天地黑棒从他身后飞出,一道道纯粹的死亡力量化为无数猙獰扭曲的骷髅头喷出。 拳头大小的黑色骷髅头犹如暴雨,呼啸着打在了这天将身上。 天将狼狈地挥动着棍棒左右遮挡,熊熊燃烧的棍棒所过之处无数黑色骷髅头被打得粉碎,这天将手中的棍棒,单从杀伤力上而言,也有了至尊天气的部分威能。 只是这天将全身上下也就这一根棍棒勉强看得过去,他遮挡了一阵子,终于一个疏忽,数十个黑色骷髅头狠狠打在了他身上。 就听得一声闷哼,这天将身上被黑色的死亡力量腐蚀出了数十个透明的伤口。 青椒剑震怒鸣叫,一道宛如实质的剑芒喷出树杖,楚天右手一炫,剑芒狠狠劈砍在了抓住他两条大腿的岩石手掌上。 叮叮两声响,青椒剑剑芒被震碎,两只岩石手臂也咔嚓一声裂开。 楚天不敢怠慢,身体一晃急忙冲天飞起,用力过猛的他五脏一阵剧痛,又是连续几口血喷了出来。 天歌耳小心。 鼠爷突然怪叫了一声。 那天将眼看楚天腾空飞起,正在被天地黑榜疯狂攻击的他居然丝毫不顾自己本体受伤,悍然将手中的棍棒狠狠地投掷了出来。 就听一声恶风响,棍棒狠狠地轰在了楚天的后背上。 九要甲爆开一团巨大的火光,燃烧的棍棒居然自行爆炸开来,一声巨响,这根威力巨大的棍棒炸开,九要甲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呻吟,硬生生被爆开了数十条。 一股裂痕,大片碎裂的甲片不断脱落。 一股炽热难当的恐怖力量透过九要甲的裂痕,狠狠地轰入了楚天的身体。 楚天惨嚎一声,他后背的数十根骨骼被震得粉碎,炽热难当的力量融化了他的骨骼,将他的骨骼烧得歪七扭八的胡乱拼凑在了一起。 楚天的上半身整个扭曲得不成样子,他痛被嘶声大呼,嘴里不断喷出一口口燃烧的鲜血。 这鸣生了十对羽翼的天将不仅仅修为远超楚天,他手中的棍棒也是足以和九要甲匹敌的神兵利器。 如此神兵,这天将居然毫不犹豫地将其投掷出来,只求用自暴的力量重伤楚天。 这丝,疯的。 楚天痛得眼泪水都不受控制地流淌了下来,无比震怒,无比惊悚地怒骂了起来。 不仅仅是这个天将是疯的,这尊天将身后的天庭也肯定是疯的。 如此重宝,如此强大的高手,居然完全当作消耗品使用。 天庭的那些高层,他们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哪里有这么做事的? 这天将浑身都被天地黑榜打得稀烂,他却丝毫无视天地黑榜,而是飞掠而起,张开双臂向楚天抱了上来。 天将体内一团夺目的金光呼啸着涌出,这家伙距离楚天还有十几丈距离,就悍然引动了体内的小世界,直接自爆。 楚天怒骂了一声,他急忙召回了天地黑榜,鼠爷麻溜地窜到了他的肩膀上,太阴万化轮一闪,楚天身形一晃,骤然顿移了出去。 那天将果断决然地自爆,一团金色烈焰席卷方圆三百里地,饶食楚天逃得快,还是被他自爆产生的金色烈焰碰触了半边身体。 楚天一声惨嚎,他的左半边身躯,从肩膀到胯部,半边身躯的皮肉都被金色火焰瞬间烧成了一缕青烟,露出了他光芒流转宛如琉璃水晶的骨架,只是楚天的上半身背部的骨骼全部粉碎,然后又被高温融化后重新拼凑在一起,扭曲狼藉的骨架看上去格外的猙獰可怖。 脚踏一缕青光,悬浮在半空向后方望了过去。 就看一团金色烈焰冉冉燃烧,地面上一个直径三百里的大坑不断地向地下陷了进去。 那条波涛滚滚的大江不断流入大坑中,江水被金色火焰烧得痴痴化为大片蒸汽,不断地冲上天空。 好,好,好。 楚天呲牙咧嘴地摸了摸左半边身体露出的骨骼,恼怒地嘶吼了一声。 精血气焰冲起来老高,楚天掏出了一颗紫乏秘质的救命灵丹浮了下去,一缕缕精血能量不断向暴露的骨骼缠绕过去。 金色的火焰附着在楚天的骨骼上,和精血能量相互冲击,湮灭,不时喷出细细的电光,痛得楚天呲牙咧嘴,泪水忍不住地流淌下来。 鼠爷 楚天低沉地吼了一声。 真要这样。 鼠爷从小看着楚天长大的,自然知道楚天这一声吼是什么意思。 楚天毅然决然地点了点头,鼠爷咧咧嘴,仰天摇了摇头,成里,天歌儿,你忍着些。 滋滋一声,鼠爷猛地一跃而起,长长的尾巴骤然化为三丈多长的一条银光,狠狠地抽在了楚天的后背上。 就听一声巨响,楚天后背的所有骨骼被震的粉碎,变成了最细微的骨头渣子。 大片血雾飞洒,楚天被鼠爷这一击打的身体向前一个亮相,差点一脑袋下了天空。 鼠爷沾沾自喜道,哟,鼠爷的力气回复了不少。 不然这一尾巴,还抽不碎你小子的骨头,耶。 奇怪,为什么鼠爷的力气突然回复了这么多? 细细的尾巴尖尖戳了戳自己的耳朵,鼠爷很懵懂地上下打量起自己的身体。 楚天则是悬浮在空中,后背血流如注,他咬着牙,精血能量一次次地冲刷着伤口附着的金色火焰,骨粉不断地相互拼凑,不断愈合,光灿灿的骨骼上,也有一丝丝新鲜的皮肉不断生长出来。 快点,快点。 见到楚天这等模样,鼠爷忍不住低声催促着。 鼠爷有点不好的预感。 总感觉。 鼠爷一句话没说完,远处一群寒号鸟扑腾着翅膀飞过,突然间这些寒号鸟同时炸碎了身体,血雾中上百天兵天将一跃而出。 领头的一尊天将,赫然悲声十对羽翼,而且羽翼的色泽烟红如血。 九个月后,一座浓密的丛林中,盘坐在一个茅草窝中的楚天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气。 气息烟红如血,带着浓浓的腥臭味。 四周青绿色的茅草被楚天吐出的气息触碰了一下,当即枯萎糜烂,散发出一股浓浓的腐朽味道。 浑身光溜溜,一根毛都不剩的鼠爷有气无力地趴在楚天的肩膀上,他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面小小的铜镜,歪着脑袋照着镜子,张大嘴,恼羞成怒地看着自己光溜溜的牙床。 九个月时间,没日没夜,没得休息。 不管楚天跑到哪里,最多一刻钟的时间,总会有一个或者几个,一群或者几对天兵天将突兀的冒出来,火杂杂地冲着楚天就是一通亡命的攻击。 那些实力弱小的天兵天将,楚天随手就打发了,轻骄见下,这些实力低微的天兵天将毫无反抗之力。 但是碰到那些实力强大的,背上的羽翼在六队以上的天将,以楚天的能耐,也只能抱头鼠窜,虽然鼠爷对于抱头鼠窜这个词颇为不满,但事实就是如此。 不长不短的九个月时间,楚天和鼠爷抱头鼠窜起码两百次,基本上每天都要抱头鼠窜一次,端得是无比狼狈。 更有好几次,比如说半课中前的那一次,天兵天将中居然出现了被生十二对羽翼的恐怖存在,楚天和鼠爷都没能回过神来,就被那天将随手一击打得重伤。 要不是鼠爷出尽了底牌,把他浑身的银毛还有满口牙齿全都喷了出去,更豁出去性命的喷了几口老血,动用了一些古古怪怪的诡异手段,楚天和鼠爷怕是早就被那些恐怖的天将斩杀了。 鼠爷,这样不行。 将体内淤血全部喷出,掏出几颗大补元气的丹药吞了下去,楚天轻轻的活动了一下身体,体内传来一阵咔咔脆响,数十根被打断的骨头自行拼凑对上了笋子,一缕缕晶血能量在断骨上往来游走,骨头迅速的愈合。 这几个月,感觉就是在挨揍。 楚天阴沉着脸,有点胆战心惊的向四周山林打量着,唯恐哪里突然又窜出来几个被生羽翼的天兵天将。 以楚天的心性,他都被折腾得风生鹤唳草木皆兵,哪怕是一只鸟儿扑腾一下翅膀,他都会下意识的以为是天兵天将追了过来,忙不迭的就是一剑劈出去。 实在是,这些天来,那些天兵天将给楚天,给蜀爷留下了太深太深的心理阴影。 没日没夜,不眠不休,不管你在干什么,时不时的就和闹鬼一样,一群天兵天将嗷嗷嚷叫着蹦了出来,冲着你就是一通乱砍乱杀,或者就有一大群低阶的天兵天将二话不说直接自报。 这日子,是人过的日子吗? 九个月了,还没有心理崩溃,楚天和蜀爷也算是心智坚定。 奇怪,他们怎么就能找到我们爷俩呢? 蜀爷在楚天身上蹦跋了一阵,收起了小铜镜,呲牙咧嘴的在楚天身上绣了一阵子,没有什么怪味呀? 没有被人留下追踪的烙印哪? 怎么就甩不掉这群鸟人呢? 楚天摇了摇头,太阴万化轮化为三寸大小,悬浮在他面前静静的释放出明媚的清光,太阴万化轮上一丝丝裂痕清晰可见,不断从那些裂痕中涌出浓郁的太阴之气。 至尊天气,太阴万化轮。 难不成,是他破损的缘故,没能完美的掩饰掉我们的契机。 楚天很无奈的摇了摇头,又或者,有同级别的,完整形态,威力也保持在巅峰状态的,专门搜索追踪的至尊天气在追踪你我的行迹。 鼠爷眨巴眨巴眼睛,然后摇了摇头,也不对,没有被人监视的感觉,鼠爷偷鸡摸狗的是行甲,是否被人用神通秘法,真奇异宝窥似,鼠爷的感觉是不会错的。 楚天站起身来,太阴万化轮悬浮在头顶,洒下屡屡青光环绕全身,一屡屡太阴之气在身边盘旋飞舞,犹如一层浓雾遮挡住了他和鼠爷的身形。 左手握着天地黑绑,右手握着青椒剑,眉心太阳造化中随时准备激发,一百零八面星主旗紧贴着身体犹如流水一样不断流动。 楚天将自己武装到了牙齿,做好了一切应变的准备。 果不其然,他刚刚准备妥当,就在他身前十几帐外,一株骑马有百人核爆粗细,但是只有数十帐高下,矮矮撞撞犹如一颗大萝卜的巨木突然炸开,漫天清气浑着木屑喷出老远,上百名通体缠绕着狂风和闪电的天兵天将长笑着冲了出来。 这群天兵天将中,有三尊备生八对羽翼的天将,六对羽翼的天将族族有九人,十二尊天将手持兵器化为道道残影向楚天包围了上来,而那百多名天兵则是二话不说,身躯骤然炸开,百多团金光急速膨胀着,一道道让人头皮发麻的暴躁能量急速向四周扩散。 该死的! 又是这招! 楚天和鼠爷同时破口大骂,这些天兵天将真的是疯了。 见面就自爆,见面就自爆。 这些天兵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惜命,什么叫做怕死呢? 太阴万化轮光芒一闪,楚天带着鼠爷化为一点流光直冲高空,一个闪烁后就直达离地千里高空。 高空中一轮烈日突然浮现,一尊备生十二对羽翼,身上气息几乎凝成十字的天将挥动一柄圆月大斧,一声不吭地朝着楚天劈了下来。 鼠爷嘶嘶叫了一声,这天将出现得太过突兀,楚天正紧张地注视下方脊椎上来的十二尊天将,根本没注意到头顶冒出来的这尊可怕存在。 鼠爷细长的尾巴齐根而断,化为一条细细的荧光犹如鞭子一样朝着空中抽了上去。 荧光痴痴有声地缠绕在了天将手中的大斧上,随后猛地炸成了一张形如蜘蛛网的银色光网。 细细的银色光网扎进了虚空,就好像粘稠的胶水一样,将大斧下批的速度骤然凝制了一瞬间。 楚天猛地惊醒,他抬头看了一眼那双眼喷出熊熊火光的天将,身形一闪,再次化为一道寒光带着鼠爷急速向鞋子里顿走。 天将闷哼了一声,他右手狠狠一震,鼠爷的尾巴锁化光网崩碎,大幅朝着飞逝的流光一击披下,楚天痛呼一声,大片血水飞溅了出来。 逃不掉的。 天将低沉得自言自语,你能逃去哪里? 天庭的天罗地网一旦张开,还从未有人逃走过。 地面上,百多团金光同时爆开,将数百里方圆的山林彻底湮灭。 第582章 神秘轻衣 又是一年后,遍体鳞伤的楚天平住呼吸,犹如一条灵动的大鱼,在一条地下暗河中快速的穿梭着。 他背上一条几乎将他脊椎劈成两段的伤口不断喷出血水,引来了暗河中无数贪婪嗜血,嘴里密布历史的透明鱼而疯狂追逐。 那还是一年前,突然出现的一尊被生十二对羽翼的天将,手中一柄大幅给楚天留下的伤势。 足足一年过去了,这伤口不仅没有愈合,反而越发的恶化。 除了这条让楚天行动不变,内脏都依稀暴露在外的伤口,楚天的四肢,腹部,到处都密布深刻击鼓的伤口。 这一年来,天庭对楚天的追杀力度飙升,以前一波追杀后,楚天还能有一刻钟的喘息之机。 但是自从楚天背后挨了一斧头,受了重伤之后,天兵天将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冒出来,丝毫不给楚天休息疗伤的机会。 艰难的将嘴里的丹药吞了下去,楚天一张口,一口黑血带着丝丝火苗喷出了老远。 五脏六腑剧烈的抽搐着,痛得楚天眼前金星乱闪。 黑血喷出,几条三尺多长的大鱼飞扑了过来,张开嘴吞了几口黑血,大鱼身体骤然一将,随后化为一团火焰在水中烧成了灰烬。 楚天吐了一口气,极力的向暗河的深处潜了下去。 他自觉体力已经消耗到了极致,几乎到了油尽灯窟的地步,如果再不好声修整一下,楚天怀疑他真会被那些杀不完的天兵天将硬生生的耗死。 鼠爷有技无力的趴在楚天的肩膀上,他的牙齿全光了,浑身毫毛一根不剩,细长的尾巴刚刚重新生出了半寸长的一丁点儿,四个爪子也是血肉模糊,隐隐有荧光在伤口内闪烁。 天歌儿,一定得弄明白,那群鸟人怎么就能死盯着我们不放呢? 鼠爷朝着楚天的耳朵喃喃自语,如果说,一年前,太阴万化轮过去的伤势太重,所以不能发挥出多少本来威能,鼠爷也就认了。 可是这一年来,鼠爷张了张嘴,同样从嘴里喷出了一缕细细的血水。 楚天也苦笑了一声,是啊,这一年来,他斩杀的,用天地熔炉炼化的天兵天将术以十万计,无数的神料被提炼出来,优先供应给了太阴万化轮。 如果说太阴万化轮的伤势分成十份,得了这么多神料补充后,太阴万化轮的伤势怎么也回复了两份,就算楚天修为有限吧,他起码也能发挥出太阴万化轮巅峰威能的一成。 按理说,以太阴之力藏宗匿迹的神奇力量,楚天借助太阴万化轮,绝对应该轻松避开天兵天将们的追杀。 可是一年来,天兵天将的追杀越发密集,人数越来越多,高手越来越多,楚天的伤势也越来越重,真个是惨不堪言。 一定有什么我们忽略了的地方。 楚天咬着哑冷声道,他们,为什么就能这么精准的找到我们? 话音未落,楚天所处的暗河水温突然急速升高,就听得呼呼风火声响起,楚天头顶厚重的岩层霍拉拉一下突然消失了一大片,足足有方圆千里的一片厚重岩层被一只巨大的烈焰手掌一把先飞。 起码有上百万天兵拍打着洁白的羽翼悬浮在半空,他们手中拎着神光荡漾的长弓,猛不叮见到暗河深处的楚天,这些天兵同时拉开长弓,就听嗡的一声巨响,弹指尖的功夫,上百万的天兵每个天兵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他们背上剑囊中的剑矢倾泻一空。 金红色烈焰缠绕的剑矢一壶起码有上百只,上百万天兵同时拉弓放剑,上一只剑矢犹如一场狂暴的火焰流星雨,呼啸着覆盖了下方的暗河,以及暗河周边的大片土地。 你们,丧心病狂啊。 楚天和鼠爷同时无语的呻吟了一声。 仅仅是追杀一个人而已,要不要这么败家子。 这些剑矢,每一只剑矢散发出的能量波动都比天路世界的顶级天气,顶级灵气强出数倍,每一只剑矢显然都造价不菲。 上一只剑矢同时喷泻下来,仅仅是为了诛杀一个人。 用核弹头炸蚊子吗? 有你们这么玩的吗? 楚天无奈,幽怨地长笑了一声,太阴万化轮一闪,他的身体化为一道流光,慢悠悠地向远处顿去。 和一年前楚天所化的流光顿速相比,如今的楚天几乎是蹒跚而行,顿光速度慢了起码三倍。 顿光速度慢了下来,楚天就没能避开漫天剑雨的斩射,起码有上万只熊熊燃烧的剑矢裹挟着可怕的穿透粒鱼罐落在了楚天身上。 楚天穿上了千疮百孔,到处都是裂痕的九药甲。 一团团火光在楚天身上狂野的炸开,炸得九药甲不断发出抗抗轰鸣,犹如受伤的野兽一样不断发出不堪重负的嘶吼声。 眼看重伤的九药甲就要抵挡不住无数箭矢的斩射,楚天右手一挥,一百零八面星主旗喷出,一条青绿色的苍龙从星主旗中腾空而起,裹挟着漫天星光围绕着楚天一阵盘旋。 无数箭矢被苍龙一尾拔抽得稀烂,无数团火光在苍龙体表爆开。 苍龙嘶声怒吼着,楚天被炸得昏天黑地,上百万天兵的联手一击,打得楚天犹如风中落叶一样亮相着向远处飞去。 虚空中,刚刚一巴掌将千里岩层先飞的火焰巨掌骤然张开,一张金灿灿的罗网喷涌着神光,快若闪电般从高空呼啸着落下。 眼看楚天就要被这张罗网缠绕进去,楚天猛的一声大吼,他身上所有的伤口同时崩开,大片血水炸成血雾喷溅,他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催动太阴万化轮化为一道银色寒光,骤然加快了十几倍速度,狠狠地向前一窜,显而又显地避开了罗网的琴拿。 天歌儿,闪得漂亮,不过,核弹头是什么玩意儿? 鼠爷张开嘴吐出了一大把属性复杂,威力各异的天符,乱杂杂地向身后百万天兵砸了过去,同时很好奇地转过头来询问楚天。 上千枚天符几乎是同时炸开,起码有上万天兵一声不吭的在雷霆,火焰,悬兵,飓风组成的狂潮中化为乌有。 一声弓弦震荡声传来,楚天只觉心口一痛,他惨毫一声猛地低头,就看到一根拇指粗细,九尺多长,通体密布着无数尖锐道刺的箭矢,正穿透了他的胸膛,稳稳地盯在了他的心口上。 一箭穿心,心痛的程度无法用言语形容。 楚天猛地张开嘴,大口大口地鲜血控制不住地涌了出来。 他艰难地回头望了一眼,就看到百万天兵群中,一尊被升十二对羽翼,羽翼最长的凌羽呈淡青色,周身环绕着一缕缕净风的天将缓缓飞了出来。 这天将身高不过一丈左右,在普遍高有三丈上下的天兵天将中丝毫不起眼。 他手中拎着一张长有一丈的骑行长弓,弓壁就好像两条扭曲猙獰的恶龙,两个龙口相接触光芒闪烁,天将猛地一拉弓弦,龙口内神光一闪,一只箭矢就凭空出现。 刷的一下,楚天没能看清箭矢的来势,没能听到箭矢发出的声音,一抹剑影瞬间到了楚天胸前,眼看又是一剑就要贯穿他的身体。 青胶剑主动地脱离楚天的手臂,化为一道剑轮护在楚天胸前一阵飞旋。 痴痴声中,剑矢被剑轮削得粉碎,楚天冷哼一声,一口血喷在了太阴万化轮上,身体化为一道寒光,用尽全力向远处奔逃。 百万天兵天将其声呐喊,纷纷化为一道道长长的流光破空追杀而来。 高空中,一团金色火焰化为一尊高有百丈的金色人影,拍打着背后十二对巨大的金色羽翼,宛如一团金色的火烧云一样,呼啸着向楚天追杀了过来。 天兵天将们一边追杀,一边不断射出无数的箭矢。 楚天化身流光,身形在空中不断跳跃闪烁,每一次跳跃闪烁,他的身形都在虚空中骤然变换位置。 无数箭矢紧贴着他的身体不断划过,偶尔有三五只箭矢落在他的身上,沉重的冲击力和狂野的爆炸力动辄将体力几乎衰竭的楚天打得亮亮呛呛,顿光也不时剧烈地颤抖着。 天歌儿,看样子,咱爷俩要阴沟里翻船。 鼠爷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眸子里闪过一抹奇异的幽光,他站在楚天肩膀上,缓缓转过身看着那些狂追不舍的天兵天将。 一抹奇异的荧光在鼠爷的嘴角流淌出来,他的皮肤下面,有十几枚形态极其古朴,散发出的气息苍凉洪荒至极的银蓝色符纹缓缓缓浮现。 鼠爷的气息变得庞大而沉重,就好像一头洪荒巨兽正在缓慢苏醒。 鼠爷,不要急!你忘了吗?我还有压箱底的手段。 楚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身边的空气一阵模糊,天道妙树的树干锁化,实力和楚天本体实力一模一样的那句天道分身就要从他体内飞出。 天底间突然掀起了一道青色的长风,浩浩荡荡的风伴随着奇异的呼啸声从极远的天边吹了过来,粘延百万里的青色长风卷起了大片浓郁的雾气,虚空中一片天昏地暗,真个达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效果。 雾气中,一道道青色半透明的全印凭空出现,就听得咚咚,砰砰一阵乱响,无数天兵天将被全印打得鼻青脸肿,一个个口吐鲜血,满口喷牙地从高空坠落,好似一块快陨石一样沉甸甸甸砸在地上。 突兀来袭的青色狂风和浓雾让高空中的那金色巨人骤然一惊,他通体燃烧着熊熊烈焰,不知道从哪里拔出了一面高有百丈的奇帆,用力朝着虚空狠狠一挥。 大片金色烈焰喷勃而出,无数火鸭、火雀、火蜀、火蝙蝠、火蝗虫之类的生灵乱杂杂地浑在火焰中,不断地朝着四周喷出无边的浓烟烈火。 高温烈焰蒸发了雾气,奇帆中喷出的狂飙震碎了青色的长风。 等得风散去,雾散去,虚空中已经不见遍体鳞伤的楚天,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极大的白纸飘飘荡荡地从空中滑落,长宽十几丈的白纸上,用黑色的墨汁很写意地画了一张极其夸张的笑脸。 众多天兵天将神态呆滞地看着那张白纸,看着白纸上的笑脸。 一轮金色烈阳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高空,中央大地威严,厚重的声音响彻云霄,找到他,杀了他,谁敢帮他,诛灭满门,去! 去! 去! 无数天兵天将齐声呐喊一声,高空中一片白色浓云倒卷而下,所有的天兵天将迅速没入白云中,白云急速他缩,最终化为一缕淡淡的云气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的天兵天将也不见了踪影。 楚天在浓雾袭来的一瞬间,星主旗所画的苍龙就将他护在了河心处。 一股距离袭来,108面星主旗毕竟不是完整形态的周天星主旗,青色苍龙只是抵挡了一瞬间,就被震得粉碎,108面星主旗盘旋飞回楚天体内,一只温软的手掌一把抓住了楚天的脖梗,随后四周虚空骤然旋转起来,巨大的压力裹着楚天急速的旋转,楚天只是坚持了一弹纸的功夫就昏厥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楚天悠悠行转。 九药甲静静地悬浮在楚天身边,一缕缕金色细纱从空中降落,不断融入九药甲中。 原本千疮百孔的九药甲乍一看去,居然伤痕全无,一副已经被修复了七八成的模样。 楚天身上的伤口也被处置得妥妥铁铁,体内再无半点伤痛。 溃竭的法力已经完全恢复,楚天微微握了握拳头,熟悉的力量感涌来,他此刻的状态非常的好,他觉得自己甚至能够一拳打碎这一方天空。 他一咕噜地坐了起来,这才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方圆树母的溶洞中。 就在他面前十几帐外,一片淡淡的薄雾包裹着一条青色的人影。 雾气很薄,但是楚天用尽了力气也无法看透雾气,无法看清雾气中的青色人影究竟是什么模样。 这位,前辈。 楚天看了看身边的地面。 鼠爷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打着呼噜,鼠爷身上的银毛已经全部长了出来,微微张开的嘴巴里,隐隐可见一口整齐血量的小银芽。 显然,这青色人影连鼠爷的伤势也一并治愈了。 嗯,不用问我事,也不用感激我。 一个听不出男女的柔和声音从薄雾中传来,敢于和天庭作对的任何人,我不会看着他白白地去死。 当然,敢于和天庭作对,和有能力和天庭作对,这是两码事。 我跟了你快两年,感觉,你应该有几分潜力成长为合格的天庭之敌,所以我才救了你。 好好活下去,好好修炼。 我希望下次听说你的消息的时候,你已经给天庭造成了足够的麻烦,足够的损失。 薄雾悄然散去,青色人影消失不见,唯有一条青色灵带飘飘扬扬地落入了楚天手中。 第583章 平静小城 天庭,东方天域东南部,一条张牙舞爪犹如火龙的巨型山脉大苍山绵延数十亿里,山脉中无数强大可怕的飞禽猛兽繁衍生息,而在山脉外,无数城镇村庄星罗密布,居住了无数天庭黎民。 大苍山南路,一条大江浩浩荡荡从大苍山深处流淌出来,在山外冲出了一片绵延数千里的冲击平原。 青草苍苍,平野茫茫,肥沃的土地上一块块四四方方的田地整齐地排列着,田地中随处可见辛勤劳作的农人。 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粗布衣,腰间佩戴着一柄外式简陋的铁键,背后背着一柄硕大的铁锤,楚天顺着一条宽敞的砂石大道不紧不慢地行进着。 收敛了全部魂念,收敛了全部气息,楚天表现出来的力量,大概就是安身静中期的水准。 蔚蓝色的天空不见一丝云彩,毒辣的太阳高悬在天空,肆无忌惮地向地面倾泻着热量。 在凡人无法想象的高空,一对天兵快速地飞过。 这些天兵目光如鹰笋,从离地数千里的高空飞过时,他们犹如实质地目光细细密密地扫过地面,一草一木,一杀一弹尽在他们的观察中。 楚天清晰地感受到了这些天兵的目光扫过自己身体,但是他微微笑着,一丝表情变化都没有地继续向前行进。 路边一块田地中,两个老农喘着气直起了腰身,用力地捶了捶腰杆,带着一丝诧异地看向了楚天。 略微沉吟了片刻,楚天走到了田地旁,三言两语间就和两个老农套上了近乎,借用他们的粗瓷大碗,从他们准备的水罐中倒了一碗凉水喝了下去。 这天可真够热的。 楚天看着两个老农离黑的面皮,由衷地感慨道,两位老丈辛劳。 两个老农急忙摇头,很淳朴的,带着一丝羞涩和畏惧的,异常憨厚的笑了笑。 楚天从袖子里掏出了几个拇指大小的方形铜片,不容两个老农分说,将铜片塞进了他们嘴里,然后笑着湿湿然走开了。 伴随着两个老农在后面过意不去的感谢声,楚天一边微笑着向前行走,一边摸了摸他脖子上缠着的一条青色灵子。 天庭,真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回想着灵带上,那个神秘的青色人影留给自己的信息,楚天由衷地感慨了一声。 这个天庭拥有的力量让楚天都心惊不已,这些日子的狼狈遭遇,也足以证明,此刻的楚天根本没资格和天庭掰手腕。 不能心急。 现在要做的,是如他所言,先让自己变成一滴水,融入天庭这一片汪洋大海。 楚天暗自嘀咕着,用力按了按青色灵带,感受了一下灵带上散发出的奇异气息。 在青色灵带上,青色人影揭破了楚天总是无法逃离天庭监视的秘密,无论是楚天还是太阴万化轮,都是外来之物,它们的气息和偌大的天庭总有细微的区别。 这就好像一碗牛奶中,突然混入了一滴墨水,无论这滴墨水如何的东躲西藏,它都和这白色的牛奶格格不入,就算是一颗草,一只虫,都能轻松地将它翻出来。 而天庭掌握的某些秘术,就是能通过天庭的天地万物,找到这些格格不入的异类,并用最快的速度出现,将那异类斩尽杀绝。 先是我自己,要熟悉天庭的法则,将自己彻底融入天庭,这不难,对我来说,这不能,难的是,我身上的这些宝贝,它们的本源太强大,品阶太高,是一方天地起源时的半生物,想要让它们的气息和这一方天庭默契相合。 楚天嘴里一阵发酸,心里一阵发苦。 这可真不是什么容易的活迹。 青色灵带中,有那青色人影赠送的一门专门洗炼各色强大至宝的法门,专门用来掩饰本体的气息,在天庭完美的藏匿自己的神奇秘法,但是楚天身上的好玩意太多了,品阶太高了,想要将它们洗炼完成,天知道要多少时间,耗费多少苦工。 前方道路的尽头,两条小河的环绕中,一座小城出现了。 这小城不大,高不过两丈的城墙,一圈儿大概能有二十里的样子,总人口大概也就是十几万人的水准。 在小城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相隔大概二十里,各有一座人烟繁茂的小镇,每个镇子都能有两三万人。 楚天站在距离城门一里多地的地方,向小城周边打量了一阵子,满意的点了点头。 他也是随机挑选了一处地方顿移过来,既然碰到了这座小城,而且四周风景颇为秀美,那就是这里了。 不多时,楚天来到了城门口,几个身穿进装,腰间佩戴长刀,应该是城内捕快一类的精状汉子喝住了楚天,两个汉子走到楚天身边,一人随手将他腰间用一块破烂兽皮裹着的铁剑抢了过去, 另外一人则是伸手拍了拍他背后背着的大铁锤。 汉子,干什么的? 手持楚天腰间铁剑的汉子随手拔出铁剑,向楚天懒散地问了一句。 铁匠 楚天很憨厚地向这汉子笑了笑。 反正他现在使用的不是他的真实面目,他如今的长相颇为憨厚,普通,就是一个普通的三十岁出头男子,而且很是经受了一些风霜雨雪的沧桑模样。 铁匠 几个人笑了笑,同时看向了楚天的那柄铁剑。 嘶嘶起声,几个汉子同时倒抽了一口冷气。 楚天的这柄铁剑只是用普通杂木做了个剑柄,用一块狼皮包裹着,外事极其简陋,甚至可以说是难看。 但是这剑可是楚天亲手锻造而成,通体银白色的长剑上,密密麻麻的尽是重重叠叠的雪花纹路,在阳光下散发出夺目的光滑。 手持铁剑的汉子呆了呆,他猛地拔出腰间长刀,刀剑狠狠互相劈砍了一击。 钉的一声脆响,汉子手中同样是好刚打造的长刀被楚天的铁剑一剑劈成了两段,仔细看去,铁剑只是风口上微微有一点不起眼的卷痕,除此之外别无任何伤损。 这,这剑,师父你可出手吗? 手持铁剑的汉子猛地紧握着剑柄,目不转睛地看着楚天。 其他几个汉子目光也是一阵火热,一个个呼吸都急促了几分。 楚天就笑了,咱家是铁匠,打兵器卖钱,这是本分,这位大人你若是喜欢,嗯,五金拿了去。 在那条青色人影留下的灵带上,将天庭的一些凡间琐事也都记载了不少,足以帮助楚天比较顺利地融入天庭,这也是那青色人影思虑周详,怕楚天在某些细节小事上露出马脚做的准备。 天庭,那些天兵天将还有天王大地高高在上,基本上不和天庭的凡人黎民发生任何联系。 天庭的无数凡人百姓,他们使用的货币,赫然是金,银,铜以及其他一些贵金属制成的货币。 一如楚天给那两个老农的方形铜片,就是东方天域东南一带比较常见的流行铜币。 一般而言,一百铜兑换一银,一百银兑换一金。 五金对于普通黎民家,足够两三年的吃喝用度,但是对于一柄可以轻松斩断一柄金刚长刀的神兵利器而言,这就真正是有情价,甚至可以说是亏本买卖。 手持铁剑的汉子猛的用狼皮裹住了铁剑,满脸堆笑的朝着楚天欠了欠腰,师父这价钱,实在是。 楚天摆了摆手,不以为然的淡然道,自己打得护身用的家伙时,值得什么? 大人喜欢,就是好事,要不是无想要找个村子落脚,想要开个铁匠铺,却缺少一些本钱,这五金。 几个汉子同时笑了起来,他们七手八脚的抓住了楚天的胳膊,热情洋溢的拉着他进了城。 师父是想要找个落脚的地方。 那还用说吗? 这方圆五百里内,谁不知道我们白骨城最是惬意的。 然也,然也,要说这方圆五百里内,我们白骨城人烟最为茂盛,民间最为富庶,所以习武修炼的武士也是最多,最最是继续各种好兵器的。 师父这等手艺,能打出这等兵器,您愿意落户我白骨城,哎呀呀,这是求都求不来的好事呢。 一个时辰后,楚天站在白骨城最热闹的南大街一座院子门口,手里拿着这座院子的砌书以及一纸合同公文。 这份合同公文上约定,楚天以未来给白骨城城主府以成本价提供三百柄利器为代价,换取南大街的这座院子以及院子自带的一座铺子。 合同上还规定,由城主府出资在三日内帮楚天将这座原本的杂货铺改造成一座铁匠铺,而楚天必须在铁匠铺落成后一个月内,开始向城主府提供品质不弱于那柄铁剑的兵器。 云城主真正是,求贤若渴了。 楚天看了看身边跟着的几个汉子,向一名身穿烟灰色长衫的文雅中年人拱手笑了笑,三师爷,如此的话,我虎大利就不客气了。 楚天的袖子里,鼠爷翻了个白眼,磨了磨牙。 他没见过楚天这么会偷懒的人,冒充个铁匠落户,居然懒得想别的名字,直接用了大利哥的名字,这真正是,鼠爷悠悠叹了一口气,楚天这懒散脾气,不会是跟他学的吧。 白骨城城主府的三师爷满脸是笑的客气了几句,将拳头大小的一个钱袋硬塞进了楚天手里,又和他寒暄了几句后,带着几个汉子快步离开了。 楚天颠了颠手中的钱袋,打开钱袋看了看,里面有五十枚指甲盖大小的金钱,这应该是白骨城的云城主给楚天的安家费。 楚天笑了笑,心安理得的收下了钱袋,推开店铺的门,认真的绕着这座未来他可能要居住蛮长一段时间的院子转悠起来。 院子不大,靠着南大街是一个宽有六丈,深有八丈的店铺。 铺子上下两层,一楼是铺面,而二楼则是库房和七八间卧房,看那简陋的陈设,应当是以前杂货铺的伙鸡们的居所。 店铺的后面,就是一个宽六丈,长十丈的院子,左右两列相防,东面是一套正屋,里面的陈设却也还算整齐,在楚天看来,这正屋的规格,倒是比得上当年盖州城的一些富商的起居水平了。 绕着院子转了一圈后,楚天搬了一条长凳坐在了店铺门口,笑呵呵的看着大街上的人来人往。 白骨城果然是一个颇为富庶的地方,就楚天看来,大街上来往的人群各个面色风鱼而有血色,行人身上多件绫罗绸缎,身穿普通布衣的百姓身上也颇为整洁,他就没看到有人的衣衫上有补腾存在。 而且街上行人中,平均二十个人内有一个人都有修炼过的痕迹。 虽然这些人的修为很差,很糟糕,好些人只是刚刚踏入安身境的修为,不过一如守卫城门的那几个汉子所言,这白骨城的人很富属,因为有钱了,所有修武的人也就多了。 在门口坐了许久,日头逐渐落下了山去,楚天的左右邻舍,一家绸缎铺,一家成衣铺,一家生药铺,还有街对门的一座酒楼的掌柜见到楚天在门前坐了这么久,他们也就猜出他是这家店铺的新东家,纷纷走上来和楚天寒暄了几句。 听得楚天说他是个铁匠,几家铺子的掌柜脸上笑容就越发灿烂了一些。 同行是冤家,既然楚天不是同行,那么大家就可以做朋友了,毕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吗? 于是天入黑的时候,对面酒楼松鹤楼的菜掌柜,还特意的让小二给送了六碗菜,一桶饭和一小坛子酒过来,几个掌柜的就在铺子门口路边上饮了几杯酒,算是给楚天接风了。 楚天不由的在心中暗自感慨。 对比之前连续快两年时间被漫天追杀的凄惨模样,这白古城,却也太平静凝糊了一些。 这,真的是同一个天庭吗? 几个掌柜的都回转自家铺子去了,楚天笑着将饭菜酒水一扫而光,搬了两条长凳架在铺子门口,斜靠在铺门上,伸直了两条腿,惬意的伸了个懒腰。 南大街的北街口上,也正是最热闹的十字路口那儿,两家门对门做生意的青楼同时点起了大红灯笼。 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一个个白古城有头有脸的土财主们就好像蝙蝠精一样,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出现在了青楼门口,他们大声的相互打着招呼,满脸是笑的,趾高气扬的走进了楼里。 阴歌艳语,丝竹生生。 高空中,离地数千里的高度,大群天冰天将面色阴沉的带着浑身杀气缓缓飞过,对地面上的平静的喧哗示弱无睹。 楚天笑着闭上了眼睛,轻轻地哼着歌,在这喧哗的平静中睡了过去。 第五百八十四章收图 大力师傅,您的手艺,可真是没得说了。 一条身高杖二的汉子双手挥动着一柄三亭大砍刀,突然一声大吼,一刀将一块用来试刀的铁钉斩成了两片,满脸是笑的向楚天连连点头致谢。 光着膀子的楚天擦了擦上半身的汗水,端起一个大茶缸灌了一通凉茶,摆了摆手,笑了笑。 大汉也笑了,他小心地掏出一个钱袋放在了楚天身边的小方桌上。 楚天打开钱袋,数了数里面的金币,足足有五百斤,他微微一皱眉,淡然道,多了。 大汉急忙向楚天欠了欠身,些许茶水前,以后多的是有劳大力师傅的地方。 楚天吻了一声,他抓起钱袋,转过身,从铺子里的兵器架上取了一柄一尺八寸长,造型犹如飞鱼翅膀的短剑随手递了过去,罢了,些许钱物,算不得什么,这柄短剑,我掺了一些青铁金进去,最是柔韧锋利不过。 上次见你带了个小姑娘过来。 大汉也不客气,接过短剑向楚天笑了笑,那是咱家侄女,刚开始拉筋断骨,这短剑给他玩耍,正是合意。 大力师傅,谢了。 楚天挥挥手,大汉就乐滋滋的扛着大砍刀走了出去,一路不自觉的抚摸着密布着无数防滑龙林纹路的刀杆。 楚天笑了笑,走到铺子的柜台后面,将钱袋里的金币塞进了一个铁制的大钱箱中,砰的一下关上了箱门,朝着刚刚走进店铺的几个孔武有力的大汉笑道,各色兵器,都在货架上,大家只管挑选。 若是不合手,或者有什么特殊要求,会了图纸,咱都能打造。 几个大汉站在了兵器架子前,认真地打量起上面各色寒光闪闪的刀枪剑戟,不时低声地讨论着。 外面大街上,几个寻接的捕块指高气扬地走了过去,到了楚天的铺子前,几个捕块特特地绕了一个圈,到楚天的门前和他打了个招呼。 来到白骨城,已经大半年了。 城主府的三百柄利器订单已经完成,这座院子和铁匠铺彻底成了楚天名下的资产。 几个月来,楚天锻造的兵器在整个白骨城,还有白骨城周边的几座城池中颇得好评。 前几个月,还只是白骨城当地的五修巴巴的上门求楚天为他们锻造兵器,这半个月来,已经逐渐有外城的五修跋涉数百里,捧着大堆大堆的金币求楚天出手。 订单太多。 虽然都能完成,但似乎太吓人了些。 楚天大马金刀地坐在了长凳上,双手捧着一块三尺长的钢钉,手指在钢钉上轻轻弹动,弹的钢钉不断发出钉钉脆响。 这些所谓的神兵利器,连一道符纹都没有附加上,对楚天而言,只是心念一动,就能成形无数的垃圾货色。 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铁匠,楚天每天还要在铁匠铺子里装模作样的挥动着铁锤敲打铁钉,他自己都觉得这种行为蛮傻的。 有天地熔炉,有紫霄金阳炉,有七巧天弓的炼气传承,又不是锻造近乎至尊天气那个品阶的后天之宝,每天抡着锤子叮叮当当的乱砸,楚天觉得自己好像个缺心眼的傻子。 几条孔武有力的大汉选中了货架上的三柄长剑,两柄长刀,更挑选了两杆特制的纯钢长箱,恭敬有加的拎着兵器到了楚天面前,问了价格后,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意思,按照楚天爆出的货架又加了一成金币支付了货款。 哈哈,几位好汉太客气了。 嗯,我虎大力就不客气了,下次有什么需求,只管来说,咱准备些好材料,给几位好汉锻造几件好东西。 楚天笑着将钱袋收起。 这些伍修的心思,他当然明白,无非是拉近关系嘛。 又不是什么真正的神兵利器,不过是楚天用某些特殊的合金配方,随手锻造出来的破烂玩意。 在这些伍修手上,这些兵器耗不过几年就会磨损过度,甚至因为各种厮杀打斗直接破损。 大家都认定楚天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师级铁匠,现在多支付点货款,多弄点人情,未来从他手上能弄到一柄真正的神兵利器,那不就是发达了吗? 随手将钱袋丢在了身后的柜台上,笑看着几个大汉走出铺子,楚天抱着那块钢定继续发呆。 手指轻轻的弹动钢定,叮叮脆响声中,一点点肺渣就从钢定中逐渐的挤了出来,被钢定的高频震荡震成了粉尘,缓缓飘落地面。 这天庭百姓的生产力水平不怎么高啊? 楚天摸了摸缠在腰间的青色灵带,低声的嘀咕着,这等品质的钢定,杂质这么多,还敢说是金刚? 摇摇头,将这块杂质被彻底提炼干净的钢定随手丢在了铺子一角的材料堆里,楚天站起身来,双手抱在胸前。 站在铺子门口,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流。 他的呼吸非常的雄浑有力,一呼一吸之间,脚下的灰尘都纷纷飞扬而起,左右临射的招牌幌子都无风自动。 白琉璃灯展上一点点幽光闪烁,轻幽幽的灯火照耀下,灯展上几枚最基础的天印外部,逐渐有新奇的符纹出现。 风、火、水、土等等最基本的五行之力以及五行之力演化出的一些天印,都逐渐变得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精美。 天庭的法则傲义,正在悄然契合进这些天印。 楚天身上的气息已经逐渐和天庭相容,一种天人合一的契合感正在让他从一滴墨水像一滴牛奶转化。 如果不动用那些气息惊人的至尊天气,此刻的楚天就算解下腰间的青色灵带,那些天兵天将也不可能这么快发现他的气息。 楚天融入天庭的第一步算是初步完成了。 接下来他要用水墨功夫,一点点的将几件至尊天气的气息和天庭相容。 这会耗费很长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中,楚天真不想每天拎着大铁锤去打铁。 回头向南大街的北街口望了一眼,楚天有点苦恼的抓了抓脑袋,或许他真的选错了行榜,他不应该假冒成一个铁匠,或许,他应该在白骨城开设第三间青楼。 作为一个青楼老板,每天吃吃喝喝的逍遥过日子就是了,哪里有这么多的烦恼。 正站在铺子门口发呆,对面松鹤楼的蔡老板已经笑呵呵的从二楼探出头来,向楚天招了招手,大力师傅,还是老规矩。 给您送十斤上好的猛兽肉过去。 再加上三斤好酒。 楚天巴搭了一下嘴,他脑子里还在想着青楼的事情呢,下意识的就说道,今天给我来个八盘八叠的席面,做得精细些,下,再来一摊子杏花春,整天大酒大肉的,吃得腻味了。 蔡老板呆了呆,突然笑得满脸都露出了褶子,嘿,这感情好啊。 要不,咱给大力师傅,去北街口,叫两个唱小曲的丫头。 嘿嘿,知道是大力师傅的招呼,那些小丫头片子一个个不得乐疯了。 说着说着,蔡老板很艳羡的看了一眼楚天身上犹如刀披斧剁的强横肌肉,居然下意识的吞了一口口水。 楚天机灵灵的打了个寒颤,翻了个白眼,没好气的哼哼道,小娘儿就不要了,几位掌柜的有兴致,一起来喝一杯。 下,有些事情,还请几位掌柜的帮忙想个主意。 楚天请喝酒,左邻右舍的绸缎铺,成衣铺,生药铺,还有稍远一点的几家铺子,尤其是一家医馆的作馆老先生。 黄医师纷纷凑了过来。 也不用松鹤楼的伙计将酒席送来了,楚天吆喝着请大家进了松鹤楼,在二楼开了一个雅间,上了一桌上好的酒席,酒过三巡后,楚天重重的叹了一口气,唉。 大家都是生意人,除了黄医师矜持不吭声外,其他几个掌柜的纷纷开口询问楚天为何叹息。 楚天摆出了一副宗师应有的气度,沉声道,我虎大力这一身记忆,也是来之不易的。 自幼随着师尊他老人家四处流浪,寻找珍稀矿石,锻造各色兵器,好容易有了这点成就。 用力拍了拍大腿,楚天搭拦着眼皮,摆出一副追忆故人的表情沉声道,我还记得,师尊他老人家去世时,抓着我的手,要我将咱这一脉的铁匠手艺发扬光大呢? 隔壁声药铺的牧掌柜瞪大了眼睛,他看着楚天小心的问道,大力师傅的意思是。 楚天猛的一拍巴掌,大声笑道,收徒弟。 没错,就是收徒弟。 咱要将咱这一脉的铁匠手艺发扬光大,让师尊的名声不至于忌忌无闻,咱准备收他十几二十个徒弟,就看那院子能否装得下。 指了指松鹤楼对面的那院子,楚天长叹了一声,希望能找到几个可造之才,咱这手艺也能传承下去。 不等这些掌柜的开口,楚天沉声道,咱也知道,手艺行当的规矩,咱收徒弟呀,没那么多苛刻的条件,只要他学会了那些技艺,能够锻造出合格的兵器后。 签署契约为我锻造十年后,随时都能出师。 挥挥手,楚天灌下了一壶酒,大声道,咱没那么多弯弯绕的,他们出师后,只要记得是我虎大力的弟子,记得咱家师尊的名号,这就足够了。 一众掌柜的眼睛同时一亮,相互望了望,嘴角同时勾起了一丝微妙的弧线。 楚天的赚钱速度,他们可是都亲眼目睹,大家都是邻居吗? 每天就看到楚天拎着大锤子在铁针上悄悄打打,叮叮当当一阵噪音后,就有一柄刀剑成型,而这些刀剑,动辄都能卖出上百金币的天价来。 偶尔楚天为一些白骨城知名的武修亮身锻造一柄兵器,那起码都是三四百金币的收入。 这大半年时间来,楚天起码进账了数万金币。 数万金币啊! 这是他们这些店铺老板好几年,十几年的利润。 铁匠这一行,有前途啊,如果能学会楚天的手艺,尤其是几家掌柜的,他们只是掌柜,并非店铺的老板,他们说白了,也是为人打工的。 谁家没有个亲戚呢? 谁家亲戚没有个儿子,孙子呢? 楚天大口大口的灌酒,一通放肆的吃喝后,故意催动血气,让面旁变得通红的楚天赴了酒席钱,慢悠悠的脚步打广的离开了松客楼,在自家铁匠铺的门口放了一张竹铐椅,躺在上面呼呼的酣睡起来。 下午的时候,又有二十几个剑状的武修跑来楚天的铁匠铺买兵器。 楚天自顾自的睡得和死猪一样,倒是他左右两家店铺的掌柜帮他招呼了买卖。 兵器架子上的兵器被卖掉了大半,五十几剑刀剑,居然又给楚天带来了九千多金币的收入。 两个掌柜的帮楚天收钱的时候,他们的心都在哆嗦。 这来钱也太容易了一些,他们的绸缎铺,生药铺,怎么就没这么好的买卖。 第二日一大早,楚天懒洋洋的从铺门屋檐下的靠椅上直起了上半身,用力的擦了擦脸上积蓄的露水,用力的打了个喝歉。 双臂用力挥舞了一下,浑身球节的肌肉犹如怪蟒一阵如动,体内骨骼发出咔咔声响。 铁匠铺前的街面上传来一阵稚嫩的惊呼声。 楚天翻了翻眼皮,就看到数十名衣衫简单,面色淳朴的中年男子恭紧的站在铁匠铺门前,身边带着一个或者两个年龄从七八岁到十五六岁的孩童,少年。 见到楚天睁开眼睛,这些中年男子纷纷跪倒在地。 不等他们开口,楚天一挥手,大咧咧的说道,我知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拜师嘛,没这么麻烦的事情。 你们这群娃娃,都不错,看得出来吧,不是娇生惯养的。 只要他们能吃苦,有力气,肯干活,我这里对天地发誓,定然给他们一手吃饭的本领。 站起身来,楚天朝那些中年男子沉声道,这里,也给大家安一下心,这些娃娃在我这里,吃喝自然是我管了,别的不敢说,每天的米饭,好肉和蔬菜瓜果是管够的。 除了打铁,我虎大力也还认识几个字,知道一些为人做事的道理,这些都可以交给他们。 拍了拍手,楚天淡然道,当着这么多相亲街坊的面,我虎大力把话说白了,咱不是那种黑心的师傅,学徒犯错了,他离开就是,咱也不会打,不会骂,更不会虐待他们。 用力一挥手,楚天转身走进了铁匠铺,朝那三四十个孩童,少年淡然道,要拜师的,就进来吧。 嗯,这楼上的房间,加上两列厢房,你们挤一挤,也能住下。 就你们这一批了,下次再收图,等你们出师了再说。 一群中年男子呆滞了一阵子,然后纷纷狂喜笑了起来。 一众孩童,少年向自家父亲看了看,一个个咬咬牙,紧紧的跟在了楚天身后。 这些娃娃呀,他们只想从楚天这里学一手谋生的本领,他们这时候根本不可能想象,他们究竟找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第五百八十五章扩张 大力铁匠铺的殿堂内,一字而排开了五套铁匠家驶,五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光着膀子,穿着牛皮制成的紧身裤,双手握着铁锤,冲着铁针上烧红的钢钉就是一通猛杂。 大锤沉重,砸在钢钉上当当作响,无数点火星喷出,那是钢钉内的杂质被极大的力量轰了出来,钢钉正逐渐变得精纯。 十几个年龄稍小一些的少年在给这五个少年打下手,他们热得浑身是汗,却丝毫不敢大意地拎着沉重的铁钳,不断翻动铁针上的钢钉。 打铁的少年浑身汗出如浆,他们低沉地喘息着,手中铁锤循着奇异的频率不断砸下,他们的呼吸沉重而悠长,一呼一吸之间,他们的胸腹部位在挤咒的起伏。 在少年们的身边,五个熊熊燃烧的火炉散发出逼人的高温。 每个火炉中,楚天都埋进去了一颗黄豆大小的火属性灵精,在高温的激发下,灵精内不断有微量但是精纯的天地零碎渗出。 楚天的魂念笼罩整个铁匠铺子,这些天地零碎分成了二十几缕,缓慢地渗入了这些学徒的体内。 学徒们自行运转楚天传授的九转天卢法,火炉内熊熊燃烧的火炭散发出的高温,还有小巧灵精内散发出的天地零碎被他们不断吸入体内。 他们浑身皮肤通红,就好像火炭一样的红。 他们体内热力翻滚,滚烫的热气锻炼着他们的五脏六腑和骨肉经络,随着他们的动作,他们晾晶晶的汗水中隐隐有一丝丝灰色的杂质深处。 缓慢,但是很坚定的,这些学徒体内的杂质被九转天卢法翠炼了出来,他们的血肉筋骨变得更加的纯粹而纯净,力气也在一点点的增大。 在大力铁匠铺的后面院子里,二十几个火炉子熊熊燃烧着,每个火炉旁边都有一副打铁的工具,二十几个年龄较小,从七八岁到十一二岁都有的孩童拎着小铁锤,咬牙切齿的朝着铁针上的小铁块同样是一通猛杂。 这些孩童年纪小,力气不大,以前也没修炼过,更没有服用过什么辅助修炼的丹药。 比起在铁匠铺面内充门面的五个少年,这些孩童的基础差了许多。 基础差,就有基础差的叫法。 外面的这些少年已经可以锻造金钢锭,提炼更加优良的钢铁,后院的这些孩童们,要他们做别的也做不来,但是按照楚天给出的配比,用小钢锅炼制某些特种合金还是颇能胜任的。 这些孩童猛砸了一通铁块,坐在前面店铺和后院之间的门洞上,正瞧着二狼腿喝酒的楚天抬头看了看天色,淡淡的喝了一声,火候到了,拿模具,小心些,将融化的铁水注入模子。 一群孩童丢下手中铁锤,重重的喘息了几声,一声不吭的拎起铁针旁的铁钳,小心翼翼的从烧的通红的火炉中加出了一个个高温的,散发出刺目光热的干锅。 火炉旁已经备好了模具,这些孩童咬着牙,将众有数十斤的干锅和里面的合金汁水提了出来,小心翼翼的将合金汁水注入了模具里。 火星四箭,箭起来两尺多高。 孩童们身上穿着瘦皮制成的紧身裤,火星箭在他们的腿上,只是让他们身上的汗水更多了一些,并没能对他们造成任何的伤害。 一小会的功夫,所有合金汁水都注入了模具,楚天挥了挥手,沉声道,好,马上坐在地上,修炼师傅我传授地功法。 嘿,这可关系着你们未来的成就,不许偷懒。 楚天站起身来,拎着一条表面缠着细细铁丝的皮鞭子,慢悠悠的走到了这些孩童的身边。 孩童们不敢怠慢,他们急忙盘坐在了不断散发出可怕高温的模具旁,左手按在胸口,右手按在小腹上,按照楚天传授的呼吸法,开始修炼就转天卤法。 一缕缕热气不断渗入这些孩童的身体,眼看着他们头顶冒出了腾腾的白气,好些孩童的呼吸变得极其粗重,口中喷出的气息炽热无比,若是放一张薄薄的白纸在他们面前,怕是白纸都会凭空燃烧起来。 楚天满意的点了点头。 周边几个掌柜的介绍来的这些孩童,还都是淳朴良民家出身的娃娃。 没有一个偷懒耍滑的,也没有一个爱动心机的,收下他们已经有七八天时间了,无论楚天叫他们做什么,这些孩童都能很好的完成。 不错。 楚天满意的点点头。 看看这些正在全心全意运转功法的孩童,楚天手指一弹,一块吃红色的极品灵精出现在手中。 右手拇指,食指一用力,灵精被生生捏碎。 楚天挑了二十几颗最细小的碎片,将其逐个丢进了那些熔炉中。 铁匠铺内转来了一个雄魂有力的声音,大力师傅。 大力师傅。 咱带了几个好兄弟过来,嘿,您能打造强弓吗? 起码也要能承受三十万斤力气的强弓,若是能,多高的价钱都可以。 楚天瞇了瞇眼睛。 三十万斤力道的强弓。 这里的天庭,杜梁恒和天路世界也相符,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势力,统一了相距无比遥远的两个世界的杜梁恒一般。 三十万斤力道,不过是普通三龙力的水准。 承受这点力道的弓,也能算强弓。 微微一笑,楚天不紧不慢地走进了前面铁匠铺,向上次来打造三亭大砍刀的那大汉笑道,能,怎么不能呢? 只不过,能承受三十万斤力道的强弓,我这里的材料不行,如果几位好汉能找到一些好材料。 几个身形高挑,手臂比起常人比例要长出一节的汉子急忙笑着点了点头,从背后解下了几个硕大的包裹。 一会儿的功夫,楚天的面前就摆上了几根散发出强大气息的瘦脚,几根大蟒主金,以及一堆黑沉沉的金属矿石。 楚天抓起瘦脚掰了掰,又拿起一根主金用力一扯。 嗡的一声,主金剧烈跳动着,楚天用了上百万斤的力量,居然没能扯动这根主金。 好材料,只是用来锻造三十万斤的弓,浪费了些。 你们若是使得动,我给你们锻造六十万斤的好弓,怎么样? 楚天笑看着几个精悍男子。 几个男子狂喜,急忙向楚天深深的行了一礼。 半个月后,白骨城的城主府笑场上,从八百步到三千步,数百个剑把整齐的摆放着。 白骨城的云城主在一群护丛的簇拥下,坐在一个炉棚下,饶有兴致的看着楚天等人。 半个月前,向楚天定制强弓的几个精悍男子眼巴巴的看着楚天,一个个急不可待的样子。 楚天则是笑着向身后的几个学徒伸出手,从他们手上接过了一个兽皮制成的长条形皮带。 几位好汉,你们是白骨城周边千里内知名的猎人,下,赶进大苍山狩猎猛兽的人,了不起。 楚天掀量着手中的长条皮带,笑呵呵的说道,不过,是好汉也要有好兵器,火虎大力锻造的强功,就是好兵器。 指了指校场上的那些剑把,楚天沉声道,今天借了城主府的地盘,一个呢,是让几位好汉验验货,两个呢,也是给我虎大力打打鸣器,让大家看看,我虎大力的手艺究竟怎么样。 打开皮带,楚天缓缓地抽出了一张长有七尺,弓壁上密布着龙林纹路,通体漆黑,造型乍一看去只是普通寻常的长弓。 黑黑笑了一声,楚天从身后的学朴手中,接过了三只他用特殊合金锻造而成,箭头成螺旋状的破甲长剑。 那些剑把上都蒙着三层兽皮,兽皮上甚至还镶嵌了三厘厚的铁片。 这些兽皮,也都是大苍山内猛兽身上扒下的新鲜皮毛,三层兽皮加上一层铁片,这防御力可就不得了了。 在大苍山茫茫山脉中,也极少能碰到拥有如此强悍防御的猛兽。 楚天深吸了一口气, 他看着几个目露金光的猎人沉声道,诸位看好了黑,这龙金弓,火虎大力可是很下了些力气,不仅仅是六十万斤,而是八十万斤。 不仅如此,未来只要更换更好的弓弦,这弓的力量,可以达到两百万斤。 卢鹏下,白骨城的云城主猛的站了起来。 两百万斤的强弓。 不仅是云城主,他身后的几个城卫军的将领也都是脸色一阵变幻,这等强弓,已经堪称神兵,用处极大,好些地方,好些时候都能发挥出一锤定音的战略效果。 虎大力若是真能锻造出两百万斤的强弓,那么他的价值,可就不仅仅是一个手艺精湛的铁匠了。 瘟的一声,楚天拉开强弓,搭上了一支破甲铁剑。 下一瞬间,楚天手指一放,啪的一声巨响,破甲铁剑在空气中撕开了一个肉眼清晰可见的细细白色涌道,连续穿透了数十层气障,精准无比的命中了八百步外的一个剑把。 箭头极速的旋转着,所有人都清楚的看到了箭头上有三缕极细的青色风气喷出,催动着箭头用可怕的高速旋转着。 箭靶上的铁片被一击洞穿,三层兽皮被钻破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窟窿。 一尺厚铁木制成的箭靶被箭矢一击洞穿,箭矢急速旋转着,发出尖锐可怕,射人心魂的尖笑声,几乎循着一条笔直的直线轨迹,重重的扎在了四百步外另外一个箭靶上。 铁片纷飞,兽皮被破开一个拳头大小的窟窿,一尺厚的铁木箭靶再次被箭矢动穿,箭矢又循着直线,再次动穿了四百步外的一个箭靶,然后又向前飞出了三千多步,这才砰的一声,深深扎进了轿场边缘一块巨石上,在这块厚达树杖的巨石上硬生生凿开了一个拳头大小,深达树齿的大坑。 好。 白骨城的云城竹猛的鼓掌叫好,几个定制弓箭的猎人已惊笑的合不拢嘴。 如此威势,如此威势,敢问大苍山内哪一头猛兽能承受这一箭? 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在自己的箭矢下,一头头珍贵的,价值惊人的猛兽不断倒下的美妙景象。 楚天笑了笑,另外两只箭矢也射了出去。 啪啪声不断,从一千五百步到三千步,十几个排成一条直线的箭靶被楚天一箭破开。 箭矢怪笑着穿透空气,无论射穿的是多远的箭靶,箭矢最终都深深没入了轿场边缘的巨石上,硬生生在巨石上凿开了三个深深的窟窿。 弓弦不行。 几位好汉带来的蟒筋,还是弱了些。 楚天随手将手中强弓递给了一名凑过来的猎人,淡然道,若是能弄到几条蛟龙巾,这弓的弓壁也承受得,两百万斤的强弓,算得什么。 傲然昂起了头,楚天从身后穴徒的手中接过了几只特制的后甲长剑,诸位看清了,这箭矢,可是咱特制的好东西。 这上面的这三枚青色的符纹,是咱追随家师四处游历时,在某处深山的山洞洞壁上所得,这可是有独特妙用的好东西。 几个猎人还想说话,身材高大犹如一头黑熊的云城主已经忙不迭地凑了过来,挥手将几个人赶得远远地,锅造,拿了你们的弓箭,给大力师傅货款给足了,有多远滚多远,还啰嗦什么。 一把抓住楚天手中那只箭头上带着三枚细小青色符纹的箭矢,云城主凑到了楚天面前,很神经兮兮地问道,大力师傅,这箭矢,打造艰难吗?或者,这弓。 楚天打拉着眼皮,不紧不慢地说道,给材料,给足弓钱,有什么不能打的。 不过呢,我一个人,嘿嘿,能打造多少? 所以呢,还是。 楚天看了看身后跟着的几个学徒,慢悠悠地说道,咱虎大力叫徒弟,从来不藏私,徒弟们能学多少,咱就叫多少。 所以,城主喝,若是想要大量这样的好兵器,嘿嘿。 云城主猛的一巴掌拍在了楚天的肩膀上,他大咧咧地说道,成了,这事情,就这么定了。 大力师傅的铁匠铺子太小了,嗯,我这城主府,紧靠着南大街的那个方向,有一处园子很是宽敞,就送给大力师傅你了。 拍了拍胸膛,云城主大声笑道,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给您弄一个大工厂出来。 至于说学徒们,好办,哈。 楚天呆了呆,眨巴了一下眼,没吭声。 缩在楚天袖子里,不敢离开那条青色灵带庇护范围的鼠爷则是瞇了瞇眼睛,这思想要干什么?造反吗?造天庭的反,他是没这个胆子,也没这个实力的,下,凡人中的王朝,要动荡了吗?有点意思喝。 不管云城主是为了什么,总之,随着他一声令下,楚天的铁匠铺子的规模,在半个月后足足膨胀了近百倍。 上千个七八岁到十五六岁的学徒聚集在楚天的铁匠工厂内,整天叮叮当当的锤打着铁钉,热火朝天的毫不热闹。 第586章 奉天承运之人 时间一天天过去 楚天的大力铁匠铺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壮大,一年半后,学徒中已经多了好些个可以独立锻造出精品刀剑的人才。 毕竟,天庭的普通黎民百姓掌握的锻造技术堪称简陋,楚天只是提供了一些特殊的低等合金的配方,教会了这些学徒如何冶炼合金,如何提纯金属,如何用模具一次成型兵器,就能锻造出威力很不弱的刀剑来。 此时楚天门下,已经有学徒三千。 三千修炼九转天卢法的学徒,各个血气澎湃,肉体力量强大,一个个壮实的就好像老熊一样。 巨大的园子里,所有的精品花草早就枯萎成了木柴,数百口熔炉喷吐着火光和热量,三千门徒聚集在园子里,叮叮咚咚的敲击声震得大地都在隐隐颤抖。 园子的墙壁上,数百个简陋的符纹闪烁着淡淡的光芒,隔绝了园子里堪称惊天动地的敲击声,外人谁也不知道这个园子里发生的事情。 这些静音符纹,赫然是云成主身边的大师爷亲手布置而成。 楚天也不由的感慨,这天庭的黎民百姓当中,也算是藏龙卧虎,你还真不能小觑了他们。 一柄柄精品刀剑不断出炉,一柄柄精良的长枪不断出炉,除此之外还有各色甲咒,各种盾牌,以及楚天新手锻造的特制强弓。 云成主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十几根蛟龙大金,他又预先给楚天支付了一笔很是丰厚的金币,所以楚天每天在洗炼自身和身上的一件件至宝之鱼,看在云成主刻意奉承的份上,他也就用了点心思,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总共锻造了七十二张特制雷鸣弓。 宽敞的园子里,靠北边建了一个大棚子,里面有几条长桌,上面摆满了水缸,水壶和水杯,更有各种凉茶伺候着,这里是楚天的学徒们锻造辛苦了用来休息的地方。 适当正午,一张铁制长桌上的所有零碎都被清空,七十二张长有八尺一寸的长弓一字而排开在长桌上,通体黑漆漆的,表面密密麻麻可见无数风纹云纹。 经过楚天特殊处理的蛟龙大金制成的弓弦也漆黑如墨,不见丝毫反光,但是仔细看去,就能看到弓弦上隐隐有一丝奇异的幽光从深处泛了上来,带着一股让人莫名心悸的气息。 身形如雄的云承主得到楚天通知,知道他花费了一年多时间,终于将七十二张特制的强弓都锻造完成了,他急忙带了大群人手赶了过来。 眼看到一字而排开在长桌上的强弓,云承主眼睛一亮,急忙上前了两步,一把抓起一张强弓,三根手指勾住了弓弦,微微用力,缓缓地拉开了弓弦。 嗡嗡声中,弓弦轻轻地震动着。 云承主的手臂上一根根青筋凸起,渐渐的,他的面皮逐渐变红,眼珠里都出现了一根根极细的血丝,他已经用上了大力,但是弓弦只被拉开了三成。 这弓? 云承主就好像一头想要偷小鸡的黄鼠狼,刚刚看到美味可口的小鸡才子,却突然被一头猛选当头咬了一口,那表情真是说不出的怪异,带着一丝颓丧,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尴尬和羞恼。 我叫他雷鸣弓,因为他一旦发动,一定生如雷鸣。 楚天端着一个大水缸子大口大口地灌着凉茶,就当作没看到云承主尴尬的表情,而是注意审视他身后跟着的那一群人。 承主你不是说,能做多强就做多强吗? 楚天喝了一大缸子凉茶,随手将茶缸递给了身后的一个小学徒,大咧咧地说道,手艺,是没有极致的,您给多好的材料,咱虎大力就给您整出多好的东西来。 您这次送来的主材料,有墨纹仲铁,黑火玄屋,海底万丈宁寒铜,另外那几根蛟龙骨,咱也用秘术,将其融入了宫身中。 加上这几根品质很好的蛟龙金,想要真个拉开这雷鸣弓,估计要有一千万斤力气。 楚天咧嘴笑着。 一千万斤力气,不大,真不大,不过是一百龙力的水准。 可是天庭的这些人嘛,这些凡人百姓修炼地功法比起天路世界最差的天宫也好不到哪里去,一般而言,他们在安身境的时候,双臂最大也就能有三五十龙力,这就顶天了。 一百龙力才能拉开雷鸣弓,呵呵。 楚天有点醋狭地看着面红耳赤的云城主,这是和楚天可真没关系,是你说的,这功能整多强,就整多强啊。 一千万斤力量,一百龙力而已,对楚天而言,这还真不算强。 你给楚天足够的好材料,你云城主真能弄来的话,楚天就敢给你整出一百真龙之力才能拉开的强弓,那还不吓死你呀。 属下,无能。 云城主干笑了几声,将长弓放回长桌,转过身,向众人围绕中的一名面如关玉,身高一丈二尺,通体散发出一股不怒而微气质的,外表看上去大概能有四十岁上下的男子毕恭毕敬的行了一礼。 不,云峰,你有功,很大的功劳。 那男子笑着拍了拍云城主的肩膀,深深地看了楚天一眼,能够发掘出大力师傅这等大才,你的功劳,本王记下了。 楚天笑了笑,又从另外一张长桌上,端起了一缸凉水。 本王。 好嘛,真是有意思了。 楚天在心里笑着,饶有兴致的一步一步推算接下来会发生的桥段。 王爷身后一名面皮成淡金色,气质严肃,沉重如山,身高一丈三尺左右的大汉一步走了出来,他抓起刚才云城主拉了半天拉不开的那张长弓,双手微微一用力,就听嗡的一声,长弓被他拉开了一个满园。 好,好力气。 楚天猛的鼓掌叫好,他笑道,这功,我还以为没人能拉开,还以为会浪费了这些材料。 云城主看了楚天一眼,微笑道,大力师傅,王爷麾下猛将如云,这雷鸣功固然强横,但是要说没人拉开吗,呵呵。 但金色面皮的大汉眉头一挑,赞叹道,好强的功,这功若是上了战场,怕是三品以下,无人能当。 王爷的脸色顿时一喜。 但金面皮大汉点点头,他将长弓对准了棚外,手指一松,任凭弓弦弹了回去。 轰的一声大响,一道热气从弓弦上喷出,犹如箭矢一样击射数十丈远,将园子里一珠彻底枯死,但是直径足足有三人和爆粗的一珠大树打了一个面盆大小的窟窿。 小王云天 云城主的书房外,密密麻麻占满了孔武有力的铁甲护卫,所有的侍女,家丁都被赶出了老远,不许任何人靠近这里。 书房中,那位气度不凡的王爷满脸是笑的自我介绍着,同时亲手给楚天倒了一杯香茶。 王爷 楚天接过茶盏,大咧咧的喝了一口,同时向云天点了点头。 他大马金刀的坐在一张大椅上,瞇着眼欣赏书房墙壁上挂着的几幅画,三张古琴和两柄古剑。 见到楚天这等粗豪的坐派,云天笑了笑,看了看云城主,云城主就急忙开口道,大力师傅,你的那雷鸣功,真正是让人大吃一惊。 那等威力,真想不到,只是空放,居然也能动穿树石杖外的一株大树。 楚天很粗豪的笑了起来,他将茶盏放在了身边的书桌上,大声笑道,这算什么?若是配合上咱亲手锻造的雷火箭,就算是一座小山,也能砰的一下,给他炸一个大窟窿出来。 怪笑了一声,楚天晃动了一下双臂,活动了一下肩膀,骨节发出一阵咔咔声响,他看着云天沉声道,王爷,咱虎大力是个粗人,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云天笑了笑,他和云城主相互望了一眼,同时点了点头。 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位虎大力可就不像是一个粗人。 不过,云天自然有他的底气,他才不计较楚天是什么样的性格,在他心中,只有能用的人和不能用的人两种划分,而楚天毫无疑问,是能用的人,是能够给他带来足够利益的人。 大力师傅,既然如此,就直说了吧。 云城主的声音骤然低沉了三个音调,天王爷,是我南苍皇朝当今帝君的第九十九子,最是圣德贤明不过,我云峰,是天王爷的人。 楚天眨巴着眼睛,点了点头。 云城主看到楚天没别的反应,他笑了笑,轻声道,当今帝君,昏庸,无能,好端端的一个南苍皇朝,在大苍山南路偌大的领土,原本是周边百国中数一数二的强国,但是当今帝君登基不过八百年,南苍皇朝。 却已经沦为周边百国的二等势力。 民不聊生啊。 云天突然开口叹了一口气,白骨城也还罢了,毕竟位于皇朝腹地,其他皇朝东,西,南三方,敌国压境,民不聊生,每隔十余年,南苍皇朝总被打得割地求饶。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云天闭上了眼,沉声道,就在去年,皇朝南疆,本王母亲出生之地南疆流火城,居然都被割了出去。 我南苍皇朝南疆币杖,已经损了大半。 楚天看着云天和云城主,干脆的开门见商问道,所以喽,王爷想造反,弄死你爹,然后自己做皇帝,顺便将周边的敌国毒打一顿,逼他们把这些年吞掉的领土,子民都吐出来。 云天和云城主呆了呆,面皮都有点古怪。 楚天的话,太直接了些,当然,云天想要做的就是这种事情,但是这种事情做的,却说不得呀。 什么叫做弄死你爹? 这,这,还有,造反这个词也太难听了,云天分明是为民请命,分明是匡正朝纲吗? 大力师傅,这个们,云城主想要给云天涂点胭脂抹点粉。 咱懂,咱懂。 楚天大咧咧的挥了挥手,大声笑道,咱跟着师尊游走天下也有一些年头,各种事情也见了不少。 不要说唐唐国朝,就说那些大户人家,为了争夺家产,儿子弄死亲爹的也不是没有。 云天的脸狠狠的抽了抽,他忍不住说道,大力师傅,本王是为了南苍皇朝的黎民百姓,是为了天下众生。 都一马事情。 楚天嘎嘎怪笑了几声,指着云天说道,嘿,都一马事情。 不过,王爷您要脸,所以,我懂,我懂,您这是顺应天道,铲除霍国殃民的昏庸之君,这是好事,这是好事啊。 云天的脸色就好看了许多,他重重的叹了一口气,然也,本王之所以有了这心思,却也是因为,本王乃顺天承运之人,这是苍天降下旨意,要本王匡正天下,重振山河呀。 楚天的嘴角抽搐了一下。 给你三分油墨,你就想要开染料铺子。 顺天承运。 呵呵,你这话真有趣。 但是下一瞬间,云天从胸口谨慎的掏出了一个小小的锦囊,从中取出了拇指大小的一方玉印,他一口气吹在了玉印上,玉印呼的一下变成了九寸剑方大小,一股辉煌神威扑面而来,庞大的气息笼罩了整个书房,一股无比高贵,高高在上的神圣气息腾空而起,在书房内凝成了一片山川虚影,有一条条金龙在这一片山川虚影中盘旋飞舞,散发出无穷帝皇神威。 这,这,这,楚天目光呆滞的看着云天。 云天得意的,矜持而又故作镇定的点了点头,他笑看着楚天温和的说道,大力师傅,本王乃奉天承运之人,苍天降下旨意,让我匡正朝纲,重振山河,回复我南苍皇朝昔日威严,无上气度。 大力师傅,本王如今麾下也小有实力,普通甲昼兵器却也不少,唯独欠缺一些神兵利器。 大力师傅是有大才之人,若是大力师傅能助本王一臂之力,未来大功告成,封神台上,本王不吝啬以天庭神职相授。 云天很诚恳的看着楚天。 楚天和楚天袖子里的蜀爷则是被云天的话弄得作声不得。 封神台 以天庭神职相授。 你区区凡间皇朝的帝皇,居然能够册封天庭神位。 这,这,封神台。 楚天有点茫然,有点呆滞的看着云天。 大力师傅怕是不明白。 云天微笑着举起了手中神威凛凛的御印,本王乃奉天承运之人,奉天庭御令讨伐不臣,若是本王失败了,固然是无能废物,天庭也不会对本王有任何赏赐。 若是本王成功了,本王就一定能得到天庭青睐,本王受命好尽后,当能入天庭为神。 而本王身边的诸多功臣,也都堪称人杰,自然有资格侧封神位,飞升天庭,享受无穷寿命,无边逍遥。 云天说的斩钉截铁,楚天猛的一巴掌拍在了身边书桌上。 操,还有这种好事? 咱大力哥,干了? 不就是造反吗? 嘿,大力哥给王爷你弄点大杀气出来,保证王爷横扫天下,嘿嘿。 第587章 赌局 戾气 白骨城的上空,一片白云慢悠悠地飞过。 一条通体金色,外形精美异常,犹如一片金色枫叶,装饰以无数华丽纹路的非洲静静地随着白云划过。 巨大的非洲上,上千名名谋好尺的少女身着青纱,面带微笑做天魔之舞。 舞姿近乎疯狂,少女们高耸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他们喘着气,一滴滴汗水随着青纱的飞舞,不断落在非洲的甲板上。 某种奇异的法则力量锁定了非洲上的空间。 少女们飞坠的汗水刚刚落在甲板上,就凝成了一颗颗散发出淡淡幽香的黄豆粒大小的明珠,顺着甲板上密集的纹路叮叮当当的滚动,最后都自行飞入了一个个白玉制成的玉斗中。 玉斗内珠光摇动,淡淡心香传遍了整条非洲。 在狂舞的少女们正前方,一张硕大的王座上,一名身穿淡红色长袍,面如关玉,英俊非凡的青年歪歪斜斜地靠在上面。 他左手轻轻挥动一根玉箫,右手则是捧着一个玉碗,一小口一小口抿着里面燕红的酒水。 数十名声的美艳无比,倍声八对以上羽翼的女性天将环绕在王座旁,目光犹如粘稠的蜜糖,紧紧的粘在青年的身上。 白云在白骨城上空停了下来,青年放下手中玉碗,低头望了下去。 非洲的甲板顿时变成了透明状,万里高空阻隔不了青年和他身边一众天将的视线,他们的目光透过白骨城城主府书房的屋顶,看向了书房中的楚天,云天和云城主。 云天和云城主对高空落下的目光毫无知觉,楚天则是浑身汗毛一束,他微笑着,随手拿过书桌上的纸,笔,飞快地画了一张结构复杂的闯弩图纸。 这可是宝贝,真正的战场大杀器。 楚天指着图纸笑道,力道可达一亿斤,人力不可能拉开它,只能用击阔之力上弦。 一架闯弩,一次可以同时激发三百六十只透假箭矢,最大杀伤距离可达百里。 若是有一千架这样的闯弩同时发射,嘿嘿,百里之内,三十六万只箭矢洞穿一切,任凭你多厉害的高手,都要被射成筛子。 楚天用力地拍打着图纸,朝着目瞪口呆的云天,云城主大声吼道,只要给我虎大力足够的材料,足够的人工和时间,这样的大杀器,我这里有的是。 云天突然仰天大笑起来,他猛地深深向楚天抱拳行了一礼,大声笑道,大力师父真个让本王如虎生意,本王大事可承矣。 白云上,非洲中,坐在王座上的青年满意地点头笑了起来。 有趣,想不到这些凡人当中,也有几个还算能干的人物。 这云天,是我挑中的代言人,这些床弩,呵呵,若是放在战场上,以凡人的孱弱肉身,真个是百里之内无人可挡,足以杀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青年挥动手中欲消,向着白骨城的南方看了过去,几位兄弟,你们挑选的人,可有云天的好运气吗? 西 闭上眼,青年拉过一个美貌的天将坐在自己身边,将自己的脑袋枕在了他的大腿上,一场大战,足以收割千亿灵魂,恩,最终赢家,赢得一切。 这一批信徒灵魂,足以让我麾下军团,增加百万之众,好,好,好的很。 环绕在王座旁的一众天将同时笑了起来,一个个笑颜如花,端得美丽,神圣,圣洁,初晨。 白云动了,慢悠悠地从白骨城的上空飞过。 非洲随着白云划过了白骨城,向着白骨城的南方飞去。 在地面上看来,这片白云原本是从西向东飞行,在白骨城上空停留了一会儿后,就很不合理地拐了一个直角弯,直接向南方飞走。 不过,凡人实力有限,也没几个人能看到万里高空这片行迹诡秘的白云。 白云悠悠,乘着长风在高空急速飞行,从白骨城向南,飞出了上一里的后,在一片平坦的旷野上空,白云停了下来。 从另外几个方向,有同样的八片白云悠悠飞来,最终九片白云拼凑成了一团。 九条非洲接驳在了一起,王座上的青年懒洋洋的起身,慢悠悠地走到了非洲的船头上,和另外八名英俊非凡的青年一般站在船头上摇摇相对。 几位兄弟,可都做好了准备。 身穿淡红色长袍的青年微笑着,我的棋子,已经落下,最多十年,就能发动了哦。 老七你都准备好了,我这座大哥的,自然是没有问题。 一名身穿赤红色长袍,神态颇为威猛的青年淡然道,我的棋子。 也落下了,就等看,最后究竟是谁独得最后的赌注。 另外几个青年七嘴八舌的,也都故作风轻云淡地说了几句长面话,最后他们同时看向了一名身穿黑色长衫,无论是身高还是长相,都透着几分稚气,显然比他们年轻许多的青年。 老九,你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你不会,呵呵,没准备好吧。 身穿淡红长袍的老七笑看着那青年,不无稽嘲地说道,不过,哥哥们可不会等你。 虽然你是第一次参加这等赌局,可不要怪我们欺负你哦。 身穿淡黑色长衫的青年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他微笑着看着八位兄长,轻声道,几位哥哥哪里话? 我自然,也准备好了。 不过,我觉得,这赌注也太小了一些,实在是没得什么意思,所以,我请了我的表哥过来,他也有意掺和一手,同时,把赌注提高一点,如何? 你,表哥。 几个青年的脸色同时一变。 怎么,东方大帝的弟子,难不成都是软淡? 森冷异常,透着一股紫莫名阴暗气息的声音传来,面容中颇带着几分猙獰之色,通体隐隐被黑气缭绕的公孙郎郎大步从老九的船舱里走了出来。 嘿嘿,我公孙郎郎,有意加入赌局,如何? 不要告诉我,你们不敢。 公孙郎郎咬着牙看着脸色骤遍的几个青年,慢悠悠的说道,若是不敢,嘿嘿,以后东方大帝的宝座,就让给我表弟如何? 老九笑了。 其他几个青年勃然大怒,同时冷笑起来。 赌就赌,公孙郎郎,这里可不是你为所欲为的西方天狱。 三个月后,一大早的,楚天就带着一群学徒。 赶着几架大车出了白骨城。 没过一会儿,云城主也笑呵呵的,带着一群如狼似虎的精悍汉子骑着异兽坐骑,以去大苍山狩猎的名义离开白骨城,循着楚天出城的道路,一路航向了北边的大苍山。 大苍山主山脉绵延数十亿里,白骨城正处于大苍山主山脉的南路,几条从大苍山主脉中衍生出来的小山脉就好像一条条手臂,将几片冲击平原温和的包裹了起来。 从白骨城向北,行过两百多里地,就直接进入了山区。 这些天来,楚天的学徒们修炼久转天卢法,一个个筋骨强健,步伐如飞,拉车的易受速度也很不慢,短短一个多时辰后,楚天带领的车队就在山中一个小盆地中和云城主会合了。 长有十几里,宽达七八里的小盆地中已经搭建了一座小小的营地,园门上站着几只威猛的猎鹰,园门边际着十几条凶猛的猎犬,一群身穿猎装的飙形大汉在营地中进进出出,俨然一副权贵子弟进山狩猎,准备长期驻扎的驾驶。 楚天等人在园门外停了下来,云城主一声招呼后,云天就带着一群护卫急匆匆的走了出来。 那物件可好了。云天迫不及待地看着楚天大声发问。 楚天挥了挥手,他的几个学徒掀起一架大车上蒙着的油布,将一架三个月前楚天在图纸上描绘的大型床弩缓缓地从大车上搬了下来。 这床弩形如棺材,通体黑漆漆的,其中较小的一头上开凿了三百六十个四四方方的小洞眼,透过这些洞眼,可以看到一点点让人心惊胆战的寒光闪烁。 这物件是好是坏,拿出来试试就知道。 楚天拍了拍这主体长有两丈六尺左右,三人合抱粗细粗细的床弩,指着盆地尽头笑道,去那边,布置一些剑吧。 早就准备妥当了。 云天兴致勃勃地一挥手,十几个护卫就狂奔了过去,不多时,距离楚天等人十里左右的盆地尽头,就竖起了百多个身披三重重甲的靶子,重甲内,紧紧捆着百多头皮粗肉厚,不断挣扎叫唤的火野猪。 楚天哈哈笑了一声,他在床弩的尾部一拍,一片金属板升起,伴随着咔咔击阔声,一根碗口粗细的金属杆伸了出来,金属杆上探出了几根摇臂,组成了一个直径六尺许的摇轮。 这玩意,一人之力不可能给他上弦。得多人配合才行,而且,得力气大的。 楚天指着床弩沉声道,一千万金力量,呵呵。 云天欣然点了点头,向身后几个身高一丈开外,肩膀宽度几乎和身高等齐,手臂足足有寻常人腰身粗细的大汉呵斥了一声。 几个大汉走了上来,抓住摇轮同时用力,就听得咔咔声中,摇轮缓慢转动,床弩内就不断传来咚咚沉闷的上弦声。 等到摇轮彻底卡死了,楚天大喝了一声,又在床弩的中部拍了一巴掌,床弩两侧就有四条尖锐的金属桩子伸了出来,深深的扎进了地面。 床弩尾部的摇轮同样处在了地上,形成了对床弩的有效支撑。 楚天略微调整了一下床弩的角度,让床弩的头部抬起来了十几度,随后他握住床弩中部一个孤零零的手柄,用力的将手柄向下一压。 咚咚咚咚咚一连串犹如雷鸣的响声从床弩爆发出来,床弩剧烈的震荡着,方圆七八丈的地面被震腿不断摇晃,一只只金刚锻造的大号箭矢用肉眼根本看不清的速度击穿了空气,发出轰隆隆破空声,快若闪电的向前击射而去。 楚天让床弩头部抬起来的角度有限,大型弩屎带起一道细微的弧线,异常精准的命中了十里外的那些剑靶。 三百六十支箭矢狠狠撞击在了披挂着三重重甲的剑靶上,伴随着可怕的声响,一个个剑靶连筒里面绑着的火野猪硬生生的炸开了,血肉横飞,血雾喷剑,大量粉碎的甲片犹如爆炸后产生的弹片,伴随着刺耳的笑声向四面八方横扫。 三百六十支箭矢在十里外造成了一场可怕的金属风暴,眼看着无数破碎的甲片和断裂的剑岗横扫方圆两百丈之地,将附近的山石,草木纷纷打得粉碎。 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场金属风暴如果是在战场上爆发,这方圆百丈内已经不会有一个火口。 这样一波弩屎散射,起码可以消灭数千名密集聚集在一起的士兵。 云天激动得浑身都在哆嗦,而他身后的几名心腹将领脸色骤然惨变,以他们的修为,根本不可能在这样的暂射下幸存,只要一波弩屎散射,他们绝对会和那些野猪一样炸成血雾。 这只是一台闯弩就能发挥出如此威能。 如果是一百台。 一千台。 甚至是一万台。 云天手下可不缺蛮力强大的心腹战士,他的母亲来自大仓皇朝的南疆,那里擅长出产头脑简单,蛮力强横的荒原战士,云天的母族为他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强力战士。 一万台这样的床弩同时射击,前方就算是一座山,也会被彻底荡平吧。 这床弩威力绝大,用来攻城也好,守城也好,都是极好的。 楚天拍了拍自己这三个月精心锻造出来的床弩,淡然道,只不过呢,他毕竟只是死物,在战场上运用起来,毕竟不是很灵便。 而打仗嘛,就是我这个外行都知道,机动力,杀伤力两者不可少其一。 楚天指了指另外几架大车,沉声道,王爷,这上面,就是咱虎大力给您麾下的军队设计的,专门用在战场上横扫敌人军队的另外一件大杀器。 先用大型闯弩极阵大量杀伤敌人,打击敌人士气,然后用铁浮屠,拐子马,嘿嘿,冲散他们的军阵。 楚天咯咯笑着,他亲手掀开了大车上的油布,露出了数十套格外厚重,造型犹如一座铁塔的奇异甲昼。 这些甲昼不仅仅有人使用的,而且就连坐骑,也都有专门的厚重马甲准备。 更加奇特的是,马甲上还有锁环,大车上背了一条条密布着刀刺,利刀的铁链,可以将这些马甲连成一排。 只是看了一眼这大车上的物件,云天和云城主就明白了所谓的铁浮屠,拐子马是什么含义。 想想一下,数万名身披如此重甲,用铁链连成一体的重骑兵在战场上呼啸而过的场景,云天和云城主同时倒抽了一口冷气,然后他们看向楚天的目光就更加狂热了。 第五百八十八章赌局开始 半年后,楚天门下学徒人数增加到了一万两千人。 一年后,学徒人数飙升到了五万八千人。 三年后,在白谷城外一条守卫森严的山谷中,一个规模庞大的铁匠工厂火光冲天。 除了二十万年轻的学徒,还有数千名本身就是高手匠人的铁匠在楚天门下学习,锻造。 五年后,规模再次扩张一倍的铁匠工厂,每个月能够锻造出特制的床弩一百二十张,铁浮屠中甲和拐子马甲咒两万四千套。 楚天将流水线作业法,加上一些比较先进的,诸如水利带动的重锤断打,以及比较高级的合金配方,还有先进模具一次成型等工艺传授了下去。 除开床弩,铁浮屠,拐子马等重器,这座铁匠工厂每个月出品的精良兵器,诸如刀枪剑戟,强弓硬弩,还有弩使,剑使,铁吉犁,铁骑马等物数以十万计。 大苍皇朝领地绵延上一里,如此广袤的领土,大苍皇朝根本无法有效的对其加以统治。 所以大苍皇朝采用了封建制度,除开皇朝直辖的一大块富饶领地,其他国土总共分成了三十六个诸侯国。 云天因为他母亲受宠的关系,年仅十几岁,就被册封为王,得到了一块东西长九十五万里,南北最宽六十八万里的国土,至夏子民数以万亿计。 如此广袤的领地,以云天麾下最快的骑兵云暴骑步着甲全力狂奔的速度,一天一夜也只能奔出一万余里。 想要从云天领地的最东边到最西边,需要云暴骑步眠不休的狂奔三个多月,从他的领地最南边到最北边,同样要狂奔两个多月。 站在一口高有十丈的熔铁炉前,楚天标着一根大烟卷,一边喷云土雾,一边喃喃自语,所以说,地盘太大,如果修为不够,这打仗也真够可以的。 云天自己的修为达到了利命境,可以腾空飞行,但是除了云天,他麾下的大将中,只有十几人达到了利命境。 而安身境的修士,他们是无法飞行的,只能靠两条腿或者四条腿赶路。 无论调兵减将,还是传递军令军情,全都耗日持久。 楚天也难以想象,当云天振臂一挥,打起旗子造反后,这一场大战会是如何的精彩? 真正的大战估计花费不了多少时间,主要的时间消耗全用在赶路上了。 所以天庭的军队编制中,居然有随军的亲眷营。 鼠爷缩在楚天的袖子里向外探头探脑,鬼鬼祟祟的说道,这是准备着,大家在路上跋涉三五十年,一窝一窝的下崽子,等到了目的地准备开战的时候,这些小崽子都能顶亏竖甲的参加战斗了。 楚天被鼠爷想象的场面弄得想要捧腹大笑。 他一不小心吸了一口浓烟进肺里,顿时香的连连咳嗽起来。 这烟卷,是楚天在大苍山的山林中找到的野生烟草,自己晒制而成。 因为楚天的喜好,这烟卷也就被很多铁匠大师傅效仿,逐渐的就成了一种流行,就楚天身边的几口大熔铁炉边,一眼就能看到上百个光着膀子的铁匠师傅在吞云吐雾,煞事逍遥快活。 随手将烟头丢进了熔铁炉的火炉中,楚天直起了身体,看着缓缓倾斜的熔铁炉内喷涌而出的滚烫铁水,喃喃道,蜀爷,这场大战,你我阻止不了的,当我那天感应到他们从头顶飞过,我就知道,我们阻止不了。 下,这就是他们收割灵魂的法子吗? 掀起俗世间的大战,尽情的用战争收割生命,收割灵魂。 楚天摇了摇头,低声的自言自语,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啊,若是持续的太久,我怕会有太多人死亡。 所以,让我加快这场大战的速度,或许,能少死几个。 蜀爷没吭声,过了半晌,他才喃喃道,这话,有点道理,也有点,伪善。 楚天干笑了几声,他抬起头,看着天空一缕缕流畅的划过的白云,低声道,是有点伪善,我其实,想要成为天庭的神灵, 我想要看看,这天庭究竟是什么个东西。 甜甜嘴唇,楚天轻声道,也只有加入天庭,在里面获取一定的位置,我才能弄到我需要的信息。 总不至于,我跑去漫无边际的找到一个天将就打闷棍,严刑拷打吧。 他们动辄自爆,根本弄不到我想要的情报。 蜀爷击凌打了个寒战,他低声的自言自语,天歌儿,别冲动,被那些疯狗漫天追杀的滋味,不舒服。 蜀爷浑身的毛都一根根的竖了起来,他很诚恳的说道,被那群长了翅膀的鸟人疯狗漫天追杀,那滋味太难受了。 所以,还是混进天庭的好。 这云天小子,我看他还不错,这几年也有了几份交情,就当帮他一把吧。 不论是真情还是假意,这几年云天对楚天是特别的亲热,亲近,每隔三五天,要么赏赐一些奇珍异宝,要么就是一些美酒美食,要么就是一些美貌侍女。 在这山谷中,楚天的伏底里,眉眼如画的大姑娘都囤积了四五百个了。 那,鼠爷你说的是,虽然有些宝贝不好销售,比如说那些侍女,不过,这份人情,算是他的了。 走到一旁的锻造车间内,巨大的钢支架结构组成的棚子下,流水生产线上一只制造型猙獰猛威猛的钢弩正被楚天的门徒不断的组装着。 基本上五个呼吸的时间,生产线的尽头就会有一只钢弩组装完成,送入质检学徒的手中。 这些学徒熟练的拉开弩弦,扣上弩屎,对着车间尽头的一排剑靶就是啪啪啪一通斩射,打得铁板制成的剑靶火星四剑,每一只弩屎都深深的陷入了剑靶中。 这几年来,最早一批跟随楚天的学徒,他们修炼久转天卢法已经很有些气候,好些人双臂一挥,足足有十几万斤力量。 这等修为,放在大仓皇朝,也是一等一的禁军精锐才有的水准。 更有一些精英门徒被楚天特意开小灶,他们双臂已有百万斤距离,已经比得上云天麾下那些中间将领的实力。 楚天和云天的实力都在一点点的增厚。 楚天这里流出去的每一套兵器,每一套甲咒,都让云天的实力增强一分。 不知不觉的,时间就这么飞快的溜走。 楚天来到白骨城后第十一年。 东,大雪。 大仓皇朝当今帝君云玄三千年整寿臣,大仓皇朝三十六诸侯王,无数贵族官员纷纷赶赴大仓皇城为妻祝寿。 大仓皇朝临近的八个皇朝帝君,也纷纷拍出使节团,赶赴大仓皇城。 寿臣正日,寿宴之上,大仓皇朝邻国苍延皇朝使节团赴使酒后封颠,当众调戏云玄第二百三十五女云和公主,并口出狂言,要大仓皇朝以一诸侯国全部领地为嫁长,送云和公主嫁给苍延皇朝十八王子为妾。 为妾。 堂堂大仓皇朝公主,嫁与邻国皇子为妾。 更要割让一个诸侯国的领土,平白无故地送给苍延皇朝当作嫁长。 大仓皇朝群臣怯弱,不敢开口,云玄在寿宴上未未缩缩,顾左右而言他,一副狐悉泥的做派。 唯有大仓皇朝九十九皇子云天拔剑抱起,一剑斩杀苍延皇朝使节团正负使节,怒斥云玄昏庸无能之后,在无数宫廷禁卫的追杀下,强闯大仓皇朝后宫,强行带走自己生母南秀皇妃和异母同胞的两个弟弟, 四个妹妹,仗剑闯出大仓皇朝皇宫,犹如无人之境一般闯出皇城,就此飘然而去。 大仓皇朝云玄帝君勃然震怒,派出精锐禁卫贤尾追杀,却被云天身边一众克轻,门克斩杀,颜面无存,威严丧尽。 苍延皇朝得到自家使节团正负使节被斩杀的消息后,立刻调兵遣将直向大仓皇朝边境,勒令云玄给出一个交代。 云玄给出的交代是,除了云和公主,另有五位公主被当作陪礼道歉的礼物,送去了两国边境。 同时送过去的,还有一个诸侯国的领地割让文书,以及堆积如山的奇珍异宝,金银钱币。 此事一出,大仓皇朝天下震动,皇室威严彻底丧尽。 云天带着自己生母和弟弟妹妹一路向千万里外的封国逃回,沿途就已经发出了征讨习文,隶属多年来云玄昏庸无道的诸般作为,召集大仓皇朝的英雄豪杰共同启示,推翻无用昏君云玄,载助大仓皇朝周边百国第一强国的威严。 云天习文一出,大仓皇朝天下震动。 狼狈逃窜的云天一众人距离自家封国还有老远,和云天封地濒临的两个诸侯国已经调动大军,浩浩荡荡的赶赴封国边境,摆出了一副联手诛灭云天的架势。 路程遥远,两个诸侯国调集军队的效率也不是很高,云天的事情从遥远的皇城穿回来后半个月了,两个诸侯国才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同时来到了一处名为三江口的冲击平原上。 地名一如其实,三条大江从大苍山的南路蜿蜒而出,行尽了不知道多少万里,在这里汇聚成了一条浩浩荡荡,水面宽达数百里的大江,一路向着东北方流去。 三江交汇之处,是一片方圆数万里的冲击平原,土地极其肥沃,物产极其丰富,恰好被云天和其他两个诸侯国均分,在三个诸侯国,这一片冲击平原都是极其有名的高鱼之的,实实在在的鱼米之乡。 两个诸侯国火急火辽的派出大军旗距于此,显然存着瓜分这一片三江口平原,进而瓜分云天诸侯国的架势。 漫天大雪纷纷扬扬落下,一座大城的城墙上,楚天叼着烟卷,静静地看着十几里外正在厚厚积雪中艰难跋涉的大片人影。 两个诸侯国的先锋大军加起来不过十几万人,他们不顾天寒地冻,大雪封路,毅然从数百里外的自家城池,向这座银湖城发动了进攻。 重重吐出一个烟圈,楚天沉声问道,王爷,会平安吧? 负责坐镇银湖城,堪称云天麾下心腹将领,修为堪比利命境高阶的林无风顶盔竖甲站在楚天身边,自信满满地笑道,王爷乃奉天承运之人,注定要重振山河,在兴我大仓皇朝,那些敬畏,哪里奈何得了王爷? 冷哼了一声,林无风沉声道,不过,皇妃和王爷的几位弟弟妹妹修为弱了一些,王爷要护着他们周全,返回的速度自然就慢了一些。 楚天点点头,指了指外面不断逼近的两国联军,淡然道,那就好,只要王爷平安无事,那就好。 林将军,准备吧,咱可是等不及,想要看看这些年锻造的这些宝贝,究竟有多么强的威力了。 林无风的脸也骤然变得通红一片,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看了看一字而排开在城墙上的三百架床弩,身体忍不住的微微颤抖起来,是啊,大力师傅,我们,其实也早就等不及,想要看看在战场上,这些宝贝能有多大的杀伤力了。 顿了顿,林无风挥了挥手,沉声道,城外士族,连披上皮甲之人都少,暂且不用动用狂龙弩,用暴鱼弩先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 所谓狂龙弩,就是楚天特制的那种弓弦力道有一千万斤的重弩。 而暴鱼弩,则是楚天设计的另外一种弓弦力道只有三五万斤,弩使的装填数量极其庞大,体积也更精致纤细的一种大范围杀伤性闯弩。 狂龙弩的弩使长有一丈二尺,有婴孩的手臂粗细,而这些暴鱼弩的弩使长不过一尺二寸,只有小拇指粗细,一架床弩一次能够将一千零八十只弩使送出十五里外。 此刻城墙上摆布的床弩中,狂龙弩只有三十架,剩下的二百七十架都是暴鱼弩。 城外的敌人越来越近,楚天双手抱在胸前,冷漠的看着这些士兵。 在银湖城的上空,楚天清晰的感受到了,两尊弱小的天兵的存在。 两尊天兵手中有一团散发出诡异波动的物件,奇异的波动在高空中化为一个战地千里的漩涡,牢牢的锁定了下方这一片战场。 楚天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然后吐出来尝尝一道浓烟。 战争,死亡,灵魂,收割。 楚天轻蔑的撇了撇嘴,这天庭的做事手段,有够下作的。 城墙上,林无风一声令下,两百七十具暴雨弩已经调整好了射击角度,伴随着沉闷的击扩生,一条条黑色的痕迹撕开了空气,撞碎了无数飘然落下的雪花,犹如一群带来死亡的马蜂,呼啸着覆盖了前方十里开外,正在雪地中艰难跋涉的大军。 犀利的惨嚎声远远传来。 雪地上涂满了鲜血,起码有四五万人在这一波斩射中被箭矢冻穿了身体。 热血在雪地上急速冷却,楚天设计,锻造的床弩,在战场上第一次露出了锋芒。 开始了。 楚天低沉的咕农了一声。 第589章席卷天下 银湖城一战,掀开了小半个东方天狱东南地界的混乱篇章。 在暴雨弩的可怕打击下,两个诸侯国的先锋联军全军覆没。 天庭凡间的战争技巧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两个和云天为敌的诸侯国做了最愚蠢的天游战术,不断将各地的军队调集到银湖城,不断将他们送入暴雨弩的死亡阴影下。 楚天在银湖城坐镇了两个月,亲眼目睹了近千万军队几乎很平均的,以每天十几万的数量送来银湖车下,然后被暴雨弩铺天盖地的箭矢轰成了筛子。 两个月的敖战,银湖城的守军毫发无伤,而两个诸侯国已经在这里损耗了千万精锐。 厚厚的大雪覆盖在密密麻麻的尸体上,掩盖了世间的血腥和罪恶。 天空中有大群石斧的乌鸦慢悠悠地盘旋着,他们星红的眼珠贪婪地盯着地上堆积如山的尸体,咕咕的叫声似乎在诅咒天空不断落下的大雪。 是这些冰冷的雪阻止了尸体的融化,让这些黑乌鸦失去了大快朵银的机会。 不过他们依旧顽固地滞留银湖城周边,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迟早有春暖花开,积雪融化的一天,到了那一天,就是他们放开肚皮大吃大喝的机会。 不过,这个冬天可真够长的,你们能支撑到那一天才行。 站在银湖城的城墙上,楚天看着那些黑漆漆的乌鸦,低沉的咕农道,林将军,我要回白骨城了。 这些床弩的威力很不错,只要小心运用,下。 摇摇头,楚天激嘲地说道,咱虎大力锻造出来的杀戮利器,不会有问题的。 带着一群学徒,楚天回到了白骨城外山谷中的工厂。 随后不断有战报传了回来。 楚天回到工厂后不过十天的功夫,云天就在大群客卿,门客,还有响应他的席文万里投奔的英雄好汉的护送下,安全地带着他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回到了封国的都城。 云天一声令下,庞大的封国中数万个大小城池闻风而动,无数战士纷纷披挂上甲咒,拿起各色兵器,携带着巨量的粮草,浩浩荡荡地向封国的边境开去。 云天在封国的边境上摆出了被动防守的架驶,唯有一支精锐的军队在他的直接掌控下,犹如一柄利刀,向着濒临的一个诸侯国发动了致命的突袭。 这一支总数不过两百万人的精锐军队,他们装备的是楚天工厂出产的精锐军线。 防御力惊人的甲咒,其他诸侯国的兵器根本无法伤损这些战士,他们手中的兵器,却能轻松地劈开其他诸侯国战士的甲咒,甚至直接劈断他们的兵器。 更加可怕的,是总数过万的狂龙弩和暴雨弩,这些行动迟缓的大杀器第一次成规模的出现在了战场上,上万闯弩同时斩射,铺天盖地的箭矢化为漫天黑云,就算前方是一支规模惊人的千万人大军,也在闯弩的斩射下溃不成军。 一年后,云天征服了濒临的第一个诸侯国。 他甚至没有动用铁浮屠和拐子马,他只是用铺天盖地的弩使,就摧毁了这个诸侯国的所有反抗,轻轻松松地消灭了对方数以异计的大军,将自己的王旗插在了对方的都城上。 又过了一年,云天摧毁了第二个濒临的诸侯国。 楚天的工厂规模再次扩大,云天从两个诸侯国内掳掠了大量的有经验的铁匠送来了工厂, 楚天工厂每个月的产量再次翻了一番,每个月都有巨量的精良兵器不断送去云天的军营中,武装起更多的军队。 大战爆发第三年的时候,在大仓皇朝帝军云玄的命令下,八个诸侯国组成的联军在一片名为雪峰平原的大草原上,和云天的直辖军团展开了大决战。 云天的直辖军团总人数只有对方联军的三十分之一,但是云天最终获胜了。 力道达到千万斤的狂龙弩催枯拉朽一般消灭了对方联军的精锐,力道平均在三五万斤的暴雨弩,则是用密集的让人绝望的铺天盖地的剑语,有效的杀伤了对方数量庞大的有生力量。 而楚天最新送去云天军营中的十八门神威大将军火精炮,直接在一个夜里一次骑射就将八国联军的核心指挥层一炮灭杀,持续一个时辰的狂野轰击,更是让八国联军中最精锐的一支禁卫军全军覆灭。 紧接着噩梦一样的场景出现了。 云天麾下总数超过千万的铁浮屠,拐子马,生平第一次出现在了战场上。 长达百里,用密布着刀刺和力刀的铁链串联起来的众奇马队犹如一波波海啸,呼啸着席卷过战场。 特制的众型马朔轻松地洞穿了一个又一个士兵的身体,众奇马队呼啸而过,将面前所有的士兵碾成了肉泥。 雪风平原一如他的名字,整个变成了一片血色,从这片平原上离开的风,也带上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这一战后,云天趁势追击,一连攻破了五个诸侯国的都城,将他们的国库席卷而空。 有了这比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楚天精心锻造的神威大将军火精炮,总数达到了三百六十门。 口径将近四尺,炮管长达十二丈,发射的炮弹是直径四尺的火属性晶石,一击之下晶石能量彻底爆发,威力堪比利命境巅峰的修饰全力一击。 这是天庭的凡人世界从未出现过的战场大杀器,这完全是颠覆了战场规则的杀戮魔物。 紧接着的三年时间中,在火精炮沉闷的轰鸣声中,一只又一只联军被消灭,一个又一个诸侯国的都城被暴力的火精坛炸成了粉碎。 如今掌控在云天手中的诸侯国,已经超过了十二个。 楚天麾下的学徒越来越多,为他效力的铁匠也越来越多,兴致盎然的楚天,终于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推出了一种他名之为魔改坦克的可怕兵器。 长达二十丈,宽达八丈,高有三丈许,看上去就是一个铁箱子的魔改坦克借助某种简陋的能量熔炉驱动前行,每一架魔改坦克上都丧心病狂的装上了六门神威大将军火精炮,一次骑射足以轰碎一座小山。 魔改坦克的装甲板厚达三尺,这是普通士兵根本不可能攻破的怪物。 当这样的魔改坦克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大苍皇朝最精锐的皇家禁卫军十个军团,超过三千万人,就一战而美。 又是三年过后,云天的铁骑再次踏破了两个诸侯国的都城。 他的领土版图,已经将近整个大苍皇朝的一半,他麾下的军队数量越来越庞大,战斗力也越来越强。 大苍皇朝的帝君云玄悍然做出了一件让所有国民都哗然愤怒的事情,他以六个诸侯国的领土为代价,向苍延皇朝,狼独皇朝两个濒临的国家戒兵剿匪。 云玄向天下发布了圣誉,他很直接的告诉所有的国民,每一寸领土都是他的,都是他云玄的,是属于他云玄的,所有的子民的生死,也都应该由他一言而绝。 大苍皇朝的领土,他宁可送给和他友善的友邦,也不可能交给叛乱犯上的云天。 哪怕云天是他儿子呢? 反正,他云玄就是这么的任性,他就是用六个诸侯国的全部领土为代价,向隔壁的友邦借兵了,你能把他怎么样吧? 反正,你不能把他怎么样不是? 天下哗然,大苍皇朝的各诸侯国的军队中不断有整建制的军团叛乱,纷纷脱家携口的投靠了云天。 云天大笑,他同样发出了讨贼习文声讨越发昏庸的云玄,同时毫不犹豫的将所有投奔他的军团重新编整武装后,直接投入了战场。 苍延皇朝,狼独皇朝的大军浩浩荡荡的涌入了大苍皇朝的领土,犹如两条肆虐的恶龙,犹如泛滥的洪水,所过之处两国军队肆意的烧杀抢掠,一座座城池被他们彻底摧毁,无数大苍皇朝的子民被他们肆意的杀戮。 大苍皇朝的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好几个诸侯国无数地方官员秘密的向云天派出了信使,哭喊着哀求他赶紧率兵远征,消灭这些异国的暴徒,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云天当即向两国大军下了决战习文,约定了决战的时间和地点。 两国联军欣然应没,他们一路烧杀抢掠向着决战地点汇聚过来。 经过九个月的酝酿,豪丰平原,一片绵延二十万里的广袤草原上,云天麾下大军建起了一条笔直的长达数千里的城墙,隔着数十里地和三国联军对峙。 大苍皇朝对云玄忠心耿耿,或者说死心塌地的皇家禁卫军团,配合上苍延皇朝,狼独皇朝规模庞大的军团,他们也懒得修建什么防御攻势,就这么大咧咧的在豪丰平原上扎下了营寨。 营寨中不时传来女人的哭喊声,两国联军这一路上杀死了无数大仓皇朝的百姓,掳掠了无数女子随军取乐,如今到了决战地点,已经杀红了眼睛的两国士兵悍然白日轩吟,用女人缓解大战前的那一份肃杀和紧张。 高空中,数千名天兵静静地悬浮在离地万里的云团上,一个个面无表情地俯瞰着下方。 在这些天兵环绕正中,一团淡淡的金光缓缓旋转着,一圈圈奇异的波纹笼罩了整个豪丰平原。 一尊天将盘坐在这团金光旁,无比期待地看着下方逐渐散发出浓烈杀意的大军。 杀吧,杀吧,这一战,起码有数以亿计的战士陨落。 绵延上万里的战场,就算是见惯了大场面的天将也都觉得刺激。 尤其是想到事后可以收集的灵魂,这尊天将也忍不住身体微微地颤抖着。 这是何等快乐快活的事情? 这些蝼蚁一样下贱的人类,他们活着的唯一目的,不就是为高高在上的天庭诸神们提供源源不断的信众灵魂吗? 所以,杀吧,杀吧,死吧,死吧。 如果不是陷于天规,这天将真相一掌拍下去,将下面所有的士卒全部杀死。 第二天一大早,屡屡吹烟升起,两方大军开始埋锅造饭,无数战士饱餐一顿,各种坐骑也尽情地吃饱,略微休息一下后,伴随着沉重的鼓声,绵延万里的战场上,一支支煞气冲天的军队排着整齐的队伍缓缓行出了营地。 广袤的豪峰平原足以容纳数以亿计的战士拼命流血。 但是对两方军团的指挥官来说,绵延万里的战场,他们真的无法统一号令,只能是奋出一段断战区各自为战。 决定双方最终胜负的,只能是双方士兵的战役,双方的军械优劣,以及有没有压箱底的大杀气了。 伴随着低沉的轰鸣声,一架架魔改坦克行了出来。 数年时间的经营,云天麾下的魔改坦克总数超过八千架,如今一次性的全部投入到了豪峰平原。 巨大的魔改坦克后面,跟着无数的大车,三万台狂龙弩,超过十万鲍鱼弩一字而排开,床弩两侧的支柱重重的陷入了地面,撑住了床弩沉重的身躯,床弩四十五度朝天,摆出了随时准备发射的驾驶。 一辆辆魔改坦克相隔百丈排开,在魔改坦克之间的空间,一列列铁浮屠,拐子马鱼贯而出,全副武装的重骑兵端着长达三丈的特制马朔,犹如一尊尊来自修罗场的恶魔,不断发出不自禁的冷笑声。 沉重的脚步声传来,大地在轰鸣。 云天大军的正前方,三国联军排着整齐的,密集的阵型,在绵延万里的战场上,浩浩荡荡犹如黑色的潮水一样涌了过来。 双眼通红,不断嘶声谩骂,三国联军心头的凶煞之气已经蒙蔽了他们的灵智,他们迫不及待的想要消灭云天的军队,然后闯入云天治下的诸侯国疯狂的杀戮取勒。 八千架魔改坦克上,一门门口径达到四尺的神威大将军火精炮冉冉抬起了炮口。 也不知道是谁发的命令,就听一声巨响,将近五万门火精炮同时喷出了长达十几丈的火蛇,一颗颗直径四尺的火精弹呼啸着撕裂了空气,重重的落在了三国联军最密集的阵列中。 一颗颗火精弹猛的爆炸开来,一道道小型蘑菇云冉冉冲上天空,每一颗火精弹爆开,都在大地上撕开了一个直径十几丈,深达数丈的大坑,冲击波裹着无数的砂石和兵器甲胄的碎片,能够轻松的横扫百丈内的一切。 只是一次骑射,整个三国联军密集的军阵被整整齐齐的抹掉了一片。 数以千万计的灵魂哀嚎着冲上了天空,被那团弹金色的光芒一口吞了下去。 盘坐在金光旁的天将兴奋的笑着,浑身激动的直哆嗦。 数以万计的闯弩同时爆发出咚咚问响,无数的箭矢冲天飞起,横扫了已惊吓的呆坐一团的三国联军。 随后,三国联军崩溃,所有士兵哭喊着向后逃窜。 云天的大军开始咸尾追杀,疯狂的追杀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云天的大军开始开进云悬控制的领土,大军所过之处,一座座城池望风而降。 两年后,云天的大军包围了大苍都城。 第五百九十章出手 白骨城北面,大苍山中,楚天的铁匠工厂内烟火冲天。 湍急的将水带动水车,拉扯着巨大的断锤沉重的敲打着铁针,数百个大型断锤同时落下,低沉的轰鸣声中,大地在微微的颤抖,一件件精良的甲咒,兵器就源源不断的生产了出来。 四周的高地上,上百架魔改坦克匍匐在上方,黑漆漆的炮口虎视眈眈的对准了山谷的外围。 山林中,还隐藏了大量精锐的士族,他们手持各色强弩,警惕地监视着四周的动静。 随着云天的大军席卷天下,整个大仓皇朝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他攥在了手中,白骨城北这一片神秘的山区,已经引起了好些有心人的窥去。 就过去的六个月中,山林中潜伏的哨兵杀死,生秦的探子就有数百人,好几次更有踏入利命境的修饰玉器飞行直闯工厂内部,却被早就准备妥当的魔改坦克一通炮火轰成了碎片。 苍岩皇朝的有,狼独皇朝的有,铁锋皇朝的有,神木皇朝的也有,基本上,大仓皇朝附近上百个国家,有一半国朝向这里派出了探子。 如果不是白骨城位于大仓皇朝核心地带,距离边境线路途遥远,沿途更有大军防守的话,怕是某些国朝早就出动大军全面突袭这处工厂。 山谷深处,属于楚天的个人庄园中,地下密室内,楚天静静地盘坐着。 太阴万化轮悬浮在楚天面前,拇指大小的月轮缓缓缓变换着月像。 密室的墙壁上有一缕缕奇异的月光透过厚重的金属板透了进来,不断缠绕在太阴万化轮上。 这些月光,是天庭的太阴大道凝聚显形,楚天以本命精气滋养太阴万化轮,让太阴万化轮缓慢地吸收,炼化天庭的太阴大道,一点点地转化着太阴万化轮的气息。 天庭的太阴大道和天路世界的太阴大道本质相同,只是在庞之末节上,略有一些外显的不同。 就好像两条绵延亿万里的大江,发源自同一片高原,水源都是相同的,但是因为流经的区域不同,因为沿途区域的雨量不同,融入其中的支流不同,两条大江在流域的广袤度上,在河流的宽窄度上,在水量的充沛度上,都发生了巨大的不同。 大江中的水,同样是水,但是一条大江流过的区域满是植被,故而江水清澈异常。 而另外一条大江流过的尽是黄土高坡一般的地域,江水就浑浊异常,裹挟了无数泥沙。 同为太阴大道,天路世界的太阴大道和天庭的,就是有着巨大的差异,真正大能者一眼就能认出其中的不同。 太阴万化轮,就是天路世界那条太阴大河中取出的一团水之精华,它的气息和天庭这一条太阴大河格格不入。 楚天在做的事情,就是将天庭这条太阴大河中的河水,一点点的注入太阴万化轮,让它的气息逐渐契合天庭的太阴大道。 一丝丝的本命精气不断从楚天嘴里喷出,融合了四周墙壁上流淌进来的月光,逐渐化为一枚眉清澈的,变幻灵动的符纹,逐渐融入了太阴万化轮。 很显然,天庭的太阴大道比起天路世界的更加完整,内部分化出的奇异法则更多了一些。 随着这些符纹的融入,太阴万化轮内部发生着极其奇妙的变化,它的伤势在缓慢的修复,它的本源也在不断壮大,它的威力极限也在缓慢的提升。 这天庭,是一方比天路世界强大许多的大世界。 不过,有些不好的预感。 楚天喃喃自语,这一场大战,居然有天庭的人插手,为了尽快的结束这一场乱战,我做的似乎有点太过了。 楚天无法阻止这一场大战的爆发,所以楚天用自己的方式,极力的加快战争的进程。 赶在溃兵满地都是,到处祸害百姓,赶在伤和破碎,民不聊生之前,帮助云天用最快的速度,最铁血的手段,干掉云悬取而代之,这是楚天想到的,最能减少百姓伤亡的唯一办法。 只不过,一时间玩得兴起,有点玩过火了。 那些闯弩,重甲,还有那些精良的刀枪剑技都无所谓,可是楚天把魔改坦克给整了出来,这就有点过分了。 魔改坦克相对于七巧天宫中那些绝妙的传承,相比天路世界那些可怕的大型战争器械而言,简直就是一堆垃圾。 但是这些垃圾对天庭的凡人世界而言,也太先进了一些。 免不得,这就让楚天暴露在很多人的目光下。 虽然是好事,但是,也有莫测的风险。 楚天喃喃自语,他取出了一颗天道妙树的果实,沉吟了一阵,分化出了一丝极其微弱的魂面,将自己的一点精血融入天道果实。 神窍天境内,色泽隐隐泛青的琉璃灯盏上,火焰天印一阵摇晃,一缕缕火光化为红色的符纹飘摇而出,从楚天眉心喷出,注入了天道果实中。 最基本的火焰法则,丝毫没有超出天庭的凡人所应有的知识范畴。 楚天喃喃自语,修位,大概就限定在利命境巅峰的水准,肉体力量,一千万龙力吧。 主修的,自然是九转天卢法,另外还有一门九转金身诀,这门断体功法,就当是自己压箱底的藏丝功法。 记忆们,得伪造一部分记忆出来。 楚天眯着眼,天魂表面闪烁着迷离的神光,一份完全虚构,和楚天本体毫无关联的记忆,从纪事时起,开始缓缓的注入了这枚天道果实。 如此几个时辰后,一具肌肉囚结,和如今的楚天生的一般无二的分身静静的匍匐在了密室中。 楚天沉吟了一阵子,右手一挥,一柄通体散发出淡淡火光的大锤凭空出现,紧接着一个喷吐着可怕火焰的熔炉冒了出来,两件在天路世界当位上品灵气的法器悄然融入了这具分身。 嗯,就是当年云游天下的时候,无意终得来的修饰传承。 不过,这记忆,得伤改一些。 楚天喃喃自语,右手按在分身的眉心,又是一阵的遮梗。 大苍山顶的鸡血消散,漫山遍野都有新嫩的草芽生长出来,冬年的蛇虫还有狗熊都开始出巢觅食的时候,云天一鸣立命静高阶的修饰飞驰而来,传来了前线最新的消息。 大苍皇都,被攻下了。 大苍帝君云玄带着几个宠爱的皇妃顺着密道逃离,在苍炎皇朝派出的供奉团的接应下,逃亡苍炎皇朝,并且。 刚刚过了三千岁寿臣没几天的大苍帝君云玄,居然拜年龄比他小了八百岁的苍炎皇朝帝君为义父,拜年龄比他小了三百岁的狼独皇朝帝君为恩父,总之,就是认了两个爹。 随后,云玄向周边百国发布习文,痛恕云天大逆不道的种种罪行,邀请友好邻邦派出军队,帮他复国。 云玄许诺了无数的好处,基本上,除了他原本皇室直辖的那一份领土,其他三十六个诸侯国的领地都被他许给了那些可能帮他出兵的邻邦。 总之云玄摆明了阵营,豁出去国之不国,他也要和云天这个逆子没完。 苍延皇朝,狼独皇朝紧急动员,他们近乎穷兵独武的武装全国势灵的轻壮,组建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军团,准备和云天决议生死。 让楚天崩溃的是,苍延皇朝和狼独皇朝的帝君一边忙着折腾云玄,窥去大苍皇朝的土地,他们自家也生出了祸事,苍延皇朝的三十八皇子,狼独皇朝的四十九皇子,他们也和云天一样,打出了匡正朝纲的旗帜,在自家封国内起兵造反了。 紧接着,铁锋皇朝,神木皇朝,还有大苍皇朝周边的七八个皇朝,都有王爷造反。 一时间天下风火处处,这些王爷们造反也就罢了,一些山贼,豪强之类的野心之人也冒了出来,纷纷割据城池自封为王,总之闹腾得很热闹。 楚天等人听到这个消息,只觉一阵无语。 送信回来的修士很严肃的告诉楚天,眼看大苍山周边这上百个凡间皇朝都要卷入一场可怕的战乱中,所以云天需要武装更多的军队。 更多的军队,需要更多的兵器甲咒,需要更多的大杀器。 云天更希望,楚天能够研究出更多更强的类似于魔改坦克这样的大杀器,让他在战场上继续横扫八方。 云天还给了楚天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信誓旦旦的告诉楚天,如果楚天能够帮助他征服这周边百国,让大苍皇朝一统大苍山南路广袤领地,云天未来封神台上,楚天定然是第一功臣,一定会让他在天庭得到最理想的神位,让他一旦飞升天庭,就能坐享天庭全是富贵。 更多的大杀器。 楚天巴搭了一下嘴,他缓缓点了点头,还请回复王爷,哦,不还请回复帝君,有藏虎大力在这里,一切都可放心。 只要人手和材料足够,什么样的大杀器,都会有的。 楚天眯着眼,在心里翻着坏水。 直接上非洲,似乎有点太过分了,这完全是颠覆战场规则的战争杀器。 要不,上飞艇。 吸硫酸加上宝铁片,楚天试过,也能制出氢气来,直接上氢气飞艇。 虽然危险了一些,但是在天庭的凡间战场上,除了极少数的利命净修士,这飞艇就是无解的杀器啊。 只要在飞艇舰队中配上一定量的利命净修士,或者,干脆将火精炮搬上飞艇。 当然,在氢气飞艇上玩火炮,这有点作死的嫌疑,可是这威力可是实打实的过瘾。 信使离开了,半个月后,一支铁骑军团进驻工厂,这是云天特意抽调来的一支百战精锐,专门用来加强工厂的防御。 云天也是看透了,如今天下战乱,他是否能横扫百国的希望,就在楚天的工厂上,就在楚天源源不断设计,制造出来的各种歹毒杀器上。 百国战乱哪。 楚天背着手在自家院子里转着圈儿,他喃喃自语,若是设计出更多的大杀器,这,天下黎民得死伤多少。 可是,这和我虎大力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一战功成,封神台上,我就是最大的功臣,我就能飞升天庭,我就能成为神灵,我就能永生不死,我就能享受无边的荣华富贵。 眸子里闪耀着刺目的幽光,楚天轻生的自言自语道,或许,应该,将那几件利害玩意弄出来。 院子四周,云天派来的护卫一个接一个倒在了地上,他们的脖梗无声无息的裂开,鲜血流淌了一地都是。 随后一点点黑色的火焰在这些护卫的脖梗上悄然升起,这些护卫瞬间就化为一缕缕黑色的灰尘,被风一吹就不见了踪影。 院子里的楚天悚然惊醒,他猛的大吼了一声,一尊通体释放出熊熊烈焰的熔炉从他体内飞出,呼啸着向四周喷出大团大团吃红色的烈焰。 风火呼啸,烈火覆盖了方圆树母地大小,所有的房屋,草木瞬息间被烧成了灰烬。 是谁? 党敢擅闯禁地。 楚天立声呼喝着。 哟,都看错了你,没想到,你还是一个,凡人中的高手。 一个阴冷沙哑的声音从虚空中传来,大片黑雾弥漫,迅速将熔炉中喷涌而出的火焰压缩了回去。 一只苍白的没有丝毫血色的手掌悄然从黑雾中拍出,轻轻一击按在了熔炉上,就听一声翠响,熔炉骤然腐朽,风化,化为大片黑色的灰烬飘散无踪。 一名身穿黑色长衫,面色苍白近乎透明,身形飘忽犹如鬼魅的青年从黑雾中缓缓走出。 他背着双手,冷眼看着面色惊慌的楚天悠悠冷笑道,区区一个铁匠,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修为呢? 所以,你一定有鬼。 下,这大仓皇朝,居然敢在弟子的赌局中作弊,你完蛋了。 一缕寒光闪过,这黑衣青年拔出一柄长剑,一声不吭的向楚天的心口撕了过来。 鞋刺里一抹金光喷出,一名身穿白色长衫的青年凭空冲出,手持一柄金色的,燃烧着淡淡火焰的长剑,显而又显得在黑衣青年刺穿楚天胸膛的一瞬间,将他的长剑挡了下来。 两柄长剑交错,黑雾,金火相互撞击,迸射出一缕缕细细的电光。 这里是东方天狱,赌局的规矩,是我们弟子制定。 白衣青年看着黑衣青年,冷漠地说道,你们外来之人,焉敢如此放肆。 第591章天庭小力 白衣,黑衣两个青年相对而立,手中长剑交错,不断迸射出夺目的火光。 两人用尽全力,全身神力激荡,不断冲击对方。 只是两人的修为相当,无论是法力修为还是肉体力量都几乎在一条线上,使用的兵器也是同一个品级,短时间内根本分不出胜负来。 楚天动了。 他手中突然多了一柄闪耀着淡淡火光的锤子,用尽全力一锤子从身后闷在了黑衣青年的后脑勺上,还老子的炉子。 那是老子九死一生才得来的宝贝。 轰得一声俱响,锤子内一股剧烈的震荡波轰出,带着可怕的高温犹如一颗炸弹在黑衣青年的后脑勺上爆开。 黑衣青年的体表一层黑气弥漫开来,锤子内轰出的震波被中和了九成左右,但是楚天的蛮力可不小,依旧一锤子砸得他一个裂且。 手腕一软,黑衣青年的长剑骤然被白衣青年压得向后退了一尺,剑锋猛地贴在了他的胸膛上,黑烟缭绕,剑锋切近了黑衣青年的身体,在他身上拉开了一条长长的伤口。 白衣青年顺势一挥手,长剑荡起一道湖光,喷吐着金色光焰重重刺进了黑衣青年的肩膀。 剑锋洞穿黑衣青年的身体,熊熊燃烧的金色火焰烧得黑衣青年肩膀一片焦糊,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烤肉味道。 黑衣青年闷哼了一声,亮枪着向后倒退了几步,恼羞成怒地仰天长笑起来。 楚天已经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了一具一尺多长的强弩,瞅准了黑衣青年的软肋,啪啪啪就是三只八寸长的三棱弩屎积射而出,狠狠扎进了黑衣青年的身体。 痴痴声中,弩屎上居然萃了剧毒,采自金属矿石中的烈性剧毒犹如浓酸,急速腐蚀破坏着黑衣青年的肉体,饶食这家伙的修为强悍,也痛得面孔扭曲,嘶吼声骤然中止。 老子弄死你。 楚天低沉地嘶吼着,挥动着大锤子冲到了黑衣青年面前,一锤子朝着他的面门砸了下去。 这黑衣青年的修为固然强大,但是也只是凡人犯愁,远不如那些天兵天将强悍。 楚天手中的这锤子也颇有几分玄妙,配合上他的蛮力,这一击若是真个命重,这黑衣青年就算不死下场也着实堪忧。 一道黑气突然出现,一名被生六对黑色羽翼的天将突然从黑气中走出,一掌拍向了楚天手中的铁锤,楼以凡人,颠杆以下犯上。 一抹金色火焰突然在楚天面前冲天而起,一尊被生八对金色羽翼,通体洋溢着金色神光的天将笑容可居地走了出来,一掌接住了对面黑衣天将的手掌,这里是东方天狱,这里是几位弟子赌斗的战场,你,敢破坏规矩。 楚天呆呆地看着这两尊天将,他手中的铁锤当当一下落在地上,他成黄成孔地跪了下去,向着两尊天将连连磕头,咱,虎大力,拜见,拜见,拜见。 楚天羽无伦次地向两尊天将顶里膜拜,身体剧烈地哆嗦着,那又是金黄又是狂喜的表情让后来的那尊天将满意地点了点头,嘴角微微裂开,露出了一丝矜持的微笑。 远处一座山头上,太阴万化轮悬浮在楚天本体的头顶,一缕缕清澈的月光倒卷而下,将它和鼠爷的身形遮挡得严严实实。 一条青色的灵带悬浮在太阴万化轮上方,屡屡清气不断融入月光中,完美地遮掩住了太阴万化轮那一丝和天庭的太阴大道颇有差异的异类气息。 有了这条青色灵带中和气息,太阴万化轮也修复了不少,加上楚天这些年的苦工,太阴万化轮已经和天庭的太阴大道融合了不少,楚天终于可以完美地隐藏自己和鼠爷的行迹。 毕竟,太阴万化轮是至尊天气级别的至宝,拥有绝强的潜力。 背声六对黑色羽翼的天将突然惨毫了一声,他的手腕上一缕金色火焰熊熊燃烧,烧得他皮肉绽开,痛得他浑身哆嗦着向后连连倒退。 背声八对羽翼的天将冷烈一笑,他向那白衣青年点了点头,挥了挥手,白衣青年恭紧的向他跪地行了一礼,然后身体骤然化为一道白光消失的无影无踪。 天将一把抓住了楚天的肩膀,身体化为一缕金色神光直冲高空,一个闪烁就到了万里高空外。 一片方圆近千里的白云悬浮在高空中,上方矗立着大大小小的宫殿楼阁,有曼妙的音乐从四面八方虚空中隐隐传来。 正中一座大殿中,东方大地的九位弟子坐在一字而排开的王座上,和对面的公孙郎郎摇摇对峙。 胡七 公孙郎郎的脸色很难看,他看着对面的九位弟子,目光凝结在了其中的第七弟子身上,既然是赌局,谁也不许用盘外招。 你们九兄弟,不会是联手坑我吧? 第七弟子胡七很委屈的摊开了双手,他轻轻的叹了一口气,淡然道,公孙郎郎,这话,你也不嫌丢人。 是你勾打老九,硬生生要来掺和一手,我们几兄弟让你参加赌局,已经是人情了。 你说这话,且不说对我们兄弟几个是大不敬,你对得起老九吗? 九位弟子中,身穿淡黑色长衫的第九弟子异常尴尬的看着公孙郎郎,表兄,真正是,没人作弊。 你知道的,这次赌局,关系着我们兄弟几个自家的前途,基业,我们怎可能作弊? 公孙郎郎神色不渝的指着被天将拎进大殿的楚天冷笑道,那这个虎大力怎么说? 嗯?那些床弩什么的也就罢了,凡间铁匠有点巧思,也能锻造出来。 但是那什么,什么,魔改坦克,这是凡人应有的手段吗?这完全是,破坏了规矩。 公孙郎郎的面孔扭曲,面色争鸣无比,他是真的有点恼羞成怒近乎歇斯底里了。 这次赌局,关系着他的好些筹划。 十几年前,大光明教圣女明墨尔体内那一点先天大光明圣光莫名失去,几乎毁掉了公孙郎郎的全部筹谋。 他被逼无奈,好容易才找到了另外一条弥补的办法,但是对方很不好打交道,想要从对方手中获取他要的资源,需要无数的生灵灵魂才有可能。 天庭天规森严,就算他公孙郎郎是西天大帝的爱子,也不是随意就能收割凡人灵魂的。 他好容易才打探到冬天大帝的九个弟子在这里赌斗,这才眼巴巴的跑来参加赌局,这赌局他是只能赢,不能输。 楚天却成了赌局最大的变数,他如何能容的? 胡七冷笑,他眯着眼,修长的双目中寒光四射。 他看出来了,公孙郎郎这丝是完全不要脸了。 眼巴巴的跑来东方天狱赌斗,这祸心里还不知道盘算些什么鬼主意。 不要以为他胡七就是什么善良之辈,公孙郎郎跑来赌斗的第二天,他的耳目就已经将公孙郎郎在中央天狱吃瘪的事情给传了回来,这丝居然触怒了中央大帝,嘿嘿。 公孙郎郎,玩不起,就不要来凑热闹吗? 胡七不音不扬的冷笑了起来,还是说,你狗急跳墙了。 冬天大帝最小的儿子胡九眨巴了一下眼睛,虽然公孙郎郎刚才的指责将他也一并牵连了进去,但是两人毕竟是表兄弟的关系,从感情上来说,公孙郎郎和胡九的感情,可比胡九跟他八个兄长的感情深厚许多。 轻轻一笑,胡九淡然道,是不是作弊,七哥,这话也难说。 反正人拿了过来,我们直接调查清楚就是了。 胡七眉头一皱,在场的九位东方大帝弟子中的大哥胡亦已经直接出手。 楚天刚刚被那天将带进大殿,胡亦摊开右手,掌心一点神光飞出,一面青涩的圆镜从神光中冉冉飞起,随后一道清光照在了楚天的脑袋上。 大哥,胡七双手一握拳,冷哼了一声。 查个清楚,也省得,有些人事后输了不服气。 胡一向胡七笑了笑,温和的说道,再说了,查清楚些,也省得我们兄弟之间生了嫌隙。 毕竟,那魔改坦克什么的,实在是有点,不该在人间出现。 胡七不吭声了,他微微抬起头看着大殿的天花板,缓缓地说道,若是查清了,我这里没人作弊的话,诸位兄弟,可得给我胡七一个说法。 呵呵。 胡一微笑,清光落在楚天的头顶,楚天冬的一下倒在了地上,随后无数旅极细的清光从他的头部喷出,化为一道道立体的画面在四周闪烁不定。 呵呵,看看这个虎大力到底是什么来历。 胡一双手一搓,青色圆镜上清光流转,无数画面急速闪烁着。 漫天飞雪中,一个衣衫简陋的孩童蜷缩在一个稻草堆下,一条被冻死的野狗僵硬地躺在他面前。 大雪中,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扛着一柄大铁锤,一步一步地踏雪而来,见到这孩童后,他一把将他抓了起来,手掌轻轻一拍,一股红光注入了孩童身体。 孩童长成了青年,他追随着那身材高大的老人漫无边际地在天庭各地游历。 青年长大成人,老人却已经渐渐老去,终于有一日,在一片荒山中,老人耗尽了寿命,死在了虎大力的面前。 临死前,老人抓着虎大力的手,哆哆嗦嗦地对他说,要飞升,飞升成神了,就不会再有生老病死。 虎大力孤身一人在深山之中穿梭,这一日,他来到了大苍山深处。 于一处山洞中,他得到了九转天卢法和九转金身诀两门功法传承,并且得到了一柄奇异的大锤,一口奇妙的熔炉。 在熔炉中,还记载了一些奇异的合金配方,一些绝妙的占据图纸,虎大力就在那山洞中住了下来,每天辛勤修炼。 若干年后,虎大力的修为到了瓶颈,连续一年多没有丝毫进步后,他紧急思动,离开了大苍山深山,一步步向着南方行来,最终,他在白骨城外碰到了两个老农,向他们讨了一碗水喝。 接下来的景象,就是虎大力在白骨城发生的诸般事情。 包括云天向虎大力说起风神台的事情后,虎大力一个人藏在房间中,生死历劫的向那老人发誓一定要成为天庭神灵的景象,全都在青涩圆境中一览无遗。 是个一心一意想要成神的家伙。 胡七轻轻笑了起来,他这一辈子的事情,诸位兄弟都看清了,这可是我胡七作弊的手段吗? 公孙郎郎的脸色阴沉了下来,从这虎大力的一生经历来看,你还真不能说胡七作弊。 无非是,胡七的运气太好了一些。 胡一的脸色有点冷淡,他随手一招,将青涩圆境收起,低沉的咕农道,没错,老七没作弊。 公孙郎郎,我们兄弟都是光明美络的人,怎么可能做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 所以,这次的赌局,你没话可说了吧? 胡一和几个兄弟相互望了一眼,目光阴冷。 扫过了公孙郎郎和胡九。 说起来,他们的心情也很复杂。 眼看胡七挑选的代言人在下界纵横屁腻,横扫天下爱,眼看着他们的代言人很有可能不是云天的对手,这赌局隐隐已经要输掉的样子,这让他们很不舒服。 只不过,输给胡七,总比输给公孙郎郎好。 尤其是胡九这个勾结外人的小兔崽子,等这次的赌局过了,兄弟们几个总要给这小屁孩子一点颜色。 胡七得意洋洋的站起身来,他温和的向一行人行了一礼,微笑道,诸位兄弟,这真正事实也,命也,运道也,胡七稍稍占忧,却怪不得我了。 他指着躺在地上的胡大力,微笑道,这下界凡人,却是一番进取心颇为可取,嗯,也不用等云天最终获胜那一日,我先受他一百零八品力源之职,呵呵,等事后,再真正封赏吧。 胡七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不管怎样,大哥你搜魂取证,对他元气也颇有伤损,先给他一个小小力源的位置,脱去肉体凡胎,就当弥补了。 一边说话,胡七一边取出了一颗绿光营绕的丹丸,随手一点,丹丸化为一条绿器钻进了胡大力的身体。 胡大力周身绿器生腾,一股浓郁的药香扩散开来,他有气无力的哼哼了一声,慢吞吞的睁开了眼睛。 诸位,胡大力呆呆的看着大殿中奢侈华丽,绝非人间能有的陈设,吓得哆嗦成了一团。 胡大力,以后你就是天庭的一员丽云了。 也就是说,你已经摆脱了生老病死,成为了天神。 胡七威严的看着胡大力说道,这件事情,你不要对凡人乱说,只管回去,安心辅佐云天,未来云天大功告成,自然有你晋升受风的好处。 公孙郎郎在一旁不音不扬的冷笑了一声,大功告成,没这么简单吧。 大殿内,九位弟子都没搭理公孙郎郎。 第592章暗流 什么东西? 楚天等德分身被送回后,第一时间偷偷前回,从分身那里获取了全部信息后,被那奇葩的一百零八品天庭丽云的册封给弄得哭笑不得。 一百零八品? 这,这,这还有官位吗? 这天庭的几位天帝,他们的大脑回路是如何生长的,才生出这么奇葩的设定来。 一个天庭的小小丽云,都被分成了一百零八个品级。 哦,不,或许还不仅仅是一百零八个品级。 因为胡七只是给楚天册封了一百零八品丽云的神职,至于说这一百零八品丽云,是不是天庭地位最低的丽云,天知道。 一纸头将自己这尊分身戳晕,小心翼翼地将他藏了起来,楚天绕着院子转了一圈,突然大吼了起来,来人哪! 有刺客,有刺客! 一通混乱后,大队驻守战士将整个铁匠工厂周边数百里山林彻底搜索了一遍,楚天夜间遇袭,身边护卫被斩杀多人的事情,已经被人十万伙计地送去了云天那里。 楚天也无法说青刺客是什么来路,他也不可能明说这刺客居然是公孙郎郎派出来的人。 总之一通含糊其词的解释后,楚天将今夜的事情丢去了九霄云外,开始兴致勃勃地为了加速云天横扫天下的进度,开始设计开发一些威力更强大的大杀器,比如说轻气飞艇,这绝对要第一时间提上日程了。 真心没想到,西天大帝的弟子公孙郎郎也插手了赌局,楚天很想找到他的代言人,然后第一时间将他的代言人打得粉碎。 不管公孙郎郎想要做什么,反正楚天不会给他好果子吃。 楚天还记得被天兵天江漫天追杀的时候,天兵天江中经常会有黑色羽翼的高手出现,那些黑色羽翼的天江见了楚天,就好像疯狗一样扑上来连扑带咬。 很显然,这些浑身死气浓郁的天江,是公孙郎郎派出来的人手。 既然大家是敌人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楚天的铁匠工厂中,一些新奇的造物正在逐渐成型。 楚天的飞艇制造只用了大半个月时间就将近成功,第一条飞艇已经快要拼装完成,只待在飞艇上装上楚天特别设计的各种大威力均械就可以了。 这一日,一条通体漆上了隔热的黑色涂料,长达三百丈的飞艇缓缓的离地飞起,飞艇下巨大的金属吊舱中,无数普通士兵纷纷惊讶莫名的从窗口探出身来,挥动着兵器向地面上的同伴大声嘶吼。 飞艇吊舱的后面,三个巨大的,粗陋的能量熔炉驱动的螺旋桨快速地旋转着,大风呼啸,推动着体积庞大的飞艇在离地千丈的高空缓慢的加速,紧接着速度越来越快,最终比最快的坐骑还要快了数倍的样子。 高空中,一队天兵天江面无表情地飞过。 领队的天江低头俯瞰了一眼楚天整出来的这件大家伙,掏出了一张金册,手指上点点神光闪烁,迅速将自己的发现书写在了金册上。 一缕火光闪过,天江书写的内容化为屡屡青烟直冲高空,弹指尖就没入了虚空中消失不见。 天江收起金册,继续面无表情地向前飞行。 巨大的飞艇来到了一座大山上空,吊舱内的士族们放声欢呼着,在楚天一群门徒的指挥下,将吊舱下方的舱门打开,一颗颗人头大小的火属性金坛顿时犹如雨点一样落下。 神威大将军火精炮威力庞大,但是装填比较困难,而且威力过于庞大,用来对付大级群的士兵颇有些浪费,很有一种大炮打蚊子的感觉。 但是用飞艇进行地毯式轰炸。 看着下方山岭上一团团火光不断爆开,方圆数十里的山岭整个被火焰和气浪覆盖,飞艇上的士族也好,楚天的门徒们也好,所有人面孔扭曲,忍不住击凌凌地打了个寒战。 飞艇的体积如此巨大,足以承载巨量的火精弹。 一条飞艇投掷的火精盘,足以让方圆百里内寸草不生。 一百条飞艇同时轰炸,地面上的士族根本无路可逃。 当这些飞艇出现在敌人上空,战场上真的连一只蚂蚁都不可能活下来。 楚天站在一座小山顶部,瞇着眼看着前方被火海覆盖的山岭,轻轻地摇了摇头。 他突然微微一击灵,皱了皱眉头,趁着四周无人,他随手放出了那具修为低微的虎大力分身,将这些日子的记忆注入了他那一缕分魂,然后自己迅速地消失无踪。 虎大力分身摇了摇脑袋,看着前方一片火海,突然洋洋得意地笑了起来,我虎大力果然天资聪颖,不愧是得了天庭侧风的天才。 这飞艇一旦投入战场,哈哈!天下还有谁,能够抵挡帝君的大军? 兴致勃勃地笑着,虎大力沉声道,只等帝君一统这大苍山南路百国,见起风神台,我虎大力,就能真正地飞升天庭,从此就是神仙中人,再也不会有生老病死,足以永享逍遥,快乐。 这巨虎大力分身的所有技艺,所有性格,一切的言行举止特征,都是楚天特制。 他的所有外在表现,就和一个想要成神已经走火入魔的凡人完全相似,任凭是谁,都看不出这家伙居然只是一具分身。 毕竟天道妙述,这可是异方世界进入末法时代,一个世界回光返照凝聚的天地奇葩,堪比至尊天气的珍惜之物。 四周都被云天派来的精锐军队重重包围,三条人影依旧突兀地出现在虎大力身后。 这是三名披散长发,穿着飘逸的黑色长袍,胸口用白色丝线绣了一个硕大骷髅头,虽然面容轻渠,却带着森森邪气的中年男子。 他们莫名敬畏地看着天空漂浮的巨型飞艇,在看看下方被火焰覆盖的数十里山岭,居中的一名中年男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楚天肃然起手行了一礼,大力师傅,区区生死轮回叫当代掌教大轮回王,见过大力师傅。 虎大力转过身来,愕然看着这三个突兀出现的人影。 然后,按照楚天给他的性格设定,这丝直接一口吐膜吐了出去,什么狗屁大轮回王? 听都没听说过。 滚!滚得越远越好,看到你们,就不像好人,嗯,你们是来偷窃老子的锻造秘术的。 来人哪! 有奸细! 虎大力嗷嗷一声大吼,远处山林中立刻有几道寒光击射而来。 大轮回王笑了笑,他身边两个中年男子化为两条浓浓的黑烟,带着一声声尖锐的鬼啸声向山林中冲出的寒光迎了上去。 寒光黑烟浑成了一团,黑烟弥漫方圆百丈山林,黑烟中不时有寒光想要冲突而出,却都被黑烟硬声声逼了回去。 你们,作弊! 虎大力看着大轮回王,呆头呆脑的吼道,你是公孙郎郎的人。 你们,作弊! 按照几位弟子赌局的规矩,你们这等修为的人,根本不可能参加赌局。 你们,作弊! 毕竟是和几位弟子打过一次交道,虎大力也多少知道了一些赌局的规矩。 参加这次赌局的,只能是几位弟子在人间挑选出来的代言人,诸如云天这样的大仓皇朝的皇子。 而天庭凡间的实力普遍不高,诸如云天这样出身尊贵,不愁资源的皇子,也不过是利命境巅峰的水平。 因为楚天表现出来的重要性,加上大半个月前刚刚被人偷袭刺杀了一次,云天着重加大了对楚天的保护力度。 除开云天自己招揽的客卿,门客挑选了好几个利命境的高手常住楚天身边,甚至大仓皇朝境内的几个修士宗门中,也有十几个利命境的高手被派了过来。 大轮回王身边的两个随行手下,居然轻松挡住了八个云天派来的利命境高手,其中甚至有一个利命境巅峰实力的宗门修士。 这等修为,分明超出了利命境应有的手段。 虎大力当然会扯着嗓子大吼大轮回王作弊。 大轮回王淡然一笑,他突然一把抓住了虎大力的脖梗,五指喷出浓浓黑气,大轮回王淡然道,作弊。 没有,没有,弟子是讲规矩的,怎么可能作弊呢? 加入赌局时,本教主修为连如今的万分之一都没有,但是杀人杀得多了,死气越浓郁,本教主的修为越高。 大轮回王很灿烂的笑着,面孔逐渐凑到了虎大力的面前,作为弟子的代言人,弟子自然会赐予一些好处,这是规则许可的。 本教主得到的就是一本生死轮回经,死人越多,修为越快。 如今天下每时每刻死伤亿万之众,本教主,还有本教主的教众修为大涨,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虎大力浑身冰冷,被大轮回王死死抓着脖子,他根本就动弹不得。 他只能无奈而惊恐地看着大轮回王,看着他的脸几乎凑到了自己的面皮上。 当然,本教主这次过来,并非是要杀你,呵呵,你是个人才,人才,就应该有人才应有的待遇。 大轮回王咯咯笑道,弟子许诺,若是你能全心全意的帮我,结结,弟子会给你想不到的好处。 大轮回王的五指微微一松,虎大力一阵咳嗽,他急速的喘了几口气,咬着牙道,你们这般做。 大轮回王淡然道,我们这般做,当然没有犯规,完全是在规则许可的范围内,再说了,这次的赌局,弟子一定不能输,所以,就算我们破坏了规则,又如何? 投靠我,你就能活,不投靠我,你就会死。 大轮回王淡淡的说道,杀人,是一件很轻松,也很愉快的事情,感受惊血的流逝,感受生命一点点的从身体内缓缓流空,最终灵魂脱离肉体,从此,下,下,下,从此再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大轮回王目光阴冷的看着楚天,杀你,只要一根手指。 七,如果不是看在你还有点用处的份上,如果不是弟子亲自传来的御令,本教主怎可能为了你,亲自跑这么一趟。 四周逐渐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大队大队的士兵从四面八方向着这边冲了过来。 大轮回王深沉的冷笑了一声,他左手大袖一挥,十三颗拳头大小的骷髅头带着道道音风飞出,节节怪笑着冲上了天空。 这些骷髅头放声笑着,大嘴开河之间一道道音气不断喷出,四周火速赶来的战士身体机灵灵一阵寒颤,隐约可见头顶有半透明的人影一闪而过,瞬间就变得浑身僵硬,冰冷,犹如一根根冰柱子一样重重倒地。 弹指尖数千精锐战士直接暴毙,就连几个修为达到了利命境的将领都是哼都没哼一声,身体一晃倒在了地上。 楚天静静地站在山林中,借助青色灵带和太阴万化轮的完美掩护,静静地看着自己一手制造的虎大力分身和那大轮回王的交谈。 如今控制虎大力言行举止的,是楚天为他伪造的人格设定,他的性格,他的思维方式,完全都是楚天虚拟出来的人格。 而楚天在这虎大力灵魂最深处留下的烙印就是,一定要飞升天庭,一定要长生不老。 这是这具虎大力分身的最大执念。 这是这具虎大力分身的唯一目标。 你,看你浑身黑气的模样,你是那个叫做公孙郎郎的弟子的人吧? 虎大力分身挣扎了一阵,他咬着牙冷笑道,你,或者说,他,能给老子什么好处? 大轮回王笑了,他松开抓在虎大力搏梗上的手,沉声道,只要你帮我横扫大苍山南路百国,嘎嘎,赢了这次的赌局,将所有被收割的灵魂取到手中,弟子说了,直接让你成为正式的,天庭有正耳八经官职的正神。 或许正神的神职会低一些,但是绝非那些下三烂的力源所能比的。 胡七那等小七,给你一个一百零八品力源的职位。 下,这种不知道之人善用的纹固废物,你跟着他们,不会有前途的。 大轮回王微笑看着楚天,更不要说,他们有九兄弟,他们当中谁能成为下一任东天大帝都还不可知,但是西天大帝西下,唯有弟子最为精彩绝艳,下一任西天大帝,定然是弟子。 公孙郎郎 虎大力的目光一阵闪烁,他沉吟了一阵子,然后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毁掉天空那条飞艇,然后,带着我最心腹的那些学徒离开。 虎大力沉声道,只要公孙弟子足够慷慨,我虎大力的一条命,卖给他又如何? 第593章大公告成 生死轮回教,这是一个邪恶至极的教门。 他们的教义讲究的就是生死轮回,用他人的死亡,轮回自己的生存。 他们的镇教宝典用极其奢华,华美的语句描述他们的崇高理想,但是剖开那一层华美灿烂的装饰,生死轮回教讲究的就是血淋淋的掠夺和吞噬。 掠夺他人的生命,轮回补充给自身。 杀戮越多,寿命越长,杀戮越多,实力越强,杀戮越多,各种古怪,残忍的神通秘术就越发强大强横,若是能杀人百亿,就能平地飞升成就天神。 这等残酷邪恶的教义,也只有西天大地的弟子公孙郎郎,这个属性充斥着黑暗和死亡的变态家伙才能折腾出来。 生死轮回教,正是他用来参加东方天狱九位弟子赌局的代言人。 和九位弟子选择了九位皇朝的皇子,王爷充当代言人不同,大轮回王崛起于草根,于山匪,土匪中宣扬他那邪恶残忍的教义,趁着天下大乱的时候,于大苍山南路百国中放肆杀戮,建立了一个个隐秘而强大的教门堂口。 这些山匪,土匪因为生死轮回教独特法门的关系,个人实力都极其强悍。 在虎大力带着一批精锐门徒加入生死轮回教后,他们得到了精良的甲咒,锋利的兵器,更有狂龙弩,暴雨弩,魔改坦克,轻气飞艇等等大杀器不断武装自身。 大轮回王颇有几分手段。 云天借助楚天的军械用最快的速度一统大仓皇朝,在虎大力失踪后,山谷工厂内留下的熟练工匠,依旧源源不断的为他提供各色军械,这些工匠的手艺很不坏,工艺流程很熟悉,他们相比虎大力。 缺少的只是那份创新力而已。 在各种强力军械的帮助下,云天十几路大军齐头并进,同时向周边各国发动了主动进攻。 他只用了十二年时间,就击贵了周边二十几个邻国,将大仓皇朝的领土扩张了数十倍。 大苍山南路百国中残留的各大皇朝悚然动容,此时和云天同样参加赌局的八位弟子的代言人早已发现大局不妙,在他们的鼓动下,其他各国组建了联军,倾尽国朝之力向云天碾压了过来。 云天丝毫不畏惧的和多国联军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大战,一场血战持续了足足三年时间,十几万里长的战线打得血流成河,失衡遍野,数以百亿计的战士命丧战场。 更有杀红眼的异国军队胡乱闯入一座座居城,肆无忌惮地展开了大屠杀。 一座座城池被鲜血染红,无数黎民惨遭屠戮。 从万里高空看下去,大苍南南路好大一片土地都被淡淡的血雾遮挡,煞气冲天,阴风阵阵,俨然是一片人间地狱。 最终,三年后,云天在几乎耗尽了手头所有的重型军械后,他获取了最终的胜利,彻底击溃了多国联军,就连八位弟子的代言人,也都被他亲手斩杀。 但是这一战后,云天手头的精锐军队也损耗了九成九,如今他手上的军团总人数甚至还膨胀了数倍,但是从个人战力上,战斗经验上来,却远远不如之前的那些身经百战的精锐了。 更要命的是,云天手上的所有神威大将军火精炮,所有的魔改坦克,总之所有的重型军械都在战争中损毁了。 失去了虎大力尖弓,那座山谷工厂的产能下降了一个数量级,已经无法再及时为云天提供足够的重型军械。 云天对此却也不在乎,毕竟,他赢了。 大苍山南路百国的抵抗力量已经荡然无存,他只要指挥着麾下庞大的军团,挨个的接收这些国家的领土和子民就可以了。 大苍皇朝的势力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他云天也势必因为这一次战争的胜利,博取到上苍的青睐,他将有资格建立封神台侧封神职,他自己也将因为这一场大战,在他退位后飞升为神。 愁愁满志的云天开始发号施令,让麾下庞大的军团奔赴四方接收领土。 就在这时候,大苍山南路百国各处,几乎是每一座城池,每一个村镇都有生死轮回交的堂口突然现身。 无数穷凶极恶的生死轮回叫信众手持力刀,身披重甲,拿出了无数的重型闯弩和性能更加优越的魔改坦克轻而易举的击溃了地方守军的脆弱的反抗,直接宣布建立大轮回国。 更有数以万计的轻气飞艇飞上了高空,他们从天空丢下了无数的火金坛,轻而易举的洗荡了一座又一座皇朝的都城,覆灭了这些皇朝最后的反抗力。 杀戮,肆无忌惮的杀戮,灵魂在血泊中嚎叫,生死轮回交的教徒们站在血泊中欢笑,杀戮和掠夺让他们的实力突飞猛进,杀得越多,实力越强。 一个又一个立命境的高手不断出现,一座座死亡祭坛在一座座城池的废墟上建立了起来,无数鲜血和灵魂的献祭,让生死轮回交的大轮回王等一众高层修为接连突破。 当生死轮回交的大军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云天的主力军团时,大轮回王的实力已经堪比倍升三对羽翼,拥有三节之力的天兵。 他只是轻描淡写的一掌按了下去,云天的主力兵团就被歼灭了六成。 铺天盖地的飞艇从天空飞过,雨点一样的火晶弹不断的落了下来。 正处于人生巅峰的云天突然从巅峰被打落尘埃,他看着天空无数的火晶弹不断的坠落,脑子里突然想起了十几年前被人掳走的虎大力那张憨厚的面孔。 一口老血喷出,云天从座旗上坠落,直接心脉冰裂而亡。 无数生死轮回交的叫众欢笑着挥动兵器,侧动铁浮屠,拐子马,犹如洪水一样淹没了云天麾下最后残留的军团,为这片大地再次涂上了厚厚一层血浆。 高空中,巨大的白云上,公孙狼狼矜持的向脸色难看到了几点的九位弟子拱了拱手,诸位兄弟,不好意思,狼狼赢了,嘻,表弟,你见表兄赢了赌局,不开心吗? 胡依依直到胡八都没吭声。 只有胡九呆了呆,他看了看脸色难看的八位哥哥,突然笑了起来,表哥说的是,表哥赢了,我该高兴才对,以后,小九这里若是有事,还请表哥您多多照护啊。 公孙狼狼微微一笑,笑得无比的雍容,尊贵,端得好一个风流贵公子。 大苍山南路百国,大苍皇朝位于最北面,在大苍皇朝的南方,相隔三个皇朝,有一国名曰苍皇。 苍皇帝都曾经人口千万,更是文采风流,是南路百国中有数的文华之地,无数文人雅士,清国美人聚集于此,文华风流之名远传亿万里。 如今,仓皇帝都却因为其地理位置的关系,成了生死轮回交的总坛所在。 曾经临次至比的街道,进成了瓦礼场。 曾经汗牛冲动的书院,都化作尸骨堆。 一架轻气飞艇慢悠悠地从天空飞过,几根黑色的烟柱冲天飞起,白色的庞大飞艇穿过黑色烟柱,下方的金属吊舱中传来了一阵恼怒的咒骂声,下方那群崽子们杀人放火好声快火,就我们在这里烟熏火聊的,好声难受。 地面上,十几架魔改坦克隆隆有声的碾压过来,一座勉强保持完好的庭院被碾成粉碎,院落中传来一阵妇人孩子的哭喊声,数十名生死轮回交的教徒大笑着从魔改坦克后面冲了出来,大白天的拎着火把到处点火,一根根黑色烟柱又宛如恶鬼的爪子,飞快的升向了天空。 仓皇帝都的核心位置,曾经的皇宫已经变成了一片平地。 一切标凉化洞进城乌有,倾国倾城的妖娆也都不知去向。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一座高有千丈的白骨祭坛矗立在皇宫废墟上,一根根白残残的人骨上,还带着新鲜的血迹。 大轮回王手持一根黑色的权杖站在祭坛顶部,双眸喷出丝丝黑气,不断发出低沉的凝笑声。 虎大力站在大轮回王的身边,一脸憨笑,不断地搓动着双手,就是今天,就是今天,大爷我要飞升成神,哈哈,教主,你说,弟子会给我多高的神位。 大轮回王看着天空漂浮着的一架架飞艇,看着地面上缓缓驶过的一架架魔改坦克,节节笑道,大力师傅立下功劳无数,神位自然是极高的,未来权柄,定然是不小。 不过,究竟能得到多高的神位,还要看我们这一场献祭,嘿嘿,能否让弟子满意了? 虎大力呆了呆,献祭。 站在高空的楚天呆了呆,献祭。 都已经大功告成了,还要献祭作甚。 尖锐的哭喊声远远传来,大群大群身披重假的生死轮回教徒押送着成群结队的黎民百姓走向了祭坛。 从高空看下去,一对对百姓一眼望不到边际,正哭喊天地的向着祭坛蠕动。 这样的祭坛,在大苍山南路百国中,一共建造了四十九万座。 大轮回往手持权杖,脚下一团黑气冉冉升起,化为无数拇指大小的黑色骷髅绕着他急速的盘旋飞舞,不时发出凄厉的哀嚎声,弟子说,每一座祭坛,献祭一亿生灵,若是能够完美完成,就让我等在西方天域,执掌一方。 虎大力神色淡淡的,没做任何反应。 毕竟,他只是楚天用天道妙树果实制造的,一个为了飞升成神可以不惜一切,近乎偏执狂的分身而已。 站在高空中的楚天脸色微微一变,他猛的抬起右手,就要一拳落下。 云天这些代言人的战争,楚天无力阻止,更无心阻止,毕竟楚天可以接受世俗皇朝的皇权更迭,为了皇位父子相残,举国乱战,这种事情每时每刻在无数地方都在发生,楚天完全可以接受这种事情,并且毫不犹豫的出手相助一方。 甚至云天对外的扩张征战,楚天也能接受。 更大的领土,更多的子民,更多的财富,世俗之人追求的不就是这些吗? 这种战争固然不易,却是世间常态,楚天完全能接受这种战争。 但是大轮回王吉江要做的事情,楚天接受不了。 楚天不是什么道德君子,更不是什么圣人,但是他无法接受生死轮回较已经获取了最终战争的胜利,居然还要为了公孙郎郎的个人私欲,肆无忌惮地屠杀那些毫无反抗之力的黎民百姓。 四十九万座祭坛 每一座祭坛献祭一亿人 楚天只觉浑身汗毛直树,后心更是直冒凉气。 这是要灭绝人性到了何等程度,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四十九万座祭坛,一座祭坛献祭一亿人,整整四十九万亿生灵。 大苍山南路百国领地亿万里,人口繁多,黎民百姓无数。 但是被公孙郎郎这么折腾一下,整个大苍山南路百国也将化为鬼域吧。 白骨矮矮,鬼嚎生生。 楚天的右拳燃起了金色的火焰,一股绝大的力量就要喷勃而出。 高空中突然有几条人影凭空闪现,那是几条背声十二对黑色羽翼,身上的气息让楚天都感到窒息的天江。 这些天江张开庞大的羽翼静静的悬浮在空中,黑色的羽翼上散发出森森黑烟,逐渐的一片黑云覆盖了整个仓皇帝都。 浓郁的死气从仓皇帝都各处飘出,虚空中隐隐传来了无数亡灵的哀嚎。 在一些死人太多的地方,甚至有绿色的鬼火喷了出来,化为无数扭曲的面孔朝着高空的几尊天江无声的嘶吼咆哮。 这几尊天江带着一丝诡秘的冷笑,静静的俯瞰着下方的白骨祭坛。 漠然间,又是几条高大的身影出现。 身高五六丈,身披黑色琉璃泰的诡异紧身甲皱,面容苍白如指,额头上有一只枝尖锐的小脚生出。 冥角异族 悍然是冥角异族。 楚天的眼睛内骤然密布血丝,冥角异族居然和这些天庭的天将勾结在了一起。 楚天想起了冥角异族的恐怖种族能力,他们能够用异族的血肉,滋养,壮大自身,更能吞噬异族血肉中的精华, 繁衍更强大的后代。 尤其是,生灵的血肉,是这些冥角异族繁衍后代的最佳材料。 吞噬,不断的吞噬,不断的强大自身,然后吞噬更多的生灵。 一尊又一尊气息强大恐怖的天将不断出现,他们静静的悬浮在空中,静静的俯瞰着下方不断向祭坛移动的凡人。 各位喝,大功告成。 希望这次的血肉祭品,可以让诸位满意。 公孙狼狼大笑着从高空落下,满面春风的看着几名鸣角异族的族人。 第594章 全力一击 高空中,一名鸣角族人双手抱在胸前,面无表情的俯瞰着下方无数蠕动的黎民。 过了许久,这鸣角族人才缓缓说道,周天万界,无数族群,唯有人类血肉之中,充满莫测灵性,端的是天造的社,天地之间最佳的材料。 此次,本之大尊有无上妙思,想要别开西境,让本族的低阶战士诞生之时的战力提升一阶。 若是真客成功,我鸣角异族当能大放光辉,本之大尊也定然能凭借此番功绩,参加鸣角异族至高王位的争夺。 只是,这等逆天而行,增强一族本源底蕴的事情,耗费太拒。 我鸣角异族可没有豢养放牧人类的习惯,一般都是直接生吞活泼了。 鸣角族人向公孙郎郎看了一眼,微笑道,幸好有弟子主动找上门来,嘿嘿,四十九万座祭坛,弟子好大的手笔。 公孙郎郎很温和地笑着,真个笑得朱元玉润一般,整个人都好像在向外散发出明镜的珠光,端得好像一养尊处优的,从未经历过世间险恶,而且也不知道世间险恶,和一切残酷和黑暗都彻底绝缘的贵公子。 那样的雍容不凡,那样的超凡脱俗。 在他身上好似集中了一切的完美,找不到半点而瑕疵。 他微笑着向几个鸣角族人点了点头,些许卑贱的蝼以凡人,算得了什么。 只要大尊大计能成,这比什么都好。 只不过,也希望。 几个鸣角族人同时点了点头,刚刚那鸣角族人笑道,弟子放心,那一缕先天极恶黑暗之缘,与我鸣角一族并无大用,大尊知道弟子是信守承诺之人,已经让我们将那物带来了。 伴随着轻笑声,这鸣角族人手掌一番,一具常有丈许的雪白冰棺出现在他手中。 这冰棺由重重叠叠无数白色的天道符纹凝聚而成,在透明的冰棺内凝成了一朵朵极细极小的绝美雪花纹路。 无数纹路若隐若现,盘旋飞舞,冰棺通体散发出可怕的寒气,四周的云团骤然凝固,化为大片冰晶无声无息的飘落。 方圆万里虚空中的水气都被酷寒冻结,一缕缕白色冰晶纷纷扬扬的洒落,万里虚空蔚蓝一片,不见丝毫云彩。 在这冰棺的核心部位,一条长有六尺,形如一条黑色毒蛇的黑色幽光静静的蜷缩在那里。 偶尔黑色幽光摇动一下,四周虚空就骤然暗了下去,一股让人灵魂不安,好似随时可能被抽出体外的心悸感就油然而生。 只是看了一眼这冰棺中风存的黑色幽光,公孙琅琅麾麾挥下的上千天将瞳孔同时缩成了针尖大小,他们的脸上本能的露出了一丝疯狂的贪婪之色。 先天极恶黑暗本源,世间最黑暗,最邪恶的本源之力,堪称天地间一切邪恶的根源,更蕴藏了对一切生灵的极强杀伤力。 这种力量,完全就站在一切血肉生灵的对立面,任何生灵若是被这一缕气息碰触,估计会立刻崩溃崩坏,肉体和灵魂都彻底堕入黑暗中,成为黑暗的一部分。 楚天神窍天境中,天地黑榜剧烈的震荡起来,和那些黑色羽翼的天将一样,天地黑榜本能的对这一缕极恶黑暗本源充满了贪婪之意。 凝角族人将冰关递给了公孙郎郎,同时不解的问他,只是,弟子,此物太过于凶邪,极端,弟子耗费这么大代价将他交换过去,则,纵使以弟子的黑暗本源之力,怕是也难以承受其中的邪恶,无法运用自如吧。 几个冰角族人眼睁睁地盯着公孙郎郎,仔细地观察着他的表情变化。 很显然,冰角一族很好奇公孙郎郎不惜从西方天狱跑到东方天狱,耗费这么大的心思和精力,辛辛苦苦地迎下这一场赌局,甚至不惜为此得罪了东天大帝的一众弟子。 为的就是这一缕先天极恶黑暗本源。 可是这玩意太过于凶邪,哪怕公孙郎郎继承了西天大帝的黑暗本源之力,黑暗和极恶黑暗,那也是两码事啊。 就好像两桶水,一桶清水,一桶尿水,极恶黑暗就是尿水,还是混杂了各种剧毒,肮脏之物的尿水,公孙郎郎难不成还能以身是尿不成。 这等天地间极端凶恶的东西,一个不慎就连本性都能彻底扭曲,甚至直接被他吞噬了本我灵智,彻头彻尾的变成另外一个人。 公孙郎郎就算想要提升力量,也不会动用这种激进邪门的手段吧。 呵呵。 这一缕先天极恶黑暗之源,自有妙用,呵呵。 公孙郎郎笑容满面的双手拖着冰棺,不落眼地打量着冰棺中那一缕散发极度邪恶,不安气息的黑色幽光。 只不过,他也没有透露他要这吉凶之物有什么用,几个鸣角族人有点不满的微微摇头,他们其实对这个是非常好奇的。 如果公孙郎郎真的找到了安全吸收先天极恶黑暗之源的法子,若是他们鸣角一族能够得到这办法。 如果鸣角一族未来孕育的战士,先天就能拥有一丝先天极恶黑暗之力,那简直就是一切生灵的先天之敌,绝对能够让鸣角一族的综合实力提升数倍。 只不过,公孙郎郎显然不乐意透露这歹毒玩意的用处,几个鸣角族人异常失望,他们眯着眼,暗自盘算着接下来的打算。 地面上,一对百姓已经被押送到了祭坛边。 大轮回王思生大笑着,他手中的权杖燃起了黑色的火焰,整个白骨祭坛内无数骷髅头丝声惨嚎,不断喷出缕缕黑火缠绕在祭坛上。 白惨惨的祭坛被黑色火焰包裹,无数尖锐的哭喊声骤然从那些被驱赶而来的百姓队伍中传来。 就算这些百姓对修炼一道一窍不通,他们看到这猙獰凶险的祭坛,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善良之地。 尤其是那些生死轮回交的教徒还在驱赶着他们不断地向祭坛靠近,好些走在最前方的百姓身上的皮肉已经开始无声无息地化为飞灰,肉眼可见一缕缕血气不断被吸入祭坛。 天哪! 地面上无数凡人高高举起双手,向着天空嘶声哭喊。 他们呼喊苍天,希望苍天能够降下神迹,拯救他们于生死绝境。 苍天之上,冬天大地的九个儿子一字而排开坐在宝座上,阴沉着脸看着获胜的公孙狼狼收取他的战利品。 无数天兵天将在他们背后排成了威武庞大的阵势,所有天兵天将面无表情,眸子里没有丝毫感情波动。 他们看着地面上的无数百姓,犹如屠夫看着一群猪狗。 失算了。 应该想到,公孙狼狼提出家住。 他居然能许出一件至尊神器做赌注,狐义悠悠道,这般大的赌注,我们应该能想到,他肯定没怀好心。 狐妻不冷不热地看了一眼狐九,真是,好表弟啊。 公孙狼狼在这里放肆搜刮了一番,回去我们如何向父亲交代。 狐九的脸皮红都不红一点,他温吞吞地说道,这事情,似乎也不能怪我。 他不远万里巴巴地跑了过来,我娘亲毕竟是他亲姑姑,难不成,我还能聚之门外吗? 哎,怪就怪,我们输了这一场,小弟年幼,没什么本领,输了也就输了,几位兄长怎么也输了呢? 无数天兵天将列阵高空。 地面上,无数黎民百姓哭喊嘶吼,却没有一尊天兵有任何动作。 九个东天大地的弟子高居虚空,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赌局的输赢胜负,责任归属,同样没一个人将下面的百姓荡回事情。 他们焦虑的是回去后如何向东天大地报仗的问题,毕竟这一次损失的黎民太多了一些,看公孙狼狼的这架势,他大有图光难路百国所有百姓的意思。 真正是个,混蛋东西。 狐一甩了甩手,看到一批百姓已经被押送到了祭坛旁,他恼怒的嘀咕了一声,带着身后大批直属的天兵天将转身就走。 狐七等人摇摇头,淡淡的叹了一口气,同样带着心腹属下离开。 高空中顿时风轻云淡,再无一个东方天狱的天兵存在。 公孙狼狼微笑着抬起头来,向高空望了一眼,满意的点了点头,还算是晓得道理的,输了赌局,就光明磊落的离开,不留在后面给我添麻烦,东天大地的这几位,还是知晓市里的,比我那几个蠢货兄弟好多了。 笑了几声,公孙狼狼双手轻轻抚摸着冰棺,轻柔的说道,开始动手吧,效率高一点,三个月时间,我要南路百国所有的百姓无疑漏网。 数千尊天将纷纷应诺了一声,这些黑异天将同时化身一道道黑色神光向四面八方飞去,每个人都坐镇一方,严防有人破坏献计。 宝不准,就有两三个东天大地的儿子不服气,偷偷摸摸的派人来捣乱呢。 以他们的身份,手下可不缺实力高强,敢于拼命的心腹死士。 若是被摧毁了一些祭坛,且不说耽搁了公孙狼狼和明角一族的交易,这也够恶心人的不是? 公孙狼狼的身边,就留下了两尊生出了十四对羽翼的天将,以及那几个明角一族的高手。 楚天站在空中,冷静的看着满脸是笑的公孙狼狼。 数千天将坐镇,楚天就算浑身是铁打得多少钉耳。 他不可能是数千天将,无数天兵的对手。 所以,楚天根本不可能阻止这次的献祭。 这些百姓,或许会死伤很多吧。 不过,世上总没有这么一帆风顺的道理,你公孙狼狼,也总不能这么随心所欲的作恶。 楚天咬破了舌尖,催动了战神山的拼命秘法,全身精血能量急速旋转着,最终除了一丁点而维持自身存在的精血能量,其他的力量全都凝聚在了楚天的右拳中。 楚天的右拳变成了纯透明的血色晶石状,一股可怕的力量蕴藏其中,楚天的皮肤不断的裂开,粉碎,却又不断的重新愈合。 这股力量,已经超出了楚天所能控制的极限。 一个不谨慎,这一拳爆发开来,楚天自己都要被炸成粉碎。 太阴万化轮急速旋转,一缕缕清澈的月光不断洒落楚天全身。 楚天默默调及全身的法力,眉心一缕月光萦绕,全部精气神,全部法力一点一滴的注入太阴万化轮中。 神窍天境内,天魂深厚七十二重天道堡轮翼重皆一众的暗淡下来,内部法力都被楚天近乎合则而鱼的压榨一空。 高空中,公孙琅琅将一卷黑色的卷轴丢了下去,他的笑声响彻云霄,大轮回王,做得不错。 此番你功勋卓著,这是上天对你的恩赏。 你,还有你身边的诸位。 都将飞升成神。 这份黑色卷轴,就是公孙琅琅预先准备好的给大轮回王和生死轮回教徒们的封赏。 豢养的恶狗猎杀了足够的猎物,总要赏几块骨头吃的。 尤其是这次的猎物如此肥美,公孙琅琅也就很不吝啬地丢下了一大块带着肥肉的肉骨头。 大轮回王和虎大力全都跪在了祭坛上,成皇成孔地向着天空顶礼膜拜。 公孙琅琅琅的笑声传遍苍皇帝都,苍皇帝都内内外外无数黎民听到天空传来的笑声,一个个都不可置信的私生惨好起来,苍天,居然在恩赏这些残忍的生死轮回教徒。 苍天,不攻啊! 几个老人颤抖着向天空伸出了双手,嘶声尖叫起来。 苍天啊,不攻啊! 无数百姓哭喊着跪倒在地,然后被押送的生死轮回教徒一顿毒打,逼得他们又站起身来,继续向那祭坛走去。 我就是苍天! 谁敢说我不攻? 我公孙琅琅,最是公道公平不过。 公孙琅琅放声大笑,高高举起双手,得意张狂地笑着。 下一瞬间,一只银毛老鼠出现在公孙琅琅面前的冰棺上。 银毛老鼠呲牙咧嘴地向公孙琅琅抛了个媚眼,一张嘴,冰棺就不见了。 我的,我的,我的,公孙琅琅刚刚举起的双手骤然僵硬,笑声猛地憋在了嗓子眼里,差点没腔的塌吐血。 银毛老鼠化身一道荧光消失无踪,公孙琅琅琅身后的两尊被生十四对黑色羽翼的天将骤然爆发,他们的身体犹如两颗黑洞,同时喷涌出无边无际的黑色光芒,虚空坍塌了下去,四只黑色神凝聚的大手带着可怕的巨像,狠狠向银毛老鼠消失的方向抓了过去。 几个鸣角一族的战士也是怒吼声声,他们挥动众拳轰碎了虚空,断绝了四周可能逃跑的方向。 楚天动了,太阴万化轮一阵青光流转,他一个滑步就犹如幽灵一样到了嘶声怒笑的公孙琅琅琅身后,已经快要绷不住的右拳狠狠的一拳轰在了公孙琅琅的后背上。 楚天的右拳整个炸碎,化为一团血光轰进了公孙琅琅的身体。 饶势公孙琅琅身上突然凭空出现了一套黑色的甲咒,楚天的重拳也一拳将这甲咒轰碎,拳进如山,毫无保留的轰了进去。 公孙琅琅琅的胸膛的炸开,一团血色拳印从他胸前猛的突出三尺高,他前方的虚空轰然崩塌,方圆千里的虚空整个凝成了一枚透明的拳印,久久的悬浮在空中。 太阴万化轮一闪,寒光乍起,几个鸣角一族的战士齐声惊呼,他们的头颅突然高高飞起。 第595章 安然隐匿 赞! 如此生死关头,楚天都还有闲心给自己刚刚全力轰出的那一拳赞了一声。 天庭的空间结构,比下界可要结实得多,所以那些天兵天将自爆,他们能损伤的范围,也比下界狭小得多。 楚天一拳轰出,居然能凝成千里大小的一枚拳印,可见他如今的实力有多强大。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相比当年楚天得到七巧天宫时,天宫内那些凝聚一万年而不溃散的拳印,刀印,剑印相比,楚天这一拳印固然庞大千里,但是边缘地带正在缓缓模糊,正在不断崩溃。 很显然,比起天路世界太古之时那一场禁忌之战的参战大能,比起那些子罚的真正高手,楚天还差了许多,他的拳印,终究还无法近乎永恒的留下。 一团黑色火焰明成的漩涡在楚天身边出现,几个明角异族的战士被太阴万化轮斩下的头颅和身躯被漩涡一口吞下。 这些明角异族的族人最擅长吞噬他人血肉和灵魂,甚至他人领悟的天道奥义他们都能随之吞噬,将其完全转化为自身所有。 楚天也要让他们试试,自己的一切都被天地熔炉炼化,连一根毛里面的奥秘都变成楚天所有的滋味。 几个明角异族的族人灵魂嘶吼,黑色的灵魂在他们的身躯中疯狂怒笑。 但是天地熔炉散发出的气息森然如玉,充满可怕的威压和禁锢力量,区区几条灵魂连一点波澜都没泛起,就被天地熔炉拖进了炉体最深处镇压了起来。 这感觉,就好像几条鲜嫩可口的小羊羔正在海滩上玩耍,突然一条体长潜力的魔鬼大章鱼冒了出来,数十条触手卷起了无依无靠,毫无反抗之力的小羊羔,凝笑着将他们拖进了自己的肚皮里。 公孙狼狼 楚天一拳轰碎了公孙狼狼的胸膛,击杀了几个鸣角异族族人的太阴万化轮带起一抹凄厉的闪光急速盘旋而回,向着公孙狼狼的脖梗斩了下来。 一不做二不休,已经抢了公孙狼狼的先天极恶黑暗之缘,打杀了他的几个贵宾,更是重创了他的身体,那就干脆连公孙狼狼一并坐了。 看看地上那些祭坛,看看那些哭天喊的的黎民百姓,楚天阴沉着脸,粉碎的幼拳上无数细细的血线喷出,体内最后一点惊血能量全力摧发,崩碎的幼拳重新生长出来,青椒剑凭空跳到了掌心,楚天一剑划过了公孙狼狼的上半身,将它斩成了两段。 公孙狼狼体内一团浓郁的黑雾突然喷出,一个极其可怕的,让天地都为之一暗的意志突然涌了出来。 这个意志没有说话,但是楚天已经接收到了他近乎疯狂的意念。 这是西天大帝的意志,他在歇斯底里的咆哮,是谁敢伤害他最宠爱的儿子。 天地一片昏黑,再也不见一丝光芒。 万物都被黑暗笼罩,一股肉眼看不到,魂念感受不到,但是却又能清晰知道他存在的可怕力量在高空突然凝聚,无声无息的,一道足以泯灭万物的黑暗之雷当头向楚天脑袋劈了下来。 楚天固步的催动泰因万化轮彻底击杀公孙郎郎,一抹青色寒光闪过,在这笼罩万物的黑暗中,泰因万化轮坚定的迸发出了属于他的光彩,撕裂了可怕的,窒息一切的黑暗,一缕清光裹住了楚天,在那条黑暗之雷劈到楚天头顶的一瞬间,顺利的带着楚天向一旁挪移了整整一千万里。 亏了楚天在出击之前,将自身七十二重天道宝轮的所有法力注入了泰因万化轮,耗费了大量的法力瞬间击杀了几个修为对如今的楚天而言堪称深不可测的鸣角族人后,泰因万化轮还残留了一定的力量,带着楚天瞬间挪移千万里。 只是,千万里外,依旧被无穷无尽的黑暗笼罩着。 黑暗笼罩一切,泰因万化轮那一缕清光简直就好似深夜大阳上的灯塔,如此的光彩夺目,如此的引人眼球。 西天大地那股可怕的,碾碎一切的意志犹如复古之躯一样追了过来。 公孙狼狼倒是没死,但是那模样比死了还要凄惨。 胸膛被一拳打得和豆腐渣一样也就罢了,更被楚天一剑当胸横斩,好好的一个风神俊朗,风华绝代的西天弟子,被打得和惨烈车祸现场的受害者一样,满身满脸都是血,这让西天大地如何能容的。 两条黑光在无边黑暗中飞驰而来,那是追杀鼠爷的两尊被生十四对羽翼的天将醒悟了过来,正阴沉着脸向楚天这边急速飞来。 高空中,西天大地的意志怒吼了一声,两尊天将的身体骤然一僵,七窍中同时喷出粘稠如胶,漆黑如墨的血浆,大片血浆从高空洒落,当即摧毁了地面上百里方圆的大片山岭。 废物 西天大地一声怒吼,两尊天将其生惨嚎,他们背后的十四对羽翼,其中生长在最上方,也是体积最大的一对而羽翼硬生生被一股无法反抗的力量抽了出来。 两尊天将的身体剧烈地抽搐着,他们露出不可置信的惊恐表情,声嘶力竭地嚎叫着。 他们原本让楚天感到窒息,感到毫无反抗之力的恐怖威压,瞬间就摔落到了极致。 虽然依旧是强大无比,让楚天感受到无法反抗,但是那种感觉。 如果说楚天是一头小羊羔,这两尊天将本来是两头魔鬼大章鱼的话,此刻随着被西天大地强行抽走了一对而羽翼,两尊天将就从洪荒怪物魔鬼大章鱼变成了两头凶残的雄狮。 虽然依旧强大,但是已经不是不可理喻的怪物。 楚天咕咕笑了一声,看着两尊背后鲜血喷涌如泉的天将,微笑着向他们挥了挥手,然后他的气息,身形,他所有的一切痕迹,骤然消失了。 太阴万化轮全力隐匿,更有那一条青色人影留下的青色灵带相助,楚天再次瞬移出了数百万里,还没有留下半点而气息,半点而行踪。 下一瞬间一只方圆千万里的黑暗大手凭空凝聚,掌心一轮黑光犹如一颗黑色太阳放出让人窒息的黑暗悬光,巨大的手掌轻描淡写的一掌向地面拍下,一副不惜一切代价,哪怕破碎千万里伤和也要让楚天同归于尽的架势。 高空中一阵风起云涌,一掌比这黑暗大手广大数倍的青色手掌荡起无边云烟当头拍下,轻轻一掌将这黑暗大手彻底碾碎。 西天,这里是本尊领地,你一缕分神,也敢放肆。 大苍山北路,距离南路百国不知几亿里地,一条风景明媚的小山谷中,楚天盘坐在一条小小的瀑布旁,周身不断散发出淡淡的黑色气息。 太阳造化中悬浮在楚天头顶,每隔九次呼吸,就轻轻的鸣叫一声。 一声中鸣,就有大片赤裂犹如岩浆的金色火焰凭空涌入楚天体内。 楚天身体中就有低沉的雷鸣声响起,太阳造化中纯正的阳刚之力和他体内的黑暗气机相互冲击容时,光暗对消,就有一丝丝黑白雷光诞生,对楚天身体造成不小的破坏。 西天大帝,果然厉害。 楚天暗自心惊,数个月前,西天大帝的一缕分神突然出现,要以盖世神通,一掌扑杀楚天。 虽然有冬天大帝出手,化解了西天大帝那一击,西天大帝的那一掌尚未拍出,却已经有无处不在的黑暗之力侵入了楚天身体,这些天一直盘踞体内,不断侵蚀他的气血。 幸好楚天有太阳造化中,这是一切黑暗负面之力的克星。 耗费了几个月时间,体内的黑暗之力已经逐渐被化解,只剩下了最后一丁点儿,今日也一定能够彻底的消融干净。 厉害,真是厉害,也不知道,这西天大帝究竟参悟了几门天道法则,怎么就厉害成这样? 楚天暗自心惊,这西天大帝的实力简直非人,他那一掌若是真的打下,真有可能一掌扑杀了楚天。 真不知道,这天庭的大帝级的人物,他们的实力究竟到了何等境界? 这边楚天的本尊在商谷中潜心修行,那边,虎大力分身已经和大轮回王以及一大群生死轮回交的教徒一起,被带回了西方天狱。 几个月时间过去了,虎大力还有大轮回王等人,都已经在西方天狱扎下了根基。 天庭的力源就有一百零八品,天庭的天神神职,比起力源则是稍微好一些。 天庭的神职分为正神和散神两种,所谓正神,就是在天庭有职司,有职权的,世卫正神,共有九品,二十七阶,也就是每一品都分为上中下三阶。 而天庭的散神们,则多为下界非生的那些大能修士。 这些散神,同样是一共分为九品二十七阶,意思就是临时给个天庭天神的荣誉光环给这些非生的幸运儿,但是他们只是闲杂的天神,等同于临时宫一样的存在。 这些散神从容最低的下九品做起,按部就班的,论资排辈的熬岁月,熬资历,若是偶尔能够立功受奖几次,就能给自己的履历大大的天才一笔。 总之,熬到上一品的散神神职后,这些散神就有了出头之日了,一旦天庭某处正神神职有缺,他们就能优先不录,从此成为天庭真正的统治阶层,拥有一份或大或小的权利。 公孙郎郎做事不择手段,为人也阴险狠毒了一些,但是他在西方天狱的地位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虽然被楚天偷袭受了重伤,被西天大帝的分神带回了西方救治,但是他颁发的那一份册封公文,却得到了西方天庭不折不扣的执行。 生死轮回交的大轮回王,直接一步登天,成为了九品上的神官,进入了西方天庭专职管理下界黎民百姓繁衍生息的户部,更是被派出去坐镇一方,治下有相当于十个南路百国大小的直辖领地,坐享千百皇朝,上万宗门的供奉。 虎大力则是因为他在赌局中立下的独特功劳,也不知道公孙郎郎是知人善用还是怎的,虎大力得到的封赏比大轮回王还要高出一大截。 虎大力被指派进入了西方天庭的公布,而且是八品上的神官。 经过公布的一番讨论后,虎大力先是进入了公布的藏经楼,花费了几个月时间翻阅了公布大量的点击之后,被派去了西方天域和南方天域接壤的无量山脉。 无量山脉亦如其名,绵延万亿里,寻常人,或者寻常天神都弄不清无量山脉究竟有多广袤庞大,因为其山系过于庞大的关系,往来其中的交通,都必须依靠天庭架设的传送阵。 无量山脉,同时也是西方天庭和南方天庭的争议之地。 这条山脉中,几乎每一座大山下有埋藏了无法计数的珍稀矿脉,各种属性的灵精,各种珍贵的矿石,其中不乏一些可以用来锻造楚天身上九要甲这等重器的顶级矿脉。 更不要说,无量山下的地脉蜿蜒交错,数量无法计数,地下隐藏了无数的灵穴,山间蕴藏了无数的洞天伏地。 西方天庭和南方天庭都宣称自家对无量山脉拥有绝对的掌控权,实际上,这条山脉中双方势力犬牙交错,实实在在的乱得不可开交。 两方天庭都在这里设立了常驻机构,各自掌控了无数的散修和凡人百姓,建立了大大小小无法计数的据点,或者开矿,或者冶炼珍稀金属,或者做一些其他的隐秘的勾档。 时不时的,这里的凡人据点之间就会爆发血腥的冲突,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说不清每个月这里会有多少生灵死伤。 作为新晋的上八品神官,又是公部所属,虎大力被派来无量山后,就被指定负责无量山的一条之脉苍蓝山的全部事宜。 单单一条苍蓝山之脉,其山系覆盖的地域就相当于一百个大苍山南路百国的领土综合。 在这条苍蓝山中,有大小宗门上千,有散修洞斧术以百万计,有凡人据点无数,有矿场无数,无数凡人每天辛辛苦苦的在这里开采矿石,也练合金,最终纳贡给那些修士宗门。 而修士宗门则是将其中九成九的珍稀金属,最终全部缴纳给虎大力负责的矿间。 是的,虎大力就是西方天亭在苍蓝山的矿间监政,是绵延数亿里的苍蓝山的最高统治者。 哪怕他只有利命境巅峰的修为,哪怕他只是西方天亭一个小小的八品神官。 他的确就是这里的至高主宰。 所以,又过了三个月,楚天很顺利的在苍蓝山找了一处顶级的洞天伏地,很安稳的落下了脚。 他第一时间,将七巧天宫的主轴赶在自己的洞府深处扎下。 第596章天价赔偿 西方天域,99重黑色云盖之巅,一座用一整块黑色晶石抠成,犹如黑洞一样不断吞噬四周一切光线和天地零碎的宫殿中,一条黑色的人影正立声呵斥公孙郎郎。 巨大的殿堂中,正中是一口黑色的湖泊,宫殿的天花板上,四十九条造型猙獰的黑色巨龙雕像倒垂下来,龙口张开,一缕缕极细的黑色粘液不断从巨龙雕像的舌头尖尖上滴落,不断注入黑色的湖泊中。 巨大的湖泊内生满了黑色莲叶,唯有一朵马车大小的黑色莲花绽放,莲台上黑色的火焰无声无息的燃烧着,光着身子的公孙郎郎蜷缩在黑色的火焰中,几乎被楚天粉碎的身体已经修复如初。 双眸喷吐着愤怒的胸艳,公孙郎郎搭拉着脑袋,静静的承受着那条黑色人影,及他父亲西天大地的力声训斥。 这座宫殿已经足够黑暗,吞噬了世间一切的光线。 但是西天大地的身形却比绝对的黑暗还要漆黑,他的身体就连四周的黑暗都在不断的吞噬进去。 他的身体就好像一个黑洞,任何有形无形的存在都在缓慢的旋转着,不断的向他的身体塌陷,泯灭。 如此黑暗的身影,却给人一种内部蕴藏了一座超级火山一样的怪异错觉。 就好像只要西天大地愿意,他的身体和心内就能随时爆发出无穷无尽的光和热,彻底的摧毁,泯灭一切。 本以为,你已经足够镇守一方,之前你的一些表现,也颇为不凡,让魏父颇为满意。 但是这次,看看你一次又一次的失手。 你想要培养出先天光暗无上神体,这想法,是不错的。 只是,既然你知道明墨儿的重要性,你为什么不派遣得力高手在他身边照护? 甚至连他意外飞升了,你都没有及时反应。 先天大光明圣光,居然能被人劫走。 西天大地冷哼了一声,不过,你能第一时间找到明角异族这一支的大尊,从他手上交易先天极恶黑暗之源,无法培养出先天光暗无上神体,你就想要培养出先天极阴极恶黑暗圣体,固然剑走偏锋,若是成功,却也不弱于先天光暗无上神体。 可是你,居然又在濒临成功之时,被人劫走了那一缕先天极恶黑暗之源。 这也就罢了,被劫走了那先天极恶黑暗之源,固然可喜,但是魏父手上,也还有一件先天混沌其真之物,可以帮你那孩儿奠定无上神体,足以让那位大人物收他为土。 你居然让明角异族的那几个使者,死在了你的面前。 不仅如此,因为魏父分神出手救下你的关系,东天大地震怒,出手击溃为父分神,更是将你的那些祭坛全部摧毁,明角异族的人死了,但是你答应的那些血肉精气却没能及时送过去。 西天大地重重的叹了一口气,那位大尊正等着那一批血肉精气融入他的那具造物中,因为你许诺了他,一定能将那些精气及时送去,所以他花费了无数力气锻造的那具造物,因为没有血肉精气及时融入,那具造物崩溃,耗费的所有心力,物力付诸流水。 那位大尊,可不是好相遇的人。 他派出的使者直接找上了魏父,则问我们父子俩是不是有意坑害他。 魏父花费了多少口舌,才将这件事情圆过去。 原地往来转了几圈,西天大地悠悠说道,无奈何,魏父只能答应了那位大尊的要求,将魏父手中那一剑。 父亲不用说了。 公孙朗朗悠悠的说道,我知道,父亲将那件先天混沌其真赔给了那位大尊,可是这也只是抵消了那一缕先天极恶黑暗之源,父亲更答应了赔偿那位大尊一切损失,孩儿只想问,他们的胃口有多大。 西天大地沉默了一阵子,他冷哼了一声,阴森森的说道,无量山脉,西方天庭掌控的所有矿卖矿场一万年的所有出产。 他们会直接派人,入住无量山脉。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西方大地悠悠道,一万年。 凝角一族的形式风格,你是知道的,被他们活海一万年,那无量山脉,则。 西天大地和公孙郎郎同时牙藤一样的倒抽了一口冷气。 西天大地重重的叹了一口气,为了这件事情,下面很有些人对你颇有微词。 尤其是你几位兄弟的母族,还有他们交好的那些臣子,一个个颇有非议。 你这些日子,就安心的修心养性,不要轻易的抛头露面了。 公孙郎郎沉默了许久,他才冷冰冰的说道,孩儿知道了,不过,孩儿很怀疑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些事,都这么凑巧呢? 轩罗的阴阳五行造化神卵,失踪了,明末儿的先天大光明圣光,失踪了,孩儿好容易换来的先天极恶黑暗之源,失踪了。 孩儿和轩罗一样,都是想要和那位大人物攀上关系,这是不是,有人不愿意见到我们成功呢? 大殿内许久没有动静,过了好一阵子,西天大帝才阴策策的说道,或许是,或许,真的只是凑巧。 不过,卫父也觉得,太不应该。 中天大帝那等紧锣密鼓的追杀那人,居然最终还是被那人逃了,呵呵。 重重的跺了跺脚,西天大帝咬着牙说道,轩罗算什么,区区一天王之子,量他也不敢有什么想法。 但是,就算他中天大帝是天庭自立最老的大帝,焉敢如此欺人。 难不成,就只能是他涌震这一方天庭,涌震这一方百万世界。 公孙琅琅沉沉的喘了几口气。 西天大帝冷笑道,不过,这等暗地里的手段,终究见不得人。 过的几日,卫父当有手段,邀请几个和那位有关系的大人前来,你且好生表现,他们族中,都有士灵的族女,以你的风姿怡荣还有出身来历,若是能攀上一位。 公孙琅琅的身体骤然一阵机灵,他猛地抬头,看着西天大帝沉声道,那,孩儿的。 西天大帝冷漠地看着公孙琅琅,你是说,你的那女人,她的出身,怎可能和那几位大人的族女相提并论。 以后,给她个妾室的身份,足够了。 无量山脉,苍蓝山南路,一条绵延三千多里的山谷上空静静地悬浮着东南西北四座骑门,四座用白金铸成,镶嵌了无数璀璨宝珠的牌坊悬浮在骑门下的云团上,放出熠熠光辉警示四方。 这四座散发出强大法力波动的牌坊,还有那些灵动异常,时隐时现的骑门无不预示着,这条山谷已经有主了,若是不想招惹麻烦,就最好绕路行走。 这是无量山脉中独特的生存法则,一如有些猛兽绕山奔走,在自己的领土边缘撒下一点点尿叶警告四周的猛兽不要轻易入侵一样,无量山脉的散修也好,宗门也好,总会在自己的领地边缘,用各种手段宣示自己的存在。 一如楚天炼制的这四座白金牌坊,散发出的气息波动介乎破天境巅峰之上,隐隐达到了一节之力的边缘,这就证明了这条山谷的主人,是一名斌鱼杜绝飞生的修士。 实力不如的,无论是人还是妖,无论是山精还是水鬼,最好就不要轻易过来招惹。 刚刚来到苍蓝山的时候,楚天还不知道这个规矩,他在这里开辟了洞府,短短三五天内,居然有数时火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野生修士上门骚扰。 被楚天一通成戒后,这些野生散修纷纷说出了这里的规矩,楚天这才随手炼制了四座牌坊,用星主旗部下星阵悬挂山谷四方,如此果然得了清静。 至于那数时火野生修士。 自己送上门的苦力,楚天很不客气地将他们全部禁锢了,强行纳入门下供自己驱使。 几个月来,这些家伙正在四处清理山林,按照楚天的审美观,将山林一点点地布置成楚天心目中想要的样子,同时将楚天交给他们的各种奇花异草,珍稀灵药的种子栽种下去。 树石火散修,总数超过五百人,修为最强的也不过是立命境巅峰的水准,大用处是没有的,但是用来做这些杂物,外带着修建一些亭械楼阁之类的小建筑,却还是胜任的。 在这些散修的辛勤工作下,短短几个月时间,楚天占据的这一条山谷已经被打理得整整齐齐,刚刚静静,一条条石板小道蜿蜒往来,溪谷中隐隐可见七彩鲤鱼跳跃,各处都有奇花盛开,一树树一种兰花土路芬芳,三千里山谷内香气营荡,端得是仙境一般。 几个月来,楚天除了日常修炼,也开始尝试着和左右邻舍相交。 得了七巧天工的传承,楚天擅长的杂学颇多,在这里,他化名八卦真人,是一个精通各种奇门遁甲,镇法符路的散修,用一张张奇妙的符路做敲门砖,很是结实了一群散修,更和两个小型宗门的高层拉上了关系。 这一日,楚天正摆下了一桌酒宴,和几个登门拜访的邻居散修欢宴。 就在楚天这山谷周边万里内,有一擅长炼丹的散修名为黄叶翁,有一擅长御寿的散修名为白骨子,更有一精通音律的女修名为蓝冷叶,这三位散修,是除了楚天外,这方圆万里内最强的三位散修,都有破天境巅峰的实力。 这三位都是随时可以渡劫飞升,被天庭飞升池接引的大修士。 只不过,他们也都知道天庭飞升池的底细,知道飞升池内的洗炼也分上中下诸多品阶,这关系着他们未来在天庭的修炼速度,关系着他们的前途事业。 所以三人都是拼命的压制修为,拼命的积攒财富,为的就是被飞升池接引过去后,可以贿赂飞升池的天庭立元,尽可能的淬炼成高等的神体。 端着翠玉雕成的酒杯,白发苍苍的黄叶翁朝着楚天长叹道,天庭居,大不易啊。 不仅仅是神体成就的品阶,更有第一步到手的修炼点级的品阶,这都决定了未来我们万亿年在天庭的发展。 白骨子苦笑道,老翁说的是,若是不能得到高品神体,不能得到高阶修炼法典,嘿,一百零八品立元品阶,这,这,这一品一品的熬上去。 白骨子呲牙咧嘴的摇摇头,端起酒盏一饮而尽。 生的颇为清秀,衣饰打扮也很是素雅的蓝冷叶则是好奇的看着楚天,一对儿亮晶晶的眸子里充满了好奇,倒是,八卦真人你擅长阵法尽致,还有各种奇门之术,未来到了天庭,却是出路前。 真奇怪,以真人你所擅长的,应该是有传承的,为何成了散修? 在天庭,散修最是凄苦不过,无依无靠,就算侥幸修炼有成入了天庭,那也要从最低等的立元做起,也许万亿年后,依旧只是底层的小小立元,随时被人一指头碾死的蝼蚁。 那些有传承的宗门就不同了,一代一代师门前辈在天庭照护着,无论是福利还是晋升速度,都不是他们这些散修所能比的。 蓝冷叶就真好奇,以楚天表现出来的手段,他怎么就是一个散修呢? 楚天淡然一笑,轻轻摇了摇头,摆出了一副往事不肯回首,不愿意再提的样子。 他总不能告诉这几位邻居,他的一具分身,已经顺利的跨越了天庭坑死人的一百零八品利元官衔,直接成了天庭有正经直思的神官了吧。 问题是,他那具分身的实力,财力命境巅峰啊。 喝喝,喝酒,喝酒,就不要提这些恼人的事情了。 楚天端起酒杯,常叹道,总之,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明天喝凉水。 这天下是,谁也说不准的,你我如今在这里逍遥快活,谁知道。 楚天的瞳孔骤然一凝,他很想狠狠地给自己两个耳光,这乌鸦嘴,真是。 他们的酒焰摆在一处悬崖上,两颗鼓松犹如两个硕大的滑盖遮盖着他们,眺望四周,方圆数千里景色粒粒在目,端得是视野开阔,风景宜人。 楚天刚刚说出那一番话,天空中整整三十六颗黑色的圆球突然出现,缓慢地向着下方降了下来。 在这些直径超过十万里的黑色圆球内,突然有无数人影飞出,密密麻麻的人影犹如疯狂的马蜂群一样从圆球中飞出,也就是短短一柱香的功夫,漫天就只能看到那些黑压压的人影。 这时,楚天吞了一口吐沫。 鸣角一族。 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这里是,这里是天庭的领地。 黄叶翁最是见多识广,他的脸色骤然惨变,鸣角一族和天庭关系极佳,战争是不可能的,那他们,来这里做什么? 第597章青衣 西方天庭宫部所设,苍蓝山矿兼衙们修气的高大阔气,端得比世俗兼皇宫还要奢华许多。 三座大山,连同中间的山谷都被重重叠叠的宫殿覆盖,无数低层立员身穿制式官袍进进出出,天上地下无数低阶天兵 或者站在固定岗哨上指手,或者慢悠悠地从天空缓缓飞过巡查四方。 在这矿间衙门四周,则是形成了东南西北四大房市,聚居了无数凡人,修士和宗门所属。 毕竟是西方天庭的派出机构,这里自然而然地就成了苍蓝山最核心的重要之地,随着岁月流逝,这里自然形成了一座巨大的,不归属任何人同属,自有其运转规律的繁华之地。 虎大力坐在矿坚衙门矿坚府的后堂中,美滋滋地看着堆在面前的大堆极品灵精和十几个生的美貌异常的少女。 这些少女可不是那些普通的百姓民女,她们身上都有淡淡的法力波动,分明是修为有成的女修士。 尤其李念生的最为端庄大方的那个,她的修为比虎大力还要高出两个大境界。 几个月来,虎大力已经习惯了眼前的景象。 苍蓝山范围内的无数宗门,总是不断有高层登门拜访,不断地送上大批厚礼,同时送上和宗门高层有血缘关系的女修士为矿间大人端茶送水,做个粗食丫头。 这种日子,真是美滋滋的。 这种日子,不亏飞生成神。 逍遥啊,快活呀,成就了天庭神官,虽然修为浅薄,但是已经没有了寿命的顾虑,更因为天庭的庇护,没有了三灾五劫,真是快活呀。 每天坐在这里,收收贿赂,收收粗食丫头,唉,真是快活呀。 更不要说,自从来到苍蓝山后,虎大力就好像脑袋开窍了一般,他在矿间衙门里,居然设计出了好几种可以极大增加开采效率的工具,赢得了矿间衙门上下一英官吏的交口称赞。 公布的考公司那里,又给虎大力寄上了一份功劳,眼看着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又能升官了。 呵呵,嘿嘿。 虎大力看着那群美貌女修,情不自禁的憨笑起来。 现在唯一的毛病就是,虎大力有点隐疾,却说不出口,这些女修蛮美丽的,虎大力也是身体强壮,精力充沛的壮汉,他看到这些女修的时候,也总是蠢蠢欲动。 但是这么多天了,这些女修分明是一副任军彩鞋的架势,偏偏虎大力就是没能成就好事。 每一次虎大力本性勃发,想要拉着一个美貌小女修深入交流一下的时候,他总会浑身气血澎湃,忍不住的要去静坐前修,运攻四十九个大周天后才能平息沸腾的气血。 运攻四十九个大周天后,也就天色大亮了,他堂堂苍蓝商矿尖尖正大人,总不能大白天的不去处理公务,而是留在后宅,做那种勾当吧。 苦恼啊,烦恼啊。 虎大力看着十几个一脸微笑的女修,狠狠的咬了咬牙。 下次若是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也就顾不得面子好看与否的问题了,一定要去请几个高手丹师,好好的给自己看看这毛病。 虎大力可是清楚的记得,她的是遵在临终之前的嘱托。 非生成神,生儿育女。 非生成神的任务,虎大力已经完成了。 但是生儿育女这任务,若是每次都气血沸腾必须要精修平复的话,他还怎样生儿育女呢? 嗯,很好,很好,桂门的心意,本官心领了。 嗯,嗯,铁剑门,本官记住了,以后对你们,自然会有照应。 虎大力笑着挥了挥手,嗯,灵精和其他宝物,送入本官私库中保存,你们这些小丫头,来,本官亲自安排你们的住所。 虎大力笑得很灿烂,很憨厚,本官这间政府啊,很是宽大,你们姐妹十几个不算什么,就算再来千而八百个姐妹,也是能轻松住下的。 嘿嘿。 笑着笑着,虎大力站起身来,就去抓那个生得最为端庄美貌的女修的手,这位姑娘,你这般气度雍容的,做普通丫头也是委屈了你,不如,你就委屈一下,做本官的后宅总管。 虎大力笑得嘴角咸水都快流了下来,那女修大胆方方的向她行了个礼,一口硬诺了下来,眉目间流过一抹得意之色。 铁剑门可是打探得清清楚楚,知道这位间正大人还没有婚配,这位在铁剑门身份颇为尊贵的女修,这才答应了将自己送来虎大力府邸上。 现在只是后宅总管,以后们,西,她要做虎大力整个宅子的女主人。 铁剑门在苍蓝山只是二等宗门,但是只要她能征服了这位修为地位却坐享高位,显然有着可怕靠山的坚政大人,铁剑门的崛起就在眼前了。 作为一个在天庭并无强大靠山的新兴宗门,虎大力正是铁剑门下手的好对象啊。 虎大力看着气质端庄,闲静,犹如一幅水墨荷花的女修,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她正想要顺势和这女修讨论一些人生大事的问题,轰得一声巨响,后堂紧闭的大门被一股可怕的力量轰成粉碎,一群高大魁梧的铭角战士大踏步的闯了进来。 这些铭角战士周身散发出可怕的气息,逼得虎大力和一众女修都喘不过气来,他们就好像暴风中的枯叶一样,身不由己的向后连连倒退,甚至差点被这些铭角战士身上的气息掀得飞起来。 西方天庭无量山脉苍蓝山系矿尖尖尖正虎大力,可是你们。 领队的铭角战士双眸闪烁着森森斜光,死死的盯着虎大力,一步一步的向他逼近。 虎大力想要后退,却已经退到了后堂的墙壁处,再也倒退不得。 那铭角战士一把抓住了虎大力的肩膀,猛的将他提了起来,提到了和自己面门等高的高度,重重的将一份公文拍在了他的胸膛上。 没错,就是你了,哼,这里没别的男人了。 听好了,虎大力,从今天开始,一万年内,你什么都要听我们的。 听话办事,有你的好处,办砸了,就打碎你的脑袋,想来西天大地不会为了一个小小奸证,和我们大尊志气。 楚天站在鼓松下,看着头顶越来越低的铭角一族巢穴。 一共是三十六个巨大的铭角一族巢穴缓缓缓落下,他们降临的位置正好在苍蓝山上空。 当巢穴距离地面只有不到一千里时,三十六个巢穴就向四周分散开来,无数的铭角一族战士也纷纷随着巢穴飞走。 一尊通体散发出强大气息,浑身披挂着黑色角质层质地的甲咒,身体重要关节处生出了一根根尖锐黑角的铭角战士低沉的凝啸着从高空笔直落下。 楚天心里微微一动,手一挥,拱卫山谷的东南西北四座骑门上数百面星主旗闪烁了一下同时消散,他主动撤去了山谷的防御大阵,只剩下了四座用来宣示身份的牌坊留在空中。 铭角战士一拳劈出,一座牌坊轰然粉碎,镶嵌在牌坊上的无数宝石珠玉化为点点彩光飞射老远。 东的一声巨响,这尊升高三丈开外的铭角战士重重的落在楚天等人面前,微微低头俯瞰着楚天等人,低沉的咕农道,谁是这里的主人?你的地盘,有多大? 楚天等人心里微微一沉,楚天上前了两步,沉声道,本座八卦真人,正是这八卦谷的主人,这条山谷绵延三千里,都是本座的山门所辖。 三千里啊!这铭角战士点了点头,异常粗暴的将一张宝纸拍在了楚天的脸上,三千里只能当灵头,就算一万里好了。 八卦真人,你的八卦谷拥有万里山岭,以后每隔一百年,按照上面的数字向我铭角一足纳贡。 楚天阴沉着脸将那张宝纸扯了下来,飞快的扫了一眼上面的字迹。 一缕缕黑色的火焰在宝纸上闪烁,已经清晰地勾勒出了八卦真人侠地八卦谷,拥地万里等一行字,除此之外,纸上还清晰地出现了楚天的真型图影。 在真型图影下方,则是密密麻麻的一大片文字,其中就包括了极品灵精若干万块,上品灵精若干万块,普通的金银铜铁若干一斤,珍贵的玄铁,风铜多少一斤,珍稀的乌金,火铜多少一斤,堪称天才地宝的各种珍稀矿藏分别多少万斤等等。 其中又特意著名了,若是珍稀矿产凑不齐数字,就能用一斤珍稀矿藏折算多少极品,上品灵精予以兑付等等。 宝纸的最后一行,赫然是一片血淋淋的刺激,百年一次纳贡,若是极品灵精,上品灵精也无法凑齐,则可以用修饰,百姓的血肉精华予以支付。 报纸的背面,则是记载了一门凝聚修饰,百姓的血肉精华,凝聚成血肉精珠的邪门秘法。 纳贡 楚天有点茫然的看着面前的鸣角战士。 西天大地将无量山的统霞拳,转交给我鸣角一族一万年。 一万年内,你们都是我鸣角一族的奴隶,乖乖的为我们开采矿石,保你们平安无事。 宁角战士咧嘴大笑,指着楚天说道,当然,你们这些散修的寿命没这么长,一万年,嘿嘿,你们可以飞升,反正你们也只能飞升去西天大地的地盘。 他猛的俯下身体,盯着楚天恶狠狠的说道,按照大尊和西天大地的约定,就算你们飞升去了西方天庭,你们也得回来,乖乖的给我们挖矿。 手指头狠狠的在楚天的胸口上处了击下,这鸣角战士力声喝道,有意见吗? 嗯?你可以试着反抗,嘿嘿,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尝过修士的血肉滋味了。 怪眼一斜,这鸣角战士指着蓝冷叶冷笑道,尤其是女修士的血肉,格外的甜美芬芳,你们,可有不满。 可要反抗。 嘿,嘿嘿,你们,是八卦谷的人吗? 黄叶翁,白骨子和蓝冷叶下意识的摇了摇头。 这鸣角战士顿时笑了起来,他掏出了另外三张保纸,笑呵呵的冲着黄叶翁三个说道,如此,抱上鸣来,一个个登记造册,百年后乖乖的给我足纳贡就是。 黄叶翁他们稍有迟疑,十几万里外,一座缓缓飞过的鸣角巢穴表面一点红光一闪,一道粗打百里的红色光柱呼啸着落下,足足上万里方圆的一片山岭伴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消失的无影无踪,一波波焦热的可怕气息不断翻滚而来,冲得楚天。 一族悬浮在山谷上方的三座牌坊疯狂摇晃。 那是,金一门,金一门,完了。 黄叶翁他们身体猛的一个哆嗦,下意识的呻吟出声。 楚天的脸色也微微一变,金一门,在这苍蓝山方圆百万里中,金一门也算是极强的一个宗门,门人弟子数以万计,很有几个飞生的前辈在西方天庭任职。 但是金一门,就这么被冥角一族瞬间抹平。 很显然,冥角一族这是在杀鸡给猴看,金一门就是那只鸡,楚天他们都成了猴子。 黄叶翁几个乖乖的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山门锁控面鸡,这冥角族人倒是颇为专业的,还让黄叶翁他们带路,赶去他们的山门逐个的认清了他们的山门所在。 不出意料的,黄叶翁他们的山门也就是几千里大小,却都被这名角族人登记成了万里山门。 看着黄叶翁等人仓皇离开的背影,楚天拿着手中的那张宝纸,不由的直摇头。 这上面记载的各种矿产的数量极其庞大惊人,若是按照这些名角族人的要求,非要有楚天这个修为的高手不分日夜的连续开采,才能在百年后按时按量的纳贡。 但是楚天这个修为的高手,谁会去挖矿呢? 就算在天庭,那些矿工也多为普通百姓,偶尔混杂了一些低阶修士在里面。 想要满足这些名角族人列出的纳贡单子,天知道要有多少矿工不分日夜的加班苦干。 你倒是跑得够远。 而且,还居然找到了这么好的地方藏身。 一个分不清男女的声音突兀的从楚天身后传来。 楚天猛的惊醒回头,就看到那日从天将手中救下他的轻盈,正站在他身后。 一片朦胧的青色雾气环绕着他的身形,任凭楚天如何努力,也看不清他的模样和身段。 前辈! 楚天急忙恭敬的向青色人影抱拳行了一礼。 罢了! 青色人影低沉的说道,你可以叫我轻衣, 我也不是什么前辈,休要把我叫成那等老怪物。 这次来找你,是讨回你上次欠我的救命之恩,你可愿意还这个人情吗? 第598章百年纳贡 站在古松下,楚天看着青衣消失的方向。 来去如鬼魅,来无踪,去无影,哪怕楚天自诩修为不弱,居然没法理解青衣是如何离开的。 不是瞬移,绝对不是破开虚空瞬移,青衣就好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好像整个天庭的天地将它完美的吸纳融为了一体,它就这么融入了茫茫天地之间,再也找不到任何痕迹。 如此神通,真正可不。 看着掌心一片青色的竹叶造型的玉片,楚天重重的吐了一口气。 这算是青衣玉妇的报酬吧? 这玉片,或者说,这是一部道典,一份独特的大道感悟,是真正的大能者耗费无数岁月参悟无上道运之后,不惜损耗本命精魂凝聚的道典。 只要楚天将其与自身天魂融合,就能实成实的继承玉片中的所有大道精妙,直接凝聚天道宝伦。 更珍贵的是,这玉片中还凝聚了那大能者最纯净的命魂之力。 融合玉片时,命魂之力自然而然会融入楚天天魂中,帮它壮大天魂,提升修为。 也就是说,这枚玉片堪比九转金丹,能够让人一步登天,就算是区区一凡人,也能力地成圣,拥有强大法力,无上神通。 将这玉片收起,楚天又掏出了轻衣给他的另外几件物件。 两颗拳头大小的黄色果实,通体散发出神秘气韵,悬而又悬,不可名状。 这两颗果实,正是天庭也颇为珍惜,基本上被天庭垄断的飞升圣果。 飞升圣果的唯一功效,就是让修士免去那一道飞升的手续,不用进入飞升池洗炼,直接凝聚所谓的神体,打破修炼的瓶颈,突破寿命的极限,可以逍遥自在地继续修炼下去。 在天庭,有很多散修不愿意受到天庭森严戒律的约束,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找飞升圣果服下,打破天人屏障,隐居一方继续修炼。 没有天规约束,也没有了万年寿命极限的制约,更无其他灾结降临,只要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地守着自己的一分三亩地,就能永久地享受逍遥清静,可比去天庭从一百零八品小小丽园做起,任凭人居浅使唤来得快活多了。 正因为如此,飞升圣果珍贵异常,散修们固然是疯狂地寻求飞升圣果,而天庭则是极力地控制飞升圣果的流通,极力将飞升圣果彻底掌控在手中。 倒是个精细人。 颠了颠手中沉甸甸的,却又好似随时要破空飞去的两颗果子,楚天张开嘴吸入了一颗,将另外一颗妥善地收藏了起来。 一股难以形容的侵略之气从体内散发出来,楚天突然就感觉到,他和天庭的天地之间一层极其黯淡的屏障消失了,他的气息彻底地融入了这一方天地。 尤其是,冥冥中某种可能对楚天造成致命威胁的危险消失了。 他的身体正在发生细微的变化。 因为楚天的肉体本身就已经极其强悍的关系,这股侵略之气并没有对楚天的身体造成太大的改变,只是在极其细微的地方对他进行微调。 他的身体似乎更容易吸纳天庭的天地灵髓,对天地宇宙的珠般变化感触也就更加的灵敏。 甚至万里之外一缕山风撞击在山崖上引发的锋利变化,都能引起楚天皮肤上一根根汗毛的轻微蠕动。 静静地站在山崖顶部,楚天能清晰地感应到天空中一片片云飞快地流过,一缕缕风轻快地吹过,感受到万里方圆内花开花落,树叶掉落。 没有动用魂念,肉体纯净澄清犹如一块琉璃宝镜,清晰地就能投射出万里范围内发生的所有风吹草动。 一次完美的净化,楚天的肉体力量并没有得到增强,但是他的肉体本质却提升了许多。 他的肉身除了强悍的力量和可怕的强度,更拥有了许多近乎于神通的特性。 神而明知,这才是真正的神体的孕意吧。 楚天感受着肉体反馈回来的诸般信息,不由地暗自感叹。 这天庭世界,从层次上来说,果然比天鹿世界高出了许多。 这非生胜果对楚天的身躯达成的效果,真是楚天不敢想象的美妙。 或许,就是子伐的那些奇素大能,他们的身体,也不会有这等奇妙的力量。 神窍天境中,已经有大半转化为淡青色的琉璃灯盏轻轻晃了晃,点点金红二色的神光从灯火中喷了出来,照耀得楚天通体光芒耀目,辉煌归立。 轻衣留给楚天的第三件物件,则是一份厚厚的家谱。 没错,一份家谱,一份西方天狱某散修小家族的家谱。 从这个散修小家族的初代仙族起,这个家族的所有族人的资料都浸在其中。 罗氏家族,其根基在西方天狱极北之地,和北方天狱接壤。 罗氏一族在九万八千年前,和北方天狱的某个散修家族爆发了冲突,相持三百年后,罗氏满门被灭。 轻衣不知道怎地弄到了罗氏的家谱,还有家族传承的信物以及祖传地功法枯木绝,他还给楚天安排了一个身份,正是罗氏家族最后的遗孤罗不平,一个一心一意复兴罗氏的流荡散修。 这救命的人情,不好还呀。 不够,也正经是我要做的事情。 混入天庭嘛。 有了虎大力还不够,看样子,我还是要亲自上阵才是。 楚天掏出罗氏的枯木绝翻了翻,沉吟了片刻,他将那清玉竹叶放在了眉心感受了一下。 果然,这清玉竹叶中凝聚的大道道运,正是木之一道,只要楚天融合了这木之大道,就能轻松地将枯木绝修炼到巅峰极致。 时间可不多,得仔细筹备了。 楚天摇摇头,招来了被他强行禁锢的那些散修属下,向他们交代了一番后,就在自家山门外挂出了封山闭关的信牌。 时间悠悠,瞬息间近百年一晃而过。 在这数十年中,黄叶翁,白苦子,蓝冷叶三人多次登门拜访,一个个都是愁眉苦脸的模样。 但是楚天挂出了封山闭关的信牌,整个八卦谷被重重大阵包裹,三人数次吃了闭门羹,只能无奈地摇头叹息着返回自家山门。 青天如洗,万里无云。 远远的一缕细小的流云飞了过来,几个身穿淡红色官袍的天亭小莉站在流云上,领头的小莉手持一个金螺,每飞行百里,就轻轻地敲击一下金螺。 当当罗响声化为一圈圈肉眼可见的金色纹路,轻松地穿透了厚重的山石、土壤,穿透了花草树木,甚至穿透了一处处宗门,一个个散修布置的山门尽致,净直穿透了进去。 罗声响触,敲罗的小莉就扯着嗓子撕心裂肺地叫嚷着,各宗门,各伞修听好,百年一次的纳贡日子到了,准备好你们百年开采的灵精,矿产,前往最近的矿间衙门纳贡里。 好心提醒诸位,无量山脉内外都被冥角一族封锁,逃,是逃不掉的。 诸位的真型图影都已经记录在案,若是不老实缴纳供奉,未来诸位在天亭的前途也堪忧啊。 老老实实的,一块都不少的,赶紧前去纳贡纳。 当当罗声再次响起,一圈圈金色波纹快速划过一座座山峰,一条条西剑,划过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山门。 远远近近,这样的小力队伍和指数万,他们穿梭在无量山各处山脉山空,声嘶力竭地尖叫着,通知各个宗门,各个散修赶紧带上这一百年积攒的灵精和矿产,赶紧去矿间衙门缴纳贡品。 高空中,大队大队的鸣角族人出现了。 他们脚踏乌云,指高气扬地悬浮在高空,双目冰冷地俯瞰着下方茫茫山岭。 大尊真正英明。 哈哈哈哈,不用孩儿们辛苦,让这群天庭的家伙乖乖地为我们挖矿。 可不是吗? 一百年时间,吃吃喝喝,逍遥过日,只等时间到了,自然有无数资源送上门来。 如此轻松快活,可比到处去打打杀杀的烧杀抢掠来的痛快。 不过,还是喜欢打打杀杀的日子啊。 嘖嘖,杀人放火最是快活了。 这话也有道理,我们鸣角一族嘛,嘿嘿。 不过,快了,快了。 听上面的老祖们说,这无量山,西方天庭只占了一半,大尊以为,这样只收了一半的好处,不合算。 所以,等着看热闹吧,马上就要开战了,西方天庭和南方天庭开战,西方天庭得把整个无量山给占下来。 凝角一族的战士们悬浮在空中,肆无忌惮地交流着他们从族中高层得来的诸般消息。 轰隆一声,楚天八卦谷紧闭了近百年的洞门开启,周身气息怪异的楚天缓缓走了出来。 他的身后,一圈金光,一圈荧光交错飞舞,百年苦弓,太阳大道,太阴大道分别有了些许进展,各自多凝聚了十几重天道宝轮。 太阳六十四道,太阴六十四道,一共一百二十八重天道宝轮凝成两圈极细的元光悬浮在脑后。 在两圈金光外围,一重厚重古朴的元光犹如宝镜,散发出浓郁古捉的气息。 这是木之大道宁城的天道宝轮,天庭世界木之大道包罗万象,不仅仅有青木本身的繁衍生息,春华秋时的道运,更有木之一道演化而生的风,雷道运。 其中最玄傲的,就是青木生之力量推演出的枯萎之力,这也是罗氏一族枯木爵的核心秘药。 厚重古朴的元光青黄交错,隐隐有透明的,银色的条纹镶嵌其中,勾勒出一丝丝青风,雷电符纹。 青衣留下的青玉竹叶中包容了天庭世界木之大道的全部道运,包括风,雷法则和演变的枯萎道则,更有木之本意演化的独之法运,一共1520条不同法则,分别凝聚一重天道宝轮,一共1520众天道宝轮重叠成了这一轮元光。 楚天不由的在心中暗自惊叹,单单木之大道根本道则和衍生而成的道运组合在一起,就有一千五百二十门之多,其他五行法则又有多少变化? 能够凝聚多少天道宝轮? 更不要说,木之大道演化而生的风、雷、毒都有这么多变化,而风、雷、毒却又不仅仅和木之力量有关,诸如今也有诸斑金属之毒,火也有诸斑火毒等等。 如此想来,这天地间的大道奥义如此复杂,修炼境界真各是无穷无尽。 如今的楚天,可以说是木之道大成,而太阴,太阳之道,只是刚刚入门罢了。 抬头看着一对矿间小力敲着罗从头顶飞过,楚天笑了笑,他身上一股怪异的气息喷涌而出,三千里八卦古草木骤然纷纷凋零,无数花草树木枯萎,变黄,一股莫名的死寂之衣充盈虚空,数百名被楚天强行禁固收为属下的散修 其其身体一软,浑身无力的倒在了地下。 下一瞬间,楚天一挥手,一股勃勃生机凭空而生,八卦古中所有枯萎凋零的花草树木骤然回春,无数嫩芽纷纷蒙发,短短几个呼吸间,八卦古中草木葱龙,其花一草远比之前的长势茂盛百倍。 尤其是那些珍稀的树木,更是一株诸好似生长了上万年一般,一个个生的格外的粗壮,茂盛,每一根枝鸭都求结有力犹如巨龙。 那些刚刚软倒在地的散修奇奇惊呼,他们一个个面皮红润,一股莫名的生命精华充盈身体,他们当中好些年迈的散修突然白发脱落,重新生出了黑油油的新鲜须发,一瞬间的功夫,他们每人都年轻了好几千岁。 这是楚天用他从非生圣果上领悟到的道运,强行为这些散修续命,让他们凭空多了数千年春秋。 这等手段,也只有楚天这种彻底掌握了木之大道,又亲自服用过非生圣果的人才能施展出来。 换句话说,现在的楚天,几乎等同于半颗一洞的人形非生圣果。 他无法为别人洗炼神体,却完全可以为人续命,打破万年寿命的约束,虽然无法像非生圣果一样让人永无寿命浩劫之忧,也足以让人无忧无虑的轻松快活数十万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草木轮回之力,看似微弱不起眼,想不到居然有如此恢弘力量。 楚天暗自赞叹,同时他想起这木之大道的由来,居然只是青衣赠送的那么一小片不起眼的青玉竹叶。 不知道这木之大道是否青衣亲自出手凝聚。 如果是青衣亲自所为,那么青衣的真正实力真的无法估量,伪时可怕到了极点。 他只是凝聚的一枚青衣竹叶道点,就轻轻松松让楚天在百年内完全顺利凝联一千五百二十重天道宝伦,彻底掌控木之大道。 这是何等逆天之力? 这等于是硬生生将楚天的修为提升了二十几倍。 而且毫无副作用,没有丝毫后患,所有的大道傲义就好像楚天自己耗费了数万年苦工一点点餐物打磨而成,水乳融合,没有半点质色之处。 尤其是天道宝伦中蕴藏的浩瀚法力。 浩瀚如海,一如飓风之前的无边巨阳,只要心念一动,就能掀起无边波澜,宛如海啸一般摧毁面前的一切。 想想看,当年的三仙宗青阳,他也不过三十六天天力,也就是三十六节之力,已然在三仙宗作响高位。 而三十六天天力,按照青阳的说法,在天外战场已经是了不得的高手大能。 如果三十六天天力都是高手大能的话,此刻的楚天,算是什么? 一手在短短百年内造就了楚天的青衣,又算什么? 如此说起来,天鹿世界也不过是一方小世界,和这天庭世界根本无法相比。 楚天更能联想到,这天庭世界的水有多深,隐藏的高手大能有多可怕。 如果不是青衣亲自凝聚的这道点,如果是他的背后靠山也就罢了,如果是他的属下,楚天联想到了更多。 他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寒颤。 这枚青玉竹叶,不可能是青衣的属下凝聚的吧? 如果是青衣的属下都有如此不可测的神通,那么青衣又是何等惊天动地的人物? 他,会是五方大帝之一? 想来不会,这家伙形式诡秘,分明是天庭的对头,他不会是五方大帝之一。 却也说不定。 楚天皱着眉冉冉飞起,按照青衣给他的剧本,静直向苍蓝山矿间衙门的方向飞去,飞出八卦谷的时候,他冲着山谷中那些欢喜雀跃跪拜在地的散修淡然道,看好山门,本座去去就回。 八卦谷上方高空中,数十名名角族人虎视眈眈,一个个咧嘴指指点点。 楚天面无表情地在这些明角族人的指点中向前击飞,笔直飞向苍蓝山矿间衙门方向。 这么些年来,楚天自己在不断地吸收消化青玉竹叶中的木枝大道,但是七巧天宫内的生产线可没有停下。 将近一百年时间,七巧天宫出产了数以十亿计的小型采矿傀儡,无数采矿傀儡将八卦谷下方的矿层足足踩空了上千里,开采了无数的矿石灵精。 这些矿石灵精远远超出了明角一族所要的贡品数量,楚天只是从中挑选了一部分最差劲的带在了身上,其他的全都投入了七巧天宫的建设中去。 有高空无数明角一族的战士往来寻意,一路平安无事,楚天很顺利地来到了苍蓝山矿间衙门。 这里已经云集了无数的宗门修士和散修,一个个愁眉苦脸地在高空排成了整齐的队伍,就只等着进去挨个纳供了。 第599章暴力截略 一众重宫殿楼阁烟霞缭绕,真秦盘旋高空,异兽榴莲地面,虽然只是西方天亭一处小小的矿间衙门,所有的建筑,陈设都堪称奢靡,一砖一瓦放在凡间都堪称至宝。 一队队天兵拍打着黑色的羽翼悬浮在空中,这些被生一队羽翼的天兵当为天兵的最下层,他们面无表情,双眸晦色无光,分明就是一尊尊人造傀儡的架势,气息也不强,康康就是拥有一节之力的水准。 不过,一节之力的天兵对在场的宗门所属和高层已经造成了境界上的压制,数万名天兵散发出的气息犹如海啸,一波波的席卷而来,逼得在场的羽翼们面色惨淡,身体不由的瑟瑟发抖。 更不要说一颗鸣角异族的巢穴直接悬浮在苍蓝山矿间衙门的上空,数百名气息恐怖的鸣角战士居高临下的站在高空,指高气扬的俯瞰着下方无数的修士。 在无量山脉,苍蓝山也算是一座颇为重要的山系,故而鸣角异族也特意调了一颗巢穴过来坐镇,用来威慑所有纳贡的修士。 大炮打蚊子嘛。 楚天看着那座散发出森森邪气的巢穴,冷笑着撇了撇嘴。 这么一颗直径超过十万里的鸣角巢穴,足以将天录世界这样的异方世界缴获的腥风血雨,这苍蓝山中的宗门内,估计连一个天人之径的高手都没有,哪里需要摆下这样的场面? 恶趣味,这些鸣角异族的家伙实在是有点耀武扬威的过分了。 根本不需要他们出面,就那些实力最微弱的底层天兵,随意一人就足以横扫在场的众多修士,这些修士哪里能翻得起半点而浪花来? 或者,这阵势根本就不是为了给这些修士看的。 这些鸣角族人这么大张旗鼓的出现,估计是在向天庭的某些人示威呢? 西方天庭? 南方天庭? 倒是有趣了。 矿坚衙门正中一座大殿门前,巨大的广场上摆开了一百张条案,一百名矿坚衙门的小力坐在条案后,一个个面无表情的看着缓缓聚集过来的无数修士。 起先是那些宗门的代表,按照宗门的势力大小,一个个宗门代表阴沉着脸走上前去,爆出自家出身的宗门所属,那小力就在厚厚的案卷中查找出他们宗门应该缴纳的供品数量,宗门代表就将一个个超大容量的纳镯或者其他造型的储物法器递给小力。 这些小力拿着那些容量巨大的储物法器,往往要耗费了一刻钟的功夫,才能清点清楚里面储存的资源。 一旦清点无误,这些小力就冷淡的一声妥了,随手在案卷上某个宗门的后方盖上一枚印戳,这就证明这个宗门已经完成了第一个百年的纳贡。 这些宗门的代表离开的,一个个脸色都极其的难看。 那表情,就好像一个小有资产的土财主,莫名其妙的走在大街上被人拦路打劫,劫走了大半身家一样,那模样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想想看,这些天庭的小力虽然神职低微,但是他们都是修炼有成飞升天庭的修士,个个都有着最少一节之力的修为,他们的神念的有多强大。 他们的神念一旦扫出,起码也能覆盖方圆万里之地,在这万里方圆中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们。 以他们的神念修为,都要耗费一刻钟以上的时间,才能清点清楚一个宗门线上的资源总数,可见这些宗门被勒令缴纳的资源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想来也是,宗门占据的山门面积巨大,而且门人弟子众多,他们需要缴纳的资源总量,怎么也要是楚天的千倍,万倍才对吧。 楚天看着那些完成了纳贡的宗门代表,不由的嘖嘖惊叹了几声。 高空中,那些鸣角异族的战士风言风语不断,他们故意的放大了声音,让在场的所有修士,所有的矿间衙门的天庭官吏都听到了他们的嘲笑言语。 哈哈,真爽快呀,不用孩儿们自己动手,就有人献上无数资源,哈哈哈哈。 可不是吗?真正没有这么轻松过,这些天庭的官吏,就好像狗一样听话,乖乖的给我们轻点计量后,最终乖乖的献给咱们。 哈哈,诸位兄弟,你们说,会不会有人玩不成纳贡的数字呢? 应该有吧。 如果没有,岂不是太无聊了? 嘿嘿,最好现在就来一个,我非要生生的把它撕成肉条而拿去喂狗。 嘿,最好现在就来一个。 矿间衙门正中大殿门口,坐在一张大椅上的虎大力翻了个白眼,他抬头看了看这些张狂无忌的鸣角族人,有气无力的哼哼了一声,都在干什么呢? 加快速度轻点,还有,不许出一点而错,不要当个诸位鸣角大爷们的时光,在这里喝风引漏的,很快活嘛。 鸣角一族的战士们节节怪笑不止,一众小力深深吸了一口气,同时加快了轻点的效率。 只是资源数量太庞大,加快轻点的效率,就是要加大神念的损耗。 楚天看到这些小力当中,好几个显然是刚刚飞升的,修为还没有多强的小力轻点了十几个宗门缴纳的供品后,额头上就已经浮出了虚汗。 这些小力的神念显然已经消耗了许多,他们不得不取出补充神念的丹药服下,但是轻点的效率免不得就慢了许多。 偌大的苍蓝山系大大小小的宗门有近万家,散修数量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类似于城邦的大大小小的聚居点,同样也被鸣角一族规定了纳贡的数字。 虽然矿间衙门派出了一百个小力负责清点技术,楚天暗自观察了一下,这没有大半年的时间,根本不可能完成整个苍蓝山系这一个百年的纳贡清点。 楚天虽然已经赶早来了,但是在他之前还有更早的宗门代表和散修赶来,看着磨蹭的驾驶,没有半个月的时间,还轮不到楚天去缴纳这次的供品。 无奈何,楚天双眼一闭,身体随着队伍缓缓前行,全部的精气神,都用在了感悟天地熔炉中阴阳五行造化神卵的奥秘上去了。 楚天总觉得,这七颗神卵应该别有妙用,若是单纯任凭天地熔炉将它们炼化了,那才是真正的浪费。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大半个月过后,终于楚天站在了一张条案前。 条案后的小力有气无力的哼了一声,八卦谷的八卦真人。 喂,喂,拿出你的供品吧。 楚天掏出了一个超大容量的纳镯递了过去,小力慢吞吞地接过纳镯,神念注入纳镯,仔细地盘点起来。 凝角一族贪婪异常,残暴异常,楚天这样山门只有一条三千里长山谷的散修,都被硬生生扣上了万里山门的任务。 楚天缴纳的物资也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不够比起那些宗门却是少了许多。 小力只用了十个呼吸的时间,就清点清楚了楚天缴纳的物资,随手将纳镯放在条案边的一个硕大的纯金宝箱中,掏出印戳在暗战上八卦真人的名字后面盖了一个小小的印戳。 就在这时候,楚天右手边,隔着七八个条案的位置,一个实力大概只有亏天镜的散修突然哭天喊得的尖叫起来,我的山门只有百里长短,只有百里呀。 我哪里来的千里山门? 我的修为放在这里,我怎么可能搜集到这么多的物资? 一众矿间小力面无表情地看着那散修男子。 高空中,一群鸣角族人击铃铃打了个哆嗦,同时露出了嗜血的笑容,等了这么多天,终于有人撞到刀口上了。 一名鸣角族人身后突然炸开一团黑色浓烟,一条生有三十六个舌头的硕大怪蟒从黑烟中冉冉游出,这鸣角族人放声大笑着,伸开双手向那散修男子一把抓了下来。 说你有千里山门,就有千里山门。 让你缴纳多少物资,就必须缴纳多少资源。 你修为太低,完成不了,为什么别人都完成了? 可见,你对我鸣角一族不满。 哈哈,你就是对西天大地不敬。 嘿嘿,你喜欢怎么吃呢? 是蘸酱油生吞,还是烤熟了吃? 当然,吃的是你。 鸣角族人节节怪笑,身上散发出的恐怖气息呼啸着轰下,那散修男子浑身一山轰得一声暴碎,血肉横飞地摔倒在地,嘴里不断吐出一口口鲜血。 附近的散修也都倒霉到了极点,靠近这散修的数十名修士齐声哀嚎,都被这鸣角族人散发出的气息轰飞了出去,不过他们伤势略清,只有十几个人翻滚倒地,擦伤了手臂面门。 鸣角族人张开大手抓了下来,眼看就要抓到这散修男子。 身负重伤的散修男子尖笑一声,他猛地抡起了一块金灿灿的金砖,重重地向那鸣角族人的面门拍了下去。 金砖长宽一尺有余,表面有一座若隐若现的大山虚影,金砖拍下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好像真的有一座大山当头压下一般。 鸣角族人怪笑一声,他张开嘴,一口将金砖连同散修男子的手臂咬了下来。 咔嚓,咔嚓,满口尖锐的牙齿轻松地将那块金砖嚼成了粉碎,鸣角族人故意悬浮在离地数尺的高度,双手死死抓着散修男子的肩膀,嘴角不断有血流淌下来,左右顾盼,向四周的无数修士发出凶狠暴力的笑声。 敢违反我鸣角一族命令的人,除了死,还能有什么下场呢? 这鸣角族人放声怪笑,高空中那个巨大的鸣角一族巢穴中,又飞出了数万修为较弱的低阶战士,飞快地降落地面来看热闹。 就在这时候,偌大的苍蓝山都剧烈地颤动了一下。 嗡嗡嗡沉闷的轰鸣声响起,楚天猛地抬头向四周望了过去,就看到苍蓝山矿间衙门附近数千座大小山头上同时喷出了一道道刺目的灵光。 灵光冉冉绽绽放开,犹如一朵朵巨大的莲花在天地之间绽放,花蕊中一柄柄造型古朴厚重,霸道灵力的剑影不断浮现,瞬息间就有一片剑木包裹了方圆树万里虚空。 坐在矿坚衙门大殿门口的虎大力哆嗦了一下,他突然一跃而起,嘶声尖叫道,嫡喜。 话音未落,一道剑影呼啸着从天而降,虎大力猛地向鞋刺礼全力扑出,剑影几乎是擦着他的身体重重劈下,虎大力浑身衣衫粉碎,半边身体的血肉都炸成了血雾喷散,只留下了血淋淋的骨骼,上面也是密布着无数剑痕,差点都被剁成了骨渣。 西方天亭苍蓝山矿坚衙门被一剑劈成了两半,正中大殿彻底烟消云散。 无数悬浮在空中的低阶天兵眸子里突然喷出黑色火焰,他们犹如被处罚的人形傀儡一样,猛地抬起头来,纷纷从身后拔出了黑烟缭绕的刀枪剑戟朱般兵器,拍打着黑色羽翼向天空冲去。 一众鸣角族人莫名其妙地看着突然被剑木封锁的天空。 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攻打苍蓝山矿坚衙门。 这是冲着西方天亭来的,还是冲着他们鸣角一族来的? 呃,他们鸣角一族在天亭的地位特殊,算是天亭的客军身份,他们一族的大尊士族已和天亭五方五帝平起平坐的大人物,平日里他们又不插手天亭的权力纷争,应该不会有人蠢到得罪他们吧。 话音未落,剑木下一尊通体散发出无助剑气的透明身影突然出现。 这人通体向外蹦射出一条条长达万里水晶一般透明的锋利剑芒,其气息灵力可怕到了极点,四周虚空都被裂开了一条条黑色的痕迹。 这人就好像一颗被黑色琥珀包裹的水晶宝珠,通体散发出让人无法直视的剑意剑芒。 他右手刚刚举起,一柄三尺小剑在他手中迸射出比太阳还要强烈百倍的可怕光芒,随后一声刺耳的烈泊声响起,他一剑向着天空直径超过十万里的鸣角一族巢穴斩了下来。 一抹辉煌灿烂,惊天动地的剑芒轰出,无数鸣角族人齐声怒笑长思,这颗比曾经入侵天露世界的那巢穴还要强大多倍的巢穴,居然被这透明人影一箭劈开。 就好像一颗多只的橙子被菜刀居中一刀劈开,大量黑红二色混杂的粘稠浆汁混杂着大片火光浓烟喷了出来,两片半球形的巢穴歪歪斜斜的从高空缓慢的向下坠落,无数残缺的鸣角一族之体犹如下雨一样不断从空中坠落。 看着这可怕的一幕。 这么一颗鸣角一族的巢穴,居然就这样,被一箭劈开了。 这是子罚的老祖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吧? 这种事情,这种事情。 楚天突然想到了轻衣百年前给他的交代,他不由的浑身汗毛直竖。 混蛋,就算轻衣对楚天有救命之恩,要楚天还这个人情,可是,你轻衣未免闹得太大了。 这种力量,这种层次的力量,是楚天能掺和的吗? 一条条散发出可怕剑芒锐气的人影不断从剑木中窜了出来,他们掌声尖笑,犹如一群疯子一样,向着地面的无数修士冲杀了下来。 人行千里,只为求财,将你们身上所有的宝贝都给我留下,饶你们一条小命。 高空中,传来了让楚天差点吐血的吼声。 第六百章 危难关头 从高空俯冲下来的人影迅速和天兵天疆们站成了一团。 楚天眼间,透过那些袭击者提表刺目的剑芒剑意,他一眼看清了这些家伙的面目,没有面目,就是一块光滑的弧形面板。 这些家伙分明不是真人,而是类似于人形傀儡一般的存在。 但是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剑芒剑意却是如此的凌厉可怕,简直犹如一柄柄实质的长剑撕开了虚空,无数蠕动蜿蜒的剑芒在空中轻微摇摆,不断发出痴痴声响。 更让楚天骇然的是,这些袭击者身上的剑芒剑意散发出的气息根本就是完全一样,没有丝毫的区别,就好像他们是一个人的无数分身一样。 这就导致了,这些袭击者灰剑喷出的剑光能够进行完美的重叠叠加。 一道道剑光重叠在一起,两条剑光重叠就能爆发出两倍的威力,四条剑光重叠在一起,威力则是直接成为了八倍,八条剑光重叠在一起,剑光的威力就惊人的变成了三十二倍。 如此叠加,当上百条剑光骤然水乳融合叠加成一条长达千丈的灵力剑芒,这一条剑芒的威力已经提升到了让人窒息的程度。 一道剑光闪过,数百天兵天将就被拦腰斩断,他们体内一团团金光飞出,弥漫着淡淡黑气的金色光团急昼的膨胀,就要爆发开始,大片剑雨从天而降,将这些金色光团直接斩破。 无数半透明的金色人影漂浮在空中,他们惊慌失措的嘶吼着,不知道如何应变。 刚风吹过,一缕缕金色人影就这么渐渐的消散。 无数天兵天将犹如疯狂一样的嘶吼起来,他们好似看到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拍打着黑色的羽翼向天空疯狂的扑杀。 那些从天而降的袭击者手中力剑挥舞,一道道剑芒不断落下,不断重叠,可怜苍蓝山矿尖衙门这里驻守的都是最低级的天兵天将,他们面对这些袭击者的袭杀几乎毫无反抗之力。 数万天兵天将瞬间被绞杀一空,高空中传来了鸣角一族歇斯底里的凄厉嚎叫声。 黑压压犹如乌云一样的鸣角战士从他们的巢穴中冲了出来,更有数十尊气息惊人的鸣角战士身体急速的膨胀着,他们身后的黑烟中冲出了一条条生长了百个以上舌头的黑色巨蟒,他们张开双手,用力的拖住了两片被劈开的巢穴。 被损毁的巢穴那光洁的切面上,无数蠕动的黑红二色透明软管衍生了出来,这些犹如血管的管子急速的蠕动着,迅速的勾搭在一起,然后用力的绷紧。 在数十尊身体膨胀到百里高下的鸣角一族大能高手的全力推举下,两片被切开的半球形巢穴开始缓缓的向中间合拢,一副要重新拼凑完整的模样。 高空中,那散发出无助剑芒剑翼的半透明人影举起手中三尺小剑,弹指尖就是数十剑劈了下来。 滔天剑光犹如狂潮,瞬间淹没了堪堪拼凑在一起的鸣角一族巢穴,淹没了数十名最为强大的鸣角战士,淹没了无数从巢穴中冲出的鸣角战士。 直径十万里的鸣角巢穴彻底崩溃了,被切成了一块块大小均匀的碎片,拖拽着浓烟,喷吐着血浆,缓缓的从空中坠落。 漫天都是黑色羽毛在翻滚,数万天兵天将被斩杀,他们身后的羽翼崩解,黑色的带着淡淡死气的羽毛犹如一场华丽的大雪从天而降。 高空中只剩下了稀稀拉拉数千名目瞪口呆的鸣角战士,他们呆滞的看着从天坠落的巢穴,身体剧烈的颤抖着,一个个犹如痴呆而一样发出哑哑的单调吼声。 他们不敢相信,如此强大的一座巢穴,居然在那透明人影手中,只是短短一弹纸的时间就被彻底斩碎,这是何等力量? 这是天地级的实力吗? 可是在天庭,哪个天地会和鸣角一族作对呢? 而且现在的五方五帝,也没有哪个是以剑道称雄的,没有哪个天地擅长用剑呢? 地面上,无数前来纳贡的宗门代表,家族修士和散修们目瞪口呆的看着从天而降的那些袭击者。 好些宗门代表的眼力很不错,他们也认出了这些家伙的来历。 他们不是活人,不是活人。 是傀儡,是剑傀儡。 天哪,天哪,和我们无关,和我们无关。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快要飞升了,不要杀我。 地面上乱成了一团,面对这些斩瓜切菜般横扫了矿间衙门驻军的袭击者,这些修士哪里有胆量反抗? 在场的修士中,实力最强的也不过是堪比破天境巅峰的大修士,他们比起最弱的天兵还要弱了一等,又如何是这些袭击者的对手? 刚刚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人行千里,只为求财,放下武器,交出你们的所有贡品,在下不愿意网造杀孽,则,那几个红衣服的小娘儿,你们不许跑。 人群中,有几个身穿红色长裙,生得颇为貌美的少女正随着混乱的人群胡乱奔跑。 他们也不知道是哪个宗门,哪个家族所属,看他们身边也没有什么高手相随的样子,几个少女的修为也就是安身境巅峰,利命境不到的水准。 那声音再次大吼了起来,人行千里,只为求财,只是在下还有点小小的癖好,见了漂亮小娘儿就走不动路。 嘿,不想再下大开杀戒的话,所有的漂亮小娘儿都交出来。 尖锐的剑光破空声传来,十几条通体散发出可不建议的傀儡飞掠而来,迅速包围了几个身穿红色长裙的少女。 这些傀儡手中长剑一横,就挡住了几个少女的去路。 几个少女嘶声尖叫,一旁几个似乎想要英雄救美帝年轻修士刚刚向这边走了两步,数十条剑光从天而降,将几个年轻修士当场轰杀。 剑光纵横,血雾喷洒,这些傀儡的实力太强,也没有刻意空中攻击范围的意思,他们的剑光覆盖了方圆百丈范围,误杀了上百名修士。 满地鲜血,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 则,在下刚刚怎么说的? 只要不反抗就不会有事,嘿,为什么要做出这么蠢的事情呢? 高空中,那摧毁了鸣角一族巢穴的透明人影冉冉崩散,一鸣满脸落腮胡的大汉在数百傀儡的簇拥下,一步步的从剑木外走了进来,只高气扬的站在矿间衙门的上空。 大劫。 交出所有的财物,交出所有的美人。 大汉双手插腰,得意洋洋的大吼着,赶紧的,麻利的,把所有值钱的玩意全部交出来。 嘿。 大汉罗虎心里甜滋滋的,浑身飘飘欲仙,每个毛孔都好似在朝外释放仙灵之气,看着无数修饰,尤其是那些曾经高高在上让他根本不敢直视的宗门高层,以及那些貌美如花他只能在夜间脑海中浮想连篇的美貌女修,他就兴奋的浑身直哆嗦。 好似身处云端,罗虎在这一刻,真正抵达了人生巅峰,那种奇妙的感觉,让他无法摆脱,只想一辈子都能够如此的风光,如此的高高在上,如此的主宰无数人的生死荣辱。 对了,还有那些可爱的天庭观力。 曾经苍蓝山的矿间衙门啊,随意一个最低等的小力走出来,都会吓得罗虎屁滚尿流,吓得他魂不守舍,只能像一滩烂泥一样跪在地上打哆嗦。 可是现在。 矿间衙门的尖正虎大力,不就跪在地上了吗? 那些矿间衙门的小力们,也都一个个哭天喊得的在四处乱跑,更有甚者已经被他挥下无敌的傀儡大军斩杀当场,变成了残破的尸体。 如此的满足喝,如此的热血澎湃。 罗虎放声大笑,在一大群剑傀儡的保护下,一步三摇的向那几个花容失色的红裙少女走去。 走了几步,罗虎猛的还抬起头来,看了看那包围了整个矿间衙门周边万里方圆的剑木。 见到剑木依旧光滑璀璨,盈润皎洁,他顿时放下心来,不由的仰天大笑了三声。 九十八年前,罗虎还只是矿间衙门直辖范围内的一个小小矿工,比起那些地位卑贱随时可能死去的矿奴,他的地位勉强高了一些,算是一个最底层的平民的身份。 罗虎出生不好,天生品性更是恶劣,性喜女色,但是一座矿工的小人物,哪里有什么闲钱去琢磨那些勾当。 每个月的薪水发下来,九成九都拿去填了那无底洞。 没钱时,每日里,他就是看着那些高高在上的女修在心中异想翩翩,幻想自己如何和她们颠鸾到缝,如何的和她们风流快火。 终于这一日,耗尽了手头衔前,罗虎按捺不住心头火气,对身边同为矿工的邻居家好女儿下了手,因那少女哭喊求救的关系,罗虎唯恐被人发现,一时失手饿死了那邻家女儿。 罗虎所在位置,乃矿间衙门直辖的矿场,律法森严,堪称严苛。 罗虎坐下这等恶事,最轻也是一个斩首示众,外带灵魂被取出后用地火折磨百年的下场。 自知自己下场堪忧,罗虎当即逃亡。 区区一凡人百姓,矿间衙门也不会将他放在心上,派出了一队最底层的监工护卫尾随琴拿。 也不知道罗虎走了什么运,他居然就这么一路闯入了苍蓝山深处,九死一生的逃出了矿场监工护卫队的追捕。 不仅如此,他还失足摔下悬崖,掉进一极其隐秘的秘境洞府,得到了一名自称森罗剑帝的太古大能的传承。 那森罗剑帝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来历,但是他传承的森罗剑点博大精深,更有一颗本命剑丸被罗虎一口吞了下去,罗虎依仗剑丸中森罗剑帝留下的本命剑气碎炼身魂,短短百年不到,罗虎居然踏足天人境界,成就了无上天人,更以剑道为根基,凝聚了三十三天之力。 然后,本命剑丸中的剑气就彻底消耗一空,罗虎却卡在了森罗剑点的一个极重要的关窍上,他需要无数的矿石资源,尤其是各种珍稀矿石淬炼不灭森罗剑体。 这不灭森罗剑体一旦成功,号称一缕剑芒尚存就永恒不灭,更有绝强的防御力,除非修为超过罗虎十倍之人,否则压根别想伤害他一根汗毛。 森罗剑帝给罗虎留下了无数好东西,甚至有一整支威能绝强的剑傀儡军团,一枚可以发挥出森罗剑帝生前九成威能的剑幅,以及一座防御力,攻击力都堪称恐怖的森罗剑阵。 偏偏在森罗剑帝的秘境洞斧中,一块矿石都没留下。 罗虎的脑筋多简单啊。 没有就去抢啊。 而且,他是从苍蓝山狼狈逃出来的,他就看准了苍蓝山,他要去抢苍蓝山矿间衙门。 于是他瞅准了整个无量山西方天庭掌控的领地中,所有的宗门,散修都要去给鸣角异族纳贡的机会,壮着胆子来打劫了。 先是耗费了一枚森罗剑斧,三下五除二干掉了一座鸣角异族的巢穴,歼灭了所有的鸣角大军,随后见傀儡军团呼啸而下,催枯拉朽般将苍蓝山矿兼衙门的天庭驻军斩杀殆尽。 看看那些惊恐莫名的宗门修士,看看那些一脸恐惧的散修。 再看看那些风华绝代,一个个都和仙女一样美女的女修们。 裸虎的血液在沸腾,他浑身的每一根毛细血管都在膨胀,一股火焰从他膨胀程度最为剧烈的毛细血管聚集部位冲了上来,烧得他本来就不多的脑浆几乎干涸了。 他伸出手去,笑盈盈的朝着红裙少女笑道,妹子,跟虎爷走吧。 吃香的,喝辣的,穿金带银,天天晚上让你快活的和神仙一样。 人群中,楚天看着罗虎的表演,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看来你也是个爆发户土财主,没见过世面的蠢货。 人家堂堂女修,吃香的喝辣的。 穿金带银。 你当,他们是凡间土匪山寨中的压寨夫人吗? 虽然被罗虎表现出来的恐怖力量震慑了,楚天的话一出,依旧有无数修士抱着肚皮笑了起来。 就连几个红裙少女也都是忍俊不禁,扑斥一声笑出了声。 罗虎则是面皮通红,毛孔内好似能渗出血来。 楚天的话,刺痛了他心头最深的伤疤,让他想起了他还是如此卑微的一个矿工时,那些在矿场做监工护卫的修士们对他们这些卑贱之人的嘲讽。 那时候的他,甚至连跪在地上亲吻这些修士靴子的资格都没有喝。 那时候的他,甚至只要感知是任何一个女修一眼,都会被打成肉酱喝。 可是现在,他罗虎不是当年的罗虎了呀。 罗虎缓缓转过身,指着七八里外的楚天冷声道,谁家的裤装没拉紧,把你条纯鸟露出来了。 罗虎骂得难听,楚天袖子里鼠爷已经气急败坏的嚎叫了起来,天歌儿,对他。 弄死他。 楚天也不吭声,他右手一翻,一招苦木大手印就朝着罗虎拍了下去。 枯黄色的千丈大手带着一股沉塑的死迹之意,快若闪电的拍了下来。 第六百零一章独毙晴天 天地五行之中,木之道生机最盛,最为外显。 木粒葱隆之时,就是春暖花开,草木生长,木气滋生繁衍,天地生气大盛。 而木之力的反面,却是草木凋零,花木枯萎,天地一片枯黄,罗氏一族枯木绝修的,就是这草木凋零,花木枯萎中蕴藏的那一丝枯萎之力。 枯萎之力演绎到极致,就直通冥冥中的万物衰败,众生灭绝的死迹之力。 楚天得到的道点中,木之道已经推演到了极致,或者说,已经推演到了天庭大世界的极致,再不能有丝毫变化,丝毫衍生。 他的枯木大手印通体枯黄,一股浓郁的死迹之意弥散开来,无数修士就好像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正在急速的枯萎,崩溃。 道运弥散,整个被剑木包裹的苍蓝山矿坚衙门方圆万里之地尽被这死迹之意笼罩。 无数修士被楚天大手印中扩散出来的死迹之意影响,他们莫名的流出了泪水,好似看到了自己最重要的人或者物正在快速的毁灭。 更有修为孱弱,意志不坚的修士皮肤迅速的干瘪,萎缩,皮肤上出现了大量的皱纹。 好些风华正茂的美丽女修,那水润的脸蛋就好像脱水的苹果一样皱巴巴的。 附近被影响的修士都是这般影响,首当其冲的罗虎更是身体一震,他骇然抬起头来,看着楚天拍下来的那一只大手印,他好似看到了万物雕王,看到了天崩地裂,看到了海枯石烂,看到了星辰陨落。 天地间一切衰亡景象都在罗虎面前若隐若现,他的身体微微颤抖着,整个人的心神都被这大手印掌控,说到底,他得到了森罗剑帝的传承,他如今也不过是三十三节之力的修为,和楚天一千多节的力量相比,差距实在是天差的远。 他几乎毫无反抗之力就被楚天大手印掌控了心神,所有人都看到罗虎的面颊在快速的干瘪,枯萎,出现了无数的周围。 罗虎高大魁梧的身躯也骤然尾顿,他挺拔的腰身勾搂了下去,就好像一个风竹残念的老头子。 生命力急速流逝,生命的意念也在快速消散。 罗虎心头一片死寂,他莫名的生出了万念成灰的颓丧感,说白了,他不想活了。 生命就任凭他流逝吧,罗虎缓缓抬起头来,面无表情的看着楚天的大手印,嘴角露出了一丝极度愁苦的笑容,他自言自语的念叨着,这辈子,似乎也没什么好值得回味的。 眼看罗虎这般表现,无数修士奇奇欢呼。 虎大力狼狈的从地上翻滚爬起,他看到罗虎那般表情,虎大力不由的大笑出声,哪位前辈出手? 干得漂亮。 本官一定奏鸣上风,重重赏赐。 高空中,无数鸣角一族母巢碎片拖着浓烟,烈火和血浆,呼啸着从高空坠落。 无数鸣角一族的尸体碎片混杂着倾盆大雨般的血水从空中砸了下来。 漫天血水中,虎大力和无数修士在其声欢笑,天地之间一片昏暗,只有楚天的那只大手印散发出浓烈的枯黄色幽光,天地间死气弥漫,如此景象诡秘到了极点。 罗虎的眉心突然有一道可怕至极的剑芒冲天而起,一条透明的人影从罗虎的眉心冲出,这人手持一柄三尺短剑,随手一剑劈出就是一道长达万丈的剑光撕裂苍穹,将楚天的苦木大手印一剑劈的粉碎。 这透明人影悬浮在楚天头顶,周身剑芒裂空,将虚空撕开了一条条黑色的裂痕。 这剑芒灵力霸道到了极致,宛如森罗剑域悬浮空中,给人一种万法不侵,万邪不尽的强烈威魄感。 罗虎猛地打了个寒颤,被枯木大手印彻底掌控了心神的他突然惊醒,那万念俱灰的绝望心境骤然粉碎,罗虎眼前再次浮现了无数的奇珍异宝,无数的俏丽女人。 财宝,资源,女人,吃香的,喝辣的。 老子要活。 老子要痛痛快快的活。 老子要每天吃好的,喝好的,老子要每天干满一百个女人。 哈哈哈哈,就是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女修,老子要活活的干死你们。 罗虎猛子里凶光大盛,他歇斯底里的咆哮着,将一个爆发的底层小无赖那不堪的嘴脸演绎得淋漓尽致。 他一把抓住了离得他最近的一个红裙少女,吃了一下就将他的长裙撕掉了大半,露出了大片雪白晶莹的皮肉。 红裙少女嘶声哭喊,罗虎放声狂笑,双手一把抓住少女的脖梗,一把抓住他纤细的腰身,猛的用力将他举在了头顶。 人行千里,只为求财,谁敢反抗,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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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虎剧烈的抖动着少女纤细柔弱的身体,嘶声狂笑着。 刚刚因为罗虎的失神,他身边规模庞大的傀儡军团反应速度都慢了许多。 如今罗虎猛的脱离了楚天枯木大手印的掌控,数千在空中盘旋的剑傀儡齐声嘶吼,手中长剑荡起道道剑光,呼啸着向楚天冲杀了过来。 依旧是那怪异却威力庞大的剑阵,一道道剑光重叠在一起,威力一倍,四倍,八倍,十六倍的不断叠加。 弹指一挥间,一道长达数万丈,宽有百丈有余的剑光狂潮就疯狂咆哮着向楚天当头砸下。 楚天身边众多散修齐声嘶吼,剑光距离他们身体还有上千丈远,剑光中蕴藏的灭绝一切的森罗剑意就轰入了他们的身体,冲进了他们的神魂,将他们的灵魂和身体同时摧毁。 数万伞修齐齐爆开,一团团血雾喷洒四方,楚天被剑了满头满脸的血水,一丝丝血水打在他身上,都好像一只只小剑刺在了他的身上,发出密集的咚咚声,俨然下夜暴雨劈打芭蕉树一般。 裸虎的修为不如楚天,但是他怎么也是天人之境的高手,他身边的这只傀儡军团更是杀伤力绝大,随手一击散发出的余波就不是这些伞修能承受的。 楚天低沉的咆哮了一声,他双手一搓,顿时无数枯黄色的叶片从他掌心喷出,一片片携带了浓烈死忌之意的叶片冲天飞起,化为一个直径数万丈的枯叶漩涡挡在了剑光下。 一声低沉的闷响,剑光斩在枯叶漩涡上,无数枯叶缓慢的旋转着,就好像一枚眉尖锐的锯齿,坚定而有力的绞碎了这一道惊人的剑光。 一点点剑光不断崩解脱落,不断被枯叶漩涡吞噬。 数千剑傀儡已经持剑杀了下来,他们绕过枯叶漩涡,想要直接攻击楚天的本体。 楚天剧烈的揉搓双手,他的手指缝隙中一条条枯黄色的雷光不断浮动,伴随着低沉沙哑的雷声,一团团拳头大小,飞行速度堪称缓慢的枯木雷霆剧烈的闪烁着,不断从楚天手中飞出。 无数的枯木雷霆犹如漫天萤火挡在了那些剑傀儡面前,下一瞬间,一团团雷霆爆炸开来,上千剑傀儡冲得太快,被雷霆炸了一个挣着。 这些剑傀儡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制成,一团团雷火在他们身上爆开,这些剑傀儡剧烈的颤抖着,他们的身躯就一块块的脱落,粉碎,就好像经历了无数岁月侵蚀的腐朽枯木一样,只要轻轻一碰就直接变成了细小的朽灰。 一连串闷雷声后,数千剑傀儡居然被楚天挥手打出的枯木雷霆尽数歼灭。 罗虎吓得怪叫了一声,丢下手中哭喊挣扎的红裙少女,犹如见鬼风一样看着楚天,下意识的向后连连倒退。 就算有了奇遇,继承了森罗建帝的一波,得了神通法力和诸多一宝,罗虎骨子里还是那个在矿场中挣扎求存的底层小矿工,他从未见过世面,从未和真正强大的大能打过交道。 底层小人物的生存之道,有时候是颇为不堪的。 一如罗虎,他骨子里就充斥着持枪凌弱,欺软怕硬的气质。 当他强大时,他可以肆无忌惮的凌辱身边人,当他弱小时,他会毫不犹豫的把腿救走。 双腿有点发软,两只手不知道扣住了什么物件,罗虎看着楚天嘶声大叫,相好的,你又不是天庭所属,为何要给他们卖命? 这里有无数奇珍异宝,无数修炼资源,只要相好,阁下您抬抬手,你我均分如何? 无数枯木之力凝聚的枯黄色叶片盘旋四周,那边虎大力已经声嘶力竭的尖叫了起来,这位前辈,只要您能生擒这胆大妄为的狂徒,天庭定然重重封赏。 楚天微微汗手,他的两颗眼珠彻底变成了两颗枯黄色的宝珠,不断向外喷出一条条蜿蜒流动的枯黄色神光,他低沉的说道,简直荒谬,天庭威严,岂是你这等狂徒小儿所能冒犯的? 放弃抵抗,束手就擒,或许,你能死得痛快一些。 罗虎身体一阵哆嗦,他咬咬牙,突然怪声怪气的笑了起来,哈,虎爷和你们说好的,你们不听,那就怪不得虎爷我下手太狠。 嘿,你们都被我森罗剑阵包裹,嘿嘿,真当你们有翻天的力量。 罗虎咬咬牙,猛的咬破舌尖,一口惊血喷在了头顶悬浮的透明人影上。 透明人影外放的剑芒剑翼骤然凌厉了百倍以上,一条条剑芒撕裂万丈虚空,锁过之处大地被撕开了一条条深不见底的沟渠,无数散修嘶吼哭喊着被剑芒镇成了粉碎。 这透明人影缓缓飞起,一步一步的向楚天走了过来。 楚天的脸颊剧烈的颤抖了一下。 刚刚就是这透明人影一剑劈开鸣角一族的母巢,直径十万里的母巢,被这不知道是何等存在的透明人影一剑破开。 这时候自己孤身一人对上了他,说实话,楚天真有点心虚。 但是想想轻衣给他的吩咐,楚天咬咬牙,双手搓动,漫天枯叶在他手中凝成了一柄枯黄色的木剑,他缓缓举起长有七尺,细如手指的骑形木剑,向那透明人影点了点头,既然你要一意孤行,死不回头,就怪不得我罗不平下手无情了。 罗虎对楚天的话置若罔闻,他双手分别扣住了一面令旗,一块剑符缓缓缓的挥动着,天空中无数剑傀儡就缓缓的随着罗虎的动作运转了起来。 这些剑傀儡在空中组成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剑阵,手中长剑猛的指向了地面。 笼罩了整个矿间衙门的巨大光幕剧烈的蠕动着,伴随着低沉的剑鸣声,一柄柄造型奇异的巨型光剑冉冉从光幕中艰难的挤了出来。 这些巨型光剑有长有短,有宽有窄,造型奇异,却无不散发出让人绝望的森罗剑意。 每一柄光剑中都隐隐有一条人影若隐若现,这些人影俯瞰着下方无数修饰,这些修饰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好似被看透了一般,更有一种万剑穿心的剧烈痛苦感莫名声出。 森罗剑阵尚未发动攻击,只是刚刚催动,地面上九成的散修就已经齐齐口吐鲜血重伤倒地。 更有大半修饰身上莫名地出现了一条条身可击鼓,或者直透内斧能够看到内脏蠕动的剑痕,伤口血流如泉,无数修饰不自禁地发出了凄厉的惨嚎声。 唯有极少数宗门代表手持祖传的重宝,一件件天人静的防御至宝喷涌出各色奇异光滑,显露出各种瑰丽玄妙的外形,将它们牢牢护在了阵中,这才勉强抵挡住了剑阵外泻的一丝气机。 嘿,都是好宝贝呀,都是我的,都是我罗虎虎爷的。 罗虎贪婪地看着那些宗门代表手中奇光异彩的防御至宝,声嘶力竭地嘶吼着,还有这里所有的美女,都是我的。 给我杀,杀,杀。 那透明人影已经走到了楚天面前不到三丈之地。 听到罗虎声嘶力竭的吼声,透明人影举起右手,脚踏奇异的步伐,右手三尺短剑看似缓慢地向楚天画了一剑。 一剑画出,却给楚天一种天地进城剑狱,绝无闪避空隙的绝望感。 一剑自成天地,一剑灭绝天地。 天地要灭杀我。 匹夫不服气。 楚天手中枯黄色的木剑剧烈地震荡着,他嘶声吼道,匹夫一怒,流血五步。 楚天脚下的虚空突然崩裂,他踏着匹夫剑的剑步,一步在空中踩出一个漆黑的脚印,诡异莫名,神乎其神地一步到了那透明人影面前,一剑刺在了对方的喉咙上。 三尺小剑划过楚天的胸膛,扑斥一声,剑芒从楚天身后喷出数千丈远,起码有上万伞修被剑芒炸成了粉碎。 一道寒芒穿透了透明人影的喉咙,这透明人影骤然一僵,随后猛地炸开。 漫天剑傀儡其声丝鸣,无数道剑光向地面斩了下来,罗虎悍然对在场的所有人发动了灭绝性的攻击。 没有一个修饰有反抗的力量,唯有浑身喷血的楚天右臂猛地挥出,无数枯黄色的枯叶冲天飞起,向漫天剑光迎了上去。 第602章 郎郎亲临 剑光粉碎,枯叶粉碎 剑光和枯叶在虚空中纵横交错,密集的撞击,二者崩溃粉碎的声音震得人双耳剧痛,地面上无数散修的耳膜被震碎,耳朵里不断流出烟红的血迹。 高空无数剑影悬浮,无数剑傀儡发出尖锐的嘶吼声,一道道剑红呼啸坠落,犹如暴雨倾盆淹没万物。 所有修士都已经放弃了抵抗,矿间衙门上空一层薄弱的防御结界颤微微的矗立在那里,静静的等待着森罗剑阵的攻击,虎大力召集了一批矿间小力,蜷缩在了矿间衙门的中心大殿中,开启了全部的防御阵法闭目等死。 唯有楚天一人站在离地百丈的空中,孤身一人面对着漫天翻滚的剑光剑气。 剑光如天崩,带着灭绝一切的灵力气息碾压下来,整个虚空都在颤抖,都在扭曲,都在崩解,一条条黑漆漆的空间裂痕时隐时现,高空中尽是刺耳的尖笑声。 楚天一人站在空中,孤零零的身影看上去脆弱到了极点。 他右手挥出,一条直径十几丈的枯黄色神光冲天飞起,神光中无数枯叶急速飞旋,犹如扑火的蝴蝶一般冲向了漫天光潮,硬生生顶住了那一纷纷不断下压的剑阵洪流。 罗虎歇斯底里的尖叫着,用尽各种市井粗俗之语咒骂楚天,咒骂天亭,咒骂矿间衙门,咒骂当年他所在的那个矿场的监工修士,甚至咒骂当年那些和他一同做工过的邻居矿工。 总之,他愤怒的咒骂一切他认得不认得的人,骂天骂地,歇斯底里。 他已经得到了森罗剑帝的传承啊,按照他的想法,他一出山就应该大杀四方,就应该顺顺挡当的截掠了苍蓝山矿奸衙门,将当年高高在上的苍蓝山矿奸奸政,所有的苍蓝山天庭官吏,所有的曾经让他不敢直视的修士踩在脚下生杀与夺。 怎么偏偏就出了一个能够对抗他森罗剑阵的恐怖存在? 甚至,这家伙还硬生生和他的森罗剑符硬碰了一技。 和森罗剑阵不同,森罗剑符当中,可是封印了森罗剑帝生前的几分威能,发动剑符,几乎就等同于森罗剑帝亲自出手啊。 我不服啊。 看着楚天独臂晴天,浑身染血的站在空中硬生生一人挡住了森罗剑阵,罗虎气急败坏的蹦跳着,拔出一柄三尺短剑狠狠的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短剑喷血,罗虎眉心一缕剑芒喷出,又是一道透明的通体散发出恐怖剑芒的人影出现。 催动森罗剑符的代价极大,罗虎今日已经动用了两次。 头次就是催动森罗剑符摧毁了冥角一族的母巢,击杀了无数冥角一族的战士。 二次就是楚天一招枯木大手印拍下,森罗剑符感应到罗虎面临杀身之祸,自发汲取了罗虎一部分本命精血再次发动。 是的,森罗剑符威能极大,但是发动的条件极其苛刻,需要庞大的天地灵髓作为动能,更需要罗虎的本命精血作为引子。 这是第三次催动,罗虎无奈,只能自残身体,用本命精血饲养森罗剑符,催动了森罗剑符中所剩无几的天地灵髓。 罗虎并不富裕,否则他也不会动劫掠矿间衙门的狂妄念头,依靠日常的自动吸取,自行储备,森罗剑符中剩下的天地灵髓已经分量不多了。 透明人影冲天飞起,带着刺耳的破空声向楚天快速袭来。 高空剑阵威能绝强,楚天动用了九成以上的力量,脑后一轮青黄二色交缠的光轮直径十几丈,内有无数鱿鱼一样的天道符纹急速旋转,犹如黑洞一样吞噬着四周的天地灵髓,不断转化为庞大的法力注入楚天体内。 楚天右臂整个变成了透明的枯黄色琉璃状,一条条清晰可见的法则锁链在他右臂中纵横交错,偶尔几条锁链相互碰撞,就发出沉闷如雷的巨大响声。 身后木之宝轮转化的法力源源不断的化为枯木之力,化为漫天枯叶倒卷而上。 就好像一根细细的枝条撑住了一块厚重的铁板,楚天浑身震战,汗如雨下,五脏六腑都在巨大的重压下剧烈的蠕动抽搐,心脏跳动的频率更是变得极其可怕,血压急速升高,眼前都一片发黑。 森罗剑阵的威力起初还好,大概就相当于百节大能全力一击,随着剑芒不断叠加,剑芒的威能急速提升,从百节迅速提升到两百,四百,八百。 现在当头落下的剑光,每一道剑光的威力都堪比一千六百节天人之境大能的全力一击。 每一击都堪堪压过楚天的修为一等,每一击都有无数枯叶被劈的粉碎,每一击都让楚天的法力损耗一小节,楚天就好像一片浩瀚的大洋,森罗剑阵就好似一颗太阳悬浮在大洋上,整一点点的蒸发掉大洋中的海水。 蒸发的速度太快,饶式木之宝伦吞噬四周的天地灵水补充自身,就好似有数百条河流不断的注入大洋,洋面依旧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下沉。 一旦法力耗尽,面对森罗剑阵楚天势必再无反抗之力。 森罗剑阵封锁了四周虚空,外界的天地灵水再也无法注入分毫,等到楚天耗尽了这剑阵数万里方圆内的天地灵水,他想要补充法力就更加狼狈。 虽然有无量神珠。 楚天咬了咬牙,这一战,他只能动用罗氏一族罗不平的手段,无量神珠绝对不能动用分毫。 胸口剑伤几乎将楚天撕成两半,身后木之宝伦急速旋转,一股股庞大的木之声机不断融入伤口,驱逐伤口内残留的剑芒,不断滋养伤口,修复自身。 刚刚将伤势治愈了三成不到,罗虎再次催动森罗剑幅,透明的人影喷涌着无穷剑芒剑翼,快若闪电的向楚天冲杀了过来。 这一次,这人影距离楚天还有数千丈远,就全身喷出了数万条剑气,犹如一条剑光洪流一样向楚天轰杀了过来。 剑气横空,铿枪声震得人双耳剧痛,虚空中硬生生被撕开了一条宽达百丈的黑色痕迹,所过之处无数伞羞纷纷暴体而亡。 死吧,死吧,死吧。 哈哈哈哈。 远处,罗虎再一次变得趾高气扬,他转过身,一把抓起了地上刚刚挣扎站起来的红裙少女,一把将他搂在了怀中。 罗虎突袭苍蓝山矿间衙门的时候,公孙狼狼正带着春风一般的笑容,亲自双手捧着一个酒壶,雍容却又带着一丝不卑不亢的像一排十几个精致,珍贵的酒盏中小心的注入琥珀色的美酒。 灵桥天亭,乃穷乡僻壤之地,并无多少珍贵之物。 不过,正因为其荒僻,所以盛产一些其他大世界也算是罕见的有趣玩意儿。 公孙狼狼捣好了酒,将酒壶放下,指着酒壶微笑着介绍道,一如这琥珀蓝的花蜜酿成的美酒,仅我灵桥天亭独有,其他地方再也见不到的。 一朵流云轻盈地漂浮在空中,一片精致华美的宫殿楼阁被流云稳稳地拖着。 公孙狼狼所在的位置,是流云边缘一座挑出去数百丈,弓悬高空的小亭子。 精美的亭台中,除了公孙狼狼,还有其他十几名身穿华服的青年男女,他们当中,男子固然俊朗绝世,女子也是风华倾国,这长相也就罢了,他们身上的气质,却格外引人瞩目。 如果说公孙狼狼在这一方天亭是真正的天之骄子,是真龙凤凰一般的尊贵人物,将公孙狼狼和这些青年男女放在一起,从长相,服饰,尤其是气质上稍微一对比,这些青年男女才是真正的龙凤之姿,公孙狼狼最多算是草窝里一支生的比较美艳的野鸡。 公孙狼狼在这些青年男女面前极力保持他的雍容气度,但是也只是勉强保持。 他真正的气质,是不卑不亢,他尽量的不在这些人面前显露出自己心中的心虚和巴结,却又紧张的控制自己,唯恐将自己平日里在其他身份不如他的人面前的娇狂,放肆给表现出来。 总而言之,在这十几个青年男女面前,公孙狼狼就好像乡下土财主的少爷巴结皇族出生的王爷,公主,小心谨慎,胆战心惊,犹如行走在万丈深渊上的独木桥上一样小心翼翼。 一名身穿青蓝色长裙,长裙如水,稍微一动就荡起漫天光运的少女笑着眺望着四周的景色,随手端起一杯琥珀兰酿造的美酒,微微笑着看了一眼公孙狼狼,轻笑问道,哦,这琥珀兰酿造的美酒,还有什么来历,什么好处吗?说说看。 不等公孙狼狼开口,这少女继续说道,灵桥天庭,只是为之偏僻了一些,可算不上穷乡僻壤。 这数十年来,公孙弟子陪同吴等四处游历,也见过不少其他天庭见不到的归奇景象和珍惜之物,能让公孙弟子这般用心介绍的,这酒一定非同小可。 被这少女笑盈盈的夸奖了两句,公孙狼狼就好似打了鸡血一样,面皮都带上了一丝淡淡的红色,他忙不迭的笑道,这琥珀兰,极其娇嫩。 唯有一种金翅峰才能采出他的花蜜,酿造成琥珀金蜂蜜,这才是琥珀兰酒真正的材料。 满脸堆笑,公孙狼狼正要将金翅峰的珍惜,琥珀兰的娇嫩,还有琥珀兰酒如何难得,只有三千年才产出一小批,而且迅速就会被瓜分殆尽,他这一壶琥珀兰酒,还是耗费了巨大的代价从某位老酒鬼那里换来的事情一一说个清楚,远处突然传来了尖锐刺耳的号角声。 不知不觉的,公孙狼狼等人所在的这一片流云宫却已经飞到了无量山上空,隔着老远的距离,都能看到一颗颗直径十万里的鸣角一族母巢分散四处,悬浮在无量山各处重要的分支山脉上。 公孙狼狼正说着话,就看到那些鸣角一族的母巢同时动了起来。 这些直径超过十万里的母巢悬浮在高空还好,他们一旦行动,耗费的能量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三十五颗母巢同时全力吞噬四周的天地灵髓,虚空中就好像出现了三十五个巨大的黑洞,整个无量山脉绵延万亿里,上空的天地灵髓几乎是一瞬间就被这些母巢吞了个干干净净。 以鸣角一族狠绝的心性,四周虚空中流动的天地灵髓被吞噬一空,他们的母巢下方立刻裂开了一条巨大的缝隙,就好像张开了一张张大嘴,贪婪的向下方的山脉狠狠的一吸。 大地剧烈的颤抖着,一条条山脉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声,缓缓的从地面飞起。 山脉的根莖被扯断,一条条大大小小的山脉伴随着山体中无数的矿藏缓缓飞起,不断飞进了母巢体内。 连同这些山脉一起飞起的,还有那些山中的宗门、家族、散修,以及大大小小聚居点中的凡人百姓。 一时间风云变色,整个无量山彻底的乱了起来。 一颗颗母巢缓缓缓地朝着苍蓝山方向飞去,一边飞行,他们一边疯狂地吞噬下方的山脉,进行合则而鱼式的掠夺。 一声声尖锐的号角声从这些母巢体内传来,高空中无数满天乱飞的鸣角战士嘶声咆哮着,犹如疯狂的马蜂群一样丢下自己所属的母巢,倾尽全力向苍蓝山的方向全力飞行了过去。 天地一片混乱,十几个雍容华贵的青年男女站起身来,饶有兴致地看着苍蓝山的方向。 这些鸣角一族,真个是一群疯狗,怎地赶在天庭内部放肆。 一名眉心声出了一块棱形神经的青年冷傲的呵斥道,真正是不成体统。 似乎,是出了事了。 闻,那边光芒要目,剑气冲天,似乎是一座剑阵开启了。 另外一名俊朗青年眉心突然裂开一条缝隙,一枚金灿灿的神木喷出异议神光向苍蓝山的方向望了一眼,突然咧嘴一笑,没错,是出事了,不仅是剑光冲天,更是血气冲天,死伤何止千万。 那身穿青蓝色长裙,行动间光运翻滚的少女笑盈盈的向公孙郎郎看了一眼,公孙弟子,这里,是你灵桥天庭西方天狱的领地吗? 怎生会有这样的乱子? 少女微笑着端起琥珀蓝酒,轻轻的抿了一口,然后眼睛骤然一亮,呀,香唇非常,更有一缕一箱暗藏其中,这琥珀蓝酒居然有如此强的清洁身躯,滋养灵神的功效,真正是罕见的珍惜,公孙弟子说的没错呢。 换成号角响起之前,公孙郎郎早就被这少女的夸奖声弄得魂飞天外了。 但是此刻,公孙郎郎的面皮好似涂了血一样,整个人狼狈,尴尬到了极点。 他恶狠狠地看着苍蓝山的方向,咬着牙说道,呵呵,些许小乱子,反掌可定。 公孙郎郎面色阴郁,这一片流云骤然加速,急速向苍蓝山的方向飞去。 当着这些尊贵非凡的贵宾的面,无论苍蓝山发生了什么,公孙郎郎必须第一时间将其平定下来。 第603章赏识 森罗剑阵中,楚天已经越发狼狈。 一道道剑气铺天盖地的斩下,罗虎在一旁得意洋洋的放声大笑。 楚天身后的木之宝伦光芒暗淡,剑阵中的天地灵髓已经被他抽取一空。 除了大片山林上空勉强还有一丝丝木气流散出来,被木之宝伦强行转化为枯木之力,楚天已经没办法从外界得到任何力量的补充。 楚天已经从空中被逼到了地面,他身上东一条西一条的近是深刻挤鼓的剑痕,他的双臂上更是伤痕密布,双臂骨头上都被斩出了一条条细小的痕迹,一丝丝骨髓都漏了出来,悬挂在他的骨骼上犹如露珠一样熠熠生辉。 眼看着楚天已经无力反抗,只要剑阵再攻击几轮,楚天就是粉身碎骨的下场。 四周的伞修们已经发出了绝望的悲鸣声,一旦楚天落败,罗虎掌控了全局,他们的下场不问可知。 男修们最多破财。 而女修们们,一时间,好些声的不怎么样的女修一个个双目放光,得意洋洋的看向了平日里那些让他们羡慕极度的娇艳女修们。 楚天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又是一道剑光落下,他头顶的枯叶漩涡哗啦一下彻底崩碎,楚天勉强一弯腰,剑光落在了他的后背上,咔嚓一声,差点将他的脊梁骨斩成两段。 由近灯窟,除了太阴太阳两大宝轮中储存的些许法力,楚天体内再无半点力气。 无量神猪在微微跳动,他跃跃欲试,自告奋勇地想要为楚天提供无穷无尽的力量。 楚天安抚了无量神猪的冲动,猛地全力发动枯木绝,方圆数万里内的花草树木,齐花一草同时枯萎,大片大片枯黄色的木气冲天飞起,猛地注入了木之宝伦。 已经光芒几乎破碎的木之宝伦骤然一亮,楚天体内涌出最后一道生计凋零的枯木之力,他大笑一声,右手猛地一指,一道枯黄色剑光绕开了无数阻挡的剑魁蕾,直接向罗虎掠去。 罗虎措手不及,骨子里就是一个无赖混混的他哪里想到,已经被森罗剑阵压制得喘不过气的楚天,已经陷入绝境的楚天,居然没有跪地求饶,而是悍然决然地向他发动了濒死反击。 混蛋! 罗虎尖叫了一声,手忙脚乱地将手上抱着的红裙少女丢开了老远,趴的一下趴在了地上。 数百条剑傀儡猛地向内一合,剑光纵横,剑翼冲天,一座森罗剑山凭空浮现,猛地和楚天放出的剑气撞在了一起。 轰,当当巨响,森罗剑山被楚天一道剑气轰得支离破碎,但是楚天的最后一击也被彻底粉碎。 森罗剑符所画的透明人影已经光芒暗淡近乎崩溃,楚天放出了最后一击,透明人影猛地向前一窜,右手三尺短剑击刺楚天心脏。 刚刚森罗剑符和森罗剑阵同时发难,楚天竭尽全力,好容易才挡住了剑符,剑阵的联手绞杀。 透明人影发出的数百道辉煌剑气被楚天用枯叶漩涡尽数化解,但是现在楚天已经在无反抗的力量。 眼看着透明人影手中剑光越来越近,眼看着头顶森罗剑阵又在酝酿下一波疯狂的攻击,吹弹双手紧握,猛地仰天怒吼,恨不能恢复我罗氏一族。 高空中云霞粉碎,漫天霞光剧烈地摇晃着,有极其庞大的外物在急速靠近。 罗虎却没有注意到高空中的异变,这家伙根本没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战斗意识,他猛地跳了起来,指着楚天大声笑道,停,哈,你也姓罗。 嘿,罗氏一族。 感情我们罗家在天庭还是有根有底的。 森罗剑斧所画的透明人影距离楚天还有三尺不到骤然亭下,三尺短剑紧贴着楚天的胸膛,剑剑微微刺进皮肤,一点鲜血从剑剑猛地滑落。 楚天已经无力动弹,他看着凝智在自己心口的短剑,无奈地笑了笑,手中枯木支离凝成的长剑闪烁了一下,也最终化为无数点荧光飘散。 罗虎在大群剑傀儡的簇拥下,只高气扬地走到了楚天面前。 他上下打量了楚天一阵子,得意洋洋地笑道,原来,还是本家。 嗯,说说看,我们老罗家,在这天庭的传承和底蕴吧。 嘿,想不到,我罗虎,居然是罗氏一族的族人。 能有今日的成就,也就是理所当然了。 罗虎笑得很灿烂,浑身每个毛孔都透着一股子爆发户特有的气味。 楚天看着笑容满面的罗虎,终于回过神来,这思,这是爆发之后,想要给自己找个体面的祖宗了。 这是心中多自卑,却又因为自卑生出多少娇狂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楚天看着罗虎,摇摇头,冷笑一声,一口吐沫吐在了地上,就你,也配是我罗氏的子孙。 啊呸! 我罗氏,从无鸡鸣狗道之徒。 鸡,鸡,鸡什么? 罗虎呆住了。 他虽然得到了森罗建帝的传承,但是森罗建帝可不是教书的老夫子,而且鸡鸣狗道这个词嘛,也从未在灵桥天亭出现过,罗虎的老底子就是一个地皮混混,他怎可能弄得懂? 楚天傲然一笑,他微微昂起头来,淡然道,听不懂。 听不懂就对了,我的意思是,我罗氏从无自甘下见,自甘堕落的子孙。 所以,你不是我罗氏的种。 罗虎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他冷笑道,原来,你是在骂我。 嘿,你看不起我。 你可想好了,你的小命,在我身上。 楚天深吸了一口气,他浑身是伤,骨头都被劈出了无数的伤口,一点点血浆浑浑着骨髓不断滴落地面,他的身体一阵阵的发冷,一阵阵的虚弱下去。 他不由得在心里暗骂轻衣,这是真要他小命的意思吗? 轻衣的这个救命的人情,可真不好还呀。 罗虎突然一巴掌向楚天的脸颊甩了过来,他立声喝道,你看不起虎爷。 今天虎爷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让你明白。 话音未落,天空一声巨响,森罗剑阵剧烈地震动了一下,四周山岭崩塌了无数。 下一刻,一道刺目的黑色神光撕开了森罗剑阵厚重的剑木,绕着矿间衙门飞快地旋转了一圈。 天空中,剑傀儡陨落如雨,一只只剑傀儡不断地炸开,随后化为一缕缕黑烟。 楚天笑了。 罗虎第一时间趴在了地上,环绕在他身边的剑傀儡们齐声尖笑,赏千剑傀儡腾空而起,带起一道道寒芒向天空落下的一片流云冲了过去。 森罗剑阵剧烈地震荡着,一柄柄古朴的剑影撕裂虚空,疯狂地斩向了那片流云。 一道道黑色神光从流云上飞扑而出,一尊尊背后最少也生长了十二对黑色羽翼的天将面无表情地冲了出来,犹如墨盘碾鸡蛋一样,一拳一个将那些剑傀儡砸成粉碎,或者一剑划出,将这些剑傀儡大片大片地斩成一缕缕黑烟。 楚天笑了。 这森罗剑阵的威力绝大,尤其是那些剑光重叠在一起后,爆发出的威力更是耸人听闻。 唯一的缺陷是,这些剑傀儡本身的实力有限,他们的实力,最多相当于一劫之力的天人,本身的材质也并非坚不可摧,在这些高阶天将手下,这些剑傀儡就争个和鸡蛋一样弹指就破。 数以万计的高阶天将飞扑而下,将森罗剑阵搅扰的一片混乱,失去了阵法庇护的剑傀儡脆弱的不堪一击,轻轻松松就被歼灭了大半。 若是罗虎能够稳住心神掌控剑阵。 呃,掌控剑阵的剑符和令奇就在罗虎手中,问题是这家伙正趴在地上瑟瑟发抖,根本没有注意到天空那些飞扑下来的天将。 轰得一声俱响,十几条黑色火光坠落在楚天身边。 簇拥在罗虎身边的百多尊实力最强大的剑傀儡被一击破灭,十二名被升十八对黑色羽翼,气息恐怖的让楚天都几乎昏厥过去的天将环绕四周,身高十丈的他们双目喷出森森神光,狠力异常的盯着罗虎。 还不等这些天将有任何动作,高空中传来了气急败坏的咒骂声,数百名浑身关节处伸满了黑色尖角的鸣角族人从天而降,犹如陨石一样肆无忌惮的快速砸在了地上,将地面砸出了一个个大坑。 这些鸣角族人大踏步的向罗虎冲了过来,犹如一群恶狼扑向了一头小羊羔,一副要将它撕成粉碎,碾成肉泥的凶狠作派下的罗虎嘶声尖叫起来。 杀! 罗虎猛的大吼了一声。 森罗剑斧所画的透明人影猛的冲天飞起,然后一个倒旋,手中短剑向下方斩落。 嗡的一声响,一尊被生十八对黑色羽翼的天将轻描淡写的一抬手,掌心一团黑色火焰冲起来数百丈高,轻轻松松地将森罗剑斧斩下的剑光挡了下来。 这天将手掌一握,就听一声闷响,透明人影轰然粉碎,罗虎猛地吐了一口血,踉枪着向后倒退了数十步。 森罗剑斧,被破了,彻底地被破灭了。 森罗剑的传人 出手的天将咯咯怪笑了一声,真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名字,很多年以前,森罗剑妄图反抗天庭的权威,是我们亲自出手,追杀了他两万四千多年,终于将他打得魂飞魄散。 咧咧嘴,这天将痴痴笑道。 想不到,他居然偷偷地留下了传承,还被你这个小崽子给拿到了。 一群明角族人已经扑到了罗虎身边,七手八脚地抓住了他的胳膊腿儿,正准备将他撕成碎片,高空中传来了公孙狼狼的冷喝声,住手,这斯党敢惊动天庭贵宾,留下他的性命,送去天劳严刑拷打,看看他身后是否还有别的指示人。 一众明角族人神色不渝地抬起头来,他们静静地看着从天而降的公孙狼狼,一言不发,明显透着一股子很不爽的味道。 他们的族人死伤惨重,一颗母巢被摧毁,这损失算是谁的。 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罗虎,公孙狼狼居然要将他送入天牢,而不是让他们将他撕成碎片。 我族的损失,谁来负责? 一鸣肩膀上伸出了两根掌有杖许的黑色尖角,犹如盾牌一样挡在头颅两侧的鸣角战士冉冉从天空落下,目露胸光盯着公孙狼狼,弟子,我们的损失,谁来负责? 公孙狼狼的脸色很难看,极其的难看。 他身后的十几名青年男女轻轻的笑着,一副看热闹的样子,对他们来说,眼前的这一切,只是一出有趣的小闹剧而已,真心算不得什么。 眼看着公孙狼狼如此狼狈,那浑身光蕴缭绕的少女终于笑了起来,够了,够了,稀,你们鸣角一族就是这样,和疯狗一样咬人一口就不松嘴。 些许损失算什么? 事后补上就是。 难不成,公孙狼狼还会拖欠你们这点东西不成。 当着无数鸣角族人的面,堂而皇之的说鸣角一族是疯狗。 一群鸣角族人目露凶光的看向了这少女,又狠狠的向少女身边的一众青年男女看了过去。 还不等这些鸣角族人开口咒骂,高空中一股霸道,冰冷,黑暗,邪恶的精神波动犹如海啸飓风一样涌来,瞬间就淹没了无数的鸣角族人。 这些鸣角族人同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纷纷单膝跪倒在地,诚惶诚恐的向这少女和他身边的同伴跪拜行礼。 他们不再也不敢发出半点儿声音,一个个行礼后小心的站起身来,摆出一副丝丝纹纹的嘴脸,迅速退出了老远,老远。 罗虎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幕,他喃喃道,完了,翻船了。 不等罗虎再说任何废话,几尊天将冲了过来,一拳将他打晕,七手八脚的用带着黑色火焰的锁链将他捆得和粽子一样,拖拽着他迅速离得飞起,向西方天庭的方向飞去。 公孙狼狼看着狼藉一片的矿间衙门,脸色异常的难看。 过了许久,他终于看向了楚天。 刚刚攻破森罗剑阵的时候,公孙狼狼可是看清了楚天一个人苦苦抵挡剑阵和剑幅联手攻击,在暴风骤雨般的攻击中保下了无数的宗门修饰和散修。 如果真个让罗虎得逞,剑阵屠露了在场的所有人,尤其是屠露了矿间衙门中的天庭所属,公孙狼狼想到身后的那些贵宾,面皮不由的一阵发烧。 这也显得西方天庭太无能了一些,居然连一个散修,都能轻松攻破西方天庭的一处派出机构。 可以说,楚天在这些贵宾面前,挽救了整个西方天庭的面子。 你,很好。 公孙狼狼微微挑着下巴,微笑着向楚天点了点头,稍后,有考公司的人来,你抱赏自己的家事,履历,我西方天庭,有功避赏,亏待不了你。 这一刻,公孙狼狼真正是对楚天颇为的赏识,甚至隐隐有一丝感激。 只要楚天的出身来历没问题,公孙狼狼觉得,可以给他重用。 第604章 征伐任务 八卦谷 三名头顶三尺高官,身披黑色长袍的天庭官员脚踏屡屡黑烟,静静地悬浮在楚天面前。 正中一名天官的身边,一片三尺剑方的黑色云矮拖着一枚一尺长宽的黑色玉印,无数复杂的花纹在玉印表面若隐若现,散发出一股让人不寒而栗的阴寒威压。 八卦真人罗不平,抱上你的出身,来历。 以及,你没有飞升,如何得到的枯木神体。 正中那天官,也及西方天庭立部考公司的考公司主面无表情地看着楚天,语气森严地缓缓发问。 立部,考公司,考公司主,这是西方天庭三品上的重臣。 如此大员亲赴无量山,就是为了八卦真人罗不平这极极无名的散修,实在是公孙郎郎亲自发话,否则这位考公司主哪里会搭理楚天。 随意派遣一个九品下的小喽啰过来,也足以打发楚天了。 如果不是这次楚天表现卓越,在一众贵宾面前独挡森罗剑阵,很是给公孙郎郎挣了面子,公孙郎郎也不会为了这点小事亲自开口。 实在是楚天的表现实在不错,明角一族凶名在外,一颗直径十万里的母巢威能有多大,公孙郎郎的那些贵宾是心知肚明的。 能够一剑劈掉一颗母巢,森罗剑阵和森罗剑幅的威能可想而知。 公孙郎郎领地中的一位散修,能够独立抵挡如此剑阵,如斯剑幅这么长时间,硬生生拖到援兵的到来,足够凸显西方天庭的底蕴,更是将冥角一族重重的踩了一脚。 固然苍蓝山矿奸衙们此番损失惨重,但是公孙郎郎怕是正在心中偷着乐呢。 楚天急忙掏出了罗氏一族的家谱,还有一枚剩下的非生圣果,以及一英能够证明罗不平出身来历的罗氏一族的信物,比如说家传的典籍正本啊,比如说家族的组长身份令牌啊,比如说家族组长往来书信使用的私人印件等等。 见到那枚非生圣果,楚天分明注意到,考公司主和他身边的两位属下眼珠骤然一亮,黑漆漆的眸子里几点神光闪烁,如果不是碍于身份和公务在身,楚天相信考公司主怕是已经出手抢夺了。 非生圣果这种东西,足以避开天庭的监察体系,制造出一个不为人知的大能高手。 这种不为人知的隐秘大能,对于任何势力的价值不问可知,这种隐秘的高手大能,可以做间谍,可以做死士,可以做刺客,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用途。 楚天故作懵懂的指着那枚非生圣果,小心翼翼的说道,此物,乃小人当年在某处深山偶然所得,对比了一下家传典中的记载。 楚天抬头看了看那目光炯炯的考公司主,沉声道,发现此物,也只是普通灵果,有劳司主不远万里赶来,小人无可报效,也只有野果一枚为司主接风洗尘,聊表心意。 考公司主点了点头,大袖一挥,这枚非生圣果就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他的两名属下眨了眨眼睛,微微低下头,口观鼻鼻关心的摆出了一副肃穆姿。 他们已经决定,彻底遗忘这里,此刻发生的事情。 考公司主冰冷僵硬的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他从袖子里掏出了一份薄薄的案卷,淡然道,罗氏一族的记载,本官从户部调来的案卷中,有详细的记载。 当年罗氏一族和北方天亭仇家争斗,不幸落败,的确有嫡系族人护着家族传承逃出。 指了指楚天,考公司主笑道,听闻,罗氏一族传承的枯木诀,颇有几分玄妙。 楚天笑了笑,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呼的一声响,平地里飓风掀起,数十条阳角飓风冲起数万丈高,他脑后一道青色的光轮快速扩散开来,青光流荡充满生机生气的光轮中一条条枯黄色的纹路急速浮现,短短几个呼吸后,整个光轮都变成了死气沉沉的枯黄色。 天地之间枯萎之意大盛,以八卦谷为核心,方圆十万里的山林骤然刚枯,凋零,无数花木瞬间化为枯枝败叶,一条条肉眼可见的枯黄色红流从这些凋零的山林上空冲天飞起,呼啸着划过虚空,不断注入楚天身后的枯黄色光轮中。 哟,不错,木之大盗,你已经参悟到了极致,而且都凝聚了天道宝伦,很好,很好。 考公司主不紧不慢的赞叹了一声,而且能够将木之大盗全盘用枯萎之力侵染,你的神通变化,也是不弱了。 微微侧过头去,考公司主朝着左手侧的那下属淡然道,弟子的交代,可是授予本官职权,若是罗不平可堪重用,不吝重赏的。 两个下属露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笑容来,自家主官已经收下了眼前这位八卦真人罗不平的非生胜果,连这等其真都拿来做贿赂了,可见这罗不平已经得到了自家主官的赏识。 谁会蠢到和自家的顶头上司作对呢? 被问话的那属下微笑着说道,大人说的是,这罗不平出身清白,来历清晰,是我西方天庭的土著世家。 自家衰败之后,不忘重振加生,一心苦修,能有今日修为,以一介散修的身份而言,实在难能可贵,可见他心性坚韧,是个可用之才。 另外一个下属急忙接上了话题,那罗虎贼子胆大妄为,更得了当年那凶煞分裸建主的传承,连那凝角一族的巢穴都被一剑劈了,可见其手段何等凶悍,凝角一族都出乖露丑,唯有这罗不平独必晴天,护住了矿间衙门周全,更是护住了我西方天庭的脸面。 两个下属相互望了一眼,一口同声道,如此人才,如此实力,如此忠心,当重赏。 靠公司主微笑着点了点头,他随意的翻了翻楚天拿出来的那些证明他罗是一族嫡子身份的信物,点了点头,既然弟子发过话了,那么,本官自然是按照弟子受益的,最高的赏格予以封赏。 罗不平听风。 靠公司主一手抓住了面前漂浮的黑色玉印,肃然朝着楚天大喝了一声。 楚天心里问候了一声西天大地的母亲,老老实实的跪倒在地。 罗不平出身清白,努力精进,心性,才干堪称俊杰之才,此番更功勋卓越,为我西方天庭尊严,秦拿凶徒,本官尊天庭天规,封你为六品上天庭都领,正直,无量山神。 一滴精血滴近一尊黑色玉印,一缕魂念打入三块黑色小印,亲笔用自己鲜血为墨,在十几份天庭档案上签署了一英公文,官叠之后,考公司主当场授了楚天一套黑色官袍,一枚三寸剑方的黑色玉印,一座巴掌大小的微型宫殿,还有其他若干杂物之后就扬长而去。 楚天,不,是八卦真人罗不平,就此成了西方天庭新鲜火辣的六品都领,无量山神。 山神? 楚天掀量着手中的那枚三寸剑方的黑色玉印,感应着玉印中那股厚重,灰炎,充满死寂之意的庞大力量,不由的咧了咧嘴干笑了起来,还好,不是土地,呵呵。 干笑了几声,楚天很没趣的闭上了嘴。 山神,土地的这个嗝儿,估计在这灵桥天庭,是没人听得懂的。 八卦谷内,那些被楚天暴力收服的散修已经欢天喜地,诚惶诚恐的跪拜了下去,一个个将脑袋在地上磕得砰砰直响,连连高呼都领大人不迭。 六品上都领,这已经正式跨入了天庭中等官僚的圈子,不要说六品上,就算是九品下的官职,天庭多少非生后的散神大能辛苦了数万年,也没能正到这么个位置。 尤其是,楚天的这个都领的正职是无量山神。 无量山绵延万亿里,大大小小枝脉无数,诸如苍蓝山这样的绵延千亿里的枝脉就有数十条之多。 无量山中有无数宗门,有无数修士家族,有无数散修洞府,更有无数的凡人,修士的聚居地,数以万兆一计的生灵都依托着无量山繁衍生息。 一座无量山的体量,是楚天思混过的东方天域大苍山的数万倍。 而这是大苍山数万倍体量的无量山,连同山中的一切生命,乃至一花一草,一杀一土,按照天庭的天规,都尽在无量山神的掌控下。 当然,因为无量山是西方天庭和南方天庭共享的关系,楚天这个无量山神能够掌控的无量山只有一半地盘,另外一半地盘尽在南方天庭的掌控下。 饶是如此,这一半的无量山也已经广袤无极,山中无数的修士,无数的凡人,他们的生杀与夺,尽在楚天一念之间。 更重要的是,无量山的一条条山脉,一座座山峰,可都是风水宝地。 山下有无数的灵脉,无数的矿脉,无数的奇珍异宝,山间更有无数的奇花异草,无数的灵药灵草。 以楚天无量山神的职位,他每天过手的资源都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他随手在里面捞一把,都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庞大财富。 当然,如果没有鸣角一族的话,就太好了。 楚天掂量着手中的玉印,有点恼火地看着天空悬浮着的四十八颗直径十万里的母巢。 就在楚天接受考公司主的询问和册封时,这么短的时间内,鸣角一族又从灵桥天亭的天外降临了十三座母巢,不仅补全了之前的损失,还额外派遣了十二座母巢镇守无量山脉。 未来的一万年内,确切的说,是九千九百年内,西方天亭掌控的无量山脉中所有的产出,都是鸣角一族的。 换句话说,楚天这个新鲜出炉的无量山神,要无偿的,免费的为鸣角一族打工将近一万年。 可以想象的是,这次鸣角一族被干掉了一座母巢,这个损失着实不小,以鸣角一族的疯狗脾气,他们怎可能容忍这样的损失? 说不得他们会找上楚天,不从楚天这里找回足够的赔偿,他们怎可能善罢甘休? 远远的三道流光飞了过来,有点犹豫的靠近了八卦谷,却一副不敢进门的模样。 楚天大笑了一声,主动的迎了上去。 他被侧封成了无量山神,但是身边除了那些被他暴力收服的低阶伞修,可就一个可用之人都没有了。 精通炼丹的黄叶翁,精通玉兽的白骨子,精通阴绿的蓝冷叶,三人都是他这些年结交的散修,大家的关系还很不错,正好用来填补新出炉的山神府的空缺。 西方天庭肯定会给无量山神府调配足够趋浅的人手,但是比起那些人,楚天宁可使用黄叶翁等人呢。 以他如今的全责,他倒也能够在山神府内安排几个心腹之人。 三位老友何必犹豫? 哈哈,罗某人岂是那种富贵之后就忘本之人。 之前隐匿修为,出身,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如今本座已经身为天庭正神,也就不用再谨小慎微了。 楚天放声大笑,大秀一挥,将黄叶翁三人卷了进来。 一通畅谈之后,楚天将考公司主留下的那微型宫殿展开,就看到大片黑色神光急速向四周扩散开来,以无量山为中心,一片绵延八千里的神功釜底依托着山势自行成形。 在这八千里神功釜底中也不知道有多少被压缩的空间,神功釜底刚刚成形的一瞬间,无数倍声黑色羽翼,面无表情,眸子里也没有丝毫灵动光泽的天兵天将就呼啸着飞了出来。 数以亿计的低阶天兵天将整整齐齐的悬浮在空中,同时拔出兵器,向楚天行了一礼。 这些天兵天将中,阶位最高的天将也不过悲声两对黑色羽翼,实力大概在三节到十节之间。 但是它们的数量极大,无数黑色羽翼缓缓拍打着,化为一片方圆上万里的黑云,地面上居然一丝而光线都不能投下。 一尊天将手持一个黑色圈轴缓缓飞出,肃然飞到了楚天的面前,将圈轴递给了楚天。 奉弟子令,这令无量山神罗不平征伐无量山,将无量山整个纳入西方天庭之下。 此番征伐,无量山中所有宗门,家族,散修,凡人,完全听从无量山神罗不平随意调遣,立功者重赏,党敢不服调令,为妾不战者,诸禄满门。 楚天接过天将手中的圈轴,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气。 将整个无量山脉纳入掌控中。 他看着那天将沉声问道,沉,领命。 高空中,一群指高气扬的鸣角族人大咧咧的快速飞过,他们故意的大声欢笑,朝着楚天这边指指点点了许久。 痛快,痛快,损失了一座母巢,西方天庭必须给大尊一个交代。 嘿,这不就是交代吗? 原本我们这一万年,只能享用半个无量山脉的资源,但是这下好了,这小子要为我们卖命,把整个无量山脉打下来。 吓吓,小子,无量山神,哈哈哈哈,小心一些,不要把我们的宝贝无量山给打坏了。 不用我们废话,这小子懂的。 天庭之间相互厮杀,最多动用这些低阶天兵天将,他们想打坏整个无量山脉,怎么可能呢? 楚天颠了颠手中卷轴,嘿嘿的笑了。 第605章 太平手段 无量山脉中线,西方天庭和南方天庭掌控地带的交界线上空,一片流云静静的悬浮着。 在流云下方,一条狭窄的山谷上,数千名低阶修士正在低空疯狂厮杀,剑光闪烁,刀器纵横,不时有修士从天空坠落,浑身是血的翻滚不休。 峡谷中,数万名修炼了武技的凡人武者皮甲持刀,密密麻麻的犹如蚂蚁一样厮杀成了一团。 弓弩激发声,刀剑碰撞声,甲咒撕裂声,骨骼肌肉断折声不时响起,凄厉的惨嚎声传遍四野。 峡谷外,一群群双眼赤红的野狼,野狗往来缩寻,他们迫不及待的等待着山谷中的厮杀赶紧结束,等这些可怕的修士,凶残的武者离开后,这些野狼野狗就能饱餐一顿了。 西方天庭和南方天庭的关系并不融洽,体现在下层修士和凡人百姓之间,那就是双方交界处用无休止的厮杀和征伐。 无量山脉中,双方领地交界处,无数年的厮杀早就不知道吞噬了多少修士和凡人的性命。 一条大型灵晶矿脉。 流云上,一名眉心生了一块赤红色神经的青年微微一笑,这点东西,这些蝼蚁,为此厮杀不休,真正是可怜,可笑,却也有趣得很。 身穿青蓝色长裙,行动之间就有无数光运流荡的少女眯着眼笑了起来,倒还真是有趣,他们修为如此低微,却打得好生热闹,以前,可从未见过这些蝼蚁的征战,想不到还是蛮好玩的。 公孙狼狼笑吟吟地看着一众贵宾,心情非常不错。 刚刚用回光速流之术,重演了苍蓝商矿兼衙们遇袭的全部过程,八卦真人罗不平的表现被他们看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从罗虎突袭开始,眼看着鸣角一族的母巢被森罗剑符一剑劈开,无数鸣角一族的战士被杀鸡土狗一样宰得干干净净,罗不平却横空出世,一人独臂晴天,挡住了罗虎的森罗剑阵和森罗剑符。 刚刚得到力不考公司主传来的信息,罗不平已经被封为无量山神,并且向他传达了征伐无量山脉,掌控整个无量山的任务。 趁着这些贵宾还在灵桥天庭逗留的机会,如果罗不平能够顺顺挡当的一统无量山,他公孙狼狼乃至整个西方天庭又能大大的露脸。 听得两位贵宾的话,公孙狼狼不由的笑道,西桥军,冷月军,若说要看热闹,倒还真有一番热闹看。 吓,不瞒诸位,刚刚鸣角一族的那位大尊,很是和父亲大吵了一顿,这次他们折损了一颗母巢,损失颇为惨重,所以…… 微微顿了顿,看到一众十几位贵宾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自己身上,公孙狼狼笑道,所以,父亲让我下令,由那新册封的无量山神罗不平,征伐无量山,掌控整个无量山脉。 那个,八卦真人罗不平。 浑身幽光流荡的冷月军眯着眼笑了,公孙狼狼,你倒是胆大,他只是一介散修,固然个人修为,不若,你真敢让他掌控这次的征伐吗? 一众青年男女也纷纷看向了公孙狼狼,眸子里尽是探究之意。 公孙狼狼笑得很灿烂,他温文尔雅的向一众贵宾笑道,这无量山脉,是定然要拿下的,否则我西方天庭,不好向那位坏脾气的大尊交代。 一鸣皮肤下生满了淡金色纹路,一条条极细的淡金色纹路凝成了细密的玄奥符纹,周身充斥着强大力量气息的青年撇了撇嘴,淡淡的说道,也是,明角族人固然只是我族的一条狗,但是这条疯狗很好用,你们灵桥天庭,拿他们是没什么办法。 公孙狼狼向着青年点头笑了笑,炫患军说得极是,明角一族嘛,父亲大人拿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他们毕竟折损了一颗母钞,所以,拿下无量山脉,用未来整个无量山脉一万年的出产补偿给他们,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眉心生了赤红色神经的西桥君冷哼了一声,不过,一届散修,他会排兵不振吗? 公孙狼狼摊开双手,他微笑道,正因为他是一届散修,而且他的身份,我已经让人宣扬了出去。 为了一座无量山脉,若是出动我西方天庭的名宿大将,怕是会挑起西方天庭和南方天庭的全面冲突。 冷烈的笑了一声,公孙狼狼悠悠道,但是罗不平就不一样了,他只是一届散修,配置的天军兵力,也只是最基础的,出生体,战力有限,破坏力也有限。 南方天庭得知他的身份后,定然会明白我的意思。 指着下方正在疯狂厮杀的低阶修士和凡人武者,公孙狼狼兴奋的说道,这次攻伐的主力,不会是天庭的天兵天将,只能是这些修士和凡人,诸位可想, 整个无量山脉的修士和凡人都发动起来进行一次全面战争,那是和其壮观的景象。 一众青年男女呆了呆,然后他们同时兴奋了起来。 天兵天将什么的,他们见多了,早就逆位了,反而是下方那些低阶修士和凡人武者的血腥厮杀,给了他们足够的新鲜感。 他们就当是看戏一般,高高在上的欣赏这些蝼蚁的疯狂和野蛮,以他们的身份,这是他们之前根本接触不到的乐趣。 数万人规模的厮杀已经如此有趣,整个无量山脉的修士和凡人弱势都调动了起来,那场面。 冷月君呵呵笑了几声,他端起一盏琥珀蓝酒一饮而尽,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块欲绝重重的拍在了桌子上,果然是有趣的,这无量山如此广袤,诸位不妨赌斗一把,这罗不平能否一桶无量山,或者,又能在多少年内,将无量山一桶。 一众青年男女纷纷大叫有趣,他们看了看冷月君拍在桌子上的欲绝,所有人的瞳孔都微微一缩,然后若无其事的,纷纷掏出了足以匹配的堵住逐个下注。 纳绚幻君将一颗拳头大小的金色宝珠放在了桌子上,看了看站在一旁不作声的公孙郎郎,突然笑了起来,公孙郎郎,不用拘束,来,来,来,下注,下注,你也下注,这无量山这般广大,纳罗不平只是一介散修,我是不信他能有多快一桶无量山的,所以,我压他一万年内都扫不平无量山。 公孙郎郎微微一愣,咬了咬牙,缓步走到了桌旁,笑着点了点头,如此,郎郎就,斗胆了。 无量山,苍蓝山脉,无量山神府 来自西方天庭的下属官吏已经补充其倍,楚天江黄叶翁,白骨子,蓝冷叶三人也都安排妥当,直接让三人一步登天的获取了七品上的天庭神位。 作为六品上的天庭衙门,又掌控了无量山如此广袤的领地,无量山神府内自身就携带了一眼飞生池。 在楚天受封山神的第二天,楚天就让黄叶翁三人直接引动了天结,直接用山神府内的飞生池将三人强行接引了过去,用最上品的退凡神水为三人重铸了神体,更催动飞生池为他们贯注神力,直接让三人凝聚了一重宝轮,成为了拥有一节之力的天人高手。 因为楚天的照护,三人的渡劫,飞生顺风顺水,没有任何的波折阻挠,更是一步登天得到了天庭正耳八经的正神神位,三人对楚天的忠诚度顿时飙升,颇有点死心塌地的意思。 山神府,正殿中,楚天坐在正中的大岸后,看着大殿中站着的义英下属神官。 楚天的面前,放着一份公文,是刚刚送来的公孙郎郎的御令,公孙郎郎很直白地告诉楚天,他和一众贵宾以楚天一统整个无量山脉的时间设了赌局,那些贵宾最看好楚天的一个,也认为楚天起码需要五千年时间,才能一统无量山。 公孙郎郎则是压住,楚天五千年内定然能一统无量山。 公文上的御令就是,勒令楚天无论如何,也要在五千年内驱逐无量山中的南方天庭一应派出衙门,将南方天庭的势力彻底赶出无量山脉。 公孙郎郎许莫,若是楚天能顺利成功,让他赢下了这一局,他定然视楚天为心腹进尘,大力提拔,给他无数的好处。 甚至公孙郎郎很直白的告诉楚天,这些贵宾拿出来的赌注中,有一件对他而言极其重要的物件,甚至关系着公孙郎郎他父亲的前途。 所以,公孙郎郎措辞严厉的告诉他,这一局,只能赢,不许输。 虽然公孙郎郎没说若是输了这一局会有什么后果,但是看他词句中的语气,可想而知那后果不会很美妙。 尤其是,楚天看了看站在自己身边的两尊被生十六对黑色羽翼, 气息森严可步的天将,不由的在心里暗爽。 公孙郎郎唯恐楚天被南方天庭派出的刺客暗杀,直接让他输了这一局,所以送信来的两尊天将,直接就被公孙郎郎送给楚天驱遣五千年。 这两尊天将,即是楚天的护卫,也是楚天的监工,楚天的一举一动,定然瞒不过公孙郎郎的耳目。 以后,就有劳两位大人了。 楚天笑着向两尊天将汗手致意。 两尊天将低沉的哼了一声,缓缓向楚天点了点头。 他们的态度并不和善,在巨人千里的疏离之外,还带着一丝高等生灵俯瞰蝼蚁的骄傲意味。 其他人或许没这么敏感,但是楚天能清晰的感知到,这两尊天将目光中包含的那种怪异的情绪。 在这两个背后密密麻麻声满了黑色羽翼的家伙眼里,楚天仅仅是蝼蚁和奴隶的身份。 微微一笑,坐直了身体,楚天轻轻的敲了敲面前的那份公文,弟子的命令,大家都知晓了,这无量山脉,我们是一定要拿下的,不仅要拿下它,而且要快,要干净利落的拿下来。 手指轻弹桌面,楚天沉声道,所以,在这期间,还请诸位同心协力,将事情办得圆满妥当。 楚天肃然看了看那些从西方天庭调来的下属神官,语气骤然变得格外的森严,冷力,事情办得好,大家都好好处,本座自然不吝向弟子讨取风赏,若是有人阳奉因为,或者出功不出力,耽搁了事情,嘿嘿。 站在大殿中的一众神官原本复杂的眼神迅速的变化,他们抬起双手,微微欠身,向楚天行了下官参拜上司之礼。 楚天满意的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些天庭调来的神官,对他这个爆发户,幸运而是不服气的,这些家伙在天庭熬了多少年,才得了如今的直思。 而楚天呢,只是因为恰逢其汇入了公孙郎郎的眼,一步登天就得了六品上的神位。 这些家伙有些不服,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楚天也不用他们服气,攻伐无量山脉,楚天也没把希望放在他们身上。 手指继续轻轻弹动桌面,发出叮叮脆响,楚天笑盈盈的看向了黄叶翁,白骨子,蓝冷叶三人,三位老友,我这里有件重要的事物,关系着我们一统无量山脉的大忌,就有劳三位老友辛苦一趟了。 黄叶翁,白骨子,蓝冷叶三人面皮微微泛红,激动的向楚天深深行了一礼。 楚天眯了眯眼,沉声道,有劳三位,去我无量山神府领地上,一英宗门,家族,散修,凡人聚居地中召集精明能干的人手,不需要他们有多强修为,只要他们足够精明,或者说,足够奸诈,狡猾,足够的口舌如黄,足够的油嘴滑舌就好。 将这些人召集起来,过一些时日,本作会编著一部太平经,这他们努力学习。 另外,我希望,三位老友能够将自家的独门秘法献出来,黄叶翁的丹道密钥,白骨子的玉兽秘法,还有蓝冷叶的阴公秘诀,我这里有一些小小的想法,希望能够和三位探讨一二,看看是否能将本作的这些想法逐一实现,若是能的话,此番大战成功,你们三人就是手工。 楚天笃定的笑着,在公孙狼狼的命令传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了如何征伐无量山脉的办法。 这些天庭的神灵啊,他们是那些低阶修士和凡人为蝼蚁、草戒,但是他们或许不明白,在某些时候,蝼蚁、草戒也能变成燎原大火,将这无量山整个引燃。 征伐无量山,一统无量山。 楚天想要效仿太平军的手段,给这些天庭的神灵们一点颜色看看,让他们见识见识楚天的能耐。 当然,还有一些准备是不能少的。 楚天沉吟了一阵,向大殿中的一名下属神官指了指,去,将苍蓝山矿间衙门虎大力坚郑大人请来,就说本座有要事向求,看看他能否有那个能耐,拿下这份功劳。 第606章 野火 黄犬扛着一头死路,在崎岖的小道上小心的快步行走着。 这时一头沾染了一丝天地灵髓,体内生出了一缕妖气的灵路,值大钱。 正当阳春三月。 这头灵路的一对儿鹿绒切下来,起码能从那些修士手上换取三五十枚金币。 反手摸了摸隐隐酸痛的腰椎骨,黄犬咧嘴笑了起来,颇为淳朴的脸蛋笑得犹如一朵怒放的花朵。 卖掉这条灵路,加上之前存下来的那点金币,应该可以买一颗脆体丹。 自从三年前,和人组队猎杀一头成腰的野猪,被纳斯狠狠地撞了一下扭了腰之后,黄犬的这腰骨就一直不爽力,有时候阴雨天更是痛得他死去活来,平日里修炼武技的时候,效率也下降了一两成。 若是有一颗脆体丹,这点陈年老伤是丝毫不成问题的。 而且借助脆体丹的药性,更能让肉身修为提升一大截,或许,或许就能突破到安身境的中阶水准。 到时候啊,就能加入一些强大的猎团,不仅出行安全了许多,收入也会水涨船高,日子就好过了。 拍了拍背上沉甸甸的灵路,黄犬开心地笑着。 不枉他这两次都是孤身一人潜入山林狩猎,固然风险大了许多,但是收获也足够丰富。 不然的话,一头灵路三五个人分,他拿到手的金币也没多少。 当然,也是他运气好。 灵路是食草动物,生性温顺,杀伤力不强,加上黄犬埋伏的陷阱,三架窝母只是一次齐发就把这头灵路给食斗了。 若是换成三年前让黄犬受伤的那头野猪,嘿嘿,搞不好这次黄犬就会吃大亏。 陆荣值大价钱,陆皮很好,陆肉也有酒楼会高价收购,毕竟是凝结了妖气的灵路嘛。 最最幸运的是,这头灵路身上还有一件好宝贝,价值不在陆荣之下。 黄犬忍不住笑出了声,行走时步伐越发的轻快了。 有了脆体丹,提升实力,加入大猎团,积攒一笔金币,然后去找个乖巧能干的婆娘,生一堆儿女,希望里面有一个两个资质好的,能够修炼的话,这辈子也就圆满了。 作为灵桥天庭凡人世界一个最普通的低阶舞者,黄犬对命运并无奢望。 他只求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犹如路边野草一样太太平平的活着。 在崎岖的山间小道跋涉了好几个时辰,天色快黑的时候,黄犬终于踏上了一条两丈多宽的土路。 他顾步的歇息,喝了两口竹筒中的泉水后,鼓足了力气,顺着土路向前挤走。 奔波了一夜,等到东边红日出生时,黄犬终于来到了他所属的聚居地青崖澳的大门前。 三面环山,门前有一条小河流淌而过,方圆近百里的青崖澳地势很好,聚居了近百万凡人和低阶散修。 临河的入口处修了一道高有二十丈,长达十几里的砖石城墙,正中开了一个城门,常年有修士和大队舞者在此职守。 浑身大汗的黄犬扛着灵鹿来到了大门口,小心翼翼地等候着。 过了一刻钟左右,东边红日彻底从山头上露出了整个面庞,青崖澳的城门伴随着沉重的轰鸣声缓缓开启,一对身披铁甲的舞者趾高气扬地走了出来,在城门口左右一分,犹如木庄子一样站在那里。 两个安身静巅峰的散修打着喝茜从城门内走了出来,背着手站在城门正中的位置,城门四周望了望。 黄犬很谦卑地向两个散修嵌身行了一礼,一鸣散修向黄犬随意地扫了一眼,然后他的眼睛骤然一亮,哟,这头鹿,不错。 黄犬急忙挤出笑脸,向那散修笑道,这次运气好,正好碰到这。 那散修脚下一动,瞬间到了黄犬的面前,一把抓住灵鹿的脖子将其抢了过去。 他颠了颠这头足足有三五千斤重的灵鹿,随手一画,鹿皮就自行脱落,被散修劈在了身后。 笑着点了点头,散修右手如刀轻轻一劈,将一条鹿腿砍了下来,随手塞进了目瞪口呆的黄犬怀里。 好了,这条腿,是你的,剩下的吗,你可知道,最近风声很紧,西边的要打过来了,上面传令要我们全力备战。 所以,各种资源都很紧张,城门税的份额也提高了。 你这条鹿,扣掉城门税后,就这条腿了。 散修笑着将缺了一条腿的灵鹿往城门口一丢,另外一名散修顿时笑着一挥手,手指上一抹灵光闪过,灵鹿就消失不见,被他纳入了手上的戒指中。 黄犬呆呆地看着手上这条有好几百斤重的鹿腿。 一条灵鹿,包括最值钱的鹿绒和鹿边在内,价值稳妥超过一百斤币的灵鹿,就给了他一条腿。 这条鹿腿,能值几个钱? 他黄犬在深山中咒服夜出一个多月,好几次差点被毒蛇毒虫咬死,辛辛苦苦弄来的猎物,就这么被抵冲了城门税。 什么叫做最近的风声很紧? 什么叫做西边要打过来了? 什么叫做各种资源很紧张? 黄犬只知道,他的脆体丹,他的人生的希望,他奢求的那点点微薄却质朴的幸福,他那点微不足道的人生目标。 城门税 大人,没这样的规矩。 青崖傲,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 黄犬一把抓住了散修的袖子,大声叫道,十抽一,最多十抽一的城门税。 没有这样全拿走的,没有这样全拿走的。 散修怒了。 他一甩袖子,一股距离袭来,黄犬咚得一声栽倒在地,脑袋栽在一块石头上,头皮破碎,鲜血滑的一下就流了出来。 谁说全拿走了? 不是还有一条腿吗? 这么大一条腿,够你吃多少天的了? 这是上面的意思,以后,青崖傲所有的资源,全部用来整军备战。 知道吗? 明白吗? 听清楚了吗? 散修指着黄犬冷笑道,对了,看你精壮的模样,倒是一把好手,正好,上年说,要组建一支赶死队里,下,得了,就是你了,你自愿加入赶死队,主动去西边作战效力,嘿。 黄犬脑子里一片嗡嗡直响,一股恶气直冲脑门,他突然嗷嗷叫着跳了起来,一拳向那散修的面庞打了过去。 一刻钟后,青崖傲外一个荒僻的草窝里,浑身骨头几乎都被打断的黄犬犹如一条死狗一样歪歪斜斜的躺在那里。 几根断骨从他的手臂,大腿上刺了出了,鲜血顺着白生生的骨茶不断的流淌出来。 好些绿头大苍蝇嗡嗡叫着,不怀好意的围绕着黄犬盘旋着,一点点的逼近他的伤口。 一顿美餐是跑不掉的了,而且这么一大堆活生生的血肉,这些绿头大苍蝇能欢快的繁衍出多少子孙后代。 一刻钟前,抱起的黄犬一拳砸在了那个散修的脸上。 黄犬的修为很低,修炼的是凡间不入流的武技,并非修士的断体法门,但是黄犬双臂也有八九千斤的力量,否则他如何能将那头零路扛回青崖傲。 那散修修炼的断体法门也是不入流的那种,肉身力量也就是七八万斤上下,连翼龙之力都没有。 黄犬一拳打在了他的眼珠上,痛得他眼前发黑,身体踉跄着向后退了两三步,差点一头栽倒在地。 城门口的另外一名散修顿时扑翅笑了起来,吓,一头猛虎,被野狗咬了一口。 就是这一声嘲笑,挨打得散修抱起发难,一通拳脚将黄犬浑身骨头打得几乎粉碎。 如果不是城门口已经开始有人进出,好些人目睹了全部的过程,而且黄犬在青崖傲也算是小有名气的猎人,这个散修不好做得太过分的话,黄犬已经被活活打死了。 饶是如此,黄犬还是被丢进了这个草窝自生自灭。 操! 浑身剧痛,眼前发黑,身体一阵阵地冷了下去,黄犬躺在草窝中,看着那些绿头大苍蝇欢快地扑在了自己的伤口上,脑子里一片混乱。 没怎么读过书,没什么见识的黄犬低声的喃喃自语,这是什么道理呢? 没道理理! 我的灵禄,我的脆体丹,你们怎么能全部拿走呢? 没这个道理,最多十抽一的城门税,没有全拿走的道理。 黄犬呆呆地自言自语,因为失血,身体开始缓慢地抽搐。 尤其是他的五脏六腑开始抽筋,剧痛袭来,他眼前一片漆黑,他已经陷入了濒死边缘。 轻轻的脚步声传来,一个苍老却有力的声音在黄犬的耳朵边响起,什么道理? 因为你太弱呀,什么道理? 因为他们强啊,什么道理? 因为他们身后,有南方天庭撑腰啊。 黄犬破裂的下巴被扳开,一道轻烈的液体倒进了他的嘴里。 散发出浓郁药香味的汁液迅速化为一道热流冲进了黄犬的身体,强大的药力扩散开来,骨髓中急速生出新鲜的血浆,顺着血管快速地流转全身。 剧痛消失,静暖缓解,眼前的黑暗消散了,生机活力重新回到了黄犬体内。 黄犬呆呆地睁开眼睛,就看到一名身穿轻布长袍,满头白发,一部长须直垂到小腹,一身轻气,先锋到骨的老人正蹲在他身边,双手缓慢地抚摸着他的骨折处,轻快地将他的断骨逐一归位。 热流在断骨处急速地流转,黄犬隐隐听到了体内传来的咔咔声,这是骨骼在快速愈合发出的声响。 浑身都暖洋洋的,尤其是三年前的沉眠老伤,被那头腰化的野猪撞伤的老腰处更是炽热如火,全身好似被泡在开水中,却丝毫都不烫,暖和得舒服无比。 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体内逐渐滋生,黄犬隐隐感受到,他的体内正在发生某些他无法理解的变化。 老,老丈。 黄犬哆哆嗦嗦地看着老人。 虽然没什么见识,但是黄犬听那些大猎团的猎人描述过服用各种丹药后的感受。 就算是最上品的脆体丹,也不过是和喝了老酒一样满肚皮滚烫而已,哪里有这种全身发烫,而且一道道热流犹如大蛇一样浑身乱窜的感觉。 老人给他服用的,分明是比脆体丹好上,好上,好上好多好多倍的灵丹妙药。 这种灵丹妙药,是卖了黄犬都换不回来的宝贝。 黄犬呆呆地看着老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以他的学识,以他的见识,以他简单直率的脑筋,他不知道这种时候该说什么。 他感到很紧张,很局促,很尴尬,很不安。 这种宝贝,怎能用在他身上呢? 虽然是救了他的命,但是黄犬很淳朴的感觉,他的命不值这个价呀。 无奈太平真人坐下传道弟子太平酒,奉真人之命行走天下,积善行德,结缘一切有缘之人。 老人微笑向黄犬点了点头。 黄犬心里一阵暖洋洋的,老人温和,慈爱,充满热力的笑容,莫名的让他想起了很多年前,他懵懂刚济世的时候,他的父亲和母亲的笑脸。 他们早就死去了很多年,黄犬就算在梦中都记不得他们的影像了。 但是老人的笑,让他莫名的想起了自己的父母,想起了他童年时最无忧无虑,最温暖开心的岁月。 老,老丈。 黄犬突然想哭,然后他的眼眶里就充满了泪水。 你就是老夫的有缘人,你是一个好孩子,你不该受这样的委屈,这样的欺负。 老人太平酒很认真的看着黄犬,沉生说道,那些人做的事情,不好,这样不公平,对你这样的好孩子来说,这种事情不公平。 太平真人建立太平教,就是为了为天下不平之人讨一个公平,创一个太平世界。 太平酒指着天空缓缓飞过的一对天兵沉生道,这些天兵天将,他们如果不能给天下人一个公平,那么,我们就用自己的拳头,自己的刀剑,创一个太平世界出来。 南天已死,太平当立。 不等太平酒消化自己的话,实话实说,黄犬也不可能消化太平酒的话。 太平酒拉起黄犬,认真的看着他的双眼,你是老夫的有缘人,你可愿意成为老夫做下弟子,为这天下受委屈的云云众生,讨一个公道。 黄犬呆呆的看着太平酒温暖,温序的双眸,冬的一下跪倒在地。 广袤亿万里的无量山脉中,在黄犬跪下的这一刻,起码有数万人同时跪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还有更多太平真人坐下传道弟子正行走在无量山中,认真而耐心的寻找着自己的有缘人。 南方天庭的天兵天将和修士们高高在上的飞过,丝毫没有注意到,在下方的野草中,一点点火星正在闪烁。 第607章 辽原 无量山,西方天庭和南方天庭交界处,一座形如桌岸,矗立云中的大山之巅,楚天坐在山崖边缘,静静的眺望着东南方向。 在这四四方方,高有数万丈,顶部平坦如底方圆上千里的大山下方,几条纵横交错的山谷中,无数低阶修士和凡人武者正依托着数百座小型城寨往来攻杀。 每日每夜的,山谷中都会传出金铁撞击声,不时有人濒死的惨嚎声传来。 楚天静坐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多月,此时距离公孙琅琅发布命令,让他一统无量山脉已经过去了三年。 三年时间,太平教在无量山脉中犹如一团野火疯狂的传播着,无数修士,凡人加入了太平教,坚定的相信那位太平真人会带着他们打下一个公平的世界。 天下到处都有不平事,凡人百姓被武者欺负,武者被低阶修士欺负,低阶修士被高阶修士欺负,高阶修士被天庭小力欺负,天庭小力被更高层次的神官欺负。 每人心中都有不平事,太平教的教义就是火种,点燃了这些人心中的不平,将其化为燃料,引燃了滔天的怒火。 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太平教就以这种洪水猛兽一般的可怕方式急速蔓延着。 当然,太平教能够如此顺利,如此狂野的传播开去,能够在短短三年内传遍整个无量山脉,最大的功劳当属楚天。 只不过,楚天是绝对不会承认太平教如此疯狂的传播和他有任何关系,他绝对不会领这份功劳。 反正他的功劳也晓不到哪里去,毕竟太平教是他一手折腾出来的玩意儿。 神窍天境中,通体清光营绕的琉璃灯展通体碧绿,宛如一块碧绿琉璃整个雕城。 曾经只有拳头大小的灯展,如今已经高有千丈上下,灯展正中那团轻悠悠的灯火也膨胀到了水缸大小,在青色的灯火正中,一点极其细微的,枝满力大小的火光正若隐若现。 青色的灯展上,数以十万计各色天印整整齐齐的,按照某种极其复杂的大道韵律排列着。 整个灵桥天庭所含的所有大道法则,都在转化为青色,微能增强了千百倍的琉璃灯展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 换句话说,楚天已经掌握了整个灵桥天庭所有的大道法则。 如此成就,堪称可不。 就算是灵桥天庭的中央大帝,他也不敢说他就有这样的恒心,参悟,掌握灵桥天庭的所有大道法则。 当然,楚天还没达到那个层次,他也不敢说中央大帝究竟到了何等境界。 无数条极细的流光从四面八方不断投进琉璃灯展中,灯展内厚重精纯的金红二色神力闪耀着异异神灰,无数玄傲的天道符文在神力中急速闪现,外面看去灯展只有千丈高下,而在这灯展中,金红二色神力完全凝成了一片大阳,直径何止百万里。 浩如烟海,深不可测,厚重澎湃,佩莫能当。 一缕缕金红二色的神光不断从这片庞大神力凝成的大阳中升腾而起,不断融入楚天悬浮在灯展上的天魂中。 楚天的天魂得到这神力的字样,已经生长到了万丈高下,通体神光刺目,宛如一座钻石雕城的人形神像。 在天魂的身后,木之宝伦,太阳宝伦,太阴宝伦缓缓缓旋转。 木之宝伦没有丝毫变化,但是太阳宝伦,太阴宝伦都已经生长到了极致。 三年时间,随着太平焦的传播,楚天大梦神典演化的梦种传遍无量山脉,年延万亿里的无量山脉中,无法计数的凡人,武者,修士,妖魔,乃至大批大批的天庭所属都被植入了梦种。 每时每刻,都有无法计量的庞大信仰念力涌入琉璃灯斩,在无穷念力的支撑下,楚天轻轻松松的就凝聚了太阴大道1296众太阴宝伦,太阳大道也全部凝联完成。 三门大道,全部凝聚完成,楚天手中的阴阳五行造化神卵却又生出了变化,阴、阳、木三颗造化神卵居然强行从天地熔炉中脱身,端端正正的镶嵌在了三座宝伦的核心位置。 更有无数条极细的流光从三颗造化神卵中蜿蜒流出,和三座宝伦交织在一起,无数道运符纹若隐若现,让楚天的三座宝伦发生着某些不可测的神妙变化。 楚天能感受到三颗造化神卵对自己天道宝伦的好处,他暂时还没弄清这种变化究竟结果如何,只是他现在暂时没有心情搭理这个。 琉璃灯盏上,那些代表了土之道运的天印闪烁着厚重的黄色光芒,其中更有土之大道衍生出的重力,原刺,繁衍生机,包容承载之类的道运闪耀着其他不同的光泽。 土之大道包容万象,它能包容,承载五行法则中的另外四行之力,故而土之大道衍生出的法则比起木之大道,太阳大道,太阴大道更多了许多,总量达到了惊人的三千六百种。 楚天高达万丈的天魂突然一声轻笑,它左臂一抖,长有数千丈的一条臂膀自然脱落,均匀的分化成了三千六百份。 烙印在琉璃灯盏上的土之天印急速闪烁着,一道道厚重,玄妙的土之浮印脱离琉璃灯盏染飞起,迅速和那分化的天魂碎片融为一体。 嗡的一声巨响,楚天天魂身后一重土黄色的宝轮染染成形,然后是第二重,第三重,第四重。 灯盏中,无量山脉无数生灵在潜意识中高呼太平真人之名,无穷无尽的信仰念力造化神奇,楚天毫无瓶颈地将一众一重土之宝轮轻松凝聚。 每一重宝轮中都蕴藏了强大可怕的法力,琉璃灯盏中一道道金红二色洪流不断冲出,不断注入刚刚凝聚成形的土之宝轮中。 楚天的身体微微地颤抖着,他的皮肤下一缕缕深黄色的符纹不断成形,不断隐去。 他的肉体强度在飙升,他的肉体力量更是在突飞猛进。 咔咔几声响,楚天的身形硬生生拔高了三尺,他身体微微一晃,又强行将增高的身体压回了圆状。 如此反复一百零八次后,楚天的身形最终稳固在了一丈一尺上下。 低沉轰鸣声中,土之造化神卵也强行脱离了天地熔炉,稳稳地镶嵌在了三千六百重土之宝轮的轴心。 楚天墓之宝轮大成的时候,整个无量山脉中无数被植入梦种的生灵心中同时微微一颤,一股莫名的欢喜由衷地生出,他们同时露出淡淡的微笑,不引人注意地向楚天所在的位置看了一眼。 他们的魂田中,梦种好似酒汉冯甘霖一般急速地生长开来,一条条根莖快速蔓延,一波波奇异的精神波动轻轻拂过这些生灵的潜意识,但凡被植入梦种的生灵,他们相互注视的目光都温柔了许多,相互之间隐隐产生了某种莫名的默契。 无量山脉深处,南方天亭辖区内,一座方圆万里的大城中,数百名周边宗门的首脑静静地站在这座大城的城主面前。 这城主是南方天亭派遣的一名正式的六品下的神官,他的侄私就是镇压这座城池和周边数亿里山岭。 这神官的修为也着实惊人,他修炼的是火之大道,而且已经凝聚了一百零一众火之宝轮。 数日前,当地一宗门首脑,也及太平教在这座城池所辖地带中的舵主向这位城主献上了一绝世家人,城主欢喜之下,当即宠幸了这位家人。 一番欢愉之后,一缕梦种就轻轻地植入了这位城主的魂田。 楚天修为暴涨的这一瞬间,城主魂田中只是刚刚开始伸展根精的梦种骤然急速扩张,而且根精之中隐隐带上了土之法则特有的厚重之意和庞然之力,闪耀着淡淡土黄色光泽的梦种根精急速延伸开来,几个呼吸间,就盘踞了城主整个魂田。 无穷无尽的信仰念力从虚空中延伸了过来,顺着这枚梦种侵入,化为无形的精神波动,轻柔地包裹住了城主的魂田,撼动了他的潜意识。 城主心头的犹豫和不快悄然散去,他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数百宗门首脑,缓缓地点了点头,一如诸位所言,这三年来,西边的侵蚀越发严重,为了联防防守,我南方天亭掌控的无量山脉中,的确应该增加建造大量的传送阵,将整个山脉化为有机的整体。 手指轻轻地敲动大义扶手,城主眸子里一阵犹豫,随后他看向了带头的那位宗门长教,也急太平教在当地的舵主,压低了声音悠悠问道,长教前些日子所言之是,本官平日理,也颇受他人欺压,诸般不堪,却是难以一一尽数,若是能求一个公平。 数百宗门首脑眼眸同时一亮,他们纷纷笑了起来,肃然向城主行了一个极其标准的道人骑手礼,城主,南天已死,太平当立,入我轿门,俘获与共。 城主心头最后一点犹豫和质疑也烟消云散,他缓缓站起身来,肃然走到了那位舵主面前,深深地向他拜了下去,弟子扶封城主波不兴,见过舵主。 这样的事情,在无量山脉中不断发生。 一个又一个南方天庭的低等小力投入了太平礁的怀抱,一个又一个南方天庭的基层官员投入了太平礁的怀抱。 楚天凝聚了土之宝伦后,梦种的侵染之力暴增,修为在千劫之下的天庭官员,根本不可能抵挡梦种的侵染。 每天都有无数梦种犹如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在虚空中飘荡,轻柔的植入无数生灵的魂田。 每天都会新增无数的幽光连上琉璃灯盏,灯盏中金红二色神力蓄积的速度越来越快,蓄积的神力品质越来越好,轻悠悠的灯火当中,那一点芝麻力大小的赤红色火光已经逐渐膨胀到了绿豆大小,而青色的琉璃灯盏上,也隐隐出现了一线红云。 大梦神典越是修炼到精深处,随着梦种的数量越来越多,速度自然也是越来越快。 别人是越修炼到高深处速度越慢,唯有大梦神典反其道而行之,凝聚无数生灵信仰念力,修炼的速度只会不断提升,绝不会有任何挚爱放缓的道理。 又一年后,楚天的天魂后方,金、火、水三道宝轮呼啸成形。 三门大道少则有1080门大道法则,多则有1696门大道法则,三道宝轮成形后,楚天的实力再次飙升,他的身体也无法遏制的,应生生长到了一丈八尺上下,再也无法压缩半寸。 太阴、太阳、金、木、水、火、土七门大道宝轮成形,七颗阴阳造化神卵分门别类镶嵌在了七重宝轮的核心处,楚天的修为飙升,梦种的侵染力,影响力也随之飙升。 南方天庭在无量山脉中的中低层官吏全军覆没,尽数加入了太平教,而那些高等官员中,也有不少人被梦种侵染,他们的言行举止,也开始受到楚天的影响。 在好些南方天庭官方力量无法覆盖的地方,太平教开始堂而皇之的建造堂口,无数太平教的教徒身穿楚天设计的制式服装日月八卦道袍招摇过世,公然行事。 太平教的舵主、堂主、执事、护法们,干脆取代了这些地方的天庭衙门的权利,掌控了地方上的一英大小事物。 而那些同样加入了太平教的天庭官吏们则是和他们称兄道弟,整日里缴获在一起。 在楚天七门大道宝伦彻底凝聚后的第二个月,南方天庭派驻无量山脉的最高神官,同样被册封为无量山神的弥罗子颁发预令,这南方天庭所掌控的无量山脉范围内所有的宗门、家族、聚居典,还有那些大小城池都要架设大大小小的传送阵,要将整个无量山脉打造成一个有机的防御整体。 南方天庭在无量山脉的大小衙门纷纷出动,无数宗门、家族、城池、聚居典也都忙碌了起来。 堆积如山的材料从库房中被取出,一座座大大小小的传送阵用最快的效率被构建完成,而且还附加了强力的防御阵法。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南方天庭掌控的无量山脉中已经密布无数传送阵,一个人只要用短短一个时辰,就能从无量山脉的这一头,轻松抵挡无量山脉的那一头。 等到一切都准备妥当了,这一日,楚天终于从他盘坐了数年的山顶站起身来,脚踏一片枯叶,湿湿然向南方天庭设立的无量山神府飞去。 楚天所过之处,地面上无数太平教徒纷纷跪倒在地,燃香膜拜。 南天已死,太平当立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犹如灭世洪水,席卷半个无量山脉。 第608章 长驱直入 楚天动了 24颗鸣角一族的母巢也随之动了。 通体漆黑,却不时闪烁着刺目血光的母巢沉重的划过虚空,紧跟在楚天身后,直到越过了无量山脉西方天庭和南方天庭的交界线,这些母巢才停了下来。 无数鸣角战士从母巢中飞了出来,一个个贪婪无比的俯瞰着南方天庭的领地。 过去的百多年,他们已经从西方天庭掌控的无量山脉领地中捞了不少油水,如果楚天能够一捅整个无量山脉,他们捞取的利益会更大。 这小子,一定能成功吧? 一名通体密布着无数黑色尖角,密密麻麻有点恶心的鸣角战士双手抱在胸前,伸出舌头舔了舔嘴角伸出的三根黑角,如果不能,我就吞了他的脑浆。 嘿嘿,他可是无量山神,天庭正耳八经的神官。 另外一名鸣角战士笑着提醒自己的族人。 没事,他总有外出的时候,若是他这次失败了,除非他一辈子躲在西方天庭不出来,否则的话,那鸣角战士低沉地笑着,他随手向下方一抓,数百名正在山谷中厮杀的凡人武者身体骤然一抽,浑身血气瞬间化为一缕缕血光冲天飞起,身体变成干尸瘫倒在地。 鸣角战士张开嘴,深深地吸了一口,将数百凡人武者的精血吞得干干净净,然后很满足地笑了。 远处一片流云上,公孙狼狼和西乔军、冷月军、炫焕军等一众贵宾坐在凉亭中,正眺望着楚天的背影。 公孙狼狼低声笑道,似乎,成了,真正没想到,这罗不平,有这样的手段。 西乔军等一众青年男女脸色都很难看。 他们都在楚天身上下了重注,其中有人压了楚天能一统无量山,有人压了楚天不能。 而压了楚天能够一统无量山的,也都压的是楚天五千年内不可能成功。 但是这几年楚天私下里的小动作他们看在眼里,太平较犹如野火燎原,用一种极其可怕的速度迅速蔓延开来,整个南方天亭的无量山领地,早就被太平交给浸透了。 这才几年时间呢。 满打满算不到十年。 更让他们无语的是,南方天亭前些年册封的无量山神弥罗子,居然丧心病狂地下令在无量山中建造了无数的传颂阵,天野,这岂不是方便了楚天的太平教徒肆虐吗? 人才喝。 炫焕君悠悠感慨了一声。 我定然重用。 公孙郎郎急忙抢过了炫焕君的话头,笑着说道,如此人才,定然前途无限,我定然重用他,绝对不会埋没了他的才干。 公孙郎郎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这个八卦真人罗不平,又或者说无量山神罗不平,真真正正是他最近一万年来最惊喜的发现。 太平教,好玩意啊,可比我当年在东方天狱弄出来的生死轮回教更加有用得多。 公孙郎郎在心中揣摩着,若是能将太平教传遍整个灵桥天庭,是不是? 嘶,公孙郎郎在心里倒抽了一口冷气,这件事情,大可以做的呀,当然,不必急于一时,这种事情,要做长远打算,不用急,也不能急。 先把眼前的无量山脉给占了下来,满足了那群贪婪,凶残,不依不饶的鸣角混蛋们在说。 两条黑烟从后方追了上来,公孙郎郎派来给楚天做护卫的两尊天将无声无息的跟上了楚天。 楚天笑着向他们点了点头,脚下顿光加速,一刻钟后,他在一座南方天亭的大城中暗下了顿光。 这座城池的城主,一英大小官员,连同周边宗门,修士家族的首脑们早就等在了这里。 见到楚天从高空落下,他们纷纷跪拜在地,大声呼喊南天已死,太平当立的口号。 楚天笑着向这些教徒点了点头,他大步走到了这座大城的传送阵中,随后一道光滑冲起,楚天直接传送到了南方天亭侧立的无量山神府门前的广场上。 楚天和两尊天将刚刚出现,无数低阶天兵天将同时从四面八方冲天飞起,这些面无表情,眸子浑浊僵硬的天兵天将阴冷肃杀的盯着楚天三人,四周传来了密集的弓弦绷紧声,起码有上百万的天兵同时拉开了长弓。 弥罗子,不要这样小家子气。 贵宾登门,你就这样迎接的吗? 呵呵,好大的阵仗,但是有用呢。 一百零三万九千四百三十五名弓箭手同时开弓,呵呵。 楚天机笑的冷笑了一声。 远远近近上百万弓箭手同时开弓,你这是要射鬼呢? 一道炽烈的火光从无量山神府中翻滚而出,一座三角形的烈焰神龛冉冉升起,神龛上矗立着一株通体赤红的大树,球节有力的树枝上悬挂着一千多颗人头大小的火球,每一颗火球正中都有一枚金色的火焰符纹若隐若现。 楚天咧了咧嘴。 天鹿世界的修炼功法,最终是凝聚天道宝伦,一重天道宝伦就是一节之力。 凝脚一族的战士则是凝聚多头怪蛇,每多凝聚一个蛇头,就提升一节之力。 而这弥罗子也不知道出身哪个世界,修炼地功法倒是颇为新奇,这株大树就是他功法凝聚的天道法香,每一颗果实就对应了一门火焰法则,凝聚一颗果实,就自然而然的提升一节之力的修为。 至于那三角形的烈焰神龛,烈焰翻滚。 热浪冲天,这分明是一门极其奇特的神通秘法。 看看站在神龛正中宝箱庄严的弥罗子,这是一门防御秘术。 身高三丈左右,身披射红色甲皱,相貌堂堂,栖息森严的弥罗子一步一步向楚天走来。 他每走一步,地面上都涌现一朵烈焰凝成的花朵,他一步一步走到了楚天面前,双眼凝视着楚天冷笑道,罗不平。 你修炼的木之一道,正好被我火克。 你哪里来的胆子,敢孤身一人来我无量山神府。 楚天身后的两尊天将同时冷哼了一声,一股极其可怕,好似要吞噬一切,泯灭一切的黑暗气息翻滚而出,狠狠地向弥罗子撵压了过去。 弥罗子身后火光大胜,两尊同样悲声十六对羽翼,但是羽翼色泽红,每一片羽毛都好似火光凝成的天将走了出来,他们放出让人窒息的高温火焰,狠狠地和黑暗气息撞在了一起。 嗡的一声巨响传来,无量山神府周边数百座大山无声无息的粉碎,烟灭,无数山神府的下属官吏和仆役下人纷纷腾空飞起,面色惊慌地看着这边。 四尊修为可步的天将同时向前一倾身体,就要打成一团。 楚天和弥罗子同时呵斥了一声,四尊天将身体一凝,眼眸中神光喷涌,相互恶狠狠地凝视了许久,这才缓缓地放松了身体,慢吞吞地退后了两步。 楚天笑着向弥罗子点了点头,弥罗子,你也见到了,若是放手大打,这无量山脉也就完了。 所以,我们立一个赌约如何? 弥罗子深沉地看了楚天一眼,他沉声道,正是如此,不要说这四位大人,就是你我若是放开手较量,嘿嘿,固然我的火之大道能够克制你的木之大道,以你我的修为动起手来,也是天崩地裂。 点了点头,弥罗子沉声道,正应该定下一个规矩,你说的赌约,是如何说法? 四面八方被无数的低阶天兵天将包围着,巨大的羽翼遮挡了天空,就连阳光都难得投下来。 不过弥罗子和南方天庭的大半天兵天将都参悟的火之法则,他们身体放出浓烈火光照亮了虚空,比起天空的太阳光线还要明亮许多。 楚天无视四周的天兵天将,翻手取出了一张小方桌,两个小木凳,然后将一副棋盘两盒棋子放在了桌上,来,来,来,这次赌斗,你我约束所有实力超过一劫之力的属下,就以你我领地中的修饰,百姓定一个胜负,如何? 楚天看着弥罗子笑道:"我的人赢了,无量山自然是我的。你的人赢了,无量山自然就是你的。为了不伤和气,天兵天将一律不许出手,最多只能动用一劫之力的天庭所属。 百劫之力 弥罗子眸子里晶光一闪,他凝视着楚天冷笑道:"实力上限,百劫之力,呵呵,既然是赌约,自然不能什么都是弥罗不平说了算。 楚天深深地看了弥罗子一眼,他沉声道:"这么说来,弥罗子你是想要让下面的人多留点血咯?" 弥罗子笑着点了点头,他看着楚天轻声道:"正是如此,有百劫之力的高手出手,战局可以加快些许,不是吗?不然的话,难不成我们还要看着那些蝼蚁一座山头一座山头,一个小村一个小村地打过去?那得浪费多少时间?" 楚天笑了:"原来,你是个急性子。 弥罗子笑着坐在了方桌边,他自信满满地说道:"反正我是要赢的,所以,我向来喜欢赢得快一点。 楚天沉默了一阵子,他坐在了弥罗子的对面,粘起了一粒棋子,轻轻地放在了棋盘上:"如此,就这么约定了,老子无悔,想来你不会输了不认账吧?" 弥罗子笑着抬头向天空望了一眼。 天空突然有一团火云浮现,火云中一座烈焰生腾的神宫放出无边火光,一尊身穿华服,通体流光一彩的俊朗男子在神宫上空一闪而过,随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那神宫和火云也随之隐没。 远处流云上,公孙狼狼笑了:"呵呵,赤心弟子亲自出面,这赌约就成了。 罗不平,开始吧,不要让我失望啊。 楚天和弥罗子对视了一眼,楚天大手一挥,袖子里飞出了一面黑色大旗,上面端端正正书写了一个西字,弥罗子,但凡被这面大旗插上的位置,就证明,归我西方天庭所有了。 弥罗子大笑了起来,他同样大秀一振,一面通体赤红,正中书写了一个男子的大旗飞了出来,本官也早有准备,罗不平,这面大旗用不了多久,就插遍整座无量山。 两人相视一笑,弥罗子也拿起了一颗旗子,重重的放在了旗盘上。 四周无数的天兵天将拍打着巨大的羽翼冉染腾空,犹如一片绵延数万里的火云悬浮在高空中。 西北面,无数天兵天将拍打着黑色羽翼冉染染飞来,犹如一片黑云和这片火云遥遥对峙。 地面上,无量山无数的山谷,盆地中,一座座城池内,一座座村庄中,一个个聚居点内,无数的修士山门,家族驻地和散修洞府中,同时传来了南天已死,太平当立的口号声。 城头变幻大王旗,就是一刻钟的功夫,无数黑色旗帜在南方天亭掌控的无量山领地中升起,这些黑色旗帜都布置了独特的进制,他们放出一缕缕黑色金光,冲上高空后就炸开化为一团团浓浓的黑云。 一片片黑云遥相呼应,首尾相接,只是一刻钟的功夫,南方天亭掌控的无量山大半山区被黑云覆盖。 此时楚天和弥罗子没人才下了七八个棋子,弥罗子正笑语盈盈地传令侍女上查,她的魂念向方圆亿万里的山岭内一扫,猛不丁地看到如此之多的黑色旗帜翻滚着升了起来,她猛地一跃而起,身体一抖将棋盘打翻在地。 你,你,你,你。 弥罗子犹如见鬼一样看着楚天。 她的魂念所过之处,无数百姓,武者,低阶修士,乃至宗门所属,天庭官吏,都在其身欢呼,他们很多人更是高高举起了一面面黑色的大旗招摇过世,大声高呼着太平真人罗不平的名号。 你,你,你,你。 弥罗子身体剧烈地哆嗦着,脸色惨白犹如死鬼。 本作罗不平,八卦真人罗不平,前些年换了个名号,太平真人罗不平。 楚天不紧不慢地看着弥罗子说道,多谢大任下令,建立了这么多的传颂阵,呵呵,本作麾下大军,可以长驱直入,毫无挚爱地直达无量山边境。 在弥罗子的魂念感应中,南方天庭掌控的无量山区域一片忙碌,无数座城池,聚居点,宗门驻地,家族驻地,散修洞府中,无数的传颂阵正在不断地亮起。 一支支由低阶修士组成的大军顺着这些传颂阵,从西方天庭掌控的无量山区出发,长驱直入地急速向弥罗子的辖区渗透。 所过之处,无数南方天庭的子民欢声载道,胡将丹实地迎接楚天麾下的大军。 杀,杀,杀!你们都在发什么呆?赶紧去,杀光西方天庭的贼子。 弥罗子手舞足蹈的嘶声怒吼着,催促着他麾下的那些天庭观力。 没有一个天庭观力动弹,他们很诡异地笑着,笑看着歇斯底里的弥罗子。弥罗子的心一片冰冷,只冷到了骨髓里去。 第609章 《疯狂弥罗子》 楚天并没有做得太过分。 提过分,就太引人注意,就太容易出纰漏。 更容易招来各种不可测的后患。 所以,南方天庭策立的无量山神府中,除了弥罗子这尊正位山神,他麾下还有百多名神官没有被植入梦中,没有受到太平礁的招揽。 但是为了防范西方天庭的进攻,这百多名神官已经被弥罗子派出去坐镇四方,恶守各处交通要道和重要城池,并没有留在山神府中。 如今四面八方站立的那些山神府的官吏,如今可都是太平礁的教徒。 弥罗子的呵斥声对他们毫无用处,他们就这么静静的站在那里,闲静犹如一朵朵娇羞的水莲花一样静静的看着弥罗子,脸上带着一丝风轻云淡的微笑,静静的看着他。 弥罗子的身体剧烈的哆嗦着,他不可置信的看着这些下属官吏,脸色一阵阵的发白。 楚天缓缓站起身来,轻轻的摆了摆手,去吧,去配合教中兄弟,尽快将整个无量山拿下。 数以千计的山神府所属官吏同时向楚天深深的骑手毅力,口中高呼太平真人名号,然后一个个犹如打了鸡血一样仰天高呼南天已死,太平当力的口号,纵身化为一道道神光冲天飞起,带着数以十万计的山神府仆役,侍卫向四面八方飞去。 四面八方都有喊杀声传来。 楚天并没有将所有无量山脉中的生灵纳入掌控中,这种做法太妖孽,太容易引人怀疑。 他留下了许多平日里名声不怎么好,甚至是臭名昭著的宗门,家族和散修,还有好些他看不上眼的无赖地痞之类的侍警人物,如今楚天麾下的太平教徒配合西方天庭的大军长驱直入,这些楚天特意留下的修士正在富于顽抗。 尤其是弥罗子手下的百多名神官,他们的修为从三五节到八九十节,实力正好位于两人约定的百节之力范畴内。 这些神官迅速纠集了大批人手,依托他们坐镇的要害据点拼死反抗。 一如漫天海啸飞扑而来,这百多名神官组织的反抗力量,就好像海啸中的百多块小小的礁石,只能溅起大片水浪,却无法对海啸整体造成任何影响。 楚天的山神府中,从西方天庭调来的那些神官内,也有实力相匹配的神官迎了上去,和这些弥罗子的手下正面抗衡。 弥罗子的这些手下在战场上发挥的效用有限,而楚天组建的大军,已经浩浩荡荡,势不可挡的席卷了一切。 弥罗子浑身哆嗦着看着楚天,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手下的那些官吏都叛变了。 这些家伙,就不害怕南方天庭的报复吗? 还有,那些该死的下剑蝼蚁,弥罗子的魂念扫遍方圆数亿里的山区,他看到无数底层的百姓,好些只修炼了最粗浅武技的武者,还有那些实力低微的不堪入目的低阶修士,他们居然都拿起了兵器,加入了楚天麾下的大军中。 太平当立,太平当立,他们求的,是什么太平?弥罗子私生怒吼着,下,太平,太平,本官就赐予他们太平,哈哈哈哈,他们死了,就是太平。 弥罗子右手一抖,一颗人头大小的火球冲天飞起,火球飞到了离地万里的高空,然后猛的炸开。 就听一声声沉闷的巨响不断传来,火球炸开成方圆百里的火团,其中又飞出了一颗颗大大小小的火球,然后不断绵绵炸开。 一层层火光迅速在高空向四周扩散出去,云层散开,火光蹦见,火光迅速覆盖了方圆百万里的高空。 弥罗子山神府所在的这一片山区中,数以万计的大山突然破裂,无数身披重甲,手持力刀,身上气息颇为强大的修士脚踏流云,纷纷冲天飞起,迅速向着西北方飞去。 弥罗子冷笑看着楚天,他凝声道,罗不平,算你有一手。 可是你万万没想到,我弥罗子出身豪门,家族底蕴岂是你一介散修能比你的。 傲然昂起头来,弥罗子冷笑道,早在本官受封无量山神时,本家就为本官预备了这么一支忠心耿耿的强军。 人数不多,区区十亿,个个都是半步飞升的大修士,他们一人可顶百万兵,这么一支强军,足够杀光你蛊惑的那些愚钝蠢货了吧。 看着那些杀气腾腾向着前线进发的修士大军,楚天轻轻的鼓掌赞叹,弥罗子,本座想起来了,你是南方天庭有数的豪门弥家嫡子,难怪,难怪,弥家自家的领地,大概都有三五个无量山脉这般广袤,凑齐这么多半步飞升的大修士,不难,不难。 轻轻的咳嗽了一声,楚天笑着对弥罗子说道,不过,似乎,还是不够。 不够。弥罗子哑然失笑,不够。 十亿半步飞升的大修士,其中领队的是足足八百名修为恰好在百节之力极限的天人境大能。 就这股力量,足够横扫楚天的山神府统侠的所有军力,楚天居然还敢说不够。 就在弥罗子派出的修士大军前进的方向上,数千个传送阵同时亮起,大队大队升高三丈左右的金属傀儡踏着整齐的步伐吭腔吭腔的走了出来。 这些金属傀儡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排着让人头皮发麻的密集阵形,犹如潮水一样淹没了一座座山峰,一条条山谷,漫山遍野都是这种通体闪耀着金属本色的傀儡在大踏步的前进,他们距离弥罗子挥下的大军越来越近,进到只有百里之遥时,这些金属傀儡全身 的装甲板同时开启。一个个密集的发射潮漏了出来,无数混沌火弩发出尖锐的破空声,犹如密集的大雨一样像弥罗子这只精锐大军笼罩了过去。 虎大力这具分身,还是很有用的。 在楚天的点波下,借用西方天庭的一些炼气秘点的帮助,又调用了西方天庭公布的大量造作攻防相助,虎大力耗费数年时间,终于建造了这么一只可怕的傀儡大军。 一团团黑红二色的毁灭火光爆开,无数半部飞生镜的大能血肉横飞,灰飞烟灭。 八百道神光冲天飞起,弥罗子挥下八百名百节之力的大能高手气势汹汹地杀了出来,想要一举歼灭这只傀儡大军。 无数条剑影从天而降,迅速化为一道方圆万里的剑木将这八百大能包裹在内。 剑光纵横,剑气灵天,灭杀一切的森罗剑翼凝成一座剑狱,在八百大能身上留下了一条条身可击鼓的猙獰伤口,杀得他们惨嚎连连脱身不得。 森罗剑阵,罗虎被生擒活捉后,公孙狼狼就将森罗剑阵,森罗剑符交给了楚天使用。 有了大梦神典这门逆天的作弊神典,弥罗子的一切战略部署怎可能瞒得过楚天? 这只金属傀儡大军,早就在这里等着弥罗子挥下的精锐军团,而这座森罗剑阵,也正是为了这八百名百节之力的大能预备妥当。 为了这座大阵,借助弥罗子下令各处建造传送阵的机会,楚天麾下的太平教徒们,早就将方圆亿万里内的无数条地脉打通,眼下驱动这座大阵的,正是这方圆亿万里内的无数条地脉中蕴藏的无穷无尽的天地灵水。 而掌控这座大阵的,同样是八百名百节大能,是楚天在大战爆发前三个月,才用秘密信函从公孙郎郎那里戒掉的人手,他们都以天庭小力的身份,秘密潜入楚天的山神府,就为了今日的这一战。 双方人手相当,修为相当,但是楚天这边是有心算无心,更不下了森罗剑阵困住了敌人。 任凭弥罗子挥下八百大能如何怒吼挣扎,面对同等修为八百大能主持的森罗剑阵,他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溥一接触就纷纷重伤,更有百多人重伤斌死。 弥罗子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他猛地转过头来,想要朝着楚天说点什么。 话还没出口,楚天戒掉的八百大能已经联手催动了那枚森罗剑阵。 罗虎修为低威,提供的本命精血极其有限,都能借助森罗剑阵一剑斩破一颗鸣角一族的母巢,如今八百大能联手催动,更有地脉无穷无尽的天地零碎任凭吞噬,这枚森罗剑阵终于爆发出了他应有的恐怖威力。 一具高达万丈的透明人影凭空浮现,他手持长剑,面无表情的向下一挥。 万里山岭无声无息的湮灭,原地出现了一个直径万里的黑漆漆大坑,八百百节大能瞬间烟消云散。 控制剑阵的八百大能同时向东南方一指,这透明人影随手一箭挥出,弥罗紫暴以巨大希望的石翼大修士顿时炸成了漫天血雾。 地面上,无数的金属傀儡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前推进,混沌火弩发出尖锐的吼声,一团团黑红二色的火光覆盖了一切,所过之处城池崩塌,山门粉碎,一座座洞天伏地被攻破,无数楚天故意留下来的修士被火光彻底淹没。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弥罗紫一方大势已去。 楚天站在弥罗紫面前,慢条斯理的说道,有人说,本座起码要五千多年才能一统无量山。 轻轻一笑,楚天悠悠道,五千年太久,五等只争朝夕,其实,弥罗紫你这种人,根本不是本座的对手。 你这种富贵家族养大的天之娇子,怎能和我斗? 我是一头为了吃食可以拼命的野狼,而你,不过是一条被锦绣堆挤养的骨头都软了的,巴尔狗罢了。 弥罗紫的脸色一阵阵的红白不定,他身后的三角形神龛上烈焰生腾,神龛上的那株神树喷出无量火光,一波波恐怖的炽热洪流向着四面八方横扫而出,弱大的山神府瞬间被火光淹没,整个山头都被融成了岩浆。 罗不平。 这一局,你赢了。 无量山给你,你的命,给我拿来。 弥罗紫嘶声长啸,浑身一震,一套通体赤红色的神甲披挂在身上,伸手向下方泛滥沸腾的岩浆一抓,无穷热力凝聚成了一柄烈焰生腾的长脊,凭空出现在他手中。 弥罗紫脚踏一朵朵莲花状的火光,身形带起一道流光冲向楚天,长脊当胸疾刺。 流云上,公孙狼狼皱了皱眉头,好一个无赖的弥罗紫,哼。 公孙狼狼踏出流云,正要向楚天这边飞来,刚刚出现过的那一片火云突然凭空闪现,赤心弟子从火云中的神宫中走了出来,面无表情的拦在了公孙狼狼面前。 狼狼,你要坏规矩不成。 赤心弟子淡然道,下面人动手,你掺和什么。 公孙狼狼神色冷立的看着赤心弟子,赤心,谁坏规矩。 我们约定的是,摆结之力之上的人,不许出手。 赤心弟子微笑,我们约定的是,他们属下不允许摆结之力之上的人出手,可没有约定,他们两人自己不能出手。 所以,狼狼,我们就静静的看结果就好。 无量山脉都输给了你,你还计较这点。 公孙狼狼面无表情的看着赤心弟子。 赤心弟子微笑看着公孙狼狼,眼角余光则是飞快的在西桥军等人身上扫了一眼,俊脸一阵抽动。 对公孙狼狼是又羡慕又嫉妒,恨不得一剑劈死公孙狼狼,将这群贵宾抢到自家南方天亭去。 长几集赐而来,热浪袭人,锋芒难当。 楚天一声不吭地向后击退,用最快的速度击退,他现在是罗不平,不是楚天,罗不平是一个毁家灭族的散修,手上并无任何神兵利器。 面对全副武装的弥罗子,罗不平是根本无法应付的。 更不要说,罗不平修炼的枯木爵正好被弥罗子克制。 退,用最快的速度退。 弥罗子脊椎不舍,手中长脊洒落漫天火光,锁过之处天空一片火红,地面上更被弥罗子故意洒下了一条宽达万里的火龙。 赤红色的神岩锁过之处,山丘都被融成了岩浆,一座座城池,村镇,无数的聚居点,无数的低阶修士和凡人百姓被烧成了灰烬。 弥罗子咯咯怪笑着,他是有意如此。 太平教! 太平教徒! 哈哈,你们敢背叛我,就全部去死吧。 弥罗子笑得格外灿烂,双眼通红的他已经彻底丧失了心智。 八百百节大能,十一半步飞升的大修士,全完了。 这是弥家给弥罗子的增援,是为了让弥罗子在无量山脉建立功勋而提供的家族援助。 这支力量,对于弥家也是弥族珍贵,是弥家的一支骨干军团。 可是,居然全完了。 就这么一下子的功夫,全完了。 弥罗子不知道该如何向本家交代,他只能歇斯底里的将自己逼近疯狂之境,然后,放手杀戮吧。 给我杀呀。 弥罗子歇斯底里的嚎叫着,他头顶神树上一千多颗赤红色的火团纷纷坠落,化为一千多颗小太阳呼啸着砸向了下方的山林。 漫天火光,天灾降临,亿万生灵看着头顶无边无际的火光,同时发出了绝望的悲鸣。 第六百一十章古堡残片 哈哈哈哈,死吧,死吧,死吧。 而等叛逆,都死吧。 弥罗子歇斯底里的大笑着,他全力释放他苦修得来的火之法则奥义,千多颗小太阳循着一个奇异的轨迹从天而降,每一颗小太阳落地,方圆万里都尽成灰烬。 灵桥天庭的空间结构稳固异常,一杀一土都比楚天经历过的其他世界坚固百倍,楚天曾经被无数天兵天将追杀,那些天兵天将自暴时的威力,也不过是伤损方圆数里,数十里的空间。 但是到了弥罗子这个境界,火系法则大成,千节以上的实力,随手一击就是万里废墟。 一座座城池被摧毁,一座座山门被崩灭,无数的聚居地烟消云散,无数生灵瞬间成了灰烬。 楚天清楚地看到无数条灵魂惨嚎着冲天飞起,高空中有数万名来自南方天庭的天将手持一宝,正在收集这些被击杀者的灵魂。 楚天打了个机灵,猛地看向了弥罗子,又抬头向数万里外的赤心弟子看了一眼。 弥罗子看似疯狂的血色双眸中,闪烁着一丝极度阴森,奸诈的寒芒,赤心弟子则是得意洋洋地笑着,一副无所谓的架势。 楚天突然明白了,这些该死的家伙,他们失去了无量山脉的掌控权,他们心痛,他们不甘,他们愤怒,所以他们要疯狂屠戮这些无量山脉中的修饰和凡人,用他们的灵魂来弥补损失。 该死的家伙。 楚天撕声长啸,他身后一圈枯黄色的宝轮翻滚而出,随后宝轮崩裂开来,化为一株枯萎腐朽的大树虚影悬浮在他身后。 楚天全力催动枯木绝内记载的最终神通,他身周千万里内的山林骤然枯萎,无数枯黄色的气流呼啸着向他冲来。 下方烈焰生腾,枯萎的山林迅速被火光淹没,楚天双手结印极速挥动,身后的苦木虚影吞噬了无数枯木之力,迅速凝成了一株宛如实体的枯萎巨木。 巨木内发出呼啸雷鸣声,沉甸甸地向迷罗子当头砸下。 两根巨木撞在一起,楚天的法力修为比迷罗子雄厚许多,烈焰神术剧烈震荡,当即从树梢头到树根裂开了一条清晰可见的裂痕,大片火光犹如岩浆一样喷出,迅速喷洒在迷罗子身后的三角烈焰神龛上。 神龛放出无量火光笼罗尼罗子,迷罗子身体一晃,吐了一小口血,随手挺起长脊继续向楚天赐来。 苦木则是猛的燃烧起来,宛如有一颗炸弹从树心深处爆发,整个巨大的苦木树干呼的一下化为一团火光。 火克木,火克木,这是先天五行的升克庙里,楚天只觉浑身好似火烧一样,大片火焰从他皮肤内喷出,他五脏六腑好似被烈焰焰烧,猛的张口喷出一道道熊熊燃烧的热血。 罗不平。 你的底细,我早已查清,嘿嘿,区区下九流小家族的传承,枯木诀。 嘿嘿,你烟港和我迷家金药焚天精至高神通相比。 话音未落,迷罗子手中长脊已经刺进了楚天胸膛,长有六指的锋刃洞穿楚天上身,从他后心透了出来。 楚天胸膛大片燃烧的鲜血喷洒,好似点燃的火油一样喷洒四方,楚天痛呼一声,狼狈的向后击退。 楚天袖子里,一直蜷缩在袖子里啃松子的鼠爷骂骂咧咧的站起身来,他立声喝道,天歌儿,不要留守,放出一切手段,弄他。 大不了,被这些天兵天将追杀,咱爷俩怕谁呢? 楚天咬着牙向后击退,迅速掏出了一瓶西方天庭天一殿出产的商药倒进嘴里。 他没吭声,以他现在的实力,就算暴露了本来身份和全部实力,当场碾死了迷罗子又如何? 当年也不是没被无数的天兵天将追杀过。 但是楚天答应了清一,他好容易混进了西方天庭,欠清一的那个救命人情还没还呢,他怎可能就这么轻易的败露。 杀一个迷罗子不难,但是被公孙狼狼他们窥破了虚实,下一次再想这么轻松的混进西方天庭,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 虽然清一没说明,但是楚天心知肚明,那个罗虎,定然是清一安排的后手,就是专门为了配合楚天混入西方天庭,这才精密布下的棋子。 人家付出了这么多的心思,楚天这里怎么也不能掉链子呢? 头顶枯木熊熊燃烧,楚天大口大口的吐着血,双手结印,猛的就是数十道雷光打了出去。 枯黄色的雷光急速逼近迷罗子,还没靠近他的身体就被烈焰神龛拦了下来。 枯黄色雷光炸开,烈焰神龛表面光影闪烁,没有一条雷光能够靠近迷罗子的身体。 楚天的权力一击,只是让迷罗子吐了两口血,除此之外别无任何杀伤。 罗不平,你不是我的对手。 迷罗子方声狂笑,等我杀了你,再去涂光下方这些叛逆,这无量山脉,还是我的。 哈哈哈哈。 迷罗子随手一掌按下,一只方圆万里的烈焰手印呼啸着砸向地面,下方正好是一处迷罗子挥下神官坐镇的雄城,正被无数太平教徒和楚天组建的修士大军围攻。 天空烈焰大手呼啸落下,坐镇这座城池的神官吓得浑身直哆嗦,猛的抬起头来嘶声大吼,大人,这里是。 一声俱响,整个雄城连同城内城外无数生灵被一击抹杀,一个方圆万里的大手印出现在山岭之中,深深陷入地下几乎千里。 四周的山岭都在燃烧,都在融化,岩浆不断地涌入这个手掌形的大坑中,大坑内一片火光冲天,无数生灵的灵魂哀嚎着不断冲天飞起。 赤心弟子在轻轻笑着,无数南方天亭的天将在轻声笑着,公孙郎郎面无表情,他身后的西桥军,冷月军,炫幻军等一众贵宾同样在轻描淡写地笑着。 对他们而言,这一场杀戮又算得什么呢? 无非是一次小小的赌局,一次赏心悦目的好戏,仅此而已。 无论楚天和弥罗子谁死谁活,无论下方的黎民百姓死伤多少,和他们有一根毛的关系。 楚天嘶吼着冲了上去,他一把抓住了弥罗子刺过来的长脊,右拳连续数千重拳狠狠地砸向了弥罗子。 弥罗子身上的神甲咔嚓一下关闭了面甲,楚天的肉拳砸在他的脸上,打得他的面甲火光四溅,响声震天,但是这套甲咒坚固异常,楚天的拳头打得皮开肉绽,也没能伤损甲咒半点。 罗不平,这就是你和我的差距。这就是你那下九流的小小家族和我弥家的底蕴差距。你能奈我何?你能奈我何? 弥罗子嘶声笑着,他猛地松开手丢下了手中长脊,他向后击退,身体一晃就顺移出了上万里,然后楚天紧握在手中的长脊猛地炸开。 一声巨响,可怕的火光席卷方圆万里。 楚天下方的山岭瞬间崩毁,化为大片岩浆洒向四方,楚天紧握长脊的左臂被炸得血肉横飞,浑身上下被炸开了无数惨力的伤口,痛得他犹如重伤的野兽一样咆哮起来。 不能动用底牌,不能暴露身份,单凭目之大道的神通,单凭罗氏一族枯木绝中记载的那些粗浅的神通秘法,楚天根本不是弥罗子的对手。 弥罗子放声大笑,他双手向下方猛地一指,方圆亿万里的山岭顿时剧烈地震荡起来。 他声嘶力竭地吼道,来吧,来吧,来吧!天地之灵,燃烧吧!给我,杀,杀,杀! 随着弥罗子的怒吼声,亿万里内的山岭同时炸开,一座座普通的山岭变成了可怕的巨型火山,不断喷发出刺目的火光和岩浆。 地下的无数条灵脉被弥罗子用可怕的神通引燃,化为一条条巨型火龙从地下挣扎着冲出。 大地在颤抖,天地在翻滚,黑烟火光笼罩了天空,无数生灵在剧烈的地震和火山爆发中灰飞烟灭。 无数扭曲的灵魂飞上天空,数万名负责收取灵魂的南方天亭天将在得意的笑着,弥罗子更是笑得无比得意,就算这次损失了八百百节大能,就算这次损失了家族十亿半步飞升的大修士,只要获取足够多的灵魂,这点损失算什么呢? 杀吧,杀吧,杀吧! 屠光这些该死的叛逆。 弥罗子放声笑着,他猛的手一挥,一柄被九条赤焰凤凰盘绕的长剑凭空飞出,他双手紧握长剑,气势汹汹的向楚天杀了过来。 楚天浑身都在燃烧,皮肉被烧得滋滋直冒油。 可怕的热力侵蚀他全身,烧得他痛苦难当,烧得他已经快要顾步的收手,正要发挥全部的力量,干脆拔出青椒剑一剑劈死弥罗子。 袖子里恨得直咬胡子的鼠爷突然笑了起来。 哎,鼠爷老糊涂了,这宝贝,似乎,藏在这里好多年了,哎,是什么时候的来的? 不管了,反正,应付这小子足够了。 猛的张开嘴,鼠爷用尾巴尖尖伸进嘴里,在嗓子眼里狠狠的捣固了好几下,然后他极力的将嘴巴张得极大,很艰难的向外干呕着。 挣扎了好一阵子,弥罗子已经快冲到了楚天面前,楚天正艰难的躲闪着弥罗子的疯狂劈砍的时候,鼠爷终于从嘴里吐出了拳头大小一块不归整的蓝色碎片。 这碎片通体晶莹,蓝得让人心醉,有无数六角雪花形的光影在碎片中急速闪烁。 碎片刚刚出现,就有一股子可怕的寒气席卷而出,楚天身上的火焰骤然熄灭,体内的火力更是被一股冻绝万物的寒气彻底湮灭。 楚天浑身击凌打了个寒战,他顾不得许多,一把从袖子里掏出了这块古怪的碎片,犹如一块板砖一样,劈头盖脸的朝着近在咫尺的弥罗子拍了下去。 弥罗子放声大笑,他身后三角形烈焰神龛剧烈的喷吐着无边热力,身上的神甲更是放出了万丈火光,他双手紧握几乎有他身体这般长的九缝火箭,肆无忌惮的向楚天当心一箭刺了过来。 他帝功法属性正好克制楚天帝功法属性,他修炼帝功法品阶远超楚天的枯木绝,他的神通秘术每一样都比楚天的神通秘术威力强大百倍,千倍,他身披神甲,楚天根本没有相应的神兵力气杀伤他。 所以,他害怕什么? 所以,弥罗子就像是一个市井街头的混混儿,毫无章法的挥动长剑向楚天撕了过来。 楚天手中的蓝色碎片重重的拍下,就好像一块纯粹的板砖,结结实实的拍在了九缝长剑上。 就听叮当一声翠响,长剑一分两段,一股可怕的寒气将烈焰生腾的长剑动成了一根冰棒。 楚天再次举起蓝色碎片,随后一击拍在了弥罗子的脸上。 三角烈焰神龛神炎喷涌,却没能抵挡这块碎片分毫,楚天一击结结实实的拍了下来,弥罗子身上烈焰生腾的神甲骤然火光暗淡,随后火焰整个熄灭,全套甲骤在那一瞬间隐隐镀上了一层淡淡的幽蓝色寒光。 咔嚓声不绝于耳,弥罗子的神甲骤然粉碎,炸成了无数冰渣子飘散四方。 楚天第三次抡起这碎片拍在了弥罗子的脸上,扑斥一声,弥罗子的整个身体炸成了漫天冰渣,就连神魂都没能逃出,也被一股可怕至极的寒气冻成了冰块,炸成了碎片。 一声长啸,楚天将全身法力不断注入这块诡异的蓝色碎片中。 呼呼声中,天地间突然有一条条刺骨的寒风冲天而起,童云从四面八方翻滚而来,还不等其他人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大片大片的冰晶从天空笔直的坠落。 被弥罗子用秘法引燃的地脉骤然间火气全灭,一条条地脉还没能完全挣扎出地面,就重新窜回了地下。 一座座火山被冻结,火山彻底熄灭。 山岭中的火焰彻底消失,沸腾的岩浆凝固成了无数奇形怪状的岩石。 漫天火力消失得无影无踪,沉甸甸的冰晶不断从空中坠落,短短一刻钟的功夫,地面上就堆砌起了后打杖许的白雪。 都给本座驻守。 浑身被烧得稀烂的楚天双手托着这块诡异至极的碎片,嘶声大吼,尼罗子已经被本座斩杀,整个无量山,从此近归西方天庭至下,谁有不服? 还有谁不服? 楚天没注意,流云上,西桥军也好,冷月军也好,炫焕军也好,还有其他十几个青年男女,都目光闪烁的看着他手中的那枚碎片。 是,古堡。 是了,当是一件古堡。 碎了,可惜了,不过看这威力,当是有来历的。 似乎是,传说中的急。 闭嘴。 彤彤闭嘴。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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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